洛青州,什么鬼?紧握传讯宝蝶触碰,目光对视一刻钟。 亲吻,拉黑了就要这样?那要是个男人呢?这传讯宝蝶是不是有毛病? 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手里的传讯宝蝶,突然起身,从帐篷后面敲敲出去,走向了白弯的帐篷。 月姐姐竟然又把他拉黑了。这怎么能忍?他必须要好好去教训一下他,让他知道谁才是威武雄壮,不可冒犯的壮元郎和北境王。 以及他以后高高在上的夫君和他家漂亮闺女的父亲大人。帐篷里,一道身影缓缓睁开了双眼。 可,来到帐篷前,洛青州轻轻咳嗽了一声。里面并无回应。洛青州只得轻声开口道,月姐姐在吗?我是来,道歉的。 过了片刻,里面方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不在。那她在哪里?洛青州问道,白姑娘可以告诉我吗?不知。洛青州抬起目光,又向着四周其他地方看了一眼。 指得道,那白姑娘若是见到她,请带我向她道个歉,并告诉她,我有修炼上的问题,想要询问她,希望她可以见我一面。 里面没有在说话。洛青州看了一眼手里的传讯宝蝶,指得离开。 刚走到帐篷前,月影突然出现,满脸冷酷地看着她道,去哪里了?洛青州道,尿尿,要去检查一下吗? 月影看着她,没有在说话。洛青州刚要进帐篷,突然又问道,对了月影,问你个问题。 我如果在传讯宝蝶上,把你拉黑了,你还能加我吗? 月影沉默了一下。 哦,为何要拉黑我?洛青州伸手拍了一下她的肩膀,道,我不是要拉黑你,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拉黑了对方,对方有哪些方法,可以重新加回去? 月影盯着她脸上的神色看了几眼,这才道,如果被对方拉黑了,就必须要当面与对方触碰传讯宝蝶,才能加回去。 洛青州皱眉道,就只用当面触碰传讯宝蝶?需要触碰多久? 还有其他条件吗?月影道,碰一下就可以了。 公子说的其他条件,是什么条件? 洛青州犹豫了一下,道,比如,传讯宝蝶需要触碰一定的时间,至少是一刻钟,还比如,触碰传讯宝蝶时,需要与对方含情默默地对视,又比如,那是恋人账号。 月影淡淡地道,随即又目光冷冷地看着她道,谁把公子拉黑了?恋人,恋人账号。 洛青州顿时将在原地,脑中嗡的一声。 月影目光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解释道,恋人账号就是很亲密的关系,才有的账号。 如果被对方删除拉黑了,需要两人互相表达爱意和亲近之意,才能被传讯宝蝶视为重归于好,才能重新添加。 洛青州张口结舌。 那,怎么才能设置为恋人账号? 月影道,我也不知道,只是听说过。 洛青州呆滞在原地。 月影看着她道,谁把你拉黑了? 洛青州又呆滞了一会儿,方看着她道,你想知道吗? 月影正要点头,突然又眯了眯眸子。 洛青州道,哎,把耳朵凑过来。 月影顿时白了她一眼,转身就离开。 冷冷地道,公子早些休息吧,不要再到处乱跑了。 洛青州又在原地站了许久,方神情恍惚地进了帐篷。 恋人账号? 她跟月姐姐是恋人账号。 难怪需要韩晴默默地对视一刻钟,甚至还要亲嘴,才能重新添加。 可是,这怎么像是在做梦呢? 这账号是月姐姐偷偷设置的吗? 虽然这块传续宝蝶是小月给她的,但不可能是小月设置的。 就算小月要设置,也会设置小月跟她,而不是月姐姐跟她。 只有月姐姐可以在她储物界里随意拿东西。 除了月姐姐,还会有谁? 可是,月姐姐是什么时候设置的呢? 是在她当初亲她之后,还是在她表露心意以后,还是更远的时间。 原来月姐姐早就把她当作恋人了。 原来她与月姐姐早就是恋人了。 想到此,她顿时激动起来。 突然,她又心头一动,恋人账号是不是还有其他功能? 不可能这些异于其他人账号的特殊功能吧? 肯定还有其他功能。 她仔细思考了一下,立刻拿出传讯宝蝶给粉忧仙子发了消息。 仙子,在吗? 问你一件事,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粉忧仙子,你说,洛青州,听说传讯宝蝶有恋人账号。 仙子知晓恋人账号之间,与其他人之间,有哪些不同的功能吗? 粉忧仙子,恋人账号? 我去帮你问问,很快,消息回复过来。 粉忧仙子,师姐说,的确有这种账号。 就是相爱的两个人,可以设置成恋人账号。 至于功能,师姐说她也不知道,洛青州,仙子在帮我问问其他人,粉忧仙子。 我问了,他们都不知道,洛青州正在思考着时,粉忧仙子又发来了消息。 红渊师姐说,你如果加入我们九天摇台,她愿意跟你设置成恋人账号, 然后亲自帮你研究恋人账号的功能,洛青州嘴角一抽,替我多谢红渊仙子。 不过,我已经有恋人了,粉忧仙子。 师姐说,没关系,她可以做你的第二个恋人,洛青州。 抱歉,我已经有很多恋人了,粉忧仙子,远处的山坡上。 某艘飞船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了几名女子的轰啸声。 师姐,你被嫌弃了,人家不要你。 哥哥哥哥哥,那位被你拒绝的蓬莱仙岛的圣子,要知道了,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哈哈哈哈,洪渊顿时气道,可恶,那小子太过分了。 你们还笑,要不是为了帮师尊,我才不会用美色引诱呢。 关键是师姐的美色,人家看不上。 去去去,有什么好笑的。 你们是不知道,师尊都有多着急。 笑声突然停止。 师姐,师尊是因为突破的事情吗? 当然不是,师尊突然改变主意,要亲自收那小子为弟子,怎么可能还会用他来突破? 那岂不是,奇怪,师尊一开始答应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又改变主意,要收那小子为弟子了? 而且还很急,几人皆是满脸疑惑。 告诉你们,师尊前段时间经常偷偷一个人去大研,去干嘛? 就是为了去见那小子,估计是在查看他的背景和人品,以及真正的修炼天赋。 第一次见师尊这么在乎一个人,你们说,那小子不会是师尊的私生子吧? 嘘,别胡说。 小心被师尊听到了。 我听外面有人传言,师尊当初的确有过一段姻缘,不过不知为何,突然就断了。 对方的来头也很神秘,好像没人知道,红渊立刻冷着脸道,好了,都闭嘴。 别再说了,哪有弟子在背后偷偷讨论师尊的八卦的? 师姐,这个话题好像是你提出来的。 而且,刚刚是你一直在说话,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传言呢。 这一晚,洛青州彻夜难眠。 天亮后,他出了帐篷,发现前面那座巨大的广场上已经围了不少人。 十天的争夺,如今就剩下最后几件宝物了。 而且都是好东西。 所以,今日的比试,肯定比以往还要激烈与精彩。 洛青州转过头,目光看向了不远处仙云阁白湾的帐篷。 这时,洛灵和罗长以及琉璃仙子都从旁边的帐篷里出来, 白湾冷冰冰地走了出来。 都到最后几天了,月姐姐怎么还不出来? 洛青州心头疑惑。 月姐姐是在隐藏什么吗? 还是在某处闭关修炼,准备更进一步。 正在他思考着时,南宫火月突然走了过来, 伸手就用指甲掐住了他的腰。 低声道,传讯宝蝶拿出来,朕要看看。 洛青州看向他道,陛下要看什么? 南宫火月眯着眸子道,朕要看看。 你到底跟哪个狐狸精是恋人账号? 洛青州道,跟郡主。 南宫火月手上顿时用力,还敢撒谎。 美娇根本就不懂这些。 连朕都不会,他怎么会? 洛青州差一道,变成恋人账号,很难吗? 南宫火月满脸寒霜道,当然难。 普通人根本就没法成功。 不然朕早就,哼,到底是谁? 老实交代。 随即又冷哼一声,道,就算你不说,朕也知道。 除了他,谁有这个本事? 洛青州连忙低声道,陛下,快松手,白院长,他们出来了。 白衣衫带着其他门派的人正要过来,似乎看到了女皇正在掐他,突然又一笑,直接走向了前面的广场。 洛青州连忙喊道,院长,等等我们。 白衣衫笑着挥手道,不急,你让陛下多掐一会儿出出气,毕竟陛下带宝宝也不容易。 此话一出,庄直言和其他人立刻都哄笑起来。 洛青州一阵无语。 哼,晚上在找你算账。 南宫火月身为大言尊贵的女皇大人,自然也是要面子的,见大家都在笑他们,也有些尴尬,只得松手,走向了前面的广场。 洛青州连忙跟在后面,顺便看了旁边的月影一眼。 月影见他目光看过来,立刻看向了别处。 月舞抱着宝宝,在一旁偷笑。 其他女子护卫,则簇拥着他们,把他们护在最中间。 我来抱话。 洛青州看到宝宝,立刻过去抱在了怀里。 小家伙正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在到处乱看着,一点都不害怕,这种嘈杂的环境。 按洛青州的想法,是不该把这小家伙带来的。 但女皇说了,她是皇家的人,这点仗势算什么? 以后的大风大浪还有很多,自然要从小多见识和多经历。 那样以后才能有一颗强大的心。 此时,天已经大亮。 火红的朝阳,正从不远处的青山后面,冉冉升起。 阳光洒落在广场最中间的站台上。 那里残留的鲜血,已经被清理一空,但依旧让四周的许多修炼者,心有余悸。 很多人是亲眼见识了那些修炼者,是怎样被打成重伤,或者直接被杀死的。 但修炼就是这样,与天争,与人争。 有时候即便知道可能会死,也必须要孤注一掷去争。 否则,只能湮灭众人。 九天摇台的长老徐星河,很快走上了十台,宣布今天拿出的奖品。 两件极品法宝,一件领宝,一枚益寿丹。 消息一出,台下众人都激动起来。 竟然还有领宝? 三大先宗倒是舍得,还以为这种好东西,早就被他们私下给瓜分了呢。 人家也不缺领宝。 而且,既然要让天下人幸福这场大会,自然要拿出点好东西来。 那可以受担,我们苍囊国这次一定要得到,刚好拿回去为国主贺授。 大言这里,众人也在低声议论着。 庄之言道,那件领宝,我们大言可以争一下。 若是到时候,飘渺先宗去我们大言要东西,至少可以应付一下。 其他人也都点头同意。 白衣衫却开口道,领宝就不争了,保存实力,争那颗一受担吧。 还有后面的那座小林矿,我们应该也有机会。 华山派的马臣子担忧道,白院长,您确定那座小林矿,三大先宗不会上台。 白衣衫看了站台对面一眼,道,他们在意的是另外两座大林矿。 就算飘渺先宗针对我们,他们也应该会保存实力,准备争夺那两座大林矿,所以,那座小林矿,我或许会有机会。 云上道人低声问道,白院长可知其他门派和其他国家那些高手的实力。 白衣衫摇了摇头,道,高手肯定不少,毕竟敢争夺林脉的都是一些大宗门,大国家。 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多硬仗要打,大家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几人正说着话时,台上的徐兴和已经宣布报名开始。 白衣衫等了片刻,也走了上去。 他们大言要争夺的是益寿丹,所以,他只签了一张纸。 站台对面。 飘渺先宗的人群中,岳阳楼看到他上台,眼中金光一闪,与其他人对视了一眼。 片刻后,兰陵走上站台,目光在名单上扫了一眼,拿起笔,在争夺益寿丹的名单上, 签下了名字和宗门。 徐兴和看了他一眼,有些意外,淡淡地道,贵宗对益寿丹有兴趣。 蓝陵宫尽道,并非笔宗的意思,只是晚辈家中长者已是年老体衰, 时日不多,所以晚辈想静一下孝心,为他赢得一颗益寿丹回去服用。 徐兴和闻言,没有再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蓝陵宫身退了下去。 在退下站台时,他抬头看了对面的人群一眼,依旧没有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 还是没有出现吗? 哼,你若是不敢来,那我就只能拿你大言其他人,来试试我归一径的新实力吧。 站台上,笔试开始。 首先争抢的是一柄名叫探妖的青色宝剑。 此宝剑为极品法宝。 据徐兴和介绍,这柄宝剑即便不用出窍, 也能轻松探查到四周千米之内的妖气。 而且,威力也极为惊人,专刻妖物。 所以对于剑修来说,他自然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物。 首先上台的是两个大宗门的修炼者。 一名背负常见的道士。 一名身材高大,体型魁梧的光头汉子。 两人稍作介绍,便开始了战斗。 洛青州的目光,穿过站台,看向了对面飘渺仙宗的人。 刚刚兰陵上台报名,他自然看得一清二楚。 他本来还在担心,当初在大延边境鄙视已经把他给吓怕了, 他不敢再上台了。 那样的话,他还真不好杀他。 现在好了,他既然主动送上门了, 那他就不用再等到以后了。 本来他还准备等到争夺灵矿石再上台的, 现在看来是要提前上去了。 他自然要亲自动手,为郡主报杀父之仇。 这是他答应过郡主的。 不过,既然兰陵上台报名, 那么飘渺仙宗其他人应该也会上台的。 就是不知道会有哪些人会出手。 这时,旁边的庄之言突然冷哼一声, 开口道,他们飘渺仙宗不保存实力, 争夺灵矿了吗? 灵矿都还未出来, 他们就要报名上台了, 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白衣衫叹了一口气, 应该是看到我刚刚上台报名了。 宁远大师双手核识道, 阿弥陀佛,看来是不想让我们大言赢得任何东西了。 这个仇,只怕是真的难解了。 洛林冷冷地道, 从他们撕毁条约, 偷偷派人去屠杀我们仙云阁和林霄宗那天起, 这个仇,就不可能再解了。 更何况, 还有在边境的仇恨。 他们那些长老和弟子, 全军覆没, 自然也会算在我们大言的头上。 他们在莫城杀我大言军民, 折入我大言将决, 这个仇, 我们大言自然那也不会忘。 云商道人在一旁叹息道, 这个仇, 自然是没法解了。 我们得好好想一想, 该怎么应对这场灾难。 虽然之前与对方签订契约了, 但以对方以往的卑劣行径来看, 只怕还是会想方设法针对我大言, 直到把我大言彻底踩在脚下。 其他人都心头沉重。 对方可是九州大陆的三大先宗之一, 虽然在大言边境折损了很多人, 但其整体实力依旧不是他们这种区区小国能够相提并论的。 光是对方控制的那些宗门和国家, 都是他们大言无法撼动的。 若是对方真的不顾一切, 集中全力对他们大言动手, 那他们大言估计撑不到一个回合就会彻底土崩瓦解。 白衣衫看出大家的担忧, 开口安慰道, 暂时不用太过担心。 毕竟飘渺先宗刚与我们大言签订了契约, 而且是在九天摇台和蓬莱仙岛的见证下签订的, 对方就算再想对我们动手, 也不敢太明目张胆。 我们只要小心应对, 不给对方找到正当的理由和机会, 那就还有周旋的余地。 哄! 正在此时, 抬上那名身材魁梧的汉子, 一拳把那名修魂的道士给打断肋骨, 打飞了出去。 正在那汉子要继续上前时, 那名道士立刻抬头道, 我认输。 说完, 便扑得吐出了一口鲜血。 这名道士是化神静初期的修为, 而那名魁梧汉子则只是宗师后期的修为。 但从一开始, 那魁梧汉子强大的气血之力, 就压得这名道士的神魂喘不过气来。 炼体与修魂的差距可见一斑。 道士被人抬了下去。 而那名魁梧汉子下去稍作休息后, 再次登上了战台。 这次, 那名道士的宗门派出了一名炼体的修炼者上台, 继续挑战。 双方对于那名探妖宝剑似乎抱着志在必得的心思。 两人很快开始了战斗。 直到晌午时, 这场宝剑的争夺战方落下了帷幕。 一共有三个宗门和两个国家派出修炼者参与了这场争夺战, 互相各有损伤, 不过并无死人。 鄙视已经进行到了末尾阶段, 大家都比较克制。 毕竟能够参与最后鄙视的都是一些大宗门和大国, 彼此间都有交情, 或者都会给对方一个面子。 徐兴和上台宣布第二场鄙视开始。 这次争夺的依旧是一件极品法宝, 名为凿山, 是一只黑色的铁锤。 徐兴和一只手轻飘飘地拎了起来, 但那只铁锤很快变大, 转眼间已经变成了一只几乎覆盖了整座站台的超级巨锤。 徐兴和举在头顶, 轻轻一挥, 一股可怕的气息顿时碾压的四周修炼者, 脸色一变, 纷纷后退。 这柄凿山站锤, 非常适合那些天生神力, 又炼体的修炼者。 虽只是极品法宝, 但其配合着炼体者的强大爆发力, 可以轻易发挥出灵宝的威力。 他一边介绍着, 一边在头顶举重若静地轻轻挥动着, 仿佛正举着一座山岳, 看得那些修炼者惊叹不已。 这柄站锤, 俺石破山药了。 谁敢跟俺抢, 俺把他的脑浆打出来。 徐兴和刚介绍完毕, 一名身高两米多, 全身肌肉鼓起, 体型魁梧的少年, 一下子跳上了站台。 徐兴和收了站锤,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道, 先去报名。 那魁梧少年道, 俺不会写字。 这时, 台下一名头戴飞金的魁梧老者连忙上台, 呵斥道, 阿珊, 不得无礼。 随即连忙对着徐兴和拱手道, 徐长老, 我们是天雄宗的, 这位是彼宗内门弟子, 从未见过世面, 这次是第一次出来, 不知礼节, 还望徐长老不要怪罪才是。 徐兴和淡淡一笑, 道, 原来是天雄宗的弟子, 难怪体型如此强悍。 无妨, 去签名吧。 老者连忙答应一声, 拉着那名少年去签名。 需要确定身份和签下生死契约。 一人签名, 整个宗门, 或者所在的整个国家修炼者, 皆可参赛。 两人下去后, 又有其他上台签名。 不过这次上台的人并不多, 只有零星的几人。 这些人应该都听说了天雄宗的大名, 毕竟是蓬莱仙岛麾下最厉害的一个宗门, 据说其宗门内还有一名雷洁高手。 其实力自然不容小觑。 况且, 就算看在蓬莱仙岛的面子上, 其他国家和宗门也不愿意再争。 虽然这次比试是公平比试, 但依旧还是有很多宗门和国家看人下菜碟。 毕竟在九州大陆, 谁都不愿得罪三大先宗。 比试开始。 这场比试, 只有两个国家和两个宗门参加。 而且都是点到为止。 最后, 没有任何意外, 是天雄宗获胜。 那名叫石破山的魁梧少年, 如愿以偿地赢得了那只战锤, 虽然身上满是伤痕, 却是喜得咧开了嘴。 不过在他走下站台时, 目光却突然看向了大研这里, 定在了一席火红衣裙 灼然而立的南宫火月的身上。 他呆了一下, 肩抗战锤, 走下了站台, 然后向着大研众人走了过来, 停在了南宫火月的前面, 咧嘴一笑, 道, 师父, 俺还想娶个媳妇? 俺看中这位姑娘了。 她好可爱。 那名魁梧老者走了过来, 目光扫了大研众人一眼, 也落在了南宫火月的身上, 但并未说话阻止。 洛青州站在了南宫火月的身前, 阻挡了那少年的目光, 道, 抱歉, 他已经是我的娘子了。 石破山愣了一下, 目光看向了他, 道, 你们成亲了? 洛青州道, 是的, 还有娃了。 这时, 乐舞怀里的宝宝, 很适时地, 咿呀呀叫了一声。 石破山又看了他怀里的宝宝一眼, 突然泄气道, 哎, 俺好不容易看中一个姑娘, 竟然都已经有娃了。 说着, 又咧嘴一笑, 看着洛青州道, 兄弟, 你真幸运。 俺羡慕你, 你家娘子真的好可爱。 说完, 挥了挥手, 扛着战锤离开。 那名魁梧老者又看了大言众人一眼, 也跟在后面离去。 簇拥在女皇四周如灵大敌的女子护卫, 这才松了一口气。 洛青州退到了女皇身旁, 看了他一眼。 南宫火月却是又掐了他一下, 下巴微扬, 眸中满是得意的低声道, 夫君, 你真幸运, 竟然有这么可爱的一个娘子。 洛青州点头道, 的确很幸运。 南宫火月亨道, 那你以后还出去沾花惹草, 红杏出墙吗? 洛青州看向台上道, 不了。 这时, 台上的徐星河开口道, 今日还有最后一件宝物。 这颗异兽丹的功效, 诸位应该都知道, 老夫就不过多介绍了。 时间也不多了, 争取在天黑之前, 可以结束今日的鄙视。 对这颗异兽丹有兴趣的, 需要再次上台签名, 和签下生死契约。 话语刚落, 已有人走了上去。 对异兽丹感兴趣的人, 还是有很多的, 毕竟谁都想要延长寿命。 特别是那些卡在瓶颈, 无法突破的修炼者, 更急需这种异兽丹, 获得宝贵的时间。 白衣衫正要上去, 洛青州突然道, 院长, 您还是保存实力, 等着明日的灵矿吧。 灵矿对于我们大言来说, 至关重要。 您是我大言修为最高的修炼者, 今日就不要上台了。 白衣衫转头看着他。 洛青州道, 我上去吧。 一手单对我个人来说, 非常重要, 所以就有我, 青竹, 你干嘛? 这时, 身后紫霞仙子突然喊了一声。 洛青州一愣, 转头看去。 一袭轻衣的灵狐青竹 突然一个人走上了站台, 过去拿起笔, 签下了名字和生死契约。 而在他身旁站着的, 是刚走上站台的蓝铃。 签名完毕。 徐兴和仔细检查了个人的身份后, 宣布笔试开始。 参赛者, 有五个国家和三个宗门, 其中包括飘渺先宗。 在看到飘渺先宗也签下生死契约后, 大家都很惊讶。 当场有三个国家和一个宗门, 主动退出了笔试。 剩下的两个国家是大盐和金国。 而剩下的两个宗门, 则是飘渺先宗和刚刚已经参加过笔试的天雄宗。 这时, 台下的重修炼者已经开始低声议论起来。 不是说, 三大先宗只会争强那两座大灵矿吗? 怎么飘渺先宗现在就要上台了? 这不是欺负人吗? 应该有人需要那颗一手丹。 哼, 估计就是针对大盐的。 当初在大盐边境, 飘渺先宗可是丢尽了脸面。 哪个是大盐? 就是那边, 看到没有。 那个背户在中间的穿红裙的, 就是大盐的女皇。 则则, 那么小一个国家, 当初竟然在台上连杀飘渺先宗那么多天才弟子。 而且现在竟然还安然无恙, 看来这大盐也不简单。 这时, 徐兴和已经让人治好了揪。 四支队伍刚好抓揪决定彼此的对手, 胜出的两队再进入最后的比试。 这样的话, 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四支队伍一次抓揪。 徐兴和两名挥袍老者把揪接在手里, 直接展开查看。 刚好, 大盐和天雄宗抓中了彼此, 成为对手。 而剩下的对战自然是金国对飘渺先宗。 金国的一名金发老者顿时呸了一声, 说了声晦气, 然后转头与其他人低声商量着。 然后, 其中一名老者离开人群, 走向了九天摇台。 他们之所以不惧怕飘渺先宗, 是因为他们是九天摇台的附属国, 其老国主修炼天赋惊人, 退位后成为了九天摇台的长老。 他们对那颗一受担, 也极为感兴趣。 不过现在第一个对手, 直接是飘渺先宗, 他们顿时有些犹豫起来, 所以派人去询问九天摇台的意见。 不多时, 那名老者回来与其他人低声说了几句话后, 然后便上台告知徐兴和, 表示退出鄙视。 这样一来, 飘渺先宗就轮空。 大言与天雄宗决战, 胜者将会继续迎战飘渺先宗。 台下众修炼者见此, 都再次不满地议论起来。 这时, 飘渺先宗的岳阳楼突然走上站台, 对着台下众人拱了拱手道, 争夺这颗异兽丹, 是本门弟子家中需要, 并非本门贪婪和势强凌弱。 经过在下与诸位长老商业, 这次争夺异兽丹的鄙视, 我飘渺先宗最多只出站三人, 无论胜负, 皆不会多上台一人。 这番话, 才把那些议论声稍稍压了下去。 岳阳楼说完, 便对着一旁的徐兴和拱了拱手, 走下了站台。 其实, 以他们飘渺先宗的身份, 自然不用专门上台来对着大家解释一番。 这番解释, 自然也不全是对着其他宗门和国家解释的, 而是对着另外两大先宗怕引起对方的不满。 毕竟他们之后还要争夺灵况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他们飘渺先宗与大言有仇, 自然不能做得太过明显。 徐兴和向着台下扫视了一眼, 方宣布, 比试正式开始。 天雄宗第一个上台的, 是一名叫贾聪的青年。 那青年披散着灰褐色的长发, 身高接近两米, 两臂裸露, 肌肉鼓起, 肩扛一柄九尺来长的金色宽刀, 瞳孔也是金色的, 整个人的气势格外凶悍。 而他的修为, 则是大宗师初期境界。 大言众人见此, 正在商量谁第一个上去时, 紫霞仙子开口道, 此人看起来天生神力, 刀法应该也是大开大合, 极为凶猛。 刚好, 我的拳头已经好久都没有打过这种硬仗了, 这一场比试, 就让我上去吧。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 白衣衫思索了一下, 点头道, 紫霞宗主上去正合适, 刚好年轻人对年轻人。 不过可要小心, 此人瞳孔金色, 皮肤上也有一层淡淡的金光, 其爆发力和防御力应该都很强悍。 紫霞宗主千万不可大意。 紫霞仙子点了点头, 走上了站台。 庄之眼转过头, 看向了旁边的灵狐青竹, 疑惑道, 青竹, 你刚刚怎么上去签名了? 按说以这丫头的性格, 不可能会主动做出这种出头的事情的。 灵狐青竹的目光, 穿过站台, 看向对面飘渺仙宗的人群, 沉默了一下, 道, 报仇。 报仇? 庄之眼文言一愣, 随即想起当初在大盐边境鄙视, 他因为心软而被暗算差点身亡的事情来。 的确要报仇。 庄之眼点了点头, 道, 不过, 不可大意。 对了, 青竹, 你现在是什么修为了? 上次问紫霞, 紫霞吞吞吐吐的, 也没有告诉我。 灵狐青竹顿了顿, 面无波澜地道, 归一初期, 大宗师后期。 此话一出, 庄之眼顿时身子一震, 张大了嘴巴。 旁边仙云阁的洛林和罗长, 以及金蝉寺的宁远大师和其他人, 甚至是白衣衫, 接满脸愕然的表情。 归, 归一境界了? 大宗师, 后期? 一时之间, 众人皆将在原地, 满脸呆滞。 要知道, 仙云阁的老祖洛林, 也才是化神静后期的修为。 而灵霄宗的老祖庄之眼, 也才是大宗师中期的境界。 你, 你比你家老祖的境界都要高了, 而且还是体魂双修。 这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阿弥陀佛, 妖念, 妖念啊。 这消息一出, 顿时如石破天惊, 大言众人皆被惊呆了。 庄之眼更是张口结舌的表情。 灵狐风主, 您, 您到底是如何修炼的? 上次见您, 您不过才化神静初期的修为。 频道记得一年前, 灵狐风主去我清云观时, 才是大武师后期和炼神静的修为。 众人越说越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 而灵狐青竹依旧是一脸风轻云淡的表情, 只是目光偷偷看了前面的某人一眼。 哄! 正在此时, 台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台下四周修炼者, 皆道吸一口凉气。 站台上, 一席红裙的紫霞仙子竟然挥舞着闪烁着全盲的硕大拳头, 硬碰硬地与那名叫贾聪的青年的大刀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气浪翻滚中, 两道身影接身子一震, 向后退去。 贾聪站稳身子顿时双手握刀, 怒吼一声, 瞬间挥刀卷起了刀芒风暴, 再次席卷去。 那高大魁梧的身子以及手中的凶悍金刀, 与对面一席红裙高挑纤细的身影,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 令人众人惊叉的是, 那看着纤细娇弱的女子, 拳头竟然变得极为硕大, 仿佛一柄铁锤, 轰隆隆地对着那些刀芒锤了上去。 两人大刀对拳头, 凶悍对凶悍, 招式皆凶猛狂暴, 如狂风暴雨, 转眼间就打出了数百招, 且越战越勇。 紫霞好强! 实在没有想到, 她这么年轻, 竟然也突破了大宗师。 那丫头从小天生神力, 修炼的功法一直都是以钢梦为主, 不过脾气倒是一点都不火爆。 庄前辈这林肖宗一带, 真是人才极几, 令人羡慕啊。 庄之言虽然有些尴尬, 却也很是欣慰和得意。 叹道, 难怪人家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高。 老夫也算是对得起林肖宗的列祖列宗了。 台上两人又激战了半个时辰, 依旧不分胜负。 短暂停招后, 甲聪双手持刀, 咧嘴一笑道, 很好。 我甲聪已经很多年, 没有这么痛快地打过了。 紫霞姑娘, 接下来, 我可不会在手下留情了。 紫霞仙子握紧拳头, 满脸冷傲地道, 我也是。 说吧, 两人又站在了一起。 刀盲与拳盲以极快的速度, 猛烈碰撞着, 台上连续不断地传来了气流爆破的巨大声响。 有半个时辰过后, 两人在爆炸的气浪中分开, 落在了地上, 接后退了一段距离方停了下来。 此时, 两人肩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筋疲力竭。 两人招式凶猛, 力量极大, 但也极为消耗体内的能量, 经过一个多时辰的激烈打斗后, 此时都已经是强弩之末。 甲聪喘息着, 满脸欣赏地看着对面道, 紫霞姑娘, 你我棋封对手, 难分胜负, 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不如握手言和, 算作平局, 如何? 紫霞仙子下巴微扬, 道, 抱歉, 这一局我必须赢。 我大言是区区小国, 比不得你们天雄宗, 一局也输不起。 那刻一授丹, 我们志在必得。 甲聪目光一闪, 又盯着他看了几眼, 突然收起了手中金刀, 拱手道, 既然如此, 那这一局, 甲某认输便是。 甲某自诩天生神力, 同级别无人能够硬抗我这开天七十二刀。 紫霞姑娘却以拳头硬抗, 不落下风, 甲某佩服至极。 这一局, 甲某自愧不如, 认输便是。 紫霞仙子却握着拳头, 没有丝毫放松警惕, 冷声道, 那你先下去。 甲聪微微一笑, 眼神欲亮, 道, 紫霞姑娘真可爱。 随即, 他对着角落里的徐星河拱手道, 前辈, 这一局, 晚辈认输。 徐星河点了点头, 宣布道, 第一局, 大言胜。 紫霞仙子, 这才缓缓收起了功法, 两只硕大的拳头, 快速变回了原来的小粉拳, 身上的凶悍气势, 也快速收敛。 他对着徐星河, 恭敬地行了一礼, 就转过身, 向着站台下走去。 甲聪突然又道, 紫霞仙子, 冒昧问一句, 你成亲了吗? 紫霞仙子闻言一愣, 随即转过头, 展言一笑, 名谋好耻, 娇美如花, 当然成亲了, 孩子, 都有好几个了呢。 说完, 红裙飘飘, 如天边迷人的晚霞, 飘下了站台。 甲聪待在站台上, 脸色有些僵硬。 甲师兄, 快下来吧, 俺来站着第二局。 那名叫石破天的魁梧少年, 突然扛着之前刚赢得的站锤, 跳上了石台, 目光桀骜地看向了台下的大言众人, 道, 你们大言, 谁人来应战? 大言众人看着他和肩膀上的站锤, 皆神色凝重。 此人是大宗师中期的修为, 而且防御力和爆发力比那名叫甲聪得更厉害。 之前的笔士受了伤, 竟然这么快就好了。 他那柄战锤, 发挥的威力可是灵宝级别的, 再加上他本身的实力, 只怕是大宗师后期的修为也很难打败他。 众人正在低声商议着时, 庄之言叹了一口气, 道, 看来这一局, 只能老敷上了。 虽然以老七小不太好看, 但我大言, 可比不得人家大宗门。 我去。 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在旁边响起, 话语刚落, 四周的温度骤然升高。 众人转头看去, 他们的女皇红裙微荡, 眉宇间已经出现了一枚星红的火焰印记。 这一刻, 她的气势陡然变化, 已由刚刚的平静内敛, 变得格外桀骜逼人, 仿佛一团正要爆燃的火焰。 不行, 洛青州果断拒绝, 而这时, 岳武怀里的宝宝似乎也感受到了母亲的烈火气势, 开始扭动不安起来。 白衣衫也开口道, 陛下, 你是一国之君, 就不要上台了。 况且, 皇子还在这里。 南宫火跃眉宇间的火焰印记, 微微跳动着, 满脸冷酷地道, 正因为正是一国之君, 才要身先士卒, 为国而战。 庄之言也连忙开口道, 陛下若是亲自上台, 置我们于何地? 虽然我大言是小国, 高手不如对方多, 但也不能让陛下上去冒险。 还是老夫上去吧。 别争了。 仙云阁的洛林突然开口, 目光看着前面道, 已经有人上去了。 众人一正, 立刻转头看去。 灵狐青竹一袭轻衣, 已经走上了台阶, 那看着有些先弱单薄的身影, 与站台上那名高大魁梧的少年,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站台上, 石破山扛着战锤, 看着走上来的女子, 不禁咧嘴一笑。 你们大言, 就只有女人吗? 而且还都是这么弱不禁风的女人, 看得俺都不忍心动手了。 灵狐青竹上了站台, 站在了她的面前, 更显弱小。 她那纤细的腰间, 别着一根玉霄, 胸前的巍峨高耸, 已经被紧紧束缚和隐藏了起来, 那乌黑如铺的绣发, 也被一根古朴的木簪, 束在了一起。 她神色冰冷, 目光平静, 身上没有流露出任何修炼者的气势, 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 仿佛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 台下顿时响起了嘈杂的议论声。 那少年说的是, 大言就只有女人了吗? 一连两局都是女人上台, 而且对面还是天生神力的炼梯者。 两人的体型和气势相差太大了, 那天雄东的防御力强得可怕, 只怕站在那里让那女人打, 估计她都打不动。 大言的男人都死完了吗? 本姑娘都不忍心看了。 那家伙的锤子那么大, 力气又那么吓人, 这一锤子下去, 估计那个女人都没影了。 这时, 台上的徐星和宣布道, 比试开始。 石破山手中的战锤一挥, 咧嘴笑道, 姑娘, 俺先给你来挤锤轻的, 你若是抵挡不住, 就立刻认输, 也免得俺呆会儿打得兴起, 受不住伤了你。 说实话, 跟你打, 俺觉得脸红。 灵狐青竹站在原地没有动, 也没有说话, 身上的青色衣裙, 身后的青丝开始微微飘动起来。 同时, 她的双眸中出现了两道剑影, 原来是个耍剑的。 石破山笑了笑, 手中的战锤花得亮起了光芒, 随即双手握着锤柄, 呼的一声, 一记悬身飞锤砸了过去。 灵狐青竹身影一闪, 躲了过去。 石破山并未停下, 又一个旋转, 手中的战锤再一次砸了过去。 灵狐青竹依旧依靠着灵动轻盈的身法, 躲了过去。 石破山一连十余锤, 皆砸了空, 顿时喝道, 姑娘, 俺要用全力了。 这一次, 你躲不掉了。 说吧, 顿时怒吼一声, 手中战锤瞬间化作了漫天锤影, 向着对面的灵狐青竹笼罩了过去。 而此时, 灵狐青竹并未在躲避。 他站在原地没有动, 周身却呼地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青色剑影, 仿佛一道密不透风的护照, 把他保护在了里面。 轰, 轰, 轰。 石破山的战锤, 顿时如狂风暴雨, 砸在了他身前的剑影护照上, 响起了一声声震耳欲聋的气流爆破声。 但数百锤下去, 那些剑影竟然安然无恙。 这时, 石破山脸上的神情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台下围观的众修炼者也是目光一亮, 感到意外。 这女子的剑意竟如此强大。 仅仅凭着剑影之阵就能抵挡住那少年的重锤, 果然有些本事。 大言果然都是卧虎藏龙之辈, 难怪当初能出其不意, 让飘渺仙踪丢了那么大的脸。 站台上, 石破山又砸了数百锤后, 顿时来了脾气, 猛然怒吼一声, 催动了手中战锤所有的威力。 那战锤骤然变大, 仿佛一座小山向着那些剑影护照砸了下去。 给俺破! 哄! 果然, 硕大无棚的战锤刚一落下, 那些剑影护照便支离破碎。 但剑影后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石破山丝毫不慌。 他的防御力可是堪称变态, 同级别无敌, 就算比他高一个级别的修炼者, 也不一定能够在短时内破了他的防御。 呼! 他双手挥舞着战锤, 猛然一个旋转, 瞬间把四周的空间全部封死。 那道青涩身影出现在了不远处的角落里, 并未利用敏捷的身法来偷袭他。 石破山咧嘴笑道, 姑娘, 见阵已破, 还有什么招数? 尽管驶出来, 俺可以等着你施法。 灵狐青竹站在原地没有动, 也没有说话。 他上台后, 一言未发。 莫不是个哑巴? 石破山心头疑惑, 只得挥舞着战锤, 主动冲了上去, 嘴里喝道, 姑娘, 按这一锤, 要把你打飞出去。 是! 正在此时, 令台下众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那站在角落里的青涩身影, 呼地抬起了手指, 射出了一道青涩的器件。 随即, 他那十根纤细的手指都陆续抬了起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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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 密密麻麻颜色各异的器件从他的手指中飞出, 看着绚烂无比, 也壮观无比。 台下众人顿时忍不住惊叹起来。 有些少女更是惊呼, 好酷, 好漂亮, 我也想要。 石破山本来还不以为意, 以为靠着自己的护照和防御力可以无视这些器件, 所以并未理会, 直接握着战锤冲了上去。 但当几道器件打在他的身上后, 他顿时心头一凝, 停下了脚步, 立刻挥舞着手中的战锤击打这些飞来的器件。 他身上的护体光照, 竟然被那几道器件给轻易冻穿了。 同时, 他皮肤上的金色铠甲上, 也被这几道器件给打出了一些痕迹。 叮叮当当! 他挥舞着战锤, 快速打开了那些器件, 空气中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声音, 仿佛真的飞剑打在了他的战锤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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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待他全部打完, 灵狐青竹的手指中, 再次飞出了更多色彩绚烂的器件, 不断地打向他身上的各处穴道。 石破山只得挥舞着重锤, 继续击打。 不多时, 他已经额头冒汗, 消耗了大量的原力。 台下众人, 看得兴奋不已。 这般下去, 那个傻大哥估计很快就要被耗尽了力气, 为惊之计, 就是赶快近身, 打断那女子的剑气。 那女子还真是不可小觑, 这般释放剑气, 极为消耗体内能量, 他竟然毫不中断, 一直在释放。 而且那剑气的威力, 竟然可以瞬间洞穿那少年的护体光照。 看来这场比试, 还有悬念啊。 好。 那傻大哥终于聪明了, 开始反击了。 站台上, 石破山顿时怒吼一声, 全身亮起了金色的光芒, 不再顾及那些密密麻麻的剑气, 直接利用自己强大的防御力, 挥舞着手中的战锤冲了上去。 哄, 他重重一锤砸了下去。 强大的威压和气浪, 顿时中断了灵狐青竹释放的气件。 他身影一闪, 从巨大的锤影和威压中脱身而出。 谁知, 他刚从那魁梧身影的身旁掠出去, 拳头突然砸向了他。 碰, 巨大的拳芒砸在了他的护体剑影上。 灵狐青竹直接被砸飞了出去。 哼, 这锤子刚拿到手, 一点都不好用。 还是俺的大拳头好用。 石破山立刻收起了战锤, 双手握拳, 脸上重新恢复了自信。 姑娘, 从现在开始, 俺要使用时程的功力了。 俺的大拳头,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得住的。 你可要小心了。 说吧, 双手拳芒爆射, 双腿稍一弯曲, 随即刷的一声弹跳而出。 那魁梧的身子, 此刻竟宛若灵敏的猎豹, 快速绝伦。 石暗一拳。 他那硕大的拳头, 仿佛一只大铁锤, 带着刺眼的拳芒, 轰然砸了上去。 但那道青涩身影, 竟然站在那里没有动。 但那只硕大无比的拳头砸到近处时, 他方突然握紧了拳头, 一拳迎了上去。 台下众人顿时一愣。 以拳对拳, 那女子莫不是疯了? 他不是修剑的吗? 这一下, 只怕要把他的手给砸了。 正在台下众人感到惊讶时, 台上的两只拳头 已经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哄! 金色的拳芒与青色的拳芒爆炸而开。 同时, 似乎还有一条雷电亮起, 令人台下众人 感到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那道青涩身影 竟然只是身子一阵, 依旧站在原地未动。 而那名魁梧的少年 则突然倒飞了出去, 落在地上后, 竟然还不由自主向后退去, 击退了十余步的距离方 停稳了下来。 台下嘈杂的议论声 顿时安静下来。 石破山站在原地, 握紧拳头, 同样感到恶然和不可思议。 但此时, 对面的青涩身影 已经掠了上来。 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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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密麻麻的青涩拳影 呼地砸向了他。 同时, 拳影之中 似乎还带着一条条滋滋作响的雷电。 石破山慌忙挥拳抵挡。 数十声暴响过后, 石破山再次倒飞而出, 身上护体光照和皮肤上的金色护甲 竟然都被砸碎。 而他身上那些本来淡金色的皮肤, 此刻竟然已经变得焦黑, 身上的衣服也只剩下了裤子。 台下众人看着这一幕, 皆是目瞪口呆。 就连大言众人, 此刻也是满脸惊恶的表情。 庄兄! 你这晚辈, 好强, 感觉一拳能把你打飞, 庄之言。 呃, 俺认说。 站台上, 石破山满身焦黑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直接认输。 再不认输, 只怕待会儿连裤子都没有了。 他上台来比试, 就是为了出人头地, 扬名立万来的。 若是待会儿在天下修炼者的面前光着屁股下去, 那他这张脸就算彻底丢完了, 估计以后就要沦为整个九州大陆的笑柄了。 石破天对着眼前的女子拱了拱手道, 你很厉害, 俺知道, 你还没有用权力, 多谢了。 他虽然输得如此狼狈, 却并没有任何不甘和怨恨, 很痛快地认输和道谢, 然后走下了石台。 台下众人, 安静了一下, 顿时暴以热烈的掌声。 徐星和宣布道, 这一局, 大言胜。 缥缈仙宗人群中, 蓝灵目光英智地看着台上的轻衣女子, 满脸寒意。 四周其他修炼者, 皆在议论着。 大言竟然又出了一个大宗师后期的修炼者, 而且还这般年轻, 这位可不只是大宗师后期, 虽然他刚刚一直用的是原力和神念控制建议, 但从神魂的波动来看, 只怕已经突破归一径了。 天雄宗那名少年, 输得并不冤, 这女子应该再等下一站, 所以并未用权力。 归一径? 大言竟然又出了一个归一径。 而且看起来还这般年轻。 那些认识熟悉的大言的修炼者们, 皆吃惊不已。 而缥缈仙宗众人, 则脸色阴沉。 大言并无强大的修炼资源, 那女子如何修炼得这般快? 记得当初在大言边境时, 他才是宗师和分神境的修为, 真是奇怪。 的确有些奇怪, 这一次, 咱们飘渺仙宗可不能再重蹈覆辙, 在阴沟里翻船了。 飘渺仙宗几名老者, 满脸凝重地低声讨论着。 此时, 夕阳已经坠到了天边。 徐星河宣布道, 下一局, 大言对飘渺仙宗三场决定胜负。 胜者, 可得意受担。 台下众人的目光, 皆看向了飘渺仙宗那里。 当初在大言边境, 堂堂三大仙宗之一的飘渺仙宗, 突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家, 给杀得措手不及, 丢进颜面。 至今仍被人在背地里笑话, 想必今日, 对方肯定是要讨回颜面的。 而此时, 飘渺仙宗那里, 正在讨论着该派谁上台。 蓝玲, 你愿意上去吗? 越阳楼开口问道。 蓝玲犹豫了一下, 恭敬道, 弟子愿意。 这时, 大长老公扬言却开口道, 蓝师直单修神魂, 虽然有灵宝在身, 只怕把握也不大。 对方看起来应该是体魂双修, 刚刚一直还未用过神魂的技能, 只怕故意在等着我们。 这一局, 我们必须要有十足的把握。 蓝玲目光阴沉地看着台上的身影, 悄悄握紧了拳头。 飘渺仙宗重高层的目光, 看向了站在后面的其他弟子, 目光一一在每个弟子的身上扫过。 当扫在其中一名模样平平无奇的青年弟子的身上时, 他顿时浑身一颤, 竟然吓得双膝一弯,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哭丧着脸哀求道, 大长老, 不要让弟子去, 弟子才是化神经初期的修为, 上去也是送死啊。 重高层脸上的肌肉顿时抽搐不止。 其中, 望先锋的风煮落光重, 顿时怒喝一声, 朱玉峰, 你给老子起来, 别给老子丢人现眼。 谁说要派你上去了? 胆小如鼠的东西,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炼到现在的境界了。 随即又忍不住一脚踢了上去, 瞪着他怒道, 你小子连大长老都敢骗。 给老子老实交代, 你现在是什么修为了? 朱玉峰顿时磕头如捣蒜, 带着哭腔道, 师尊, 弟子, 弟子错了, 弟子其实是化神经中期的修为, 啪。 话语刚落, 洛光重已经狠狠一巴掌, 抽在了他的脑袋上, 怒道, 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敢撒谎, 腿给你打折。 朱玉峰浑身颤抖, 只得又磕头颤声道, 弟子, 弟子刚突破化神经巅峰境界, 死化一出, 飘渺仙宗重高层, 以及那些弟子们, 皆是吃了一惊。 洛世殿, 你这弟子修炼的速度, 竟然这么快。 记得当初在大研边境时, 他才是化神经初期的修为, 一名长老满脸惊叉地道。 洛光重冷哼一声道, 修炼快有个屁用, 明明一身本事, 却胆小如鼠, 耸得像是个孙子, 一言不对就跪下, 气死老子也。 说吧, 又一巴掌拍在了朱玉峰的脑袋上, 咬着牙道, 真个是胆大包天, 还敢欺瞒。 说, 你肉身是什么修为了? 此话一出, 其他人皆是一愣, 这小子是体魂双修? 什么时候的事情? 他们怎么不知道? 洛光重满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气道, 老夫也是前段时间才知道, 还是不经意间发现的, 这狗东西, 隐藏得比海龟都省。 随即怒喝道, 朱玉峰, 说, 你现在肉身是什么修为了? 朱玉峰额头触地, 哆哆嗦嗦, 带着哭腔道, 丙, 丙师尊, 弟子的肉身是, 是大宗师, 后妻, 飘渺先宗高层, 以及那些向来比喻这个耸淡的精英弟子, 此刻皆是满脸震惊和目瞪口呆的表情。 洛光重怒气冲冲地道, 这狗东西, 从神魂分神进食就在隐藏, 跟老子说他选择主修神魂, 结果竟然偷偷摸摸体魂双修, 而且肉身的修炼速度比神魂还要快, 气死老子也。 洛师弟, 那今年的飘渺榜, 朱师指, 这狗东西身上有件宝物, 可以隐藏修为, 飘渺榜比试时, 他就用神魂打了几场, 而且还没有用权力, 要不是老子亲自监督, 他连前十都不敢进去, 真探娘的狗。 众人, 岳阳楼神色复杂地看了眼前的青年一眼, 嗨嗨了一声, 道, 既然朱师指是化神进巅峰的修为, 肉身又是大宗师后期的修为, 打大眼那名女子, 应该不成问题。 毕竟肉身的修为比对方多了一个境界, 老夫还可以把锁魂灵顶借给他一用, 他身上应该还有其他。 岳师博, 不要啊。 不待他话说完, 朱玉峰突然嚎叫一声, 痛哭流涕起来, 趴在地上瑟瑟发抖道, 弟子打不过, 打不过呀。 师尊, 弟子不敢啊, 大长老, 各位师叔师伯, 弟子只是修为高, 没有任何实战经验, 而且一上站台就发抖, 是个弱鸡啊, 不要派弟子上去啊。 说完, 他再次磕头如捣蒜, 一边哭, 一边求饶。 众人脸色僵硬, 废物, 耸祸, 窝囊废, 狗东西。 洛光仲顿时感到颜面丢尽, 上去就是劈头盖脸, 拳打脚踢起来, 算了算了, 朱师直既然不愿意上去, 就不勉强他了。 唉, 也不怪朱师直, 当初在大岩边境, 那大岩的小畜生实在是太, 没事没事, 朱师直留着到时候争夺灵矿, 打其他宗门就是了。 那派谁上去呢? 难道要派徐师直他吗? 后面还要跟九天摇台和蓬莱仙岛争夺灵矿的, 这时, 一名身材奇长, 面容俊朗的青年突然跃众而出, 恭敬地道, 大长老, 岳师伯, 弟子江玉舟愿意上台决战。 此话一出,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 岳阳楼顿时目光一亮, 道, 江师直是上届飘渺榜的第三名, 听说修为已经突破到皈依境界了吧。 江玉舟低头恭敬道, 弟子一年前已经突破到皈依初期的境界了, 又闭关一年, 现在是皈依中期的境界。 肉身也并未停止修炼, 如今是大宗师中期的修为。 此话一出, 恭阳岩也目光一亮, 点头道, 好, 整体修为要比大炎那女子要高, 再加上, 我缥缈先宗的独特功法和灵宝, 应该是没问题了。 岳阳楼立刻拿出一只金色小鼎, 递到了他的面前, 道, 虽如此, 但还是不可大意。 这只锁魂灵鼎你拿着, 只需输入魂力变成使用, 专锁神魂, 对方只要敢动用神魂释放, 你可以立刻使用, 保证对方有树息的时间无法动弹。 多谢岳师伯, 江玉舟连忙收下, 恭敬道谢。 大长老公杨炎又低声叮嘱了几句, 见时间已经耽搁太久, 连忙道, 去吧, 好好表现, 为我缥缈先宗一雪前耻。 是, 江玉舟气宇轩昂地走上了站台。 岳阳楼感叹道, 没想到将失职闭关一年, 又突破了一击, 天赋的确是不错的。 公杨炎点头道, 毕竟是上一届缥缈的第三名, 当初他的几场比试, 老夫都还记得, 战斗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 几人在谈论着这名弟子时, 朱玉峰还跪在地上发抖, 没敢起来。 洛光仲又忍不住给了他一脚, 怒道, 还跪着做什么? 起来, 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人家是怎么在台上扬名立万的? 窝囊废, 给你机会, 你不知道珍惜, 一辈子被人嘲笑吧你。 朱玉峰抬头窃窃地看了一眼台上, 低声弱弱地道, 被人嘲笑, 总比被人打死要好, 啪, 洛光仲又狠狠一巴掌, 将嘴, 谁被人打死了? 话刚说完, 四周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惊呼, 站台上, 一柄青色的巨剑突然出现, 轰得一声斩落而下, 刚上台还未打出一招的江玉峰, 顿时被一剑给斩碎了护体光照, 然后又被一剑给斩趴在了地上, 那柄青色巨剑顿时化为了无数剑芒碎片, 把他笼罩在了里面。 哗, 江玉峰全身金光绽放, 从剑芒中脱困而出, 他手持一柄赤红色宝剑突然一步一步走上半空, 手里捏着剑诀, 嘴里念念有词, 九天之先, 刺无。 谁知, 他嘴里的话还未念完, 一柄由赤橙黄绿青篮子等剑气组成的绚丽巨剑突然再次从天落, 直接斩碎了他周身的护体光照, 再一次把他斩趴在了地上。 这一次, 不但他从剑芒脱困而出, 嘖的一声, 那些爆炸的剑芒中突然出现了一条条五颜六色的粗大雷电。 啊, 启力而颤抖的叫声, 接连不断地从剑芒中传来。 片刻后, 剑芒脸去, 雷电消失, 原地只剩下了一枚储物剑和一只金色的小顶, 在地上叮叮当当地转个不停, 这位飘渺先宗的天才弟子, 竟然转眼间便生魂皆灭, 化为了乌有, 台下众人, 飘渺先宗众人, 朱玉峰张大了嘴巴, 随即又慌忙捂住了自己的乌鸦嘴, 心有余悸, 胆战心惊, 大言果然不能惹, 不能惹啊, 幸好, 幸好我是耸斑, 决赛第一局, 大言胜。 徐星河面露异色地看了那道青涩身影一眼, 开口宣布道, 台下寂静了几秒, 随即, 突然响起大言众人激动的欢呼声, 青竹威武, 青竹威武, 紫霞仙子的声音最大, 洛青州本来也准备称赞几句的, 却突然发现旁边的女皇陛下, 正一脸危险地盯着自己, 已是黄昏, 夕阳挂在天边, 摇摇欲坠, 海面上雾气萦绕, 整个岛屿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与薄雾下, 朦朦胧胧, 宛若仙境, 但此刻的岛上却是格外的喧嚣, 站台上战斗, 结束得太快了, 快到很多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特别是飘渺先宗, 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皈依境界的天才弟子上台, 竟然转眼间就被秒杀, 连认输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可是九州大陆最强大的三大宗门之一, 飘渺先宗, 而对方却只是一个岌岌无名的小国, 来这里参加大会的事里, 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个小国的人, 当然, 他们听说过, 他们大多数第一次听说都是从上次在大沿边境, 这个小国与飘渺先宗比试的时候, 当初的飘渺先宗沦为了整个九州大陆的笑柄, 现在不会又要重蹈覆辙吧? 这才第一局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曾经那个高高在上, 强大无比, 令人九州大陆所有修炼者仰望和憧憬的先宗, 怎么会突然沦落到如此地步? 谁能想到? 此刻, 飘渺先宗众人, 皆握紧拳头, 脸色铁青, 四周的窃窃私语声与异样的目光, 如一条条皮鞭不断地抽打在他们血淋淋的伤口上, 让他们咬紧了牙关。 这时, 一道森寒的声音突然响起, 这小剑人如此恶毒, 竟然把江师兄毁尸灭魂。 帮江师兄报仇血恨, 为我飘渺先宗, 一雪前耻。 龚阳炎等人的目光, 看了过去, 蓝灵拱手低头, 满脸恨意。 而此时, 站台上的灵狐青竹在连续使用了大量的剑气和最后的雷电后, 脸色看着格外苍白。 其实他已经能量耗尽, 精疲力竭。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使用雷电, 但以他的修为, 竟然瞬间被抽空了体内所有的能量。 他此时不是不想下台, 而是暂时还无法挪动脚步。 他强撑着, 没有让自己倒下。 蓝灵似乎已经看出了他的情况, 所以才自告奋勇, 要上台决斗。 这是他成名的最好机会。 龚阳炎文炎, 看了站台上一眼, 稍一沉吟, 脸色阴沉地道, 去吧, 杀了他。 月阳楼也阴声开口道, 记得把地上的树魂灵顶捡起来, 他不敢拿。 是。 蓝灵立刻握紧手中的剑, 走上了站台。 但此时, 灵狐青竹已经稍稍恢复了一些体力, 正向着台下走去。 蓝灵见此, 立刻含声喝道, 站住! 我要跟你决斗! 灵狐青竹没有理睬他, 甚至没有看他一眼, 直接走下了站台。 刚到台下, 他呼得身子一软, 差点倒地。 洛青州一把拦住了他的仙腰, 低声道, 师叔, 下次不要随便使用雷电了, 若想使用, 至少也是雷劫之后。 灵狐青竹看了他一眼, 低声道, 哦, 紫霞仙子连忙过来, 把他扶到后面的帐篷里去休息。 蓝灵站在站台上, 眼中满是阴厉之色。 这时, 徐星河开口道, 第二局可以开始了, 争取在天黑之前, 结束今日的鄙视。 蓝灵突然看着大言的人群, 高声道, 月瑶在吗? 可敢上台来与我一站? 他并未看到那道身影, 所以胆气更壮。 这里大多数人都听说过, 那个精彩绝艳却如流星一般短暂的名字, 所以, 当他直接喊出这个名字, 说要跟对方一站时, 这一刻, 他的名气也跟着升高。 大言人群中并没有人回应。 他愈加得意, 继续喊道, 月瑶。 你若是来了, 就上台来。 我倒是要看看, 你离开了我飘渺先踪, 现在的修为又精进了多少? 依旧没有人回应。 蓝灵冷笑一声, 嘴角露出了一抹讥讽。 怎么, 急着回去嫁了一个普通人, 现在连胆子也变得这么小了吗? 我来跟你一站吧。 这时, 一道身影乎地登上台阶, 在看到这道身影时, 蓝灵嘴角的冷笑, 以及脸上的神色顿时一将, 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静。 而台下, 飘渺先踪其他人也都瞳孔一缩, 满脸恨意。 悄悄退到最后面的朱玉峰, 一看到这道身影, 顿时吓得浑身一颤, 转身就要逃走, 却被他家师尊一把抓了回来。 狗东西, 你要去哪里? 尿, 尿尿, 就在这里尿, 尿裤子里。 洛光仲满脸怒气地瞪着他, 朱玉峰顿时哭丧着脸道, 是, 师尊, 这小子是, 是魔鬼啊, 只要他一出现, 必有人死。 而且说不定台下的人也会跟着遭殃, 师尊, 我们一起走吧。 洛光仲再也忍不住, 猛然一脚踹在了他的肚子上, 然后又挥舞着拳头, 对着他拳打脚踢起来。 狗东西, 废物, 窝囊废, 怂者身归, 每次出来都给老子丢人现眼, 要不是你是老子封上最天才的弟子, 老子打不死你。 旁边其他弟子, 吓得慌忙散开, 而飘渺仙踪其他高层, 此时正看着台上, 哪里还有心思来管他们师徒。 站台上, 兰玲看着眼前的熟悉身影, 脸上竭力保持着镇定, 声音却止不住地有些颤抖。 你, 你是什么修为了? 洛青州淡淡地道, 肉身宗师修为, 神魂分神静修为。 兰玲, 一旁的徐星河, 嘴角忍不住抽出了几下, 立刻正色道, 不得撒谎。 而台下则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小子, 哈哈, 当初在大盐边境时, 都已经是大宗师初期的修为了。 说不定人家修炼, 错了功法, 修为倒退了呢。 哈哈, 这小子好可爱, 本姑娘想要。 不远处的山坡上, 听着一只巨大的非洲。 此刻, 非洲上的几道身影, 也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师尊, 那小子好调皮,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您要是把他收进来, 只怕以后管他不住。 没事, 不是有我们吧, 我们帮师尊管。 师姐, 你那是想帮师尊管? 我都不好意思揭穿你。 嘿嘿嘿, 站台上。 洛青州这才说实话, 道, 肉身大宗师巅峰境界。 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一惊。 台下安静下来, 就连一旁的徐星河, 都是目露一色。 蓝灵更是脸色一白, 身子在发抖。 上次这小子刚突破大宗师, 就战无不胜, 连杀他们天才弟子几人, 现在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大宗师巅峰境界, 那他皈翼初期的境界, 哪里够看? 这时, 徐星河突然又问道, 神魂吗? 神魂是什么修为? 洛青州淡淡地道, 皈翼初期。 徐星河, 台下众人, 蓝灵身子一震, 转身就向着台下走去。 洛青州连忙道, 徐前辈, 他刚刚已经签名和签订生死契约了。 蓝灵顿时脚步一顿, 徐星河神色淡淡地道, 他的确签了, 但你没有。 你们两人修为相差太大, 他可以拒绝。 洛青州道, 都是皈翼初期, 修为哪里相差太大了? 蓝灵猛然转过头看着他, 怒道, 你还是大宗师巅峰境界? 你怎能如此卑鄙无耻? 上次我们弟子, 就是被你故意隐瞒修为偷袭致死。 你还想顾忌重施? 你做梦。 洛青州没有再说话。 徐星河开口道, 同等境界下, 肉身本就比神魂要强大, 越到后面差距越大。 你肉身是大宗师巅峰境界, 即便对上修魂归异中期都不怕, 何况是归异初期。 而你的神魂也是归异初期。 他呢, 只是单纯地修魂的归异初期。 所以, 按照之前所说的笔式规矩, 他可以拒绝你。 兰玲立刻又走上站台, 道, 徐前辈, 我拒绝他。 洛青州看着他, 缓缓地道, 其实我上来跟你比试, 也是为了你好。 你找月瑶姑娘决斗, 还不如跟我决斗。 兰玲满脸含一道, 为何? 洛青州一脸平静地道, 因为, 至少, 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些, 一拳就解决了。 兰玲心头一颤, 咬着牙, 满脸阴地道, 楚飞扬, 你别嚣张。 我缥缈先踪, 你的嘴巴还能像是现在这般会说。 洛青州点了点头道, 我等着。 不过, 兰玲, 你记住了, 你当初再大言做的恶事, 也自会有人找你算账。 希望到时候你的嘴巴还能像现在这般说话。 兰玲握紧了手里的剑, 洛青州依旧一脸平静。 这时, 徐昕和开口道, 下去吧, 换个人上来。 洛青州拱了拱手, 走下了站台。 南宫活跃伸手牵住了他, 低声道, 朕知道, 你想要为美交报仇, 但这个时候, 一定不要冲动。 洛青州点了点头, 道, 我知道。 他看了一眼后面的帐篷, 道, 我去看看诗书。 南宫活跃松开了他的手, 道, 去吧。 这时, 白衣衫和其他人正在商量着这第二局, 由谁上台。 对方是皈依初期境界, 至少需要大宗师后期, 或者皈依初期境界, 才有机会, 我大言的大宗师和皈依修士, 实在太少。 白院长你们, 明日还要争夺灵况, 现在肯定不能上去。 对了, 月瑶姑娘呢? 她没有来吗? 这时, 南宫活跃突然又开口道, 院长, 这次就又镇上去吧。 我大言是小国, 镇是一国之君又如何? 只要能赢, 谁上去都可以。 白衣衫神色凝重, 并未立刻答应。 这时, 龙虎学院又有人毛遂自荐。 一名中年人拱手道, 院长, 学生是大宗师中期境界, 可以上台一试。 白衣衫看着他, 开口道, 田老师, 对方是皈依境界, 而且还身怀灵宝, 并不好对付。 他又沉吟了一下, 目光重新看向了女皇陛下, 道, 陛下, 如果你有把握的话, 南宫活跃立刻解药地道, 朕当然有把握, 杀他如杀鸡, 不须一刻钟。 说吧, 袖袍一挥, 就要上去。 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从人群后面传来, 道, 陛下, 还是让我上去吧。 此话一出, 众人都转头看去, 随即皆是一愣, 面面相去。 白衣衫看到来人, 顿时治了一下, 南宫活跃则是僵在原地, 道, 你, 我是如道传人, 白院长的清传弟子, 我上台比试, 再好不过了。 换身一袭如袍的洛青州, 脸上的面具已经摘下, 露出了一张俊美如雅的脸蛋。 他两袖飘飘, 风度翩翩地来到众人的面前, 温文尔雅地坐一行礼道, 在下洛青州, 白院长清传弟子, 主修如道, 修为可高可低, 随心所欲。 众人, 大言众人都有些猛。 白院长的清传弟子和如道传人, 他们是知道的。 当初白院长收徒时, 曾发布过消息。 毕竟大言文器复苏, 如道也可以修炼了, 天下有天赋的才子皆可修炼, 这是个好消息。 而眼前这名少年, 不仅是大言才华横溢的才子, 还是陛下最为倚重的少年臣子, 更是今年的新科状元。 他们当然认识。 但这少年即便再天才, 也只修炼了一年多的如道, 哪里有资格上台去比试。 而且他说的修为可高可低, 和随心所欲, 是什么意思? 修为境界, 还能随意变化的。 庄之言忍不住开口道, 骆公子, 你刚修炼如道不久, 只怕还是如生吧。 这比试可不是二戏, 更不是斗师彼词, 一不小就要送命的。 你是我大言的文臣, 又是今年连中三元的新科状元, 可不能随便上去, 还是好好在台下看着吧。 经禅寺的方丈宁远大师, 也双手核实道, 阿弥陀佛, 骆公子已闻为国效力就是了, 至于这些粗活, 让我等上台便是。 其他人也都开口劝说。 但奇怪的, 白院长和女皇陛下, 这事竟然都没有说话。 这时, 清云关的灌主云上道人, 则突然开口道, 既然是白院长的清传弟子, 想必还是有些实力的, 就让骆公子上去试试吧。 他自然是知道这少年的另一个身份的。 其他人见他这般说, 都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骆龄也忍不住开口道, 云上关主, 你莫非知道他的实力? 云上道人微微一笑, 道, 平道只是相信白院长而已。 你们纷纷劝说, 白院长身为骆公子的师长, 却是一言不发。 你们就不奇怪吗? 此话一出, 众人这才醒悟, 目光立刻看向了一旁风度翩翩的中年人。 白衣衫苦笑一声,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指得道, 既然青州有这个胆量, 那就让他上去试一试吧。 大不了, 认输就是了。 华山派的马臣子立刻道, 白院长, 对面可是飘渺先宗的人, 我们大言刚刚才杀了对方一名弟子, 对方怎么可能会手下留情? 若是修为相差太多, 很可能来不及认输。 这时, 一直沉默不语的南宫火月, 也突然开口道, 让他上去试试吧。 我大言如道复兴, 也是时候该展示给大家看了。 洛青州, 他突然问道, 对了先生, 如道的境界是怎么划分的? 众人, 你都要上台比试了。 你连你修炼的如道境界都不知道。 白衣衫治了一下, 道, 如生, 如诗, 大如, 半圣, 亚圣, 如圣。 洛青州思考了一下, 道, 先生上次突破的是半圣之境, 相当于皈依后期境界, 对吗? 白衣衫点了点头, 道, 对, 但会有些差距。 洛青州道, 那大宗师中期的境界相当于如道的什么境界? 白衣衫想了一下道, 如诗后期吧。 但如诗后期, 一般都比大宗师中期要强, 看功法。 其实如道与修魂以及炼体的境界不太好对应, 毕竟如道的功法千变万化, 若是诗词歌赋强大, 实力其实是可以超脱本来的境界的。 洛青州沉吟了一下, 道, 这样看来, 我只能是如诗中期的修为了。 修为说得太高, 我怕对面直接投降, 那就不好办了。 大言众人, 对了先生, 我能随便说修为吗? 不算为规吧。 洛青州突然又问道, 白衣衫道, 只要不是太离谱, 没关系的。 很多年了, 台下没有几个人能够依靠短暂的功法波动, 来探测到你, 真正的如道修为, 也无法真正准确定义你到底是如诗中期, 还是如诗后期。 至于是否会违规, 对了青州, 你体内有文气了吗? 洛青州道, 我也不知道。 大言众人, 没事, 我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洛青州拱了拱手, 没有再多说, 直接走向了站台。 身后传来装老祖的低估声, 白院长, 你们读书人是不是都喜欢吹牛? 宁远大师阿弥陀佛远处树林的帐篷外, 一袭白裙的绝美少女, 安静地站在那里。 旁边传来了一声清脆悦耳的声音, 小姐, 姑爷竟然要用书生的身份上台了, 好碑, 好友计谋, 另一边站着一名身穿淡绿衣裙, 怀抱保健的冰冷少女。 三人的目光, 皆看着走上站台的那道身影, 另一边山坡上的飞船上, 一道带着面纱的身影, 也从船舱里走了出来。 几名身穿颜色各异衣裙的身影站在他的身旁。 世尊, 那小的是谁? 怎么没有见过? 好聚! 看着像是读书人, 大言文气复苏, 不会是修炼如道的吧? 秦瑶没有回答, 深邃的眸中光芒闪烁。 与此同时, 站台上的蓝绫, 目光惊疑不定的地看着眼前的少年。 洛青州走到近处, 宽袖相对, 拱手作衣, 兵兵有礼地道, 小声大言书生洛青州败在白院长门下, 主修如道。 今日有幸见得如此精彩鄙视, 所以也想上台, 来一试, 还望姑娘多多指教。 随即又深深作衣, 道, 小声初次打架, 可能会有些生疏, 还希望姑娘点到为止, 小声感激不尽。 台下众修炼者, 徐兴和威感亚议, 道, 如道修炼者, 适合修为了? 洛青州拱手道, 小声今年刚考上状元。 此话一出, 台下顿时传来一阵哄笑。 哈哈哈哈, 这小子是上台来搞笑来的吧? 适合修为? 状元修为? 哈哈哈哈, 是个书呆子, 哈哈哈哈。 大言众人顿时满脸尴尬, 面面相去。 徐兴和嘴角抽搐了一下, 老夫问的是, 你修炼如道, 现在是如道什么境界了? 洛青州不紧不慢地作一道, 小声是如, 如师初期修为。 此话一出, 台下的大笑声渐渐停了下来。 如师初期修为? 据说如师初期相当于大宗师初期的修为, 这小子看着傻兮兮的, 竟然这么厉害。 大言的文器不是刚复苏没多久吗? 我记得书上好像说过, 很多书呆子修炼如道, 才最有天赋。 这小子不错啊。 这时, 徐兴和又开口道, 不可说谎。 在说出这句话时, 他眼中光芒一闪, 看着这少年的眼睛施展了震魂射魄之术。 洛青州僵了一下, 方回过神来, 拱手道, 小声是读书人, 从不打匡语。 子曰, 爱打匡语者, 天打雷劈也。 爱说欺语者, 死无权尸也。 哎, 好了好了, 来签名吧。 徐兴和打断了他的话, 眼看天都快黑了, 哪里还有时间听他掉书袋。 台下有人疑惑, 我读的子曰, 为何没有这些言语? 奇怪也。 洛青州立刻过去签名, 他提笔战末, 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字体极为飘逸漂亮。 徐兴和在一旁看着, 暗暗点头, 果然是个书生, 这首字体, 没有千锤百炼, 是写不出来的。 咦, 生死契约? 洛青州正要签第二个名字时, 顿时愣了一下, 道, 前辈还要签生死契约吗? 徐兴和道, 当然要签。 洛青州立刻道, 小生只是上来与那位姑娘比试一下, 并非要生死决战, 可否不签? 这时, 一直在仔细观察着他的蓝铃, 突然冷笑一声道, 如果怕死, 那就下去。 洛青州看着他道, 姑娘, 并非小生怕死, 小生只是觉得, 你我无冤无仇, 只是切磋而已, 何必拨命? 紫月, 少啰嗦, 不敢签就下去。 别在这里浪费时间, 蓝铃顿时冷喝一声, 哦, 那小生就签了, 洛青州又飘逸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徐兴和看了一眼, 宣布道, 大言语飘渺先踪, 第二场比试, 开始。 洛青州走了过去, 站在了蓝铃的对面, 又拱手作一道, 姑娘, 紫月, 冤家以解不以解, 不如我们, 他话还未说完, 一道剑气突然飞来。 他慌忙侧身一躲, 右手宽大的袖子顿时被斩下了一片。 蓝铃并未放松警惕, 所以一开始并未近身, 只是拔剑释放剑气试探了一下。 毕竟如道的功法千奇百怪, 变化莫测, 不可捉摸。 他唯一知道的是, 不能让修炼如道的人嘴里念念有词, 不管是念诗, 念词, 还是念文章, 甚至说话, 都非常危险。 这少年, 他虽未亲眼见过, 却是在画像上看过, 也听说过。 大言的才子, 女皇的宠臣, 听说还是个坠婿, 但是他到底出生在哪里, 到底入坠在哪里, 他并不知道。 当然, 他也不会在意一个小小书生的来历, 更不会耗费力量去探查他。 他对大言在意, 除了月瑶以外, 还有大言的政权。 不过自从月瑶回到大言后, 就销声匿迹了。 他探查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每次探子快找到了, 都会突然死亡,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保护着他和他的家人。 他亲自去了几次, 也没能找到。 直到一年前, 在大言的云雾山脉那里, 发现了他的踪迹, 可是还是被他提前发现了。 他很好奇, 那个骄傲的女人, 到底自甘堕落, 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男子。 彭埃仙岛的圣子似乎知道, 但他旁敲侧击询问了多次, 对方都没有告诉他, 只是告诉他, 那个女人嫁给了一个普通人, 让他不要再去打扰他。 普通人? 越是这样, 他就也想去好好羞辱他一番。 当初的他, 天之娇女, 天下惊艳, 在擂台上只用了几招, 就让辛苦修炼了多年, 积攒了多年名声的他, 被踩在了泥泞里, 被人耻笑。 这个仇, 他一定要报。 这个耻, 他一定要选。 所以今日, 他登上了站台, 握紧了手里的剑, 憋足了心里的仇恨, 准备当着全天下修炼者的面, 打败他。 可是, 对方并没有来。 嗡, 他手中的宝剑, 突然嗡名一声, 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没事, 他不来。 那就先拿他大言的其他人来试试剑。 但这时, 对面的书生突然开口道, 我想问一下, 你为何那么恨月瑶? 这个名字一出, 蓝玲的眸中顿时怒起了切齿的恨意, 声音冰寒地道, 想知道吗? 洛青舟点头道, 想, 哗。 蓝玲的周身突然出现了一圈剑芒风暴, 全身杀气滚滚, 咬着牙道, 好, 那等你死了, 我就告诉你。 哼。 他话语刚落, 一声暴响, 突然在他耳中响起。 随即, 一道金色的拳影瞬间在他的瞳孔放大, 接着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胸口, 直接把他身前的剑芒风暴和护体光照砸得粉碎, 然后落在了他的身上。 碰, 他还未反应过来, 便直接被砸飞了出去。 那等你死了, 小声再问你。 洛青舟一拳把他打飞了出去后, 然后嘴里才装模作样念念有词道, 大风起细云飞扬, 我自横刀向天笑, 天下谁人不识君, 抬下白衣衫, 抬下突然寂静。 刚刚的喧嚣与嘈杂,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众人张着嘴, 满脸惊恶地看着这一幕。 飘渺仙宗归夷境界的女弟子, 竟被那书呆子一拳给打飞了。 这, 这是什么如道功法? 竟如此恐怖? 而且那书呆子把人打飞以后, 才开始念诗, 众人满脸愕然, 感到不可思议。 如道功法, 果然千遍万化, 神鬼莫测。 本以为只有念念有词以后才能施法, 谁知还能先施法, 再念念有词, 厉害, 厉害。 这书生竟然只用了一拳。 对面可是皈夷境界的高手, 而且还有剑芒风暴和护体光照护身, 竟然都被这一拳给打碎了。 如道功法, 果然高深莫测, 不能小觑。 众人震惊不已。 就连大言众人, 也一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 庄之言忍不住问道, 白院长, 这是什么功法? 威力竟然这般大, 拳给打飞了。 而且, 怎么是先打拳, 后念诗? 老夫记得你每次战斗时, 都是先念诗的。 其他人也满脸好奇。 是啊, 你们如道, 还有这样的功法。 太令人大开眼界了。 白衣衫, 一旁的金蝉四方杖,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白院长果然不愧是我大言第一高手, 收徒这才一年多的时间, 竟然就调教得这般厉害了。 佩服, 佩服, 白衣衫, 呃, 扑痴, 一旁的南宫火月, 忍不住笑了起来, 连忙捂住了嘴巴。 后面不远处的树林中, 帐篷外, 突然也响起了一阵鹅叫般的笑声。 小姐, 姑爷好呗, 好会玩啊。 呃, 而此时? 站台上, 蓝铃在重重地摔落在地上以后, 几乎没有任何停顿, 瞬间一个翻滚, 又立刻跳了下来。 她握紧手中的剑, 脸上的神色惊异不定, 正要张嘴说话时, 突然喉口一甜, 蛙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哄! 突然一声爆响, 再次在她的耳边响起。 同时, 两道硕大的金色拳影, 再一次在她的瞳孔中出现。 不待她做出任何反应, 她的肚子猛然传来一阵彻骨的疼痛, 随即整个身子再次向后飞出, 重重地撞击在了后面的光照之上, 又被反弹了回来。 然而不待她落地, 一只更大的金色拳头, 突然划破空气, 发出了刺耳的尖锐声, 仿佛来自地狱的宁笑, 轰的一声又重重地砸在了她的肚子上。 她平坦的小腹突然凹陷了下去, 后背突然向后凸起, 后面的肋骨与肌骨全部卡查一声断裂。 这一瞬间, 她已经感觉不到了疼痛, 只感觉到了来自地狱与死亡的恐惧。 她瞪大眼睛, 张大嘴巴, 想要发出认输的声音, 但是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她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这一刻, 她有些猛, 脑中一片空白, 似乎已经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了, 在干什么了。 住手! 台下, 飘渺仙宗岳阳楼怒合出声, 但声音刚落, 洛青州的拳头又砸在了她的身上, 然后嘴里念念有词, 关关居咎, 在何之州。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其实她刚出拳时, 嘴巴一直都在冻着, 一直都在念念有词, 但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 反正就是想到什么念什么。 不过这结尾时, 自然要念得认真一些。 住手! 这时, 徐兴和也突然出声, 同时袖袍一挥, 一阵旋风刮起。 洛青州立刻收拳, 没有任何反抗, 被旋风刮着, 向后退了出去。 而此时, 蓝铃已经躺在地上, 肚子凹陷, 嘴巴鼻子里涌着鲜血, 瞪大眼睛, 身子抽搐着, 已经站不起来了。 徐兴和顿时立声道, 他已无反抗之力, 为何还要动手? 身为如道传人, 怎能如此残暴? 洛青州嘴里的念念有词, 这才缓缓结束, 然后袖袍一对, 身上再次恢复了温文尔雅的书生气质, 恭敬作一道, 前辈, 实在抱歉, 晚辈刚入炉道不久, 对于功法还不是太熟练, 一出手就没法停下, 只能等嘴里的诗词念完了, 力量才能收起来, 徐兴和, 台下众人, 而且, 这位姑娘并未开口认输, 洛青州又恭敬地道, 徐兴和顿时嘴角一抽, 冷声道, 你觉得他还能开口吗? 洛青州很认真地看了地上一眼, 思索了一下, 道, 这个, 得问他自己, 小生也不知道。 徐兴和嘴角再次抽出了几下, 眯着眼睛看着他道, 你到底是什么修为? 洛青州恭敬道, 如师初期晚辈刚刚已经说过, 徐兴和又眯眼看了他几眼, 然后转过头, 看向了台下, 道, 白院长, 你这学生是如师初期的修为吗? 白衣衫拱手道, 读书人不打狂语, 他的确是如师, 可, 初期, 徐兴和依旧有些狐疑, 那他修炼的是何功法? 为何先动手? 后念诗, 白衣衫一脸从容地道, 自然是我如刀秘法。 不过, 既然徐长老想知道, 白某也无需隐瞒。 其实在动手之前, 他已经在心里念完了, 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蓄力完毕, 等攻击后再念一遍, 其实是为了, 为了符合我读书人口不离书的形象。 众人, 白衣衫脸颊有些发烫, 这时, 飘渺先踪的一名红脸老者, 突然怒喝道, 你放屁, 这小子, 绝不是如师初期的修为, 而且他一直用的是拳法, 根本就不是你如刀功法。 白衣衫看向他道, 魏长老, 谁说我如刀功法, 没有拳法了。 我如刀功法千遍万化, 拳脚嘴眼, 刀枪棍棒, 皆可使用。 你没有见过, 并不表示他就没有。 魏长老若是觉得, 白某在信口雌黄, 可去问问其他修炼如刀之人。 这时, 彭莱仙倒一名身穿如袍的中年人, 突然傲然开口道, 我如刀功法, 别说拳脚, 世上任何一个武器, 皆可使用。 魏长老若是觉得不可信, 老夫愿意用如刀拳法, 跟你切磋切磋。 红脸老者见此, 只得阴沉着脸闭上了嘴巴。 其他人还要说话时, 九天摇台的一名女子, 突然冷声开口道, 胜负已定, 无需再浪费时间。 若是你缥缈先宗连这一局都输不起, 接下来, 还有和资格参与争夺灵况的比试。 此话一出, 缥缈先宗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 随即都不再说话。 此时, 夕阳已经落山, 夜幕已经悄悄笼罩下来。 明天还有更重要的比试, 谁也不想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 四周的修炼者也在低声低咕起来。 堂堂先宗, 竟然输不起。 输了就无理取闹, 一直在找茬, 真是令人大开眼见。 真不觉得丢人。 站台上, 徐兴和又看了眼前的少年一眼, 开口道, 第二局, 大言胜。 大言连胜两局, 所以这颗易寿丹归大言。 旁边连忙有人捧上来了一只锦盒。 徐兴和揭在手里, 打开了锦盒, 给台下看了一眼, 然后递了过去。 洛青州连忙过去深深作一, 然后再双手接过, 满脸恭敬道, 多谢前辈。 徐兴和在手指触碰到他的手时, 瞳孔中呼得金芒一闪, 快速查看了一下他的体内, 但诡异的是, 这少年体内雾气弥漫, 朦朦胧胧, 什么都看不清楚。 洛青州装作不知, 收了锦盒, 向后退去。 他并未立刻走下站台, 而是走向了依旧躺在地上, 瞪大眼睛抽搐的兰玲。 这时, 飘渺仙宗立刻上来两人, 拔出宝剑道, 你要做什么? 洛青州微微一笑, 道, 别紧张, 小生只是无意伤了这位姑娘, 心头歉意, 想跟这位姑娘道个歉而已。 说完, 他走到兰玲的身前, 缓缓地蹲了下来, 距离地上的女子更近, 更能看到他眼中的恐惧和绝望。 兰玲目光看着他, 嘴巴张着, 嘴唇颤抖着, 却依旧说不出来话。 他已经渐渐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丝的争鸣与恶毒, 仿佛变脸的恶魔一般, 低声开口道, 其实, 我一拳就能把你打死的。 知道我为何只废了你的丹海, 让你变成一个废人吗? 兰玲顿时瞪大双眼, 全身哆嗦, 抬起手指指着他, 嘴唇剧烈颤抖着, 却依旧说不出来一句话。 因为, 我想让你看看, 接下来的比试, 我保证, 你会更痛苦的, 不过你放心, 等你痛苦完, 我就送你上路。 骆青舟说完, 站起身, 脸上重新恢复了温和的笑意, 和书呆子的呆气, 袖袍晃动, 气质如雅, 风度翩翩地走下了站台。 迎接他的, 是女皇矜持的笑意, 是院长尴尬的表情, 和大言其他人热情的欢呼声。 不远处的树林中, 帐篷前, 那道身穿白裙的绝美身影, 依旧安静地站在那里, 仿佛从未动过。 旁边响起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 小姐, 你猜姑爷刚刚说了什么? 小百灵猜, 姑爷肯定在对那个坏女人说, 哼, 告诉你, 你惹了我家娘子, 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我家娘子, 我都不敢欺负, 你有什么资格欺负? 活该, 绝美身影安静了片刻, 柳眉微微挑动了一下, 语气清冷地道, 我猜, 也是的。 一旁的另一道抱贱身影, 夜幕笼罩, 整座海岛, 突然变得昏暗漆黑。 今日的鄙视已经结束。 广场上, 众修炼者陆续散去, 嘴里都在低声议论着刚刚的鄙视, 目光时不时看向飘渺仙宗那里。 飘渺仙宗众人快步离开, 钻进了不远处的非洲。 一股雾气, 把非洲笼罩在了里面。 伤势如何? 船舱中, 岳阳楼阴沉着脸问道。 蓝灵躺在地上, 腹部凹陷, 疼痛地浑身颤抖, 满脸泪水。 飘渺仙宗其他人, 也都是脸色阴沉。 一名白发老者, 在检查完毕后, 叹了一口气, 道。 胆海破碎, 五脏重疮, 连浑心都被震裂, 命不久矣。 此话一出, 躺在地上的蓝灵, 顿时睁大了眼睛, 张着嘴巴, 似乎想要说话, 但嗓子里仿佛被什么堵住了一般, 只能发出嘶哑的呵呵声,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白发老者眉头皱起, 道。 这是被吓破了胆, 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该死的小畜生, 老夫定要把他碎尸万段。 一旁的红脸老者魏长明, 顿时咬牙切齿, 满脸愤怒的表情。 岳阳楼沉默了一下, 道。 元老, 就没有方法可以救了吗? 白发老者沉吟片刻, 道。 除非老祖出手, 耗费自身天力, 帮其慢慢修复, 应该还有生机。 蓝灵慌忙张大嘴巴, 抬起了手, 嘴里再次颤抖着, 发出了呵呵声。 龚阳岩沉声开口道, 蓝师致放心, 你是为宗门而受伤, 等这次大会结束, 回去后, 老夫就去后山, 为你请求老祖治疗。 蓝灵这才缓缓放下手, 两行眼泪突然流淌了下来。 送他进去修复伤势吧。 龚阳吩咐道, 两名弟子连忙小心翼翼地 把他抬了起来, 送回了房间。 船舱里, 其他弟子都退了下去。 沉默片刻。 一名矮小老者开口道, 那少年不简单, 只怕实力至少也是归异中期, 白衣衫肯定有所隐瞒。 儒道功法, 老夫虽然不熟悉, 但也在书上看过一些, 从未见过那种功法。 而且, 那少年身上并没有文气的气息流露出来。 另一名批发老者看着他道, 陈师兄的意思是说, 他其实修炼得并非儒道。 矮小老者摇了摇头, 儒道功法不计其数, 千年前就已经渐渐失传, 我又怎么能肯定, 他修炼得并非儒道功法。 我只是有些怀疑而已。 宫阳炎开口道, 既然比试已经结束, 说这些也无意义了。 对方突然蹦出来一个儒道传人, 而且实力还这般强大, 我们该谈论一下明天的比试。 明天最先拿出来的, 应该是那一座小林矿, 大炎肯定是要争抢的。 魏长明顿时咬牙道, 让谁得去, 也绝对不可能让他们大炎的去。 明日老夫亲自上场, 把那小畜生错骨扬灰。 宫阳炎看着他道, 为师弟不可冲动, 我们的目标是另外两座大林矿。 顿了顿, 他又道, 当然, 如果九天摇台和蓬莱仙岛, 对那两座大林矿志在必得, 我们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要那座小林矿了。 今晚应该就会有消息了, 孙长老和刘云仙子会提前通知我们的。 至于与大炎的仇恨, 我们自然要报, 但也绝不能再大意了。 我缥缈仙宗, 已经无法再承受像是今天这样的损失了。 另一名长老叹了一口气, 丢人啊。 经上次在大炎边境一战, 我缥缈仙宗沦为九州大陆的笑柄, 谁知今日又? 谁能想到, 一个曾经极其无名的小小大炎, 竟然能把我缥缈仙宗逼到如今这种地步, 屋里顿时沉默下来。 片刻后, 宫阳炎开口道, 知耻而厚勇, 这次九州大会, 天下修炼者皆看着, 我们好好表现就是了。 岳阳楼眼中闪烁着这利盲, 也开口道, 九州大会结束, 就该他们大炎还债了。 到时候, 老夫会亲自带人去他们的皇城, 看他们如何拿出那么多元石和宝物。 若是拿不出来, 那就是他们施约在先, 到时候九天摇台和蓬莱仙岛, 也无话可说了。 魏长明满脸阴力地道, 岳峰主, 到时候老夫带着弟子跟你一起去, 定要让他们大炎血债泄偿。 另一边, 洛青州被众人簇拥着回到了帐篷, 共进晚餐。 这时, 庄志颜才发现自己的天才晚辈不见, 连忙让紫霞仙子去寻找。 紫霞仙子出去装模作样地找了一会儿, 然后回来禀报道, 老祖, 飞扬在后面的洞穴里修炼, 他说不用管他了。 庄志颜满脸笑容道, 飞扬真是刻苦啊, 我们这些老家伙, 自愧不如。 随即又对着洛青州笑道, 洛公子, 听说你与我家飞扬还是好友, 以后可要互帮互助, 一起进步啊。 宁远大师也忍不住称赞道, 洛公子文武全才, 文能治国, 武能安邦, 实施我大言之信啊。 陛下的眼光, 我等皆不如也。 庄志颜满脸得意地道, 我大言年轻一辈, 如今人才济济, 想必再过几年, 更不得了, 到时候看谁还敢欺负我们。 白衣衫坐在一旁, 面带微笑, 并未插话。 南宫火月则与洛青州坐在一起, 桌下的脚一直踩着他, 脸上也带着虚假的微笑。 晚饭过后, 众人又聊了一会儿, 方散开, 各回各地战膜。 白衣衫见大家离开了, 方忍不住低声提醒道, 青州, 下次在上台时稍稍注意一些, 别表演得太浮夸了。 我如道功法, 虽然千遍万化, 但也不能毫无根据随意出招, 小心被高人看穿。 洛青州拱手作一, 学生下次一定小心。 白衣衫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 没想到你一个人, 还能当作两个人用, 道是大转了。 七, 一旁的南宫火月, 撇了撇嘴。 白衣衫笑了笑, 没有再逗留, 道, 你们好好休息, 多陪陪宝宝。 说完, 转身出了帐篷。 帐篷里, 只剩下了洛青州和女皇陛下。 看把你得意的, 嘴角都要翘上天了。 阵于你, 到底谁大转? 南宫火月冷哼道。 洛青州道, 当然是臣大转。 臣能得到陛下的恩宠, 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哼, 南宫火月突然又问道, 你家师叔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也会雷电? 而且雷电的颜色, 跟你一样。 洛青州并未隐瞒, 一五一十地把师叔的事情告诉了他。 然后道, 我这次迟迟未能冲破五王的关爱, 师叔几次都想牺牲自己帮我。 他的确因为我受益匪浅, 但他为了我, 愿意放弃一切, 包括他所有的修为, 甚至他的性命。 陛下, 这样的女子, 你觉得我能辜负吗? 南宫火月听完, 沉默了两久, 道, 没看出来他竟然这般痴情, 还以为他跟那月瑶一样, 是个冷冰冰的不近人情的人。 洛青州道, 师叔虽然外面冷冰冰, 其实里面很温暖, 是吧? 南宫火月冷冷地道。 洛青州道, 师叔的心一直都是温暖的, 他只是有些孤僻把了。 南宫火月哼了一声, 没有再说话。 过了片刻, 他方道, 无所谓, 反正他也只是个小妾, 朕不在乎。 洛青州道, 那请陛下不要再掐我的腰了, 疼, 偏要掐, 掐死你, 让你到处沾花惹草, 让你到处电燃, 夜深人静。 戴女皇和宝宝都熟睡后, 洛青州出了帐篷。 月影一袭黑裙, 扎着马尾, 握着腰间佩剑, 英姿飒爽地站在门外, 见他出来, 冷酷的目光立刻看向了他。 洛青州道, 想知道我要去哪里吗? 月影嘴唇动了动, 刚要说想, 突然又停住, 只是看着他, 并未说话。 洛青州去了师叔和师父的帐篷, 准备去看看师叔, 走到进前时, 突然听到里面传来了说话声。 仙云阁的阁主罗长也在里面。 他没有再进去, 看了四周一眼, 走向了不远处仙云阁的帐篷。 他来到白湾的帐篷前, 站了一会儿, 方开口道, 月姐姐在吗? 里面传来了白湾冰冷的声音, 不。 洛青州顿了顿, 道, 那白姑娘告诉他了吗? 我有事要找他。 白湾过了一会儿才开口, 他在修炼。 洛青州有些失望, 心里叹了一口气, 指得道, 好吧, 那我就不打扰他了。 对了, 明天比试, 他会出来吗? 里面没有再回应。 显然, 他也不知道。 洛青州没有在逗留, 只得转身离开, 回到了自己的帐篷。 他又拿出了剑体石, 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数据。 数据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他才安心。 今日的战斗太快, 对方毫无抵抗之力, 所以对于他肉身的刺激, 并没有什么效果。 希望明天飘渺先踪, 会派一个好对手上台。 他拿出了传讯宝蝶, 缓缓地翻看着, 上面与月姐姐的聊天信息, 待看到那个, 好, 自食, 他心头又忍不住泛起了涟漪。 唉, 被月姐姐拉黑了, 不能跟他说话了, 今日的比试, 不知道他看了没有, 到时候, 该怎么重新添加他呢? 真的要传讯宝蝶相对, 寒情默默, 对视一刻钟的时间吗? 或者, 倾他。 哼, 等他顺利突破了五王的境界, 就倾他。 每天倾。 而此时, 在不远处的树林中, 坐落着一顶帐篷。 帐篷里, 燃着昏黄的烛火, 三道身影坐在里面。 蝉蝉, 明天你可能就要出去了。 哼, 记得从姑爷身边走过时, 不要看他, 不要理他, 装作不认识他, 让他惊掉下巴。 嘿嘿, 到时候姑爷的表情, 一定会很精彩。 对了, 蝉蝉, 你是什么修为了? 哦, 你没有修为, 只会耍剑, 对了, 还会耍酷。 小姐, 今天姑爷好酷哦。 天还未亮。 帐篷外, 已淋淋淋淋淋下起了小雨。 洛青州一宿未睡。 听到雨声, 他走出了帐篷, 看向了灰蒙蒙的天空。 细雨如丝, 随风飘摇。 洛青州伸出手, 触摸着落下的雨水。 轻柔缠绵, 带着一丝凉意。 正在他想着心事时, 旁边突然传来了乐舞的声音。 公子, 遇此雨景, 坐手师吧。 洛青州转过头, 看向了他。 乐舞一袭粉色花裙, 打着花伞, 亭亭玉丽地站在女皇陛下的帐篷外。 还有其他女子护卫。 洛青州看了几人一眼, 稍意沉吟, 念叨, 春雨贵如油, 吓得满地流。 跌倒影大人, 笑死一群牛。 不, 乐舞顿时眼嘴偷笑。 其他女子也都眼眸弯弯, 憋着笑。 乐影则面无表情地转过身, 看向了别处, 似乎还翻了个白眼。 乐舞笑道, 公子干嘛欺负乐影? 洛青州道, 我哪里敢只欺负她? 要欺负, 肯定要连你们一起欺负。 乐舞和众女子护卫, 噗, 乐影突然背着身子, 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这时, 帐篷里突然传来了宝宝 咿咿呀呀的声音。 洛青州道, 宝宝醒了? 乐舞撅起小嘴道, 估计刚醒, 公子快进去看看吧。 昨晚闹了一夜, 陛下一晚都没有睡好呢? 洛青州连忙进了帐篷。 女皇陛下已经醒来, 正披散着乌黑的长发, 曲线玲珑地趴在床上, 用手指头逗弄着宝宝。 宝宝则抓着她的手指笑着。 洛青州走到床边坐下, 也伸出了手指逗着宝宝。 另一只手则温柔地抱住了 自家的女皇陛下, 轻声道, 陛下, 辛苦你了。 南宫火月瞥了她一眼, 道, 朕可不辛苦, 辛苦的是你。 白天上台与人战斗, 深更半夜, 还要去见你家月姐姐。 洛青州尴尬道, 没见到。 南宫火月哼了一声, 道, 若是见到了, 估计今早可不会这么早起来了, 说不定今天一天都会一直待在人家的帐篷里呢。 洛青州心头一动, 看向她道, 月姐姐在哪间帐篷? 南宫火月挑眉道, 朕怎么知道? 你不会自己问她。 随即又看向她道, 不会真被她给拉黑了吧? 洛青州低头亲吻了她一下, 道, 陛下好香, 时间还早, 要不我们, 一边说着, 她的手一边顺着她的绣发滑落了下去, 落在了她仙腰, 又落在了下面的挺翘上。 别想, 南宫火月一把打开了她的手, 翻了白眼道,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想那种事情。 一天不做, 就受不了了吗? 洛青州道, 可不止一天了, 加上在路上的时间都快半个月了。 南宫火月冷哼道, 去找你的月姐姐呗, 一边跟她亲嘴重新添加恋人账号, 一边电她呗。 洛青州, 这时, 宝宝的小手里突然亮起了一丝微弱的雷电。 南宫火月下意识地颤了一下, 不禁又狠狠地掐了她一下, 道, 震都被你吓出阴影了, 看到雷电就怕洛青州忍着笑道, 那下次不电了。 哼, 南宫火月没有再理她, 把宝宝抱在了怀里, 用手指头点着她的额头道, 小不点, 以后可不能学你爹电, 到处电人。 只能电你家明媒正娶的大娘子, 知道吗? 洛青州嘴角抽出了一下。 那件事, 等回去后, 还是跟陛下老师交代吧。 不能再拖下去了。 别到时候, 陛下去了秦府, 岳母大人突然说漏了嘴, 那她估计要当场, 被陛下一枪给捅死了。 小东西, 下次可不能再电你母皇了, 你家母皇陛下, 只能爹爹电。 洛青州也用手指头, 戳了戳小家伙的额头道。 南宫火月看了她一眼, 突然看向外面道, 天亮了吗? 洛青州道, 还没? 岳母, 进来。 南宫火月突然喊道, 岳母连忙掀开帘子, 走了进来。 南宫火月下了床, 把怀里的宝宝交给了她, 道, 去旁边的帐篷去。 岳母危正, 连忙抱着宝宝退了出去。 帐篷里突然安静下来。 南宫火月转过身, 满脸威严地看向了坐在床上的某人。 洛青州嘴角一抽, 连忙道, 陛下, 我开玩笑的, 刷。 红裙如花绽放, 飘落在了她的身上。 朕命令你, 电阵。 呃, 隔壁帐篷。 岳母和小和正在逗着宝宝。 夜幕渐渐退去, 外面的天空依旧灰蒙蒙的。 细雨绵绵, 零零零零下个不停。 四周的树林里, 山坡上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前面的广场上, 很快聚满了人。 洛青州和女皇陛下过去时, 大言众人都已经到齐了。 他四处寻找, 依旧没有看到月姐姐的身影。 这时, 徐星河走上站台, 开口道, 今日的奖品, 是一座小型林矿。 这座林矿位于蓝海的摩尼国, 摩尼国坐落于一座岛屿之上。 整个国家的人被海妖屠杀殆尽, 国土也被海妖占领, 整座岛屿即将沉没。 我三大先宗派人驱赶了海妖, 发现了这座小型林矿, 现今, 此林矿成为无主之物, 所以拿来九州大会, 公诸位以武争夺, 强者居之, 台下众人议论纷纷。 岛屿即将沉没, 那座林矿来得及开采吗? 把林矿之星取走不就行了。 林矿之星一旦取出来, 那座林矿所有的能量, 就会聚集在林矿之星, 然后把林矿之星带回自己的宗门或者国家, 找个好地方放起来, 那里很快就会变成一座新的林矿, 原来如此。 难怪之前听说, 某个国家的林矿之星被抢走, 整座林矿都化为了废墟, 哼, 那座林矿估计都被三大先宗开采得差不多了。 那倒不至于, 三大先宗都是要脸的人。 而且, 人家也不差那一座小型林矿, 徐星河又讲解了一会儿, 方宣布报名开始。 林矿对于每个国家, 每个宗门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甚至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和命运。 但报名的并不多, 甚至还没有之前争抢法宝时报名的人多。 因为, 大家都清楚自己的实力。 这次九州大会, 所有强大的势力都聚集在了这里。 除了三大先宗以外, 还有许多威名赫赫的大国和声名远扬的超级宗门。 之前的法宝, 这些强者都没有争抢, 显然都是在蓄积实力, 等着林矿。 所以, 实力不够者根本就没有必要上台, 上去完全是找虐或者找死。 还有一些宗门和国家, 本身就有林矿和其他修炼资源, 所以, 也没必要上台搏命。 天雄宗的魁梧青年, 第一个上台报名。 接着, 其他人也都登上了战台。 庄之言代表大言, 登上战台报名。 飘渺先宗见此, 也派了一名青年上台。 咦? 飘渺先宗竟然又派人上去了。 嘖嘖, 好不要脸。 不是说, 他们只争抢另外两座大林矿吗? 只是听说, 人家也没有亲口承认过。 哼, 昨天被人家大言连杀两个弟子, 今天可别又上台, 去丢人现眼。 看看人家九天摇台和蓬莱先祷, 那才是真正的先宗。 就是, 脸皮真厚。 听着四周的议论, 飘渺先宗众人皆阴沉着脸。 一共有六方势力报名。 天雄宗、 白海国、 大蒙帝国、 雪神宫、 飘渺先宗和大言。 除了大言和雪神宫以外, 其他三方势力都是三大先宗麾下的势力。 天雄宗是蓬莱先祷扶持的宗门。 白海国是九天摇台麾下的岛国。 大蒙帝国则属于飘渺先宗。 台下自然又有人低声嘲笑着。 看看, 飘渺先宗不仅自己亲自上台, 还派了他们的走狗一起上台。 徐兴和确定了名单后, 开始让人置疚。 很快, 六方势力开始一次抓揪, 来决定第一个对手。 天雄宗对飘渺先宗。 白海国对雪神宫。 大蒙帝国对大言。 徐兴和很快宣布道。 天雄宗一听, 顿时开始骂了起来。 他大爷的, 怎么这么倒霉? 狗日的飘渺先宗, 连小林矿都要跟我们抢。 诅咒他们被大言那小子全部因死。 哎, 晦气。 徐兴和看了他们一眼, 又开口道。 你们谁先上台比试, 可以自行商量。 六进三, 三局定胜负。 话语刚落, 大蒙帝国的一名长脸中年人, 看着庄之言道, 庄前辈, 我们大蒙和大言先上台切磋。 如何? 庄之言冷笑一声, 道, 老夫也正有此意。 两国有大仇。 这段时日, 边境又一直摩擦不断。 不是你抓我的百姓, 就是我杀你的商户。 仇恨越来越深。 大蒙在边境屯兵二十万, 一直在帮着飘渺先宗, 威胁着大言。 显然九州大会过后, 对方就要配合飘渺先宗入侵。 飘渺先宗去要债, 他们则出兵, 到时候大言鼓掌难鸣, 只怕要彻底崩塌。 仇人相见, 自然分外眼红。 双方确定后, 都毫不犹豫地去签订了生死契约。 徐兴和看了一眼签名, 宣布道, 第一场比试, 大蒙对大言第一局开始。 庄之言走下站台, 与白院长商量着第一个上场的人。 大言对这座小林矿, 志在必得。 所以, 对大蒙的比试必须要赢, 至少三场要赢得两场, 不然就无法进入到最后的决赛。 而且, 双方还有私人仇恨, 自然都不会手下留情。 紫霞, 清竹的身子如何了? 庄之言突然问道, 灵狐清竹是体魂双修的高手, 而且还非常年轻, 第一个上台比较合适。 紫霞仙子还会说话, 灵狐清竹已经从后面走了过来, 道, 我没事。 庄之言点了点头, 与白院长和其他人相识了一眼。 先看看对方是谁先上台。 对方有飘渺先宗的支持, 向来嚣张, 应该会先上台的。 话刚说完, 大蒙帝国已经有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 扛着一柄银色斧头, 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战台。 在下大蒙帝国孟河纳木尔, 炼体修士, 大宗师后期修为, 拥有天狼血脉。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大言众人, 粗声介绍道。 他之所以把自己的天狼血脉说出来, 是怕待会儿被人误会, 他是妖族。 拥有天狼血脉? 据说, 天狼可是大蒙帝国的图腾, 拥有天狼血脉, 战斗时可以暂时借助天狼王的神力, 威力极大。 一些熟悉大蒙帝国的修炼者, 忍不住低声议论起来。 大言众人, 神色凝重。 庄之言低声道, 这天狼血脉老夫也听说过, 只有极少数大蒙皇族的才会有。 据说战斗时可以变身, 让自己本身的实力增加很多, 至于可以增加多少, 老夫也不知道。 白衣衫微微醋眉道, 的确是这样的, 而且天狼神力可以克制很多功法, 对神魂也有克制作用。 马臣子冷哼道, 看来对方是真下血本了呀, 连皇子都出战了。 估计是看到我大言不好对付。 准备第一局来压一压我们的风头。 阿弥陀佛宁远大师开口道, 这拥有天狼血脉的大宗师后期境界, 若是动用天狼神力变身后, 实力只怕能够到达大宗师巅峰, 虽然有时间限制, 但其攻击凶猛, 一般的皈依初期境界, 只怕很难对付。 白衣衫点了点头道, 的确如此。 庄之言沉吟了一下道, 以轻竹的实力, 只要拖到对方天狼神力结束, 取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轻竹的肉身也是大宗师后期的修为, 防御力也很强。 几人正在商讨着时, 灵狐轻竹已经准备走上站台了。 洛青州拉住了他, 道, 师叔, 这一局, 还是我上去吧。 刚好, 我需要对方的天狼神力, 对方越凶猛, 我就越喜欢。 灵狐轻竹看了他一眼, 道, 你应该在我们疏后上去。 两人正说着话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在大言众人的身后响起, 上去。 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 洛青州顿时心头一震, 慌忙转头看去。 灵狐轻竹也神色一动, 看了过去。 他当然记得这个声音, 也当然记得这个人。 因为他是他的手下败将。 大言众人接闻声看去, 一名身穿淡绿衣裙, 手持宝剑的青丽少女, 神色冰冷地从后面走了过来, 穿过人群, 直接走向了站台。 在他从洛青州的身旁经过时, 洛青州张了张嘴, 刚要说话, 他呼得别过翘脸, 从挺翘的小鼻子里哼了一声, 然后冰冷冷地走上了站台, 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洛青州, 下馋, 一旁的南宫火月, 也满脸诧异。 但他立刻反应过来, 转过头, 眯着眸子, 看向了人群后面的树林。 洛青州很猛, 但是, 大言众人更猛, 因为他们压根就不认识这名走上站台的少女。 除了少数几个人, 这小姑娘是谁啊? 哪个宗门呢? 有人问道, 但是, 并没有人回答。 因为知道他身份的几个人, 都在发呆和想着别的事情。 四周也响起了嘈杂的议论声, 大言还真只剩下女人了? 怎么又上来了一个小姑娘? 这体型, 这气势, 相差太大了吧? 这小姑娘看着柔柔弱弱, 要是我, 我都不忍心动手, 站台上。 那明明叫孟和纳木尔的魁梧男子, 也讥笑了起来, 大言是没有了人了吗? 让一个小丫头骗子上来。 大蒙帝国那边的众人, 也都纷纷起哄嘲笑起来。 夏禅站在站台上, 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 徐星和看了这位小姑娘一眼, 道, 名字, 修为, 都要先说出来。 夏禅文言, 似乎想了一下, 道, 夏, 夏禅, 修为, 不知道, 台下众人。 徐星和也猛了, 大言众人也面面相觑。 夏禅, 这小姑娘叫夏禅, 从未听说过, 就没有人认识吗? 会不会不是我们大言的人? 有人怀疑道, 这时, 南宫火月开口道, 他是我们大言人。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 庄之言开口道, 陛下, 您认识他? 他是哪个门派的弟子? 南宫火月看着台上的瘦弱身影, 淡淡地道, 无门无派, 只是某人府上的一个小侍女而已。 小侍女? 什么? 这小姑娘, 只是一个侍女。 大言众人皆是满脸愕然。 庄之言连忙道, 得赶快让他下来, 可别浪费我们的名额了。 他正要对着台上开口阻止时, 南宫火月又道, 没事, 让他打一局吧。 庄之言文言一愣, 道, 陛下, 可是, 南宫火月看向他, 呼得淡淡一笑, 道, 庄前辈不用担心, 他不弱的。 至少, 不比前辈弱。 庄之言, 其他人文言也是一惊, 但都有些不幸。 毕竟这小姑娘岌岌无名, 他们不仅没有见过, 更没有听说过, 怎么可能跟林霄宗的老祖相比。 站台上, 徐星和皱起了眉头, 修为不知道。 随即, 他看向了台下的白衣衫, 问道, 白院长, 这位小姑娘是你们大言的人吗? 白衣衫拱手道, 是。 徐星和道, 那它是什么修为? 白衣衫, 这时, 旁边突然想起一道声音, 应该是武师的修为。 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一愣。 武师? 武师的修为? 这也能上台。 庄之言也愕然道, 飞扬, 你认识这名小姑娘? 洛青州默默地点了点头。 庄之言正要继续询问时, 台上的徐星和对着那名少女道, 催动原力, 释放一下你的气息。 这时, 众人的目光都看着台上那道单薄的身影。 夏禅犹豫了一下, 方缓缓催动了体内的原力。 徐星和威正, 对面的孟和纳木尔先是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还真是武师的修为。 哈哈, 小姑娘, 你是上来搞笑的吧? 笑死本王了, 哈哈哈哈。 台下众人也都面面相去, 满脸不解。 这种修为, 怎么敢上台? 这不是茅厕里打灯了? 找死吗? 徐星和指的看着台下道, 白院长, 你确定这一局派他上来比试? 两人的修为相差太大, 你们大言可以换人。 白衣衫还未回话, 南宫火月便开口道, 确定。 白衣衫看了他一眼, 只得点了点头。 徐星和没有再多说, 退到了角落里。 哦, 既如此, 那就开始吧。 生死契约, 刚刚庄之言已经代表大言签了。 所以上台者, 皆无需再签。 那大言女皇不会跟台上那小姑娘有仇吧? 所以故意逼着他上台, 去送死。 很有可能。 你们看那位女王身边站着的少年, 那就是他的夫君。 你们在看他夫君现在的眼神, 一直盯着台上的小姑娘, 嘿嘿, 好狗血, 四周的议论声, 不断传到大言这边。 就连大言的一些人, 也都忍不住看向了自家女皇和他的夫君。 男宫火跃看着台上, 脸上并无其他表情。 第一局, 大盟对大言, 比试开始。 站台上, 徐星和话语刚落, 大盟的孟和纳木尔便凝笑一声, 手中的银色斧头突然花得亮起了刺眼的光芒。 同时, 他身上的气势瞬间拔高。 他当然不会手下留情, 更不会大意, 所以他准备以最快的速度解决这场战斗, 给大言一个难忘的教训。 他要一斧头砍下这不自量力的少女的脑袋, 让他的鲜血洒满整座站台, 让他大蒙帝国的威名传遍九州。 他的肌肉开始鼓起, 身子开始长高, 手中的银色战斧也突然变成了巨斧, 身上的气势还在快速升高。 他双眼心红地看着对面的少女咧嘴笑道, 小姑娘, 你很幸运, 可以见识到本王的天狼神力。 放心吧, 不会很疼的, 很快就结束了。 本王只用一斧头, 你的脑袋就, 刷, 扑, 谁知他嘴里的话还未说完, 对面的少女呼得在原地消失不见。 他顿时瞳孔一缩, 立刻用力挥起了手中的银色巨斧。 但下一秒, 他的脑袋竟突然从脖子上飞了起来, 随即跟随着喷涌而出的鲜血啪的一声掉落在了地上。 足足有两米来高的魁梧身躯站在原地, 双手还高举着那柄银色的巨斧, 身上的气势恐怖害人。 但, 他的脑袋已经没有了, 脖子处鲜血喷射, 足足有十尺来高, 看着比他的天狼气势还要恐怖害人。 而那名上一秒还站在他对面的少女, 这时, 已经安静地站在了他的身后。 少女手中的剑已经出鞘, 但肩刃上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并无任何血迹。 他安静地站在那里, 依旧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 而这一刻, 站台下嘈杂的声音, 也突然消失。 热大的广场上, 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甚至连海岛边的风浪声, 春雨淋淋沥沥的声音, 也都突然消失。 顺歇, 甚至一个呼吸的时间都不到。 大蒙帝国, 拥有着大宗师后期修为德的孟和纳木尔王子, 而且还激发了体内的天狼血脉, 拥有了天狼神力的他, 竟然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直接就被一剑斩掉了脑袋。 是的, 一剑。 这少女就只用了一剑, 一剑就斩碎了他的护体光照, 斩碎了他的神力护体, 斩碎了他强大的皮肉骨骼防御, 然后斩掉了他的脑袋。 这是什么样的神仙剑法, 能够有如此威力? 别说站台下其他修炼者, 被这一幕给惊得目瞪口呆, 就连站台上的徐星河也被惊呆在原地, 久久不语。 这名少女刚刚的一剑真的太快了, 快到连他都没有反应过来。 任何功法与物体在速度达到极限时 都会变得异常可怕, 无间不摧, 哪怕是一片树叶, 一根发丝, 甚至是一阵风, 这一刻, 他突然想起了曾经那位前辈对他说过的话。 而此时, 台下三大先宗的高层也都脸上变色, 远处的山坡上停泊着一艘飞船。 此时, 在飞船的栏杆处, 五名少女簇拥着一名戴着面纱的女子, 站在那里。 看到站台上的一幕, 五名少女皆吃了一惊。 而那名戴着面纱的女子, 深邃而美丽的眼眸中, 依旧波澜不惊, 仿佛早已料到了这个结果。 师尊, 那女孩, 好厉害。 看起来不像是炼体和修魂, 像是剑道的人剑合一。 难怪他刚刚说, 他也不知道他的修为。 师尊, 大言这两年怎么出了这么多妖念。 要不, 把他也收进我们御女峰。 秦瑶仙子的目光从站台上收回, 落在了旁边的树林里, 似乎感应到了他的目光。 树林中, 一双清冷的目光也向着他看了过来。 秦瑶仙子收回目光, 继续看向了远处的站台, 面纱下的嘴唇, 微微颤抖着。 树林里, 传来了一声如百灵鸟般清脆悦耳的声音。 小姐, 蝉蝉好厉害。 姑爷肯定被吓傻了吧。 哈哈, 不过蝉蝉不是一件封喉小蝉蝉吗? 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件斩头小蝉蝉? 没有人回应。 而此时的站台上, 徐兴和在短暂的愕然中醒过神来。 他又看了那名少女一眼, 方开口宣布道, 第一局, 大蒙对大言, 大言胜。 寂静被打破。 这时, 台下的重修炼者们, 方开始兴奋地议论起来。 大蒙帝国的一名中年人, 立刻怒声道, 徐前辈。 我们大蒙不服。 大言这个小丫头, 隐瞒修为, 违反规则, 残杀我大蒙王子, 请您为我大蒙做主。 大蒙其他人, 也都纷纷怒声叫骂起来。 徐兴和目光冰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立刻让他们安静下来, 这才淡淡地道, 他并未隐瞒修为, 他的修为的确只是武士境界。 他之所以能够一剑斩杀你们大蒙的王子, 是因为他的剑法, 已经炼之化尽。 至于为何他的修为与他的剑法不匹配, 老夫也不知道。 一百怪, 谁又能全部看清。 这时, 九天摇台的流云仙子也开口道, 他是剑道天才, 有些人修剑, 的确不需要炼体和修魂, 只用炼剑。 就像徐长老所说, 他的剑的确已知化尽,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他毫无防御之力。 哪怕是一名大武师, 若是拳头落在他的身上, 都能打败他。 所以, 这次你们大蒙落败, 也是大意所致。 若是你们那位王子, 不浪费时间变身, 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只用手中的斧头封锁四周, 让他无法近身, 只用一斧落在他的身上, 他就会落败。 此话一出, 大蒙众人顿时沉默下来。 而大言这里, 这都沉下脸来。 洛青舟的眼中, 更是露出了两道寒芒。 这女人看着是在为大蒙和其他人解释, 实则用心歹毒, 直接把缠缠的弱点给说出来了。 这样的话, 缠缠若是在上台比试, 对方自然知晓该如何对付。 听说, 这位刘云仙子的大弟子是飘渺仙宗某位长老的亲人, 那么他应该也早就与飘渺仙宗狼狈为奸, 沆瀣一气了。 蓬莱仙岛的孙明, 九天摇台的刘云, 别急, 等飘渺仙宗彻底完蛋, 再对付你们。 他缓缓握紧了拳头。 站台上, 徐星河也看了台下的刘云仙子一眼, 又看向了大蒙众人道, 把尸体抬下去吧, 站台上清理干净。 大蒙立刻上来了几个人, 皆是满脸仇恨地看着台上那名持剑少女, 但都被刚刚的一幕吓到了, 只敢怒目而视, 连一句狠话都不敢说。 下沉见龟翘, 走下了站台。 大言众人看向她的目光, 皆变得惊喜, 激动和疑惑起来。 陛下, 现在可以说了吗? 这位夏, 夏姑娘, 到底是哪座府上的人? 众人纷纷好奇询问起来。 这么厉害的小姑娘, 竟然只是某座府上的一个小侍女。 即便那座府邸是皇宫, 也不可能吧? 谁能养得起这样一个小侍女? 拿什么养? 一座灵矿, 还是一个国家? 这样的人物, 凭什么心甘情愿只当一个小侍女? 众人的心头皆疑惑无比。 但不待女王陛下回答, 他们似乎突然看到了答案, 皆是心头一震。 那名少女走下站台后, 直接走向了这里, 然后停在了某人的面前, 双眸冰冷地看着她。 某人刚要说话, 缠, 哼, 他突然又扭头, 冷冰冰地向着人群后面走去。 某人正要追上去, 突然又停了下来。 这时, 不仅大言的众人看着他, 四周其他门派和国家的人, 也都看着这里。 而他现在, 身份不对。 飞扬, 他不会是你, 庄之言看着这一幕, 满脸惊呆的表情。 洛青州连忙道, 不是弟子府上的, 他是, 是我好友府上的。 他现在是楚飞扬, 自然不能相认。 庄之言连忙问道, 你好友是, 洛青州咳了一声, 看了自家女皇和自家先生一眼, 面不改色道, 今年的新科状元, 白院长的清传弟子, 如道天才弟子, 洛青州, 洛公子, 白衣衫, 女皇陛下, 顿时翻了个白眼, 跟今早的白眼颇为相似。 什么? 夏姑娘, 竟然是洛公子府上的小侍女? 洛公子竟然如此深藏不露。 众人一听, 更加震惊。 对了, 洛公子呢? 怎么没有来? 有人突然疑惑道, 洛青州连忙趁机道, 他在闭关读书, 修炼如道。 对了, 第一局结束, 我们大言胜了, 我要去通知他一声。 说完, 立刻转身离开, 向着那道冰冷傲娇的身影追了上去。 夏禅跑进了树林, 但正在此时, 他的耳中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笨蛋, 你把姑爷带过来干嘛? 还有, 你还要赢一场才能赢啊? 哦。 夏禅立刻停下了脚步。 这时, 洛青州追到了他的身后, 连忙道, 蝉蝉, 你, 刷。 谁知他刚开口, 眼前呼得人影一闪。 夏禅从他身旁掠了过去, 重新向着站台上走去。 洛青州愣了一下, 连忙追上了他, 低声道, 蝉蝉, 你听我说。 喂? 夏禅身不仅不听他说, 还突然加快了速度, 身影一闪, 已经穿过大言众人, 又重新掠上了站台。 洛青州僵了一下, 发现自己现在的身份似乎不太好使, 只得又转身进了树林, 避开了众人的视线后, 钻进了一顶帐篷。 恶情, 他换上了一身乳袍, 摘下了面具, 悄悄从帐篷里里溜了出来。 摇身一变, 已是大言翩翩书生落某人。 而此时, 台下的大言众人正在讨论着这第二局, 该不该继续让他上台比试。 夏禅站在站台上, 面对着众人的目光和议论, 显得有些紧张。 徐兴和有些意外地看着他道, 你还要参加第二场比试吗? 夏禅握紧手里的剑, 拘谨地点了点头。 徐兴和又看了他一眼, 犹豫了一下, 还是忍不住道, 小姑娘, 有没有考虑过, 加入我们九天摇台? 此话一出, 台下众人皆是一论, 随即接满脸羡慕地议论起来。 徐前辈竟然忍不住主动招揽了, 而且还是在站台上。 看来大言的这位姑娘是真厉害啊。 肯定厉害啊, 没看到大宗室后期的高手, 都被人家小姑娘一键给秒了。 而且, 人家还那么年轻, 以后前途无量啊。 好羡慕, 站台上。 夏禅却是紧绷着清丽的小脸, 摇了摇头。 徐兴和嘴唇动了动, 欲言又止, 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又觉得场合不对。 他没有再说话, 目光看向了台下大猛帝国众人。 而此时的大猛帝国高层, 都聚在一起, 紧急商议着第二场比试的人选。 同时, 飘渺仙宗也悄悄派了一名弟子过来。 刚刚刘云仙子已经说出了对方的弱点, 对方剑法厉害, 但毫无防御之力, 而且只有武士修为, 体力无法持久, 只要先防止对方近身, 消耗对方体力, 对方的速度自然会渐渐变慢, 然后就可以进攻, 一击致命。 此时, 洛青州已经换了身份, 来到了站台前。 南宫火月看了他一眼, 故意开口道, 洛青, 你来了, 站台上的是你家小侍女吗? 大言众人的目光立刻看向了他。 庄之言像是重新认识他一般, 很客气地道, 洛公子, 那位下禅姑娘, 真是你家的, 侍女。 洛青州看着台上的单薄身影, 眸中露出了一抹复杂的神色, 道, 不只是侍女, 还是我家娘子。 说完, 不带其他人询问, 便走上了站台。 庄之言文言一愣, 随即低声道, 果然如此, 老夫猜得没错, 洛公子真是好福气啊。 其他人也都称赞起来。 男公活跃神色平静地看着台上, 并没有露出任何生气的表情。 白衣衫看了他一眼, 目光也看向了台上。 潺潺! 洛青州登上站台, 走到了那名少女的面前, 低声道, 这一场, 你不能再比试了, 下去吧。 夏潺睁着七飞的毛子看向他, 又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然后再次别过了身子, 没有理睬他。 徐星河看着两人, 并没有阻止。 洛青州低声道, 潺潺, 对方已经知道你的弱点了, 这一场肯定会专门针对你的弱点派人上来, 所以这一场, 你不能再比试了。 还是让我来吧。 夏潺沉默了一下, 终于开口, 我, 要赢, 两场。 洛青州握住了他冰凉的小手, 低声道, 我知道你想帮我, 可是我不想让你受伤。 你已经帮我打赢了一场, 这一场, 就让我亲自来吧。 夏潺依旧倔强地别着身子。 这时, 大蒙帝国一名身材圆胖的中年人, 走上了站台, 目光阴冷地看了两人一眼, 冷笑道, 怎么? 你们大爷这次准备上两个人吗? 洛青州正要强行把身前的少女拉下去时, 他突然扭过身子看着他, 目光平静, 轻声道, 相信, 缠缠。 洛青州与他目光对视几秒, 心头呼地安定下来, 点了点头道, 好, 那姑爷相信你。 随即又轻声道, 打不过也没关系, 别怕, 姑爷随时会上来帮你的。 对面的圆胖中年人顿时讥讽一笑, 你当这是什么地方, 他要是打不过, 你还能随时上来帮他。 你是当九州大会的比试规矩不存在? 还是当徐前辈不存在? 洛青州转头看向他, 一脸平静, 我只是当你不存在。 我再跟我家娘子说情话, 关你屁事。 你, 抱歉, 读书人不该口出会言。 子曰, 狗东西就喜欢乱废。 你, 圆胖中年人正要发怒, 突然想起刚刚诸位长辈的提醒, 顿时冷笑一声道, 你小子想激怒我, 想让我待会儿愤怒攻击。 没门。 杀雕。 洛青州又骂了一句, 方转头看向了面前的少女, 低声道, 那我下去了, 不用跟他客气, 姑爷就爱看你杀人。 下禅。 哦。 洛青州这才松开了他的小手, 走下了站台。 圆胖众人冷哼一声, 拱手介绍道, 在下大蒙雷德, 皈翼初期修为。 他并未过多介绍, 目光阴冷地看向了对面。 下禅握紧了手里的剑, 微微低着头, 低声道, 下, 下禅, 武, 武师, 修为。 徐兴和看了他一眼, 宣布道, 大蒙对大言, 第二场比试, 开始。 刷。 话语刚落。 鸣叫雷德到中年人, 突然全身光芒爆射, 神前瞬间出现了许多护照和法宝护盾, 随即他一缕神魂出鞘, 驱使一套由二十多口小剑组成的飞剑, 化作密密麻麻的剑影, 向着对面的少女笼罩而去。 他没有任何废话, 一出手就先拿出了所有的防御手段, 然后驱使剑阵远程攻击, 封住了对方过来的道路。 这样, 就算对方速度再快, 也无法近身。 杀! 密密麻麻的剑影, 瞬间来到了下禅的镜前。 下禅没有拔出自己的剑, 甚至站在原地没有动, 他只是睁着一双漆黑的毛子, 看向了那些来势汹汹的剑影。 在他的瞳孔中, 隐隐出现了两道由剑影凝聚的剑影。 那些飞剑刚杀气腾腾地来到他的面前, 竟突然一致, 定在了那里。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笼罩, 定在半空, 一动不动。 见此一幕, 雷德顿时脸色顿变, 那屡神魂慌忙掐着剑诀, 嘴里念念有词, 同时, 体内魂力汹涌而出, 想要重新控制那些飞剑前进。 但那些飞剑依旧定在那里, 纹丝不动。 哐! 这时, 下禅突然拔出了手中的剑。 寒芒闪烁中, 雷德顿时心头一寒, 身子一颤。 杀! 他的那些飞剑终于动了, 但却突然都诡异地调转方向, 气势汹汹地向着他击射而去。 雷德大惊, 慌忙怒吼一声, 整个神魂全部出窍。 随即, 体内所有的魂力全部挤涌而出, 嘴里喝道, 收! 他想要收回自己的飞剑。 然而那些飞剑仿佛已经被一股神秘强大的力量给控制, 不仅没有被他夺回控制权, 反而速度更快, 力量更加凶猛地刺向了他。 不, 他顿时瞪大眼睛发出了一声凄厉而惊恐的叫声。 密密麻麻的飞剑带着一股陌生而强大的剑意, 同时, 还滋滋作响地闪烁着几条红色的雷电, 瞬间刺穿了他身前的法宝护盾和护体光照, 直接贯穿了他的整个神魂。 他瞪大眼睛, 拼尽力气, 想要把千疮百孔已经破碎的神魂收回肉身, 但这是他的脑袋却吃的一声, 突然从脖子上飞了起来。 噗, 鲜血喷射中, 他的脑袋啪的一声, 掉落在了地上。 他那破碎的神魂刚要垂死挣扎逃跑, 突然在强大的剑气中被撕成了无数碎片, 彻底消失。 至此, 他的肉身身手易触, 神魂灰飞烟灭。 下馋握着剑站在无头尸体的后面, 淡绿衣裙的表面闪烁着一层淡淡的金色雷电, 仿佛一层金色护罩正笼罩着他。 这一刻, 台下的嘈杂突然又归于寂静。 许久, 有人低声讥讽, 在剑到天才的面前用剑也是没谁了, 蠢得可以。 远处又有人道, 那雷电有些意思。 红色破护罩, 金色护身, 谁说那少女没有防御之力。 九天摇台的刘云眼光也不过如此, 缥缈仙踪的人更蠢。 雷电南宫火月眯了眯眉毛子, 转过头看向了身旁的某人, 脸上满是危险之色, 他们都有。 阵怎么没有? 随即又低声冷横倒, 是没有他们被电得多, 还是? 你每次根本就没有用心电。 洛青州, 站台上, 下馋剑归翘, 无头尸体倒在地上。 徐星和又看了眼前的少女一眼, 开口宣布道, 第二场比试, 大言胜。 大言连胜两场, 进入决赛, 大蒙淘汰。 大言众人顿时如雷欢呼, 站台上的少女握着剑走了下来, 无视某人, 冷冰冰地从他身旁走过。 洛青州一把拉住了他的小手, 低声道, 小丫头, 是想扎双马尾了吗? 还是想当小毛驴了? 少女身子一僵, 停在了原地。 第一局结束。 第二局, 飘渺仙宗对天雄宗依旧是三场定胜负。 天雄宗磨磨蹭蹭, 似乎有些犹豫。 但还是有一名魁梧青年走上了站台, 并看了大言这边一眼。 他显然是在给自己鼓励。 你小小大言都能打赢飘渺仙宗, 何况我堂堂天雄宗? 天雄宗其他人也是这个想法。 飘渺仙宗经过与大言的两次比试, 已经跌落神坛, 而且门内许多精英弟子都已经被杀。 这个时候, 正是他们脚踩飘渺仙宗, 登上九州大陆第三大宗的最好时刻。 然而结果, 并非如他们如愿。 第一场比试, 飘渺仙宗派了一名与那名魁梧青年 修为相同的弟子上来, 依靠着强大的功法与手中的灵宝, 只用了数百只招, 就把那名魁梧青年打趴在了地上。 因为天雄宗背靠蓬莱仙岛, 所以飘渺仙宗的弟子并未下死手。 第一场, 飘渺仙宗胜。 第二场, 天雄宗直接派了一名龟翼中期的长老上来, 而飘渺仙宗依旧只派了一名弟子上来。 但这名弟子的名头可不小, 林鹏上一届飘渺榜排名第一, 少年成名, 如今不过三十来岁, 已是龟翼中期的境界。 同时, 他拥有着一种特殊的体质, 使得他每次的突破都没有任何瓶颈, 所以修炼的速度很快。 随着徐星和宣布比试开始, 两人立刻开始了战斗。 站台下, 洛青周正目光灼灼地看着台上这名飘渺仙宗的天才弟子。 飘渺仙宗每一个人上台的人, 他都会仔细观察。 夏禅则安静地站在他的旁边, 乖乖瞧瞧, 完全没有了之前在台上杀人的冰冷与冷酷。 旁边大言众人, 皆看得嘖嘖称奇, 满脸羡慕。 没想到还真是洛公子府上的人, 洛公子还真是身仓不落啊。 府上随便一个人出来, 竟然就能秒杀皈依境界的高手, 我大言之信啊, 陛下的眼光真厉害, 一旁的南宫火焰, 则冷着脸, 一言不发。 他不时地瞥向两人牵在一起的手, 几次想说话, 却又说不出来。 因为他知道, 眼前这个少女才是他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第一个女人, 连秦家二小姐都比不过, 何况是他。 而且, 他现在的身份是洛青, 是秦家的姑爷, 是新科状元洛青州, 而不是他家的楚飞扬。 哼, 所以, 他只是不满地低声哼了一声, 嘴里嘀咕道, 大庭广众之下, 拉拉扯扯, 柔柔搓搓, 成何体统。 洛青州正一边看着台上, 一边很自然地用手指妈撒手里少女的小手, 对于他的话, 不知道是真的没有听见, 还是故意装作没有听见。 倒是旁边的下馋, 小脸红了一下, 台上的双方已经开始了激烈的战斗。 天雄中的中年人手持一杆长枪, 一出手便是雷霆之机, 朝朝皆有风雷之声, 同时, 神魂也驱使飞剑攻击。 而对面飘渺仙踪的灵鹏则手持一柄宝剑, 一开始只是防御。 一刻钟后, 他手中的宝剑呼得尖笑一声, 化作一条银龙, 气势汹汹地扑了上去。 他开始由被动变成主动, 攻击如狂风骤雨, 连绵不绝, 越来越快。 而对面的魁梧中年人则开始处于防守的位置。 双方又激战了半个时辰, 不分胜负。 灵鹏一剑斩出, 突然后退, 随即从怀里拿出了一枚蓝色铜镜, 对着对面的魁梧中年人便念念有词。 魁梧中年人刚击溃他的剑芒, 突然感到一股恐怖的力量笼罩而来, 瞬间锁定了他的身影与气息, 使得他定在原地, 无法动弹。 他心头大惊, 立刻催动体内所有的力量挣脱。 同时, 慌忙神魂出鞘, 驱使飞剑斩向前方铜镜射来的力量。 但这时, 灵鹏已经趁机掠到了他的镜前, 一剑斩出, 轰隆作响, 一条银龙击视而出, 瞬间扑在了他的身上。 一股巨大的力量, 骤然袭来。 魁梧中年人身子一震, 顿时倒飞而出。 不待他落地, 灵鹏再次一剑斩出, 顿时出现数百道剑影, 一起斩在了魁梧中年人的身上。 他身上的护体光照和保护护盾, 顿时破碎而开。 碰! 巨大的力量落在了他的身上。 他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同时, 全身立刻被那些剑芒割出了许多伤口。 但他身上很快又凝现出了新的护盾。 他猛然怒吼一声, 从地上一跃而起, 手中长枪翁的一声开始变大。 然而正在此时, 灵鹏手里的蓝色铜镜再一次照向了他。 一道蓝色光照落在了他的身上。 魁梧中年人刚奔涌而出的魂力, 顿时停滞在了手臂, 整个身子也瞬间定在了原地。 虽然只有短短的瞬息, 但却瞬息万变。 当他全力挣脱开以后, 灵鹏手里的宝剑已经刷的一声, 斩落在了他的头顶。 扑! 他凝现而出的护体光照, 瞬间支离破碎。 绽放着刺眼剑芒的锋利剑刃, 带着划破空气的剑笑声落在了他的脑袋上, 瞬间破开了他的头发和头皮。 疼痛与死亡的恐惧传来。 他没有任何犹豫, 慌忙叫道, 我认输。 而台下天雄中的人也急声喝道, 手下留情。 我们认输。 滑! 灵鹏手中的宝剑呼得停了下来。 同时, 剑上的剑芒也瞬间脸去, 消失不见。 剑气与杀气仿佛夏日的暴雨一般, 来得快也去得快。 转眼间已是晴空万里。 灵鹏收回了宝剑, 后退了两步, 拱手道, 葛长老, 承让了。 名叫葛明的魁梧中年人, 脸色煞白, 心有余悸, 粗重地喘息了一会儿。 芳心有不甘地道, 若不是你那宝剑, 老夫绝不会输于你。 灵鹏只是淡淡一笑, 并未再说话。 大家都清楚, 他的确是占了这面宝剑的便宜。 但鄙视的规矩, 可没有说不准使用法宝和灵宝, 只要是自己的东西, 不管什么都能使用, 甚至是毒物, 傀儡灵兽等等。 他们飘渺仙宗加大业大, 自然比其他宗门的法宝和灵宝要多要好, 怪就怪对方的宗门不行。 这时, 徐昕和宣布到, 飘渺仙宗对天雄宗, 飘渺仙宗胜。 林鹏对着台下拱了拱手, 目光看了大爷那边一眼, 走下了站台。 葛明也满脸狼狈和气愤地走了下去。 下一场, 白海国对雪神宗。 奇怪的是, 白海国竟然直接退出了。 于是, 三进二。 胜出的大爷和飘渺仙宗, 以及轮空的雪神宫, 抓揪对战。 这一次, 白衣衫亲自上台抓揪。 而飘渺仙宗, 则是六先锋的丰主岳阳楼, 亲自上台。 两人相见, 白衣衫依旧温文尔雅地拱手招呼。 岳阳楼则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雪神宫上台的是一名戴着面纱的白裙女子, 气质冰冷, 清丽淡雅, 仿佛冰山上的一朵雪帘。 台下众修炼者皆在低声议论着, 这个最近几年才崛起的神秘宗门。 听说雪神宫位于北极冰川之巅, 门内皆是女子。 而且下山后, 皆戴着面纱或者面具, 不以真面目示人, 其门内弟子很少在世俗出现, 也从不参加各种鄙视, 也很少展露其修为和功法, 非常神秘。 据我师父所说, 去年天奎宗的人去找过他们麻烦, 结果去了五十多个人, 全部凭空消失, 再也没有回来。 那天奎宗可是我们九州大陆排行前世的宗门, 从那以后, 雪神宫的名字才出现在各个门派的名单上。 这时, 徐星和宣布结果。 飘渺先宗和雪神宫互相抓到, 双方开始选定人选, 准备比试。 结果一出, 台下顿时一阵躁动。 看来大言与飘渺先宗又要在决赛上相见了, 两个是死对头, 估计这次又要在决赛上拼个你死我活了。 估计这次飘渺先宗再也不敢大意了。 哼, 飘渺先宗这次要是再输给大言的话, 估计三大先宗的身份立刻不保了。 岳阳楼走下站台, 与飘渺先宗中高层商量着人选。 那名雪神宫的女子, 也冰冷地走下站台, 走向了不远处的树林。 刚好, 我们可以再仔细看看飘渺先宗那些人的实力。 白衣衫下台后, 大言众人都低声道。 洛青州这才有时间询问身旁的夏禅, 低声道。 蝉蝉, 你到底跟谁一起来的? 谁让你来的? 夏禅低着头, 沉默了一下, 道, 我, 一个人。 洛青州当然不会信。 这丫头就是个鹿痴, 这么远的距离, 怎么可能一个人跑来? 你要是不老实交代, 待会儿就把你抓进帐篷, 给你扎上双马尾, 让你唱小毛驴。 洛青州握着他的小手, 低声威胁道。 这时, 耳旁突然响起一道冷冷的声音, 什么双马尾? 什么小毛驴? 洛青州顿时一将, 扭头看去。 女皇陛下不知何时, 已经凑到了他的旁边, 几乎贴在了他的身上。 洛青州连忙道, 陛下, 请自重, 我现在的身份是, 腰间骤然一疼。 这次是真的疼, 不仅被掐得疼, 似乎还被火焰灼烧了一下。 女皇陛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眯着眸子, 满脸威胁地道, 问你话呢? 什么是双马尾和小毛驴? 洛青州吞吞吐吐, 说不出来, 旁边的下馋则是紧紧低着头, 手指着头在裙子上搅啊搅, 脸颊上满是红韵。 说! 女皇看起来是真的要发火了。 她是真的好奇。 洛青州指的低声道, 陛下, 等今晚回帐篷再说, 这里人多, 哼, 一看就是一些下流的东西。 女皇一脸讥讽和鄙夷, 洛青州正要说对对对, 那不说了, 结果她又道, 哼, 等彼室结束了, 就回帐篷告诉朕, 朕要好好看看, 你这道貌岸然的家伙, 到底有多下流? 洛青州, 这时, 雪神宫的一名女子, 走上了站台。 这名女子身穿一袭粉裙, 脸上戴着粉色的面纱, 头上插着粉色的珠花, 双眼上竟然还记着一条像是丝巾一样的眼罩, 整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 但看着格外粉嫩可人。 洛青州在看到这名女子时, 呼得心头一震。 她愣了一下, 转过头, 看向身旁的下馋。 此时的下馋, 依旧低着头, 红着小脸, 似乎并未在意台上的人。 洛青州正要询问时, 飘渺先宗那边突然传来了一阵凄厉的哭嚎声。 众人的目光, 皆被吸引了过去。 飘渺先宗人群中, 只见一名青年弟子跪在地上, 一边磕头, 一边大声哭嚎, 师尊。 大长老, 不要让弟子上去啊。 弟子肚子疼, 真的疼啊。 啊, 要拉了。 真的要拉了。 一边哭着, 一边跪着倒退, 似乎想要溜走。 一名身材瘦小的老者, 正在对着他拳打脚踢, 嘴里破口大骂骂, 孬肿。 耸祸。 废物。 给老子上去。 就算要拉了, 也给老子上去拉。 对方又不是大言那小子, 你怕你大言。 狗日的, 老子打不死你。 那名青年弟子, 任凭他拳打脚踢, 依旧跪地磕头, 哭着哀求。 师尊, 您就打死弟子吧。 弟子真的肚子疼, 站不起来啊。 那名瘦小老者顿时气急败坏, 直接一跃而起, 骑在他的身上殴打起来。 四周众修炼者, 皆看得目瞪口呆。 飘渺先宗大长老公扬言袖袍一挥, 立刻有一道朦胧的光照, 把飘渺先宗众人都笼罩在了里面。 里面的哭喊声, 殴打声, 求饶声等等, 都消失不见。 这时, 四周的修炼者, 皆忍不住笑了起来。 飘渺先宗, 竟然还有这样胆小的弟子。 那名弟子可不简单。 听说他还是飘渺先宗, 去年飘渺榜上排名前几的弟子呢。 哈哈, 看起来是被大延那个少年给吓出了心理阴影。 听说上次在大延边境, 飘渺先宗惨死的那几个弟子, 都是飘渺榜上赫赫有名的天才弟子。 众人正兴致勃勃幸灾乐祸地讨论着时, 那道笼罩着飘渺先宗众人的光照, 突然消失。 一名身穿蓝裙的高挑女子, 手持宝剑, 走出人群, 看来这两年飘渺先宗年轻一代真的是伤亡惨重啊。 对了, 还听说这女子体质特殊, 可以采阳补婴, 利用双修修炼。 真的假的? 这个消息可是从飘渺先宗的外门传出来的, 虚, 小声点。 台下众人低声议论着, 而台上, 雪神宫那名女子则久久没有开口介绍。 洛青州的目光, 紧紧盯着她。 又过了片刻, 徐兴和刚要开口提醒, 那名女子终于开口, 雪神宫雪无, 归一初期。 声音冰冷, 不含一丝感情。 洛青州眉头微醋, 但目光依旧紧盯着她。 徐兴和宣布到, 飘渺先宗对雪神宫第一场比试开始。 话刚说完, 她突然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 她顿时脸色一变。 而这时, 飘渺先宗的圣女田飞烟刚要拔剑动手, 也突然眼前一黑, 身子不由自主地摇晃了几下, 差点跌倒。 碰。 正在此时, 对面那名叫雪无的粉裙女子, 呼地掠到了她的面前, 猛然一拳砸在了她的脸上。 田飞烟顿时被砸飞了出去, 同时, 嘴里有两颗门牙随着鲜血飞了出来。 她刚摔落在地上, 那名叫雪无的女子已经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手中寒芒一闪, 直接割掉了她的脑袋。 比试结束。 台下众人, 台上徐兴和, 扑, 无头尸体, 鲜血喷射。 一道虚影, 护得从田飞烟的身体中钻了出来, 一边逃跑, 一边凄厉地尖叫道, 师尊, 救我。 那名雪无的女子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 飘渺仙宗的大长老公扬言, 这才惊醒过来, 慌忙飞升而起, 怒声道, 住手。 我们认输。 徐兴和也立刻喝道, 住手。 那名雪无的女子, 目光冰冷地看向她道, 先宣布结果。 徐兴和僵了一下, 这才眼角抽出地道, 飘渺仙宗对雪神功第一场, 雪神功胜。 话语落, 雪无才缓缓松开了手。 田飞烟的神魂, 慌忙逃下站台, 颤抖着哭了起来。 台下数千修炼者, 此刻皆是鸦雀无声。 而洛青州的目光, 依旧紧紧盯着站台上那道粉色的身影, 脸色变幻不停。 待那道身影冰冷地走下站台时, 她立刻身影一闪, 追了上去。 等等。 名叫雪无的女子, 刚要离开,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她停下脚步, 目光冰冷。 洛青州来到她的面前, 看着她脸上的面纱和眼睛上的眼罩。 道, 姑娘可否取下脸上的面纱? 让我看看。 话一出, 旁边其他人接惊。 这少年好生胆大, 好生无礼, 竟然敢提出这种非分的要求。 雪无目光冰冷地看着她, 顿了顿, 语气不含一丝情绪地开口道, 你要娶我。 这时, 旁边有人低声道, 听说雪神宫的女子都戴着面纱, 只有自己的心上人, 才有资格看她们的脸。 谁戒了她们的面纱, 谁就要娶她们。 这少年莫不是看上人家的实力了, 想要强行吃软饭。 老实说, 我也想吃, 不过, 我脸皮没她厚, 胆没她大。 洛青舟看着眼前女子的瞳孔, 又嗅了嗅她身上的花香, 道, 你刚刚在台上用的花毒, 对吗? 雪无没有回答。 洛青舟又看了一眼她身上的粉色衣裙 和她头上的粉色珠花, 淡淡一笑, 道, 行了, 别装了, 缠缠都已经告诉我了。 说着, 直接伸手接下了她脸上的面纱和眼罩。 女子站在原地, 冰冷的眸子看着她, 一动不动。 洛青舟手里拿着面纱和眼罩, 看着眼前这张陌生而冰冷的少女容颜, 只是微微震了一下, 随即冷笑一声, 又伸出两根手指, 去掐她的脸, 一边换着地方掐, 一边用力撕扯着。 旁边其他修炼者, 揭幕瞪口呆。 不远处的树林中, 一袭粉色衣裙的少女, 捂着小嘴惊呼, 小姐, 姑也好色。 竟然在众目睽睽大庭广众之下, 强行猥亵别的女子。 旁边的绝美少女, 安静无声。 放肆! 这时, 另一边的树林中, 突然走出几名戴着面纱的女子。 那几名女子, 有人身穿白裙, 有人身穿粉裙, 还有人身穿蓝裙, 脸上皆戴着面纱和眼罩, 包裹得严严实实。 他们很快来到了雪雾的身边, 对着眼前的灯徒子冰冷而视。 洛青州将在原地, 指甲悄悄地松开了这名叫雪雾的少女的脸蛋。 少女雪白娇嫩的脸蛋上, 已经被她掐出了很多红红的指甲印, 但那双清澈冰冷的毛子, 依旧不含任何感情地看着她, 波澜不惊。 对, 对不起, 这一刻, 洛青州真的有种想要逃离这个星球的想法。 她甚至用脚趾头在地上用力抠着, 似乎想要抠出一个深深的地洞来。 为什么? 为什么每次她都要感受这种巨大的射死? 她要爆炸了。 给你三个选择。 这时, 雪神公为首的一名粉裙女子冰冷开口道。 第一个选择, 入坠我雪神公跟雪雾拜堂成亲。 第二个选择, 被雪雾斩下脑袋, 当场去世。 第三个选择, 自己动手淹了自己, 一辈子为雪雾守身。 四周众修炼者皆是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一幕。 这少年倒霉了。 活盖? 自找的。 谁让她色胆包天, 直接飞离人家雪神公的弟子? 为什么我觉得她走运了呢? 我也想入坠雪神公, 杀雕。 没看到那些女子都冷冰冰的, 小心你入坠过去, 守活寡, 当奴隶。 那么多漂亮的小姐姐, 当奴隶也值了。 守活寡也没关系, 每天看到, 她们都开心。 行行吧, 你长得这么丑, 你觉得人家看得上你? 人家那少年长得那般俊美, 又是风度翩翩的书生, 所以, 人家才给她三个选择的。 要是你, 就只有一个选择, 原地斩头。 嗯, 洛青州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 下馋翘无声息地站在了她的身后, 握紧了手里的剑。 为首的女子正要说话时, 那名叫雪无的少女, 直接转身离开, 冰冷地道, 算了。 雪无, 其他几名女子一愣, 见她已经快步离开, 只得跟了上去。 洛青州这才松了一口气, 慌忙要离开时, 突然发现手里还握着那名少女的面纱和眼罩, 连忙道, 雪无姑娘。 你的, 雪无突然转过头道, 收起来吧, 那是我给你的定情信物。 等大会结束, 我会去大言找你的。 说完, 快步离开。 洛青州, 四周顿时响起了阵阵羡慕声。 当洛青州回到大言人群中时, 大家都嗨嗨了一声, 轻描淡写地安慰了几句, 然后都看向了台上。 这个时候, 是他最尴尬的时候, 不问不看不关注, 才是最好的化解方式。 只有女皇陛下, 冷眼而逝。 这时, 站台海上, 飘渺先宗对雪神宫的第二场比试, 即将开始。 飘渺先宗, 直接派了一名身材瘦高的中年人上来。 在下飘渺先宗汪海, 归宜后期修为。 虽然他只是很简单的介绍, 但似乎很多人都认出了他。 这位是飘渺先宗刘先锋的长老, 看来是要为他们的圣女报仇了。 杀怕了, 竟然直接派一名长老上来了, 看来是不敢再让弟子上来送死了。 估计他们也没有多少厉害的弟子了, 被大岩杀了那么多, 上次又在大岩边境被妖族和魔族杀了那么多。 听说那次死的, 大多数都是他们属下那些宗门和国家的精英弟子吗? 你以为他们那么傻? 雪神宫的人倒也胆大, 竟然直接割掉飘渺先宗弟子的脑袋, 不知到底是何来头。 这时, 雪神宫一名身穿白裙的女子走上了站台。 看起姿态气质, 应该就是之前上台签订契约的那名女子。 雪神宫雪妻, 皈翼中妻。 他冰冷而简短地介绍道。 徐兴和看了他一眼, 开口宣布道, 飘渺先宗对雪神宫第二场比试, 开始。 又在下毒吗? 汪海双手握拳, 看着对面的女子冷笑一声, 道, 你当我飘渺先宗的人还会上当?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任何卑鄙手段都是, 是, 扑通。 他话还未说完, 突然眼前一黑, 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不, 不可能, 老夫刚刚一直, 不带他说完, 那名叫雪妻的女子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 手中寒芒一闪, 直接割掉了他的脑袋, 这才声音冰冷地道。 抱歉, 昨晚我们就下毒了, 鲜血喷尸而出。 脑袋咕噜一声, 滚落在了地上。 台下众人, 飘渺先宗的高层, 皆是红了眼睛, 握紧拳头, 全身颤抖。 一缕神魂从无头尸体中飘了出来。 雪妻一把抓住了他, 然后, 目光看向了躲在角落里的徐星河。 徐星河张了张嘴, 立刻道, 飘渺先宗对雪神宫, 雪神宫胜出。 雪妻这才放开手里的神魂, 准备走下站台。 飘渺先宗, 一名红脸老者, 突然跳上了站台, 怒喝道, 妖女, 你提前下毒, 鄙视不算, 老夫要亲自跟你比试一场。 雪妻停下脚步, 目光冰冷地看着他道, 大会的规则, 有规定不能提前下毒吗? 红脸老者握着拳头, 怒目原睁。 你敢不敢跟老夫一战? 老夫, 扑通。 谁知他话还未说完, 突然也眼前一黑, 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雪妻直接走了过去, 手中寒芒一闪。 飘渺先宗的其他人见此一幕, 慌忙掠上来怒喝道, 妖女。 住手。 咕噜, 可是当他们刚掠上战台, 那名红脸老者的脑袋 已经咕噜一声, 滚落在了地上。 鲜血喷涌而出。 红脸老者的双眼, 瞪得大大的, 仿佛还不敢相信。 雪妻看向飘渺先宗的众人道, 抱歉, 刀太快了。 你, 飘渺先宗中高层大怒, 正要动手时, 雪神宫的一群女子, 立刻掠上了战台。 战台上突然开始飘洒着各种色彩的花粉。 徐星和脸色一变, 立刻身影一闪, 退下了战台, 在下面喝道, 不可动手。 九天摇台的几名女子 和蓬莱仙岛的几名老者, 也立刻走了过来。 雪漆目光冰冷地道, 我没有违反任何规则。 飘渺先宗的众高层, 皆处于花粉之下, 虽然身上有近风环绕和护体光照, 但看着台上的两具无头尸体 和两具惊恐的神魂, 他们此刻皆有些脊背生寒。 雪神宫的弟子, 的确没有违反规则。 这时, 九天摇台的一名女子也冷声开口道。 蓬莱仙岛的长须老者孙明 立刻开口劝道, 公养长老, 下来吧。 其他人也都开口劝说, 飘渺先宗中高层身上的杀气, 这才渐渐脸去。 雪神宫? 老夫记住了, 公养颜满脸阴厉地说了一句, 过去亲自抱起了红脸老者的尸体。 岳阳楼则脸色煞白地 去抱起了汪海的尸体。 走吧。 飘渺先宗众人 皆满脸仇恨地走下了站台。 台下众修炼者 看着这血腥的一幕 和飘渺先宗杀气腾腾的一幕 也都静若寒蝉。 雪神宫的人并未说话, 波澜不惊地走下了站台。 这一刻, 全场数千修炼者, 九州大陆所有顶尖的门派和国家 再也没没有人敢小瞧 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宗门。 虽然这两场比试, 他们根本就没有展露任何功法, 只是靠着放毒营了, 但这种诡异的放毒手法 让所有人都胆寒和不敢小觑。 连堂堂飘渺先宗 都避不开他们的毒, 何况是其他人。 哄! 待站台上的人都走完后, 徐兴和开始施展功法, 清除上面的花粉和毒物。 又过了片刻, 他方走上站台, 看了台下一眼, 宣布到雪神宫和大延进入决赛, 依旧是三场定胜负。 这时, 大延众人正在低声商议着人选。 雪神宫的人看起来都会放毒, 而且放毒的技巧极为高明, 他们是怎么知道 今日这场比试会遇到飘渺先宗的。 说不定其他宗门的人都中毒了, 听说有些毒, 很早就翘无声息地进入人的身体了, 但需要等着另外的东西引诱, 才会出现。 如此说来, 我们大延可能也都中毒了。 我们大延太小, 估计人家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吧? 这个时候, 其他宗门的修炼者也都在这般想着, 所以都在仔细查看自己的身体, 看看自己的体内 是否也早已经被埋下了毒药。 甚至九天摇台和蓬莱仙岛的人都在悄悄查看。 这个近几年才出现的神秘宗门, 今日一出场, 就已经名扬整个九州大陆了。 估计以后人人文之色变。 这是最后的决赛了, 林矿已经唾手可得了, 还是我上去吧。 白衣衫开口道, 大会的规则没有规定一个人只能上去一次, 所以, 他决定依靠自己赢得两场, 赢下那座对大延至关重要的林矿。 这时, 洛青州突然开口道, 先生, 还是我上去吧。 您等待下一场。 白衣衫看向了他。 洛青州拱手低声道, 学生不怕毒, 特别是花毒。 白衣衫文言威正, 又看了他身旁的少女一眼, 沉吟了一下, 点了点头, 道, 小心。 洛青州正要上去, 一旁的南宫火月突然拉住了他的袖子。 洛青州转头看向他, 见他满脸紧张的神情, 知晓他被刚刚雪神宫割头的一幕吓到了, 轻声安慰道, 陛下, 相信我。 南宫火月又抓着他的袖子抓了一会儿, 方缓缓松开。 洛青州转过头, 看向了被众女子侍卫粗拥在最中间的乐舞, 看向了他怀里的宝宝。 此时的宝宝正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他, 小手在招动着, 仿佛在跟他说着话。 洛青州的眸中露出了一抹温柔, 随即走上了站台。 大言洛青州, 主修如道, 如师中期。 他一袭如袍站在站台上, 拱手作一, 彬彬有礼地介绍道。 台下顿时有人惊讶道, 如师中期。 我怎么记得他之前说的是如师初期? 有人回应道, 说不定人家又晋级了呗。 如道的境界, 就像是他们的功法一样, 随时都会变化, 谁也捉摸不透。 真是冤家路窄啊, 这少年刚刚才得罪的雪神功, 这下估计也要被对方割头了。 真是奇葩。 雪神功看着个个都是漂亮的小姐姐, 怎么都喜欢割头。 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估计是故意要出名, 毕竟是这几年刚出来的宗门, 这时, 雪神功的一名粉裙女子走上了站台。 虽然她戴上了面纱和眼罩, 但落青州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她的身份。 因为她的穿着身高, 甚至眼罩中的瞳孔都与百灵颇为相似。 雪神功雪无, 归一初七。 此话一出, 台下重修炼者这才认出了她。 竟然又是那个女孩。 完了, 这次是真的冤家对冤家了, 太精彩了。 那大言的小子, 估计现在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不知哪根尖大错了, 竟然胆大包天去占人家便宜。 这下有好戏看了。 这时, 徐清禾看了两人一眼, 宣布到, 雪神功对大言第一场比试, 开始。 洛青州对着对面拱手失礼, 雪无姑娘, 小生再次为刚刚的冒犯道歉, 雪无目光冰冷地看着她, 并未说话。 洛青州正要在说话, 突然身子一晃, 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台下众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惊呼出声。 又来了, 又中毒了。 完了, 又要割头了。 好可惜的少年郎。 好可怕。 雪神功的毒真的是神鬼莫测, 令人防不胜防啊。 大言众人都吓了一跳。 南宫火跃身子一颤, 正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时, 旁边呼地伸出一只小手, 拉住了她。 假, 假的。 身旁的少女, 低声地道。 南宫火跃一愣。 这时, 台上的雪无并没有像是之前一样, 立刻走过去拿出力气割头, 她依旧站在原地, 目光冰冷地看着地上的某人。 洛青州在地上躺了几秒, 抬起头看着她道, 你, 你又下毒, 雪无突然抬起脚步, 走向了她。 台下, 大言众人接心跳停止, 准备冲上去。 南宫火跃更是绷紧了身子。 哼, 谁知, 雪无刚走到近处, 洛青州猛然一拳砸在了她的胸膛, 直接把她砸飞了出去。 随即, 从地上一跃而起, 台下众人顿时瞪大了眼睛。 假的? 竟然是假的? 这小子, 好卑鄙。 雪无摔落在了地上, 然后从地上站了起来, 目光冰冷地看着她, 开口道, 我只是想, 扶你起来。 洛青州握着拳头, 闻言一愣, 却依旧警惕地看着她。 两人目光对视, 安静了许久。 雪无语气冰冷地道, 我们雪神宫有个规矩, 只杀中了我们花毒的人。 你没有中毒, 所以, 我不能杀你。 还有, 你摘了我的面纱, 看了我的脸, 已经是我的人了。 所以, 所以这一局, 我认输, 我们雪神宫也认输。 灵矿, 是你们的了。 说完, 她走下了站台。 雪神宫其他人, 也都簇拥着她离开, 放弃了后面的鄙视。 洛青州将在台上。 台下其他修炼者, 也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 结束了? 这就结束了? 搞什么? 今天的比试, 简直一次比一次诡异, 一次比一次让人惊诧。 这个来自北极冰川之巅的神秘宗门, 到底在做什么? 他们无比残忍地杀害飘渺先宗的人, 往死里得罪飘渺先宗, 却又对冒犯他们的大言少年, 如此宽容和退让。 简直让人无法理解。 等等。 正在雪神宫的众女子簇拥着那名叫雪无的少女离开时, 站台上的少年突然开口道。 雪神宫众人皆停下了脚步。 那名叫雪无的少女也缓缓转过头来, 看向了台上。 她不是雪无。 洛青州突然走下站台, 快步走向了她。 刚刚的感觉不对。 打在她胸口的感觉不对。 不是不对, 是有些熟悉。 那个触碰的感觉, 那一瞬间的眼神, 以及从她嘴里隐隐发出的一声嘀嘀的叫声, 都有些熟悉。 有事。 名叫雪无的女子声音冰冷地问道。 洛青州来到她的面前, 没有说话, 盯着她的眼眸看了许久, 突然伸出手, 再一次揭开了她脸上的面纱和眼罩。 四周众修炼者皆是目瞪口呆。 这小子, 又来。 出现在洛青州眼前的, 依旧是那张陌生而冰冷的面孔。 洛青州, 你胆子可真大。 旁边的白群女子满脸不可思议地道, 雪无可是我雪神宫的圣女。 你两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开她的面纱, 告诉你, 你完了, 赶快回去准备嫁衣吧。 我会去找你的。 雪无冰冷地说完, 快步离开。 雪神宫其他女子也都连忙跟在后面。 洛青州将在原地, 一动不动。 直到四周嘈杂的议论声把她惊醒后, 她方低着头, 快步回到了大言人群中。 庄之言忍不住道, 洛公子, 你比老夫年轻的时候还要嚣张。 洛青州尴尬不语。 她没脸再待下去, 准备去拉着下禅去后面换脸, 顺便对这小丫头严刑拷打一番。 但这时她才发现, 蝉蝉不见了。 蝉蝉呢? 她看向身旁的女皇陛下。 南宫火月左右看了一眼, 也有些疑惑, 冷哼道, 朕怎么知道? 她是你家娘子, 又不是朕的娘子。 洛青州四处寻找了一番, 只得自行离开。 白衣衫走上站台, 在众人羡慕的目光和低声的议论声中, 拿走了代表那座灵矿的文书。 文书是由三大先宗的宗主一起签订的。 拿着这份文书, 等九州大会结束后, 就可以去那座孤岛上取走那里的灵矿之心了。 大言众人激动地欢呼着, 缥缈先宗众人则握着拳头, 脸色阴沉, 毫不掩饰眼中的仇恨之色。 由于今日的比试出乎意料得快, 所以现在的时间不过才是晌午。 徐兴和宣布下一局比试开始。 下一局是争夺另一座灵矿。 这座灵矿比刚刚大言赢得的小灵矿大了足足三倍有余。 所以, 三大先宗似乎都有兴趣。 徐兴和在站台上仔细讲解着这座灵矿的位置和来历。 洛青州在帐篷里变身完毕后, 从后面钻了出去。 他并没有立刻去广场那里。 而是在附近的树林里仔细查看寻找着。 各处树林中, 山坡上, 街有帐篷或者飞船。 有些还有人把守。 他装作路过, 到处走了一遍, 并没有找到缠缠, 也没有看到可疑的人。 与此同时, 在不远处的山坡上, 雪神宫的众人上了一只飞船, 准备离开。 一道身影站在飞船前的一棵大树下, 对着船上的人挥了挥手, 道, 林矿到手, 谢了, 保重。 雪巫站在船头, 目光复杂地看着他, 道, 你真的不回去。 那道身影摇了摇头, 道, 我在这里挺好, 我喜欢这里, 而且我说过, 我要用一辈子报恩呢。 雪巫又看了一眼不远处树林中的身影, 道, 真的是因为他? 还是因为他? 那道身影奄然一笑, 脸上露出了两个可爱的酒窝, 翠声道, 你也看到了, 那个坏蛋那么色, 连你都敢聊, 还专门对准你的兔兔打。 你觉得, 我会因为他吗? 雪巫沉默了一下, 道, 他身上有你的花香。 啊, 我就说了, 那个坏蛋喜欢色色吗? 他总是偷我的娃娃和嘟兜呢? 身上有我的花香, 不是很合理的吗? 雪巫没有在说话, 脚下的飞船缓缓升起。 这时, 他又突然看着下面道, 过些时候, 我去大眼找你了。 顺便拿回我的面纱, 再顺便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狠色。 飞船很快升空。 这时, 树林里的身影, 呼得掠了过来。 当落青州来到山坡上时, 雪神宫的飞船, 已经飞上了云霄, 消失不见。 而四周, 空无一人。 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又走下山坡, 走向了广场。 广场上, 下一局的鄙视, 已经开始报名。 小林矿到手了, 但是他并不准备停手。 缥缈先宗死的人还不够。 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多杀一些, 那么等九州大会结束以后, 对方肯定会去大眼报复。 而且, 他还需要依靠他们冲关。 当他来到站台前时, 大眼众人正看着台上三大先宗的人低声议论着, 并没有人准备上台报名。 这最后两座大林矿的争夺战, 显然是三大先宗的舞台。 所以, 其他宗门和国家都没敢再上台报名, 只是准备在台下看个热闹。 大眼也是如此。 他们已经得到了一座小林矿, 没必要再上去冒险了。 三大先宗报名完毕后, 徐兴和又等了一会儿, 方看着台下道, 还有要报名的门派和国家吗? 如果没有的话, 他话还未说完, 洛青州已经走上了战台, 过去签下了大眼的名字以及生死契约。 众修炼势力见此, 神色各异。 大眼众人也都满脸愕然。 而飘渺仙宗那边则满脸阴厉之色。 洛青州签完名后, 就走下了战台。 庄之言连忙道, 飞扬, 你怎么又上去签名了? 我们大眼已经侥幸获得一座林矿了, 不可再冒险。 这次的竞争对手可是三大先宗, 对方可能会派出所有高手来参战的。 白衣衫则看着他, 没有说话。 洛青州低声道, 老左, 你们不用上去, 只管在台下看着就是, 我一个人上去就好了。 你一个人上去。 庄之言文言一愣, 正要在询问时, 白衣衫低声道, 飞扬应该是想借着对方的力量冲关吧。 肉身的晋级, 少不了生死磨练。 庄之言微微皱眉, 依旧有些担忧, 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 缥缈先宗, 估计要孤注一掷, 夺回尊严了。 那些长老封主, 估计都会上台。 九天摇台和蓬莱仙岛的人, 更是高深莫测。 飞扬, 你可不能大意。 洛青州道, 老左, 不用担心, 我会见好就收的。 庄之言见他如此, 没有再多说。 这时, 一旁的云上道人提醒道, 飞扬, 你肉身是大宗是巅峰境界, 神魂是皈夷境界。 对方如果是皈夷初期或者中期, 以你的实力, 应该都好对付。 但如果对方是皈夷后期, 你可要小心了。 如果是皈夷巅峰, 那你千万不可再逞强。 对方这次上台的, 估计都是身经百战的修炼者, 而且都身怀各种法宝和灵宝。 你即便想要利用他们冲关, 也要知晓退让。 你是我大研年轻一代最有天赋的弟子, 以后大研需要你的守护, 千万不要出事。 洛青州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了台上。 徐星河已经抓了揪, 正在查看。 片刻后, 他开始宣布, 蓬莱仙岛对飘渺仙宗, 九天摇台对大研。 此话一出, 大研众人皆是脸色一变。 若是对上飘渺仙宗, 他们还不惧, 毕竟已经打败过对方多次了。 没想到这第一局, 竟然要直接占九天摇台。 四周其他修炼者, 也都议论纷纷。 飘渺仙宗那些弟子, 更是一脸幸灾乐祸地, 看向大研这里。 大研已经侥幸, 赢得一座灵矿了, 竟然还不知足。 就是, 这最后两座灵矿, 一看就是给三大先宗留的, 大研竟然还想插手, 真是不自量力。 赢了几场比试, 就开始飘了呀。 这第一局, 直接对咱们九州大陆的最强宗门, 哼, 看他们还敢不敢上台。 听着四周的议论声, 大研众人皆是皱起眉头。 庄之言想要再次劝说, 还是忍住了。 这少年如今的修为比他还高, 而且, 脑子比他聪明多了, 他相信他不会冲动犯傻。 若是真的依靠对方突破到五王境界, 那他们林霄宗和大研就真的发了。 徐星河等待片刻, 问道, 哪两个宗门愿意先上台比试? 场中安静了一下, 一名身穿粉裙的少女走上了站台, 道, 我们九天摇台先吧。 说着, 他看向台下的少年道, 可以吗? 洛青周威正走上了站台, 看着他道, 可以。 两人目光相对。 对面先介绍道, 九天摇台玉女风粉忧, 规矣中期修为。 这时, 台下九天摇台的人群中, 突然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粉忧, 谁让你上台比试的? 粉忧转头看去, 微微低头道, 刘云师伯, 弟子问过宗主, 宗主说, 这次比试, 谁愿意上来都可以。 本来就是切磋, 弟子刚好正在冲关, 想要跟人切磋一下, 所以就上来了。 刘云冷着脸道, 这次比试, 可不只是为了切磋。 你连为了什么都不知道, 还敢上台? 下来吧, 我已经有人选了。 粉忧站在台上, 不卑不亢道, 师伯, 这次九州大会, 弟子只知晓, 是由徐师伯主持, 倒是没有听说过, 由您主持。 你, 放肆。 刘云仙子顿时冷喝一声, 他身后的那些弟子, 也都纷纷出声斥责。 粉忧师妹, 怎么跟我家师尊说话的? 越来越放肆了。 你家师尊, 难道就没有教过你? 要尊敬长辈吗? 粉忧仙子淡淡地道, 没有。 此话一出, 那些弟子更加恼怒, 纷纷大声骂了起来。 四周其他修炼者, 都在满脸, 兴奋地看着热闹。 原来高高在上的九天摇台, 内部也有不和呀, 看起来矛盾还挺深呢。 哼, 哪个势力的内部不是这样? 九天摇台的修炼资源再多, 也不可能照顾到每个人, 大家都想要最好的修炼资源, 都想爬得更高, 相互之间肯定有竞争, 肯定避免不了矛盾。 这时, 站台上的徐兴和立刻喝道, 都住口。 大庭广众之下, 吵吵闹闹, 成何体统。 随即又道, 我九天摇台的弟子, 都有资格上台比试, 这的确是宗主亲口说的。 刘云师妹, 下一场比试, 再由你的弟子上来吧。 刘云仙子冷着脸道, 徐师兄, 玉女峰的弟子, 不适合跟大言比试, 我想你也知道原因。 徐兴和沉默了一下, 那,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不是很久以前, 刘云仙子打断了他的话, 淡淡地道, 直到现在, 他们玉女峰还是想收他为弟子, 而且, 他们还想收台上的少年为弟子。 您说着这样的情况, 玉女峰上的弟子, 适合上去跟他比试吗? 此话一出, 四周众修炼者, 皆惊讶出声。 刘云仙子说的那个他, 应该就是当初大言的月瑶, 听说当初情瑶仙子 对月瑶极为看重, 本想收为弟子的, 结果被对方拒绝了。 对了, 这次月瑶怎么没有出现? 难道真相缥缈仙宗所说的, 他已经自甘堕落, 彻底成为一个普通人了? 秦瑶仙子竟然还想收台上的少年为弟子? 简直难以置信。 听说玉女峰不是只收女弟子吗? 台下众人议润纷纷, 徐兴和皱着眉头, 正犹豫不绝时, 洛青州突然道, 徐前辈, 让粉忧仙子下去吧, 我不想跟他鄙视。 徐兴和文言一愣, 看向他道, 为何? 这时, 台下众人的目光也都看向了他。 洛青州直接道, 我跟他是朋友, 我怕一不小心打死他, 那就不好了。 粉忧, 台下众人, 小子, 能不能别说大话? 人家是可是皈依中期的修为。 你就算再厉害, 也不可能打死他吧? 而且还是一不小心, 你当你是武王? 吹牛皮! 有人讥讽道, 谁知, 洛青州的目光又看向刘云仙子, 道, 晚辈希望跟刘云仙子的弟子比试, 这样的话, 晚辈可以放心, 动手切磋, 不用再留有余力和畏手畏脚。 徐兴和, 台下众人, 真是嚣张。 刘云仙子身后, 一名身材高挑的子群女子, 顿时冷哼一声, 满脸寒霜地道, 师尊, 徐师伯, 弟子愿意上台, 教训这个狂妄之徒。 洛青州看着他道, 快来吧, 抓紧时间。 送你归西后, 我还要送下一个, 别浪费我的时间。 子群女子, 好吧, 我下去。 粉游仙子看了他一眼, 感觉他应该不是开玩笑的, 淡淡地说了一句后, 便走下了站台。 那名身材高挑的子群女子, 立刻手持宝剑, 走上了站台, 目光冰冷地看了他一眼后, 冷声介绍道, 在下九天摇台玉景风持松阴, 修为皈依后期, 主修剑。 只见他身姿如剑, 锋芒毕露, 周身剑气环绕, 眸中也闪烁着剑影。 显然剑意已经修到了极致。 骆青周看了他一眼, 拱手介绍道, 在下大言楚飞扬, 修为皈依初期, 主修拳。 说完, 他一脸平静地拿出了一根漆黑木棍。 台下众人, 徐兴和眼角跳动了一下, 道, 大家点到为止。 随即宣布道, 大言对九天摇台, 第一场比试, 开始。 刷! 徐兴和话语刚落, 持松英的宝剑就已经出窍。 寒芒闪烁中, 密密麻麻的剑花急速旋转着, 向着骆青周全身穴道极刺而来。 同时, 四周剑气纵横, 封锁了他所有的退路。 当然, 骆青周也没有想过要退。 他瞳孔里映着急射而来的剑芒, 体内的原力如潮水一般向着木棍汹涌而去。 光芒一闪, 漆黑木棍上突然覆盖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泽。 他双手握棍, 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眼看那些剑芒已经笼罩而来。 他方扬其手里的木棍猛然砸了上去。 滑! 木棍突然绽放出了刺眼的金芒, 瞬间把那些气势汹汹扑来的剑芒砸得粉碎, 然后精准乌乌地砸在了那柄躲在剑影和剑芒后面的宝剑之上。 争! 一声震耳欲聋的剑影声响起。 剑芒与棍芒爆炸而开。 气浪翻滚! 持松英虎口一震, 突然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袭来, 身子不由自主向后飞去。 当他落在地上时, 方惊恶地发现手中的宝剑已经只剩下了一半。 哐当! 剩下的一半这才掉落在了地上。 剑芒怎么能无剑? 他来不及多想, 立刻又从储物界中拿出了一柄宝剑。 然而这时, 洛青州的棍子已经再次凶狠地砸向了他。 而且, 速度快地令他来不及躲避。 金色的棍芒带着破空的尖笑声重重地砸向了他的脑袋。 他立刻挥起手中的宝剑批斩格挡。 同时, 全身的护体光照和护盾全部开启。 碰! 剑芒飞剑中, 他手中的上瓶宝剑竟然再次被砸断。 他脸色一变, 立刻趁着木棍稍稍停顿的机会向着旁边躲开, 手中光芒一闪, 再次拿出了一柄宝剑。 可是那个木棍太快了! 不待他施展任何剑法, 木棍又呼啸着凶猛砸向了他。 杀! 咔! 转眼间, 他手里的第三柄宝剑也被砸断。 他又惊又怒, 只得又拿出了第四柄宝剑。 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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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手里的第七柄最普通的清风剑也变成两半吼, 他终于急了, 尖声道, 你做什么? 你不是主修拳法吗? 有本事用拳套! 碰! 洛青舟不发一言, 只管挥棍抽打。 手中的木棍呼呼作响, 顿时如狂风暴雨砸向了他。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棍子也越来越粗, 越拉越长。 整座站台上到处都是他的棍影。 池松英在依靠着灵敏的身法和剑气躲避了数十棍后, 终于砰的一声被砸中腹部, 飞了出去。 他狼狈地摔落在了地上, 又立刻跳了起来, 满脸憋屈和愤恨的神情。 他主修剑法, 现在身上的宝剑全部没了, 让他如何施展最厉害的功法?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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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那根棍子又凶猛砸来, 他只得继续释放剑气抵挡和躲避, 同时对着台下急声喊道, 师尊! 剑! 刘云其实已经看到了他的狼狈, 手里的配件已经拿了出来。 但是按照大会的规矩, 当双方开始比试, 站台上的光照已经开启后, 下面是不能再送出任何东西的。 他脸色冷酷, 站在原地并没有动。 台上的徐星河看了他一眼, 也没有任何表示。 如今九州大陆所有顶尖门派和国家都在这里看着, 他是九天摇台的长老, 又是这次九州大会的主持人, 自然不能训思。 但正在此时, 洛青州却突然停下了攻击, 看着对面气喘吁吁的池松英道, 你去拿剑吧, 我除非杨不杀手无寸铁的女人。 此话一出, 台下顿时响起了一阵嘈杂声。 池松英立刻走到站台边急声道, 剑! 刘云没有说话, 目光看向了站台上的徐星河。 徐星河沉吟了一下, 道, 既然对方主动开口要求, 那就不算违反规则。 刘云手中的宝剑突然哐的一声出鞘, 飞上了站台。 宝剑拖着一道赤红色的流光, 发出了一声嘹亮的龙银声, 仿佛一条活物, 咻的一声落在了池松英的手中。 此时, 宝剑的剑刃上突然开始出现了许多扭动的红色符纹, 一股可怕的气息迷骂出。 赤龙剑! 这是刘云仙子的配剑! 据说这柄宝剑已经跟随了刘云仙子数百年了, 是由一条赤龙的龙穴和龙巾炼制而成的, 所向披靡, 无坚不摧。 那少年拖大了呀! 台下有人惊呼。 而站台上, 当池松英握住这柄赤龙剑后, 整个人的气息和气质顿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眼眸中露出了强大的自信, 周身剑气环绕, 整个人也跟随着手中的宝剑变得锋利无匹。 现在, 我要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池松英仰起了手里的宝剑, 全身剑一勃发, 嘴里开始念念有词, 整个人仿佛要与手中的赤红色宝剑融为一体。 痴, 但正在此时, 洛青州的身上呼得亮起了一条白色雷电, 几乎瞬间到了他的面前, 随即手中早已蓄满力量的如意棍, 轰的一声, 砸在了他身前的剑气护罩和其他护盾上。 红色的雷电亮起。 所有的护体光照和护盾在一瞬间被击碎。 木棍闪烁着金芒与五色雷电, 带着洛青州最强的力量重重砸在了他的胸口上。 哄, 正在吟唱剑诀的池松英直接被砸飞了出去。 这时, 洛青州的第二棍又砸了上去。 池松英喷出一口鲜血, 惊骇之中, 慌忙举起了手中的赤龙剑抵挡。 争, 一声震耳欲聋的嗡鸣声响起, 红芒与剑芒爆炸而开。 他手中的赤龙剑呼得哀鸣一声, 剑身上突然布满了裂痕, 随即, 整个剑身破碎而开, 变成了碎片。 台下看着这一幕的流云仙子, 顿时身子一震, 脸色发白。 啪! 池松英狼狈地摔落在了地上, 挣扎了几下, 方重新站了起来。 他握着空空的剑柄, 目光目然地看着对面, 突然哇的一声, 吐出了一大口的鲜血, 脸色瞬间由血红变得煞白。 他突然咬着牙, 满脸凝色道, 你真以为你赢了吗? 说完, 他的神魂突然出窍。 随即, 密密麻麻的剑影 在他的神魂周身出现。 洛青州收起了手里的漆黑木棍, 一脸平静地道, 我忘了, 你是修魂者, 本来以为你对我没有任何用处的, 现在看来, 还是有点用处的。 随即他握着拳头道, 来吧, 用尽你全身的力量打我, 千万不要觉得我很魅力而联系我。 台下众人, 斩! 池松英的神魂顿时咬牙喝了一声, 环绕在他周身的剑影, 呼得化作一柄巨剑, 带着恐怖的气息, 向着洛青州展落了下去。 就是这种感觉。 洛青州握紧拳头, 不避不让, 直接一拳向着可怕呀, 剑芒砸了过去。 哄! 一声爆响! 剑芒与拳芒爆炸的气浪, 直接把他先飞了出去。 他落在了地上, 后退了几步, 抚摸了一下自己的拳头, 看着对面的神魂道, 有些失望, 皈依后期的力量, 就只有这么一点吗? 能不能再加一点? 还不够。 瞠目结舌, 这小子竟然用拳头 应接了对方剑魂合一的一剑, 而且拳头竟然连皮都没有破一下。 这防御力, 好变态! 有些奇怪, 这少年的防御力的确不太对, 对方可是皈依后期的修为, 按说大宗师的防御力再厉害, 也不至于这般台上的持松阴, 又惊又怒, 又恨又开始剧。 他猛一咬牙, 再次驱使飞剑斩了过去, 同时, 嘴里开始念念有词。 哄! 骆青舟又一拳接下了对方的剑。 这时, 突然有无数剑气凝聚的剑影, 向着他笼罩而来, 各个剑影之间都有一条条剑气丝线连接, 瞬间把他包裹在了里面。 剑阵之中, 开始出现了剑气风暴。 无数剑盲剑影, 开始如狂风暴雨, 向着他急射而来, 封住了他所有道退路。 骆青舟终于提起了精神, 立刻握着拳头, 开始对着那些剑影打了起来。 剑阵外, 持松阴的神魂不断地输送魂力, 这样就有源源不断地剑影剑芒在剑阵中快速攻击。 他是皈依后期的修为, 可以坚持很长一段时间。 而对方只是大宗师巅峰和皈依初期的境界, 而且还在不断地用蛮力和拳头打着他的剑阵, 体内的消耗绝对比他要快要多。 如果一直像是这般拖延下去, 他肯定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希望这混蛋不要再拿出那根黑棍子了。 他心头唯一担心和害怕的, 就是那根其貌不扬的黑棍子。 那混蛋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了那么一根宝贝, 竟然连续打断了他八柄宝剑, 最后一柄还是师尊引以为傲, 无坚不摧的祖传宝剑。 要不是那根棍子, 他早就发挥出自己最厉害的剑招了, 也不至于像是现在这般狼狈。 给我斩! 好死这混蛋! 他咬着牙, 继续催动魂力, 驱使着剑阵。 这时, 突然嘖的一声, 剑阵中亮起了一条红色雷电, 接着, 又一条白色雷电亮起。 池松英正惊疑不定时, 突然感到整个神魂一阵窒息。 他脸色一变, 慌忙低头看去, 这才惊骇发现, 那少年不知何时, 竟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正抬头看着他。 啊, 他突然惊吓出声, 慌忙要收回剑阵继续攻击, 却突然发现, 整座剑阵开始崩塌。 那些密密麻麻的剑影, 快速消失不见。 而那柄控制剑阵, 以他精血炼制而成的飞剑, 竟然也突然失去了联系。 他慌忙放出更多的神念寻找。 但这时, 身前的少年却突然抬起手, 弹开掌心道, 你是在找他吗? 一柄飞剑, 躺在他的掌心, 已经裂成了两半。 池松英的脑中, 猛然传来一阵刺痛。 不待他惊叫出声, 一只拳头已经在他的瞳孔中放大, 砰的一拳把他的神魂打飞了出去。 在他神魂破碎之时, 突然看到他手中寒芒一闪, 拿出了一柄锋利的匕首, 一手抓住他肉身的头发, 一手开始割他肉身的脖子。 池松英顿时瞪大了双眼, 想要尖叫, 嗓子却像是被掐住了一般, 叫不出来。 他满脸惊恐和绝望。 这一刻, 他脑海里满是之前雪神宫割人头的恐怖画面, 他的神魂并没有被毁灭, 破碎之后, 很快又开始凝聚在了一起。 不要! 不要啊! 他终于尖叫出声, 声音凄厉而颤抖。 但那个少年手中的匕首 从他肉身的脖子上滑了过去, 随即把他的肉身丢在了地上。 池松英的整个神魂顿时剧烈颤抖着, 一股死亡的恐惧和惊恐充斥了他的整个脑海。 他要崩溃了。 但突然, 他又感觉不对。 按说肉身被杀, 神魂会突然感受到剧痛, 甚至昏迷过去。 可是, 他现在怎么会没有任何感觉? 他愣了一下, 立刻满脸惊疑地再次看向地上的肉身。 肉身的脖子上出现了一条红色的血印, 但是, 好像只是划伤了表面的肌肤。 脖子并没有被割断, 脑袋也并没被割下来。 他没有死, 他的脑袋没有掉。 这一刻, 他突然如获新生, 喜极而起。 继续, 还是认输? 这时, 那个少年突然站在他的肉身旁开口道。 池松英一听, 没有任何犹豫, 慌忙急声道, 认输? 我认输? 我输了? 我, 我输了? 我再也不跟你打了? 死而复生的感觉, 让他不顾形象地哭了出来。 所有的骄傲与傲气, 在这一刻都土崩瓦解, 变得毫无意义。 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他哭哭泣泣地催动着神魂, 飘到了自己的肉身前, 神魂归翘。 刚一归翘, 他的眼泪便流了下来, 嘴里的哭泣声更大了。 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瘫坐在地上, 摸着脖子上的血痕, 身子在剧烈哆嗦着, 显然还处于惊恐之中。 知道我为何没有把你的脑袋割下来吗? 骆青舟看着他, 一脸平静地问道。 池松英满脸泪水地抬起头, 看着他, 似乎在等待着他的答案。 骆青舟淡淡地道, 因为你长得漂亮, 我从来不会对漂亮的女子下狠手的。 随即他又在他身前蹲下, 低声道, 下一场, 让你大师姐上来跟我打, 好吗? 听说他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还出身高贵, 还是飘渺先宗某位长老的亲孙女。 我喜欢他, 我想跟他切磋一下。 第一场结束。 不待徐兴和宣布结果, 池松英已经哭着跑下了站台。 这个结果,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堂堂九天摇台皈夷后期的弟子, 竟然全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连刘云仙子的祖传配剑都给打没了。 最后竟然哭着逃了下去。 曾经岌岌无名的大言, 这是要一跃成为九州大陆最耀眼的存在了吗? 而台上那个少年, 风头竟然已经盖过了三大先宗的圣子圣女。 这时, 徐兴和开口宣布结果。 九天摇台对大言, 第一场比试, 大言胜利。 台下大言众人皆激动欢呼。 庄之言更是满脸自豪地兴奋道, 谁能想到, 我林萧宗竟然会在这一代光宗耀祖, 名扬天下。 哈哈, 我家飞扬太厉害了, 棍子也太厉害了, 紫霞, 你的眼光太好了。 一旁的紫霞仙子, 他目光悠悠地看向了身旁的自家师妹, 一脸委屈的表情。 九天摇台那边? 刘云仙子阴沉着脸, 面对着跪在身前哭泣请罪的弟子, 视若无睹。 池松英的手里, 就只剩下了一根光秃秃的剑柄。 四周其他人也都静若寒蝉, 不敢劝说,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柄赤绒剑对于眼前的这位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起来吧。 又过了片刻, 刘云仙子方兵稳开口道。 池松英满脸眼泪地站了起来, 手里依旧捧着那根看着格外凄惨的剑柄。 刘云仙子眼角抽出了几下, 想要取回又没有伸手。 池师妹, 你先退下吧。 这时, 旁边一名白裙女子收起了那根剑柄, 淡淡地道。 池松英抹了抹眼泪, 正要低头退下时, 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连忙看着眼前的白裙女子颤声道, 孙师姐, 你不能上去跟她比试。 她刚刚对我说, 她, 她说什么了? 孙云烟看着她, 神色淡淡地道。 池松英又抹了抹眼泪, 道, 她说, 她说师姐长得漂亮, 她下一场想跟师姐比试, 还说, 还说师姐出身高贵, 是飘渺仙宗长老的孙女, 孙云烟眸中寒芒一闪, 依旧神情淡淡地道, 知道了。 池松英没敢再多说, 红着眼睛退了下去。 这时, 其他人都过来商量着, 下一场该派谁上去比试? 只有赢得两场, 才能进入决赛。 进入决赛后, 才不限制场数。 也就是说, 下面两场, 我们九天摇台都要赢, 不然就会被淘汰。 虽然我们的最终目标, 是第一座灵框, 昨晚也跟其他两宗都说好了。 但那小子实在太嚣张了, 我觉得, 还是给他点教训吧。 的确嚣张, 不过本事也是有的。 除了他手里的那根棍子厉害以外, 他本身的实力, 也不容小觑, 防御力也很强大。 若想赢他, 估计至少也需要派一名肉身修为与他相当, 神魂修为比他高两级的弟子。 只是修魂的, 只怕很难打赢他, 除非巅峰境界, 或者更高的境界。 但是我们还要等着争夺第一座灵框, 毕竟那座灵框, 距离我们九天摇台较近, 不用驱走灵框之心。 而且, 里面还有我们需要的炼气材料, 九天摇台的高层, 低声商议着。 刘云则站在一旁, 脸色冰冷, 一言不发。 正在大家都决定, 直接让盛紫云游上去时, 刘云则突然冷声开口道, 让玉女峰的人上去吧。 他们刚刚不是很想上去吗? 我就不信,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们敢逊私舞弊。 其他人皆神色各异, 沉默片刻。 其中一名女子点头道, 那就让他们派一名弟子上去吧, 洪渊正合适。 我去问问。 这时, 另一名女子走向了不远处的山坡。 她似乎只踏出了一步, 便瞬间到了那处山坡之上, 上了飞船。 不多时, 一名身穿红裙身姿妙慢的女弟子 跟在她的身后走了过来。 洪渊见过各位师叔师伯。 九天摇台的高层, 皆看向了她。 刘云神情淡淡地开口道, 你们玉女峰不是想要上台比试吗? 第二场比试就由你们上去。 洪渊连忙道, 刘云师伯, 我们只是想比第一场, 第二场我们不想比了。 刘云眯了眯眸子, 道, 为何? 洪渊一脸心有余悸地道, 那少年太可怕了, 连刘云师伯的祖传宝剑都被打碎了, 谁还赶上去? 刘云眼角的肌肉抽出了几下, 冷着脸道, 如此说来, 你们玉女峰是没有人赶上去了。 洪渊恭敬道, 是的, 师伯。 随即她又目光一亮, 看向她身后的那名白群女子道, 对了师伯, 可以让孙师姐上去。 孙师姐的修为与弟子相当, 而且实力更强, 身上又有几件领宝, 绝对可以把那小子打趴下的。 刘云脸色冰冷, 并未说话。 她身后站着的孙云烟正要主动请英时, 她突然又冷声道, 洪渊, 还是你上去吧。 第一场, 我玉锦峰已经拍弟子上去了, 这一场, 该你玉女峰了。 你若是无法决定, 让你师尊过来, 我跟她说。 洪渊满脸为难地道, 师伯, 我不行的, 我害怕。 刘云冷着脸看着她, 不再说话。 这时, 旁边另一名女子开口道, 洪渊, 你修为比她高, 功法比她好, 身上还有灵宝, 怕什么? 我九天摇台, 还能怕了一个区区小国。 上去吧, 好好比试, 赢了她, 自然有丰厚的奖励。 此话一出, 洪渊顿时目光一亮, 道, 亲师伯, 什么丰厚的奖励? 那名女子指得道, 林露十平, 灵宝一剑, 高阶元十五块, 中阶元十二十块。 其他修炼资源, 你都可以再提。 洪渊一听, 顿时眉开眼笑, 师伯真大方。 好, 这第二场, 就由弟子上去吧。 哼, 弟子保证完成任务, 为我宗门一雪前耻, 打趴那个小子。 说吧, 狼手挺胸走向了站台。 这时, 刘云突然冰冷开口道, 洪渊, 你记住, 这场比试关系到我九天摇台的名声与荣耀, 各个宗门都在看着。 我知晓, 你们玉女风很看重台上的少年, 但希望你记住自己的身份和责任, 不要因小失大, 不要让天下人在背后飞翼和看清我九天摇台。 洪渊满脸凝重地拱手道, 师伯放心, 弟子知晓轻重。 说完, 踏上了站台。 徐兴和看了他一眼, 温生问道, 你师尊同意了吗? 洪渊恭敬道, 师尊不管是的, 玉女风的事情, 弟子可以自己决定的。 徐兴和点了点头, 提醒道, 小心, 这小子可不简单, 一直都是以弱胜强。 洪渊道, 多谢师伯, 弟子会很小心很小心的。 随即走过去, 看着对面的少年, 自我介绍道, 九天摇台玉女风洪渊, 修为归夷后期。 他并未介绍自己, 体魂双修。 按照彼师的规矩, 介绍其中一个最高的境界就可以了。 洛青州拱手道, 大言林霄宗楚飞扬, 修为归夷初期。 洪渊冷笑一声道, 大宗师巅峰境界, 怎么不介绍? 想趁机偷袭我, 打我个措手不及是不是? 洛青州淡淡地道, 仙子不是也没有介绍吗? 洪渊冷哼一声, 慌地拔出了一柄弯刀, 冷声道, 废话少说。 听说, 你倒棍子很厉害。 拿出来让我见识见识吧。 洛青州摇了摇头, 道, 对于有些人, 我喜欢用拳头。 这时, 徐清禾开口宣布道, 九天摇台对大言第二场比试开始。 小看我, 你会付出代价的。 洪渊手中弯刀寒芒一闪, 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流光冲了上去。 持我一刀, 刀芒爆射, 空气灼烧。 洛青州不避不让, 直接一拳打了上去。 拳芒与刀芒碰撞在一起, 响起了阵阵金属撞击的声音, 甚至有火花剑舌。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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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的速度越来越快, 招式越来越凶猛。 台下许多修炼者, 只能看到一黑一红两道身影, 在绽放的刀芒与拳芒中来回碰撞, 已经看不到了他们的面孔。 一股鼓如潮水般的气浪, 不断地向着四周席卷去。 又数百招后, 两人在猛烈地碰撞后, 接向后退去。 不错, 你的拳头果然很硬。 仙子的刀, 也果然很快。 两人互相吹捧一番。 洪云收起了手里的弯刀, 握着两只拳头冷声道, 忘了告诉你了, 其实我的拳头, 比我的刀更快, 更硬。 说吧, 忽得在原地消失不见。 碰! 洛青州一拳向着侧面砸去, 两只闪烁着拳芒的拳头, 猛然碰撞在了一起。 两人身子一震, 接向后退去。 但洪云身影一闪, 又一拳向着他砸了过来。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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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顿时挥舞着双拳, 如狂风咒语般砸向了对方, 拳拳相交, 拳拳倒肉, 越来越快, 越来越重。 足足数十分钟后, 两人方身子一震, 被气浪先地向后退去。 洪云握着拳头, 嘴里交喘着, 胸口起伏着, 额头上浸出了汗水, 冷声道, 没想到, 你竟然能这么硬。 洪云周感觉体内那处通王武王的关爱, 在刚刚连续不断地冲击下, 又变得薄弱了许多。 他体内热血激荡, 握紧双拳道, 我也没想到, 仙子竟然这么门抗。 洪云突然道, 认输吧, 我还没有使用权力和领保。 洪云周道, 仙子, 请用力。 哼! 洪云的全盲猛然变大, 像是一颗炮弹一般砸向了他的脸。 一拳迎了上去。 同时, 体内的能量, 开始向着那处通王武王的关爱冲刺。 碰! 双拳相交。 洪云周向后退去, 对方袭来的力量与他的力量猛然碰撞, 产生的力量推动着他体内的能量, 以更快更凶猛的气势, 冲向了那处关爱。 仙子, 再用力! 还是不够! 他握紧拳头, 满脸渴望和期待地看向对面。 洪云粗重地喘息着, 突然拿出了一面镜子, 冷笑道, 好, 既然你不主动认输, 那么, 就别怪我使用权力了。 说吧, 他把手里的镜子对准了自己的脸, 然后拿出了一只手帕, 对着镜子擦了擦额头上和脖子里的汗水, 又对着镜子眨了眨眼睛, 抿了抿嘴, 看了看脸上的粉袋, 这才收起了镜子, 重新握着拳头道, 很好, 我的妆没有花, 我要来了哦。 台下众人, 搞了半天, 你拿镜子出来, 试看自己的妆容啊, 还以为你那镜子是很厉害的法宝。 算了, 我还是速战速决, 早点结束吧。 红渊突然又松开拳头, 伸手在高耸的胸口摸了一下, 摸出来了另一面铜镜, 随即对准他道, 定。 杀。 镜面突然光芒一闪, 射出一道光柱, 直接把洛青州笼罩在了里面。 红渊冷笑一声道, 现在认输, 还来得及。 你是第一个, 与我碰撞了这么久, 还如此强硬的人, 我不想伤了你。 洛青州没有说话, 在光柱中握紧了拳头。 他胸口起伏着, 嘴里也在喘息着, 体内的能量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向那处关爱, 然后停在了那里, 等着外里的刺激。 这时, 台下的流云仙子突然冷声道, 红渊? 还在等什么? 你皈依后期的实力, 可以拿出来了。 红渊立刻神魂出窍, 驱使飞剑道, 看我万剑龟。 谁知正在此时, 他突然惊呼一声, 刚出窍的神魂立刻又缩回了肉身, 接着身子一软, 踉呛着后退了几步, 然后便双腿一软, 瘫软在地上。 哐当! 他手里的铜镜也滑落在了地上。 你, 你下毒? 他瘫坐在地上, 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随即愤怒道, 你, 你卑鄙! 台下众人, 皆是被这突变的一幕惊呆了。 那小子, 又下毒。 当初在大盐边境与飘渺仙宗比试时, 飘渺仙宗的弟子就中了招, 被打得魂飞魄散, 没想现在连九天摇台的弟子都中招了。 什么毒? 这么厉害! 站在角落里的徐星河愣了一下, 脸上露出了一抹狐疑之色。 洛青州同样愣了一下, 随即握着拳头走到了他的面前, 低声道, 仙子, 别这样, 我需要你打我。 红渊瘫坐在地上, 立刻信慕袁争道, 变态! 你把我毒到了, 竟然还说需要我亲你一下你才饶了我。 我红渊宁死不屈! 随即, 他又连忙看着徐星河道, 徐师伯, 弟子认输, 快阻止他! 徐星河立刻身影一闪, 掠了过来, 目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方看向眼前的少年道, 既然对方已经认输, 那你就不能再动手了。 洛青州嘴角抽出了几下, 徐星河又忍不住低声道, 你小子可真是让老夫大开眼见, 都在帮你。 洛青州, 徐星河抬起头, 面无表情地宣布道, 九天摇台对大言, 大言胜出, 进入决赛。 九天摇台, 淘汰。 站台下, 众人皆有些难以置信, 大言竟然又赢了。 大言竟然淘汰了九天摇台。 牛乍天了呀。 虽然下毒很卑鄙, 但是人家靠的是机智和实力啊。 那少年是本女侠的偶像。 而九天摇台那里, 众人皆面面相去。 只有刘云, 脸色阴沉, 看着极为可怕。 此仇不报。 我红渊室不为人。 你等着, 来日方长。 日后, 定要让你跪地求饶。 红渊从地上爬了起来, 说了几句狠话后, 便满脸怒气地走下了站台。 洛青州又在原地僵了一会儿, 方不得不收起了浑身的气势, 和体内已经聚集在那处关爱蠢蠢欲动的能量。 唉, 看来魅力太大, 也不是什么好事。 哼, 一旁的徐星河不禁又瞥了他一眼, 冷哼了一声。 洛青州没敢在台上逗留, 连忙走下了站台。 大言众人皆激动不已地欢呼着。 庄直言甚至兴奋地抱住了他道, 飞扬, 你是我大言的骄傲。 你是我林霄宗的骄傲。 你是老祖的骄傲啊。 九天摇台, 竟然被我们给淘汰了。 哈哈哈哈。 白衣衫也在旁边笑道, 飞扬, 好样的。 洛青州却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他就想好好打一场, 好好被虐一场, 然后顺顺利利激发体内潜力, 冲破关爱晋级, 怎么就这么难呢? 宁远大师双手核实道, 阿弥陀佛, 飞扬做得对, 我们大言已经与飘渺先宗仇恨难解了, 不能再与九天摇台结仇了。 若是杀了对方的弟子, 可就不好办了。 云上道人点头道, 飞扬还是知晓轻重的。 第一场时, 他用匕首割那个女弟子的脖子, 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哈哈, 我也是, 我差点就要上去阻止了, 其他人都兴奋地讨论着刚刚的比试。 洛青州正在想着事情时, 腰间突然传来一阵刺痛。 女皇陛下掐着他低声道, 刚刚在台上, 你跟那个叫红冤的眉来眼去干什么? 你舍不得打他, 他舍不得打你。 你们是不是早就有一腿了? 洛青州立刻否认, 真没有。 这时, 台上的徐兴和宣布道, 下一局比试, 飘渺先宗对蓬莱先导。 胜出者, 进入决赛, 与大言进行最后的争夺战。 此话一出, 大言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台上。 洛青州缓缓握紧了拳头, 心头暗暗道, 希望是飘渺先宗。 天边, 夕阳西垂, 已是傍晚。 但今日的比试并未结束。 蓬莱先导和飘渺先宗第一个上台的, 都是归翼中期境界的弟子。 而且更巧的是, 两人都是主修剑法。 在徐兴和宣布比试开始后, 两人便开始了精彩的决斗。 一时间, 整座站台上都是重重叠叠的剑影。 两人各自施展着精妙的剑法, 来回大战了数百回合后, 又开始神魂出窍战斗。 肉身持剑战斗, 一缕分魂驱使飞剑战斗。 战斗变得更加精彩起来。 台下的修炼者们, 揭幕炫神秘地看着。 又一刻钟过后, 蓬莱先导的弟子呼得失手, 神魂被对方的飞剑冻穿了肩膀。 接着, 肉身也被对方的剑芒所伤, 但对方并未成胜追击, 而且是立刻收起了飞剑和弓法。 蓬莱先导的弟子神魂归翘, 看了一下自己的伤势后, 竟直接拱手认输, 梁兄技高一筹, 在下认输。 对面也连忙拱手道, 侥幸而已, 张兄的剑法精妙绝伦, 在下着实敬佩。 两人又互相吹捧和谦虚了一番, 便和和气气地收起了剑。 这时, 台下众人方反应过来。 这场比试, 看来真的只是普通的切磋, 谁输谁赢, 估计两大先宗早就商量好了。 看来, 飘渺先宗跟蓬莱先导的关系, 非同一般。 他们两个宗门的实力, 跟九天摇台不在一个层次, 估计是想联手抗衡九天摇台。 哼, 就算他们加起来, 也不一定打得过九天摇台。 台下众人低声议论着, 蓬莱先导和飘渺先宗的重高层, 皆是一脸平静, 似乎对于比试的结果早已知晓。 站台上, 徐星和看了两人一眼, 开口宣布道, 蓬莱先导和飘渺先宗第一场比试, 飘渺先宗胜。 台上的两人走向了站台, 四周的议论声愈发嘈杂了起来。 大言这脸, 庄之言等人则都是神色凝重。 不知飘渺先宗给了什么好处, 蓬莱先导竟然甘心舍弃这座灵况。 哼, 看来人家早就商量好了, 谁输谁赢, 上台比试, 也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 不会是针对我们大言的吧? 刚好, 蓬莱先导被淘汰, 最后的决赛, 就是我们大言和飘渺先宗了。 的确有这个可能, 飘渺先宗估计是想在这场决赛上。 挽回曾经在我大言这里丢下的颜面, 还有趁机报复我们。 决赛不分场数, 不会是故意为我们大言设定的, 然后想要把我们大言赶尽杀绝吧。 我们又不傻, 打不赢直接认输和放弃就是了。 反正, 我们也得到一座灵矿了。 这时, 白衣衫开口道, 决赛不分场数, 之前的九州大会就是这样规定的, 并非是专门为了针对我们大言设定的。 只有灵矿这种修炼资源, 才会不分场数竞争, 毕竟一座灵矿, 甚至可以挽救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宗门, 只有三场比试的话, 大家都不会担心。 这时, 第二场比试开始。 蓬莱先导上去了一名手持短刀的女子, 而飘渺先宗则上去了一名身材魁梧, 赤手空拳的男子。 两人拱了拱手, 互相介绍着。 女子名叫宁慧, 皈依初期, 主修刀法。 男子名叫吴长空, 大宗师后期, 主修拳头。 从双方派上去的人选就可以看出, 双方的确只是为了相互切磋一下, 并没有想过要死斗。 这样一来, 台下准备看热闹的修炼者们顿时没了兴趣。 结果早已注定, 还有什么好看呢? 徐兴和开口宣布道, 蓬莱仙岛对飘渺先宗, 第二场比试, 开始。 女子先出刀, 随即一缕神魂飞出, 无数飞刀出现。 男子则施展拳法, 直接冲了上去。 两人的战斗, 看着都是用了权力, 并不是敷衍对战。 双方战斗了片刻, 越来越精彩起来。 台下刚刚还有所不满的修炼者们, 立刻都认真观看了起来。 不管这两个宗门背后有何勾当, 但现在的比试, 看起来都是动用了真的实力, 许多战斗技巧都是可以学习的。 而那些精彩的刀法和剑法, 也可以既在心里感悟。 大言众人也都在认真观看。 洛青州的目光一直都盯着台上。 只要是飘渺先宗的弟子和功法, 他一个都没有错过。 大言与飘渺先宗最终免不了会有一战。 如果不能在九州大会上 趁着比赛的规则大大折损对方的实力, 那么等待大言的将会是灭顶之灾。 边境的大蒙帝国也正集结兵力, 蠢蠢欲动, 只等着九州大会比试结束。 而飘渺先宗那些人估计也早就想好了, 到时候去大言讨债和报复。 所以这一战至关重要。 天边, 夕阳已经落入青山, 只剩下一丝的光线照耀在这座岛屿之上。 夜幕缓缓笼罩而来。 在彻底天黑之前, 飘渺先宗与蓬莱仙岛的第二场比试终于结束。 不出所料, 飘渺先宗再次赢了。 徐星和宣布道, 蓬莱仙岛对飘渺先宗, 飘渺先宗胜出, 进入决赛。 随即又朗声道, 明日大言与飘渺先宗将会进行最后的决赛, 决赛不分场数。 今晚双方可以先选定人选, 或者自行商量场数。 虽然以往的规则是争夺灵况的决赛, 不分场数。 但是老夫还是要多说一句, 双方最好还是先彼此商量一下, 固定一个场数。 这样的话, 到时候也不会因为鄙视太多, 伤亡太多, 伤了和气。 他当然知晓, 大言与飘渺先宗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说这些话也只是场面话而已。 如果双方可以冷静一下, 各退一步, 自然最好。 大言是这次九州大会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方势力, 经过今日的一战, 已经名扬天下, 而且已经夺得了一座灵况, 没必要再上台与飘渺先宗拼个你死我活了。 他清楚飘渺先宗的抵运。 虽然大言的后起之秀都很厉害, 但如果跟飘渺先宗的整体实力比起来, 还是太弱小了, 根本就比不过。 大言已经出境全国最强大的修炼者了, 修为最高者也不过是白衣衫, 但飘渺先宗却还有余力, 毕竟麾下还有许多国家和宗门的修炼者没有调动, 而且门内还有几个雷劫高手, 哪怕只出一个雷劫高手, 就能把大言所有的修炼者全部灭杀。 所以, 大言与飘渺先宗抗衡, 完全是以卵击石。 当然, 他并不清楚双方还有其他的什么仇恨, 若是飘渺先宗一心要对付大言, 那么大言也就只能奋起反抗了。 此时, 夕阳已经全部落山, 夜幕笼罩下来, 广场上的修炼者开始一边聊着, 一边陆续散去。 当大言众人准备离开时, 飘渺先宗的公养炎突然带着人, 向着他们走了过来。 白院长, 请留步。 白衣衫和大言众人, 皆停下了脚步。 广场上其他还没有离开的修炼者们, 也都停在了不远处, 好奇地观望着。 公养炎带着飘渺先宗众人, 停在了大言众人的面前, 开口道, 白院长, 老夫想问一下, 那个叫洛青州的少年, 真的是你的清传弟子? 白衣衫道, 是。 公养炎看向他身后道, 他人呢? 庄之言冷声开口道, 他去哪里了? 好像跟公养长老没有关系吧? 公养炎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道, 自然没有关系。 老夫只是想来跟他说一声, 他对兰淋说的那些话, 希望他明天还能在站台上说出来。 白衣衫开口道, 公养长老过来, 就是为了说这些话吗? 公养炎看向他, 神色平淡地道, 白院长, 老夫给过你们大言很多机会的, 可惜, 你们都没有珍惜。 最终闹到这种局面, 并不是老夫想要看到的。 但事已至此, 老夫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明日决赛, 我飘渺先宗也不会再像是之前那样, 讲究什么道义了。 老夫会亲自上台, 领教白院长的如道功法。 白衣衫淡然道, 白某也很期待公养长老的指教。 公养炎冷笑一声道, 决赛不限场数。 老夫明日倒是要看看, 你们大言到底有多少高手。 白衣衫没有再说话。 这个时候, 没必要与其成口舌之争。 岳阳楼突然开口道, 这次大会, 岳瑶没有来吗? 若是没有来, 还真是可惜了。 老夫很想看看, 他离开了我飘渺先宗, 现在是什么修为了。 白衣衫看向他, 正要说话,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他的修为很低, 但足够打死你。 此话一出, 不光飘渺先宗的众人, 看向发生之人, 大言众人, 也都转头看去。 岳阳楼眼中寒芒一闪, 看着他道, 说大话谁都会, 他若真有那个本事, 那老夫明日就在站台等着他。 到时候, 别怪老夫以大欺小就是了。 洛青州一脸平静地道, 当然不会怪你, 没有人会怪一个死人的。 场中突然寂静下来, 双方互相看着彼此, 都没有再说话。 四周围观之人, 也都静若寒蝉, 暗暗佩服着少年的胆大。 对方可是飘渺先宗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一风之主。 好, 很好。 岳阳楼点了点头, 脸上神情淡淡, 放心吧, 你杀了我飘渺先宗那么多人, 老夫不会让你轻易死去的。 老夫会让你亲眼看着, 你身边的这些人, 一个个凄惨死去, 然后再亲眼看着大盐灭亡。 最后, 说到此, 他的目光又看向了大盐人群最后面, 被一名女子抱在怀里的婴儿, 道, 最后, 老夫会让他亲眼看着你, 被斩掉脑袋, 灭掉神魂, 灰飞烟灭。 走吧。 弓阳炎转身离开, 飘渺先宗其他人, 也都目光阴沉地, 看了大盐众人一眼, 跟在身后离开。 岳阳楼离开时, 又看着他说了一句, 蓝灵会亲眼看着你死去的, 他的肉身被你打断了所有的生机, 但没关系, 老夫会重新帮他找一具更好的肉身的。 告诉月瑶, 蓝灵一直都很羡慕他。 说完, 他转身离开。 洛青州站在原地, 目送着他的背影, 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情绪, 只是体内的雷铃之根在滋滋作响。 同时, 他体内的五脏六腑皆在变换着各种色彩。 那五眉灵果的色彩。 身后, 不远处的树林中, 一袭白裙的少女正安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他的背影。 在他身旁, 一人抱剑, 一人绣花。 月光洒乱下, 被浓密的枝叶裁剪成了点点星光, 点缀在他们的身上仿佛一幅唯美的画像。 小姐, 姑爷好像要突破了。 小姐, 你是不是说过, 等姑爷突破五王以后, 就可以欺负你了? 缠缠, 小姐没有说话, 默认了。 小百灵好怕怕, 等姑爷欺负完小姐后, 就要轮到小百灵了。 可是小百灵只想永远都做一个粉粉嫩嫩冰清玉节的小百灵骂。 呜呜, 对了缠缠, 姑爷喜欢什么样的肚兜? 你能借我一件吗? 夜深人静。 海风从崖边吹来, 带着一些心事的凉意。 洛青州站在帐篷外, 想着事情。 帐篷里, 女皇和宝宝已经睡着。 月娥安静地站在她的身后, 目光温柔地看着她。 月影则站在旁边, 握着腰间的剑柄, 面容冷酷地看着别处, 似乎并没有注意她。 但当洛青州抬起脚步时, 她突然开口道, 你要去哪里? 随即又道, 陛下吩咐, 让你早些休息。 洛青州看向她道, 那我可以去方便一下吗? 月娥在后面偷笑。 月影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抬起脚步, 直接走向了仙云阁的帐篷, 在白弯的帐篷外停下道, 白姑娘, 我可以进去吗? 月影看着她的背影, 眉间抽搐了一下。 洛青州站在帐篷外, 白姑娘,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这时, 里面突然传来了罗长的娇笑声, 飞扬, 我和温儿已经睡下了, 都只穿了肚兜哦。 不过你要是想进来, 可以直接进来就是, 刚好罗姨也想跟你说说话。 洛青州尴尬了一下, 指得道, 打扰了。 说完, 她连忙转身离开。 走出一段距离, 她又抬起头, 看向了四周的树林和其他帐篷。 这时, 身上的传讯宝蝶呼得震动了一下。 她拿出来看了一眼, 连句谢谢都没有吗? 洛青州, 谢谢, 粉忧仙子, 没点诚意。 师姐问你, 要怎么报答她, 洛青州, 红渊仙子大恩, 在下无以为报, 只能记在心里, 来是做牛做马再报了, 粉忧仙子。 师姐说, 要你现在做牛做马, 洛青州, 抱歉, 我已经是其他人的牛马了, 粉忧仙子, 除了女皇, 还有谁? 洛青州, 还有很多人, 我数不清, 粉忧仙子, 洛青州, 粉忧仙子。 你们三大仙宗, 应该早就商量好了吧? 粉忧仙子, 看起来的确是商量好了, 不过最后一座灵矿, 我们九天摇台, 肯定是要争的洛青州, 红渊仙子帮我, 你们宗门会惩罚他吗? 粉忧仙子, 会, 所以他需要你给他报仇, 洛青州, 我知道, 你们想要我加入九天摇台, 不过我已经说的, 很清楚了, 我暂时, 还不会考虑粉忧仙子, 如果月摇加入了呢? 你会立刻考虑吗? 洛青州心头一动, 他加入了吗? 粉忧仙子, 我只是在问你, 你会不会跟他一起加入? 洛青州, 不会, 粉忧仙子, 为何? 你不是跟他关系很好吗? 在边境末城, 他甚至牺牲自己的魂魄帮你, 洛青州, 仙子从哪里听说的? 粉忧仙子, 不止你妖族有人, 我师尊也有, 洛青州, 情妖仙子, 似乎对于我们的事情尤其在意, 不止一次悄悄来大言偷窥了, 仅仅只是因为, 看中我们的天赋吗? 粉忧仙子, 是的, 师尊很看中你们,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 为何不愿意跟他一起, 加入我们九天摇台, 洛青州? 我之前已经说了, 我有自己的家人, 我要保护他们, 和陪着他们, 所以暂时不能离开, 即便只是加入, 也不行, 因为我代表着大言, 大言从未依附过任何一个宗门, 粉忧仙子, 我知道你身份特殊, 可是我们要的是你, 又不是大言, 我们对大言并无任何兴趣, 当然, 如果你和月瑶加入我们九天摇台, 我们自然也会给予你们国家帮助, 洛青州, 仙子还有别的事情吗? 我要修炼了, 粉忧仙子, 明日小心, 飘渺仙宗对于那座灵矿志在必得, 会出动所有的力量, 而且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们大言, 洛青州, 我知道, 多谢仙子关心, 粉忧仙子, 那不打扰你了, 有什么事情, 尽管找我, 洛青州又到了县, 收起了传讯宝碟, 他正要离开时, 突然发现, 帐篷门口的帘子已经掀开, 一袭白裙的少女正无声无息地站在那里, 神色冰冷地看着他, 洛青州连忙道, 白姑娘, 白威尔又目光冰冷地看了他一会儿, 方开口道, 他说, 你有九天摇台的仙女就够了, 不需要, 再找他, 洛青州一江, 连忙解释道, 我跟九天摇台的那名女弟子, 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普通的朋友, 他帮我, 只是因为想要让我加入他们九天摇台, 我发誓, 白威尔又冰冷地道, 他知道, 你又要, 发誓, 所以, 他说, 啊, 洛青州, 白威尔似乎已经完成了任务, 没有再说话, 转身进了帐篷, 洛青州连忙道, 白姑娘, 我明天就要上台跟飘渺仙宗比试了, 生死不知, 所以我今晚想要见见他, 可以吗? 帐篷里的白威尔, 没有再回应, 洛青州又等了许久, 方叹了一口气, 样样离开, 不远处的树林中, 一顶帐篷的帘子, 悄悄掀开, 一颗脑袋叹了出来, 小姐, 姑爷看着好可怜, 想你想得都快要哭了, 要不, 小姐待会儿附身在蝉蝉身上, 或者, 小百灵的身上, 去安慰安慰姑爷吧, 嘿嘿, 可以让姑爷当小毛驴哦, 对了蝉蝉, 你怎么那么小气, 跟你要个肚兜你都不给, 不给就算了, 还给人家两条红绳, 人家要红绳干嘛? 更奇怪的是, 你竟然还给小姐的桌上, 放了两条红绳, 小姐要红绳干嘛? 说啊, 你怎么不说话? 咦, 你那是什么眼神? 是嫌我笨吗? 小姐, 你知道红绳是干嘛的吗? 啊, 蝉蝉, 你干嘛? 你弄人家头发干嘛? 咦, 你给我扎个双马尾干嘛? 人家本来就已经很可爱了, 你再给人家扎个双马尾, 你还要不要人家出去见人了? 外面的人都被人家给可爱死了, 怎么办? 嘖嘖, 双马尾真的好可爱耶, 缠缠, 给小姐, 也扎个, 明天我们三个都扎着双马尾出去, 先把姑爷吓得跳起来, 再把姑爷给可爱死, 嘿嘿嘿嘿, 洛青州回到帐篷后, 先拿出剑体时, 查看了一下数据, 见数据正常后, 又检查了一下储物界里的东西, 这才安心躺下, 这几晚都没有好好睡觉, 今晚就睡个好觉吧。 正在他准备闭上眼睛时, 呼地抬起头, 看向了帐篷后面, 一道人影钻了进来, 然后走到床前, 脱了外衣与鞋袜, 上了床, 钻进了他的被子里, 贴在了他的胸口, 洛青州闭上了眼睛, 手伸进了他的衣服里, 道, 我不用睁开眼, 就知道是师叔。 灵狐青竹安静地依在他的怀里, 没有说话。 洛青州道, 师叔是担心明天的鄙视吗? 没事, 这一天, 我已经期待很久了。 灵狐青竹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道, 我只是担心, 连九天摇台的仙子都被你降服了, 洛青州, 好吧, 再解释一遍, 我跟洪渊仙子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而已, 他之所以帮我, 是想让我加入九天摇台, 并没有别的意思。 灵狐青竹低声道, 加入九天摇台后, 他们就可以让你惦他们了。 洛青州, 师叔, 没发现, 你也会吃醋。 灵狐青竹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低头亲吻了一下他一下, 啊, 我知道, 师叔担心, 我去了九天摇台后, 被那些仙女们迷住了, 再也不会去找师叔了, 对吗? 放心吧, 我已经拒绝他们了, 无论我以后去哪里, 都会带着师叔的。 灵狐青竹沉默了一下, 又道, 你师父说, 他以后会一辈子跟我在一起的。 嗯, 你们师姐妹, 真是情深意欠, 令人感动。 明天还要比试, 我, 我走了, 松开。 师叔好大, 好大胆, 外面那么多人看着, 你都敢进来, 现在出去会被人发现的, 明早再走吧。 那你松开, 让我抱一下怎么了? 我不仅要抱, 还要咬, 嗷呜。 灵狐青竹身子一颤, 闭上了双眼。 一夜时光, 悄然而过。 一日, 阳光明媚。 洛青州醒来时, 师叔已经悄然而去, 外面的树林里, 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众修炼者, 都在向着前面的广场和站台赶去。 洛青州起了床, 在乐舞的服饰下洗漱完毕后, 出了帐篷。 白院长和其他人, 早就起来了。 看到他出来后, 一行人一起向着站台走去。 白衣衫低声问道, 飞扬, 月瑶姑娘没有来吗? 洛青州向着四周看了一眼, 道, 应该来了, 但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白衣衫沉吟了一下, 道, 今日比试, 飘渺先宗肯定会全力以赴, 我们见好就收, 不可冲动。 洛青州道, 学生知晓。 白衣衫又问道, 第一场, 谁先上? 洛青州看向了前方的站台, 道, 我吧。 我想看一下, 我能打几场? 白衣衫的目光也看向了前方的站台, 道, 大宗师巅峰境界, 皈翼初期境界, 在我们大眼肯定是无敌了, 但对飘渺先宗来说, 先生。 洛青州打断了他的话, 道,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 没有告诉你们。 哦? 白衣衫文言一正, 什么秘密? 洛青州笑了笑, 目光看向了站台对面飘渺先宗的人, 道, 待会儿上了站台, 先生自然就知道了。 话说, 月姐姐还有一个秘密, 没有告诉她吗? 这时, 徐兴和已经走上了站台。 站台对面, 飘渺先宗的众高层和数百名弟子, 都早已聚集在了那里。 九天摇台和蓬莱仙岛的人, 也都陆续赶来。 此时, 朝阳已经全部升起。 徐兴和站在站台上, 又等待了片刻, 方开口宣布道, 飘渺先宗对大言, 现在开始上台, 签订生死契约。 一人签订, 其余人皆有效。 决赛不分场数, 败者淘汰, 胜者可下台休息, 直到对方认输。 清晨, 朝阳似火。 整座站台被阳光洒满, 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泽, 璀璨耀眼。 站台下, 万众瞩目。 在徐兴和宣布比试正式开始时, 洛青州第一个走上了站台。 台下, 顿时响起了众人的议论声。 也许还有很多修炼者不认识他的面孔。 但只要是在这里的修炼者, 几乎都听说过他当初的故事。 以一己之力, 连杀飘渺先宗庶名天才弟子, 吓得其他弟子不敢上台。 让身为九州大陆最顶尖的先门之一的飘渺先宗, 杀雨而归, 丢尽颜面。 那一场鄙视, 他一战成名。 而在昨天的鄙视, 他再次名扬天下, 震惊了所有的人。 本以为他会见好就收, 带着无数人的赞叹和羡慕退下。 谁知, 他竟然又出乎意料地走上了站台。 他的对手, 依旧是飘渺先宗的人。 但这一次, 他还有那么好的运气吗? 当然不会再有。 因为这一次, 飘渺先宗出场的将不会再是那些年轻的弟子, 而是身经百战, 修为更加高深的高手。 因为他们不仅要得到这座灵矿, 还要把曾经丢失的颜面, 全部拿回来。 同时, 他们还要报复。 台下众人暗暗感叹, 这少年的冲动和不知进退的自大。 刚则一蛇, 柔则长存, 这少年成功得太快, 已经忘记危险了。 这样下去, 免不了夭折的命运, 明眼人都知道, 飘渺先宗这次要动真格的了。 他大言有多少底蕴, 敢与人家搏命。 九天摇台和蓬莱仙岛的高层, 也都在低声议论着。 的确是个好苗子, 以大言的评级, 竟然能够成长出这么一个天才来, 很不易。 可惜, 就是太冲动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有点相似曾经的月瑶? 都是世间少有的天才, 都很倔强和冲动。 当初那丫头若是稍稍懂得退让, 又如何会落得, 如今泯然众人的静顶。 站台上, 洛青州签下了大言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 飘渺先宗也有一名弟子上来, 签下了名字。 那名弟子看了他一眼, 又立刻走下了站台。 此时, 在飘渺先宗那里, 众人正在讨论着该让谁第一个上去。 他们本来以为大言第一个上来的, 可能会是白衣衫和其他人, 没想到, 竟然又是这个跟他们有着深仇大恨的少年。 虽是如此, 但这第一场比试就直接上去一个长老, 的确不太合适。 第一, 我们是飘渺先宗, 九州大陆最强大的三大先宗之一。 第二, 对方只是一个少年, 即便赢了, 也挽回不了任何颜面, 反而会被人永远在背后嘲笑。 那就先上去一个年轻弟子吧。 可是对方, 越阳楼突然拿出了一只赤红色的小顶, 道, 不用担心, 第一场, 直接让圣子上去就是了。 圣子同样是体魂双修, 肉身大宗师巅峰, 神魂皈翼中期, 比他修为要高一个境界。 同时, 身上还有混沌战甲, 再加上他的天赋神通和身上的灵宝, 以及老夫这只宝顶, 即便杀不死对方, 也绝不会有事。 其他人一听, 接点头道, 若是圣子上去, 的确不拒那小子。 公扬颜沉吟了一下, 转过头, 目光看向了后面。 这时, 站在最后面的一名青年弟子, 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大声哭道, 大长老, 不要, 不看看弟子啊, 弟子不行, 真的不行啊, 弟子要拉了, 公扬颜, 草。 你这耸淡, 你哪只眼睛看到大长老在看你了? 老子打不死你。 这时, 一名中年人冲了上去, 一边怒骂, 一边拳打脚踢。 其他人视而不见, 并未劝说。 这时, 一名身穿蓝袍的瘦高青年, 从人群中走出, 来到了公扬颜的面前, 拱手道, 师伯, 弟子愿意上去, 为我飘渺先踪一雪前耻。 公扬颜满脸, 欣慰地看着他道, 林峰, 我飘渺先踪全踪上下, 都对你抱着极高的期望, 老祖也曾多次亲自出关指点你。 老夫知道, 你不会让我们失望。 这时, 岳阳楼把手里的小顶递了过去, 又给了他几张符路, 叮嘱道, 不用讲究什么大宗风范和道义, 那小子卑鄙阴险, 偷袭暗害我飘渺先踪多名弟子。 你上去后, 只管全力以赴, 可以施展任何手段, 不用担心别人的看法。 只有赢了, 才有脸面。 林峰接过小顶和福禄, 恭敬道, 多谢岳师叔, 弟子明白。 说完, 便抬起头, 看了台上的少年一眼。 金色的阳光, 落在那少年的身上和脸上。 对方的目光, 也正看着他。 林峰目光一宁, 走向了站台。 恭阳岩似乎还有些不放心, 突然又道, 林师直, 你是我飘渺先踪的圣子, 绝不可以出现意外。 如有危险, 立刻下来, 我宗门还有这么多人, 不怕拿不下他。 林峰拱手道, 弟子领命。 说吧, 大步走上了站台。 在下飘渺先踪林峰, 修为归义中期。 在下大眼楚飞扬, 修为归义初期。 两人自我介绍, 都很简短, 都只说了神魂的修为。 徐兴和退到角落, 宣布道, 大眼语飘渺先踪, 第一场比试, 开始。 林峰并未成让, 瞬间在原地消失不见。 洛青州的身前, 空气突然开始扭曲, 温度骤然升高, 同时, 一道硕大的拳芒突然亮起。 哄! 两人硬碰硬对了一拳。 洛青州身子一震, 向后退去, 不待他站稳, 林峰的第二拳, 第三拳, 都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洛青州没有施展雷电, 也没有施展任何弓法, 只是举起拳头, 与对方以肉身的强硬对战。 而此时, 在他的体内, 一股股浩瀚的能量, 在双方拳头重重碰撞之时, 趁机冲向了那处关暗。 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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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的拳头, 在刺眼的拳芒下, 不断地碰撞着。 速度越来越快, 力量越来越大。 而两人的身影, 也在气浪中闪略不止, 呼东呼吸, 忽上忽下, 很快便看不清晰。 又数百拳后, 两人在爆炸的气浪中, 向后飞去, 落在了地上。 临风的拳头, 突然变成了赤红色, 四周的空气, 突然如潮水一般, 向着他的拳芒聚集而起。 哄!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 硕大的拳芒, 带着巨大的风暴火焰,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着洛青州咆哮而来。 洛青州不避不让, 拳头也突然变大, 四周的空气突然扭曲变形, 体内的能量汹涌而出。 混沌开天第一式, 轰! 两人的拳头, 再次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宛若两只硕大无棚的铁锤, 在碰撞之时,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拳芒爆炸, 气浪汹汹。 站台四周的光照, 皆被冲击地向外扩散, 闪烁不止。 临风向后退了十余步, 眼中露出了一抹惊异之色, 随即再次握紧拳头, 冲了上去。 拳的拳头又一次开始了猛烈而急速地碰撞。 台下众人看得目眩神迷。 整座站台皆被拳影和拳芒笼罩, 已经看不清了两人的身影。 有半个时辰过后, 两人终于在爆炸的气浪中分开。 此时, 两人接额头沁着汗水, 嘴里粗重地喘息着。 这种高强度连续不断地激烈对积, 最为消耗体力和体内的能量。 临风突然收起了拳头, 目光冷然地看着对面道, 你果然很强, 难怪, 能打败我那些师弟师妹。 洛青舟握着拳头道, 可惜, 你有点弱, 还能再用力点吗? 他感觉快了, 但是, 还差那么一点点,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临风神色淡然地道, 你我都清楚, 我们刚刚都只用了肉身修为的实力。 你既然觉得不过瘾, 那么, 我们就用全力吧。 早点结束, 也好早点给其他人腾出时间, 你觉得呢? 洛青舟看着他, 你确定要我用全力? 临风冷笑一声, 周深突然出现了七道剑影, 同时, 手里出现了一只赤红色的小顶, 道, 真以为你打败了他们, 就天下无敌了。 告诉你, 在我飘渺仙宗面前, 你大言永远都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区区小国。 今日, 我临风, 必要让你见识见识, 我飘渺仙宗, 真正强大的实力。 说吧, 周深七道剑影, 呼得嗡名一声, 开始快速旋转起来。 同时, 他仰起了手里的赤红色小顶, 嘴里念念有词, 那小顶刷地射出一道红色光柱, 把洛青州笼罩在了里面。 这时, 他长发飘飘, 浊然而立, 嘴里开始念着剑诀, 一栋山河, 光耀九州, 邪天之威, 战, 谁知不待他念完, 洛青州呼得在那道红色光柱中消失, 瞬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拳头上突然绽放出了五色雷电, 滋滋作响, 轰隆一声, 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胸口。 他胸前的剑影与护体光照, 以及法宝护盾瞬间如指一般破开。 同时, 他提表凝线而出的混沌战甲, 也咔的一声, 凹陷了下去。 他被一拳打飞了出去。 不待他落地, 两只闪烁着五色雷电的拳头, 又轰然砸落在了他的胸口。 碰! 他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这时, 台下的公羊炎慌忙急声喝道, 住手! 第一场我们认输。 洛青舟停在原地, 没有再出拳。 但他周身的空气仿佛突然扭曲了一般, 在不断地晃动着。 同时, 他的身上, 他的拳头上出现了一丝古老苍凉的可怕气息。 凌风中了三拳, 刚摔落在了地上, 便立刻又从地上跳了起来。 他站在原地, 胸口凹陷, 嘴唇颤抖, 瞳孔渐放大, 嘴里的牙齿开始打颤。 在他胸口凹陷的地上, 竟突然出现了一道漩涡, 吞噬着他的胸膛和体内的血肉。 接着, 他的整个身躯开始快速膨胀起来。 凌风! 公羊颜见此一幕, 顿时脸色大变, 慌忙跃上站台想要救援, 但却被站台外的光照拦住。 碰! 突然一声爆响。 凌风的整个身躯, 甚至包括他的神魂, 竟猛然爆炸而开, 化为了漫天血雾。 同时, 三道全盲化作的漩涡, 暴露在了血雾之中, 快速消失。 这时, 站台上扭曲的空气, 方渐渐恢复了正常。 台下数千围观者, 戒备一幕突兀的一幕, 惊得鸦雀无声。 公羊颜悬浮在站台光照外, 嘴唇颤抖, 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无比。 这是, 上古神拳, 混沌开天拳。 怎么可能? 这套拳法, 不是说数万年前, 就已经随着七星真人的陨落, 而失传了吗? 蓬莱仙岛的人群中, 几名老者满脸惊疑和愕然的表情。 这时, 凌峰肉身与神魂化作的血舞, 渐渐洒落在了站台的地面上。 徐兴和目光复杂地看了眼前的少年一眼, 开口宣布道, 大言对飘渺先踪第一场比试, 大言胜。 大言众人皆激动欢呼。 庄之言兴奋地道, 飞扬, 好样的。 四周其他修炼者皆是面面相去。 大言竟然又赢了。 站台上, 洛青州的目光看向台下飘渺先踪的人, 道, 第二场, 依旧是我。 这句话, 何曾熟悉? 当初在大言边境, 他连杀飘渺先踪数名弟子也说的是这样的话。 所以此刻, 在听到这句话后, 飘渺先踪中高层, 皆握紧了拳头。 而那些弟子则身子一颤, 脸色发白。 躲在最后面的朱玉峰, 直接吓得脸色煞白, 两股战战, 开始低着头, 偷偷向后溜走。 四周渐渐安静下来。 徐兴和的目光也看向了下面, 并未开口催促。 好, 很好。 这时, 飘渺先踪一名批发中年人突然走了出来, 目光英智地看着台上道, 老夫就怕第二场不是你。 说吧, 他抬起脚步, 只一步便缩地成寸, 走上了战台。 老夫飘渺先踪红江, 临天风风煮, 只修肉身, 修为五王初七, 主修全。 他话刚说完, 一股强大无匹的气血之力, 呼得在整座战台上弥漫。 而他脸上的古铜色皮肤, 在朝阳的映照下, 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即便是宽大的衣袍, 也遮不住他魁梧的身躯。 台下众人, 顿时惊呼出声。 竟然是五王觐见! 若武身能够修炼到五王, 那得多大的天赋和毅力啊。 而且消耗的修炼资源, 只怕比皈依境界消耗的要多很多倍, 也就只有像是三大先宗这样的大宗门, 才能够养得起。 听说整个九州大陆, 也不过只有十几个五王, 而且大多都在三大先宗。 缥缈先宗, 这是真的动怒了, 竟然直接出动一个五王, 而且还是一封之主。 哼, 他们也就只能出动五王了, 连引以为傲的圣子都被别人给杀了, 还能怎么办? 再也不拿出最厉害的, 只怕到时候人都要被那少年给杀完了。 泽泽, 真没有想到, 堂堂飘渺先宗, 当初咱们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的先宗, 竟然被一个少年给逼成了这样。 说起来, 他们倒霉, 好像还是从那个叫月瑶的离开后开始的。 而他们, 这百年来最高光的时刻, 也是从那个叫月瑶的横空出世开始。 巧的是, 那个叫月瑶的, 刚好也是大研的人, 跟台上那个少年是一个国家, 哼, 果然是人在座, 天在看。 我师父当初就说了, 飘渺先宗如此对待那个少女,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大先宗的所作所为, 肯定会受到报应的, 果然如此。 站台上, 徐兴和看了眼前的中年人一眼, 淡淡一笑, 没想到洪风主亲自出战了。 洪江神色淡然道, 老夫也不想上来以大欺小的, 只是这少年太过嚣张, 残杀我飘渺先宗那么多人。 老夫说不得要上来教训教训他, 让他知道一些道理了。 随即又道, 徐长老, 老夫可以出战吗? 徐兴和点头道, 按照规矩, 当然可以。 飘渺先宗和大研的任何人, 都可以出战。 说完, 他开口宣布道, 飘渺先宗对大研, 第二场比试, 开始。 洪江的目光, 看向了对面的少年, 身上的宽大衣袍, 突然融化消失, 露出了里面的静装, 和他那魁梧的身躯, 和鼓起的肌肉。 更强大的弃血之力, 突然从他的身上升起。 仅仅只是这些自然散发, 而出弃血之力, 皈依境界以下的神魂, 都会望而却步, 不敢靠近。 小子, 别说老夫已大欺小, 老夫可以先让你三拳, 三拳过后, 老夫再送你上路。 洪江握着拳头, 神色淡然地道。 台下, 大言众人皆神色凝重, 平住了呼吸。 洛青舟突然拿出了那根漆黑木棍, 道, 那我可以用棍子吗? 洪江看着他手里的棍子, 瞳孔呼地缩了一下, 冷笑一声道, 既然你不愿意, 那老夫就不跟你废话了。 杀偶缥缥先宗的人, 你就该知道后果。 说吧, 他轰得一拳打出, 一股恐怖的气息, 带着宛若奔雷般的全盲, 向着洛青舟急射而来。 那全盲所过之处, 空气突然扭曲燃烧, 变成了红色。 洛青舟体内早已准备的能量, 立刻开始向着那处关爱涌动聚集。 他不避不让, 直接挥起拳头, 迎了上去。 碰, 一声爆响。 他突然浑身一震, 整个身子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得倒飞而出, 重重地砸在了后面的站台光照之上。 若不是那道光照, 他已经飞出了站台。 武王的一拳, 竟如此恐怖? 洛青舟不禁反省, 立刻稳住体内激荡的气血和能量, 身影一闪, 握紧拳头, 主动冲了上去。 洪江眼中露出了一抹惊异之色。 两人相差了一个大境界, 实力可谓是天壤之别, 但对方应接了他一拳后, 竟然安然无恙。 这等肉身的防御力, 非同小可。 再接老夫一拳。 他眼中利色一闪, 一拳挥出, 整个站台的空气猛然一致, 全盲如陨石坠落一般, 呼啸而去。 碰。 洛青舟再一次被砸飞了出去。 洪江眼中杀鸡蹦射, 身影一闪, 掠了上去, 又猛然几拳砸向了他的脑袋。 自, 洛青舟的身上突然出现了一条白色的雷电。 随即他在原地消失不见, 洪江蓄积亮的拳头几乎没有任何迟疑, 又猛然砸向了自己的身后。 这一次, 洛青舟没有躲避, 立刻挥拳迎了上去。 仿佛饥渴许久的人看到了甘甜的泉水。 碰。 双拳撞击, 一股恐怖的力量袭来。 他再一次飞了出去。 哇! 这一次, 他体内气血翻涌, 突然吐出了一口鲜血。 同时, 体内那股能量再次借此力量, 轰的一声, 冲向了那处关爱。 关爱开始出现裂痕。 洛青舟落在地上, 来不及擦拭嘴角的鲜血, 对方可怕的拳头再次砸向了他的面门。 来得好! 他猛然一拳打了上去, 同时, 体内的能量再一次冲向了那处关爱。 碰! 他又被打飞了出去。 体内, 那处关爱上出现了更多的裂痕。 他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又立刻从地上站了起来, 嘴里哇的一声, 又吐出了一口鲜血。 这一次, 他的脑袋有些发晕, 体内的气血晃荡不止。 对方的实力, 的确非常强大。 这就是五王的实力吗? 这一刻, 他心头亢奋, 更加期待了。 坚持住! 他马上也能拥有了! 你这肉身的强悍, 的确有些出乎老夫的意料。 看来, 老夫不得不动用全力了。 红将目光淡然地看着他, 两只拳头上突然出现了黑色的漩涡。 四周的天地气息, 接向着他的双拳快速涌去。 洛青州见此, 身上光芒一闪, 凝现出了龙铃铠甲。 他暂时不能再使用雷电了, 因为雷电会耗费大量的能量。 而此刻, 他的肉身正是需要能量的时候。 快了! 就快突破了! 只要他能够再坚持两次。 哄!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响起。 两只硕大的拳头猛然砸向了他,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 洛青州依旧没有避让, 咬紧牙关再次挥舞着拳头迎了上去, 那坚毅的双眸在全盲的映照下, 亮若星辰。 台下四周, 众人惊呼, 这少年, 竟然还敢应见! 这是要活活被打碎肉身啊! 而大言众人更是紧张地紧绷身子和心弦。 就连乐舞怀里的宝宝也突然安静下来。 哄! 一声爆响! 洛青州被砸飞了出去, 飞在半空中时, 他猛然吐出了一口大鲜血, 身上的护体光照, 甚至是龙鳞护甲, 都支离破碎。 他重重地撞击在了后面的站台光照上, 又被光照反弹了回去, 狼狈地摔落在了地上, 嘴里再次喷出了一口鲜血。 但是他, 竟然又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台下, 突然都安静下来。 洪江瞳孔缩了缩, 握紧了拳头, 再次走向了他, 拳头上的黑色漩涡旋转得更加快了。 这时, 台下的大言女皇突然颤声喊道, 我们大言认输。 杀! 话语刚落, 洪江的身影已经到了洛青州的境前, 轰的一拳砸向了他的心口。 徐星和看了台下一眼, 淡淡地道, 他还能说话, 所以需要他自己开口认输。 但这时, 洛青州已经又被一拳砸飞了出去。 咔! 他的胸口向下凹陷, 整个人如滔天巨浪中的一片树叶, 被全盲风暴席卷着, 飞向了后面的站台光照, 重重地撞在了上面。 台下, 飘渺仙宗众人, 脸上露出了快意的宁笑。 而那些弟子, 心头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小子, 终于要被打死了。 洪师伯果然厉害! 朱玉峰站在最后面的一棵大树下, 看着台上的荧幕, 依旧不敢靠近, 嘴里喃喃地道, 他还没死呢? 这个时候, 才是最危险的那小子卑鄙阴险, 说不定是装的, 砰! 洛青州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身上的衣衫已经被鲜血染红, 整个人看着奄奄一息。 但这时, 他竟然又挣扎了一下, 从地上站了起来。 台下众人寂静无声, 洪江的脸色有些变了。 他握紧了拳头, 拳头上的黑色漩涡突然开始变大, 嘴角露出了一抹凝笑。 好, 老夫, 就再给你最后一拳。 四周的天地气息再次向着他的拳头, 急涌而去。 台下突然响起了白衣衫的声音, 飞扬。 庄直言也在急声喊道, 飞扬, 快认输啊, 以后还有机会。 而站台上, 徐星河看着眼前浑身浴血的少年, 也忍不住开口道, 你还能说话吗? 四周, 突然寂静下来, 广场外的山坡上, 一道雪白身影站在那里, 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绝美无瑕的容颜上, 依旧平静无波。 洛青舟抬起手, 缓缓擦拭了一下嘴角的血迹, 开口道, 我在等他认输。 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 洪将顿时凝笑一声, 蓄满力量拳头, 猛然砸出, 带着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和宛如洪流般的恐怖气势。 碰! 两人拳头重重地碰撞在了一起, 但令所有人难以置信的是, 那看着已经摇摇欲坠的少年, 这一次, 不仅没有被一拳给打飞, 还稳稳地地站在了那里。 爆炸的气浪, 恐怖的力量, 仿佛只是一阵微风, 只吹动了他的衣衫和长发。 他伸着拳头, 宛若磐石般立在风暴之中, 纹丝不动。 而对面的红江也伸着拳头, 钉在了那里, 眼中的瞳孔开始收缩。 哄! 洛青州的体内突然响起了一声暴响。 宛若决堤的洪流冲向了前方, 汹涌而奔腾的力量涌向了他的手臂, 又涌入了他的拳头。 这一刻, 他浑身的气息骤然一变。 同时, 他胸口的凹陷竟然也奇迹般地愈合。 哄! 全忙暴射! 红江竟然身子一阵, 倒飞而出。 他刚落在地上, 一只带着五色雷电风暴的金色拳头, 突然又砸向了他的面门。 同时, 一股令他恐惧的气息扑面而来。 他顿时怒吼一声, 挥舞拳头, 迎了上去, 体内的原力汹涌而出。 碰! 两只拳头又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这一次, 他的拳头突然开裂, 手臂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力量而向后弯折。 接着, 那只金色拳头带着他的拳头重重地砸在了他的面门上。 他被砸飞了出去。 同时, 他的脸骨竟然咔嚓一声, 被砸得粉碎。 他的半张脸, 凹陷了下去。 可是不待他落地, 又一只闪烁着五色雷电的拳头, 带着混沌风暴漩涡, 轰的一声, 砸在了他的脸上。 碰! 一声爆响, 仿佛西瓜破裂的声音。 他的脸, 以及整个脑袋, 竟然全部被砸得碎裂而开, 在刺眼的全盲风暴中化为了一盆血雾, 漫天飞洒。 他的无头尸体, 狼狈地摔落在了地上。 鲜血喷射, 肌肉抽搐。 带着风暴的雷电, 把漫天的血雾绞杀一空后, 快速消失。 尸体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因为他只羞肉身, 所以薄弱的神魂已经跟着他的脑袋一起, 在全盲和雷电中灰飞烟灭。 至此, 这名数百年前, 就已经名震天下的飘渺先宗武王, 生魂皆灭, 彻底毙灭。 只有一具在喷着鲜血的无头尸体, 安安静静地趴在那里, 依旧在骄傲地展示着他金属般的皮肤和高高鼓起的肌肉。 台下, 一片死寂。 海上, 红日高升。 海浪不断拍击着海岸, 发出了一阵阵浪花飞溅的轰鸣声。 白色的海鸟聚集在崖边, 咕咕咕叫个不停。 而数千人类聚集的弱大广场上, 此刻, 却是鸦雀无声。 寂静地诡异。 武王被打死了。 被三拳给打死了。 拥有着数亿人口的九州大陆, 迄今为止, 明面上一共就只出现了十几个武王。 每一个武王都是声名赫赫, 名震天下的存在。 他们最少也活了数百年。 每一个都是各个宗门和国家的骄傲和荣耀。 但现在, 其中一个武王却被打死了。 而且这个武王, 还是九州大陆最顶尖的门派之一, 缥缈先宗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风主。 而打死他的, 竟然只是一个曾经岌岌无名的小国的修炼者。 这一幕, 怎能不让人震惊。 就连飘渺先宗自己, 那些高层和弟子, 此刻也都全部僵硬在原地, 满脸呆滞和错愕的表情。 直到现在, 他们都还有些难以置信。 他们飘渺先宗高高在上的风主, 强大无比的武王, 竟然就这样在站台上, 被那个少年给三拳打死了。 这一刻, 他们脑中嗡嗡作响, 一片空白。 而躲在最后面的一名青年弟子, 则是颤抖着, 喃喃自语道, 我就说, 我就说嘛。 那小子, 惹不得呀, 管你是武王还是杨神, 千万不要惹他, 怎么就没人相信我呢? 在他旁边, 被两名侍女搀扶起来的蓝铃, 此刻全身哆嗦, 牙齿打颤, 眼前一阵发黑。 而此时的大言众人, 也被这一幕, 惊得目瞪口呆。 飞扬竟然, 竟然打死了一名武王? 庄之言张着嘴巴, 惊得下巴都要掉了。 就连一向镇定的宁远大师, 此刻也是张口结舌, 不由得道。 牛, 阿弥陀佛, 一旁的白衣衫, 也是满脸激动之色。 他知道这少年厉害,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能够直接三拳打死一个武王? 简直是做梦都不敢这样想。 朕刚刚就想告诉你们, 不用担心, 他一定会反败为胜的。 这时, 南宫火月也开口了。 他满面红光, 下巴微微扬起, 自豪而得意。 朕一直都相信, 他一定会赢的。 刚刚那样说, 只不过是故意麻痹对方而已。 果然不出朕所料, 在朕的麻痹下, 那个武王被他打死了, 大言众人, 一压。 这时, 乐武怀里的宝宝对着他伸手叫了几声, 仿佛在敷衍。 对对对对, 母皇说得对。 站台上。 在短暂的寂静后, 徐星河从震惊中醒过神来, 又目光复杂, 看了眼前的少年一眼。 方开口道, 飘渺仙宗对大言, 第二场, 大言胜。 寂静被打破, 台下顿时响起了各种惊叹声, 异论声。 牛炸天了? 那小子牛牛炸天了? 那小子好像突破到武王境界了。 咦? 到底是牛炸天? 还是牛牛炸天? 小心人家下来一拳打死你。 不, 人家打武王需要三拳, 打你, 只需要一个指头, 就能碾死你。 呃, 老子又不是飘渺仙宗的人, 也不是他们的走狗。 那少年下手的确狠, 但一直都只是针对飘渺仙宗而已。 这倒是, 武王? 又见武王? 少年武王啊! 啊啊啊啊, 本女侠一定要嫁给他, 给他生几百个小武王。 七, 也不看看你那模样。 你那兄, 哪样比得上人家的女王? 别丢人了。 滚。 哎, 现在看起来, 我怎么有点开始同情飘渺仙宗了? 虽然感觉我这个同情太过荒诞, 堂堂飘渺仙宗, 原来我一听到这个名字, 吴彼得的崇拜和敬畏, 现在我竟然, 竟然开始同情他, 可怜他了, 我好像也是。 这妖牛乍天的宗门, 竟然被一个少年给, 给打成了这副凄惨模样, 简直像是做梦一般, 四周的议论声, 越来越大, 越来越兴奋。 而飘渺仙宗的人, 此刻皆是脸色难看, 屈辱而愤怒, 惊慌而无措。 这是他们数百年来, 第一次感到惊慌失措。 而这时, 站台上的少年, 则又看向了他们, 一脸平静地道, 下一场, 依旧是我。 这句话仿佛噩梦, 仿佛魔咒一般, 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 唤起了他们的恐惧。 但这时, 一道阴沉的声音突然响起, 看来, 只能老夫亲自上场了。 飘渺仙宗众人的目光, 都看了过去。 岳阳楼的目光看向了台上, 脸上的表情恢复了镇定与淡然, 不杀了他, 我飘渺仙宗, 必亡。 说吧, 他走向了站台。 这时, 飘渺仙宗两名弟子, 已经上去把站台上的尸体抬了下来。 同时, 也清理好了站台。 四周的议论声, 突然开始变得小了起来。 众人的目光, 接盯着走上站台的高大身影。 竟然是他! 飘渺仙宗刘先锋的岳阳楼。 据说他也是体魂双修, 是飘渺仙宗实力最为强大的几个封主之一。 听我师尊说, 他当年差点就坐上了飘渺仙宗宗主之位, 那他现在的境界是, 谁知道呢? 这样的大人物, 已经很少动手了。 即便偶尔动手, 也只是弹指之间, 谁能知道? 这时, 走上站台的岳阳楼, 开口道, 飘渺仙宗岳阳楼, 皈翼巅峰境界。 嘶, 竟然是皈翼巅峰? 还差一步, 就要到雷杰之境了。 好强大! 难怪眼看着武王都被杀了, 他还赶上去。 虽然同等境界下, 肉身要比神魂强大得多, 但这一次, 两人可差了不少小境界。 别忘了, 这岳阳楼可是体魂双修, 他只说了神魂境界, 肉身境界估计也很强大, 不然不可能这般镇定自若。 这时, 徐星河开口道, 楚飞扬, 你也需要重新介绍一下你的修为。 洛青州知晓, 自己晋升武王境界的消息, 已经瞒不住了。 他拱手介绍道, 大岩楚飞扬, 皈翼初期境界, 武王初期境界。 此话一出, 台下那些刚刚还在怀疑他是否真的晋升武王的修炼者, 皆失声惊呼起来。 武王? 这小子, 真的突破到武王境界了? 这么年轻的武王? 大岩这是祖上冒清烟了? 武王打武王, 三拳就搞定了。 这少年的武王, 可不是普通的武王。 那是武王至尊, 这时, 徐兴和宣布到, 飘渺仙宗对大岩, 第三场比试, 开始。 岳阳楼没有说话, 周深的空气与阳光突然都开始变得扭曲起来。 在他的双眼中, 突然出现了两道剑芒漩涡。 同时, 他的双拳上快速凝结了一层赤红色的灵甲拳套。 他的整个人仿佛突然之间变得更加高大可怕起来。 他只轻轻踏出一步, 已经到了洛青州的面前, 然后一拳打出, 两只瞳孔中的剑芒漩涡也一闪而出。 哄, 恐怖的力量爆发而出。 洛青州身子一震, 倒退而去, 双脚定在地面, 整个人子则快速向后滑去, 一直滑到了站台边缘, 方停了下来。 好可怕的力量。 死! 他的肉身竟然也是, 也是武王境界。 肉身武王初七, 神魂归翼巅峰。 泽泽, 果然不愧是飘渺先宗最厉害的几大高手之一。 记得当初他与白衣衫对战时也才归翼中期, 没想到不到两年的时间, 竟然? 听说上次他和龚羊炎在天空海找到了一座上古大能的洞府, 只怕是获得了了不得的大机遇。 这下那少年只怕要遭殃了, 不知道会不会立刻认输。 正在此时, 站台上, 岳阳楼一瞬间突然又打出了数百道拳影。 同时, 无数剑影向着洛青州急射而去, 封住了他所有的退路。 他退无可退, 只能迎拳而上。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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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 当那些可怕的拳影和剑影都消失以后, 台下众人方看清, 那少年竟然站在原地, 毫发无损。 同时, 在他的身上, 竟然出现了五种色彩的光照盔甲。 金! 青! 蓝! 红! 黄! 这时, 九天摇台有人低声惊呼道, 这是, 金木水火土, 天地五行战甲。 这少年, 站台上, 岳阳楼脸上的淡然之色, 已经消失不见。 他眼角跳动, 眼中中的剑芒闪烁不止, 握紧的双拳竟然在微微颤抖着。 他瞳孔深处, 似乎露出一抹巨色。 洛青州握紧了拳头, 身上的衣衫依旧沾满了鲜血, 却一脸平静地看着他道, 我已经让你出了三百零一拳了, 现在, 该我出拳了。 不过在出拳之前, 我想问一下岳峰主, 当初在你们缥缈先踪, 除了蓝铃和你以外, 还有谁逼迫和威胁岳阳了? 还有谁, 对他落井下石了? 此话一出台下众人, 皆是一愣。 而在广场外, 不远处的山坡上, 那道雪白身影, 依旧安静无声地站在那里。 岳阳楼眼中金光一闪, 冷笑道, 怎么? 你要为他报仇? 可是老夫怎么记得? 你娶的是大眼女皇, 而不是他。 难道, 他又改嫁了? 或者, 他嫌弃那个普通男人, 红杏出墙, 又偷偷跟你了。 洛青州体内的雷电, 缓缓会成了一条雷电之河, 涌向了双拳。 他的脸上, 依旧没有平静无波, 他没有偷偷, 是我偷偷喜欢上了他, 我要娶他。 所以, 我要送给他一些彩礼。 岳阳楼, 我觉得你的人头就不错, 你是自己给我, 还是要我亲自去取。 岳阳楼顿时讥讽一笑, 就平民。 武王初期境界, 的确厉害, 可是老夫也是, 轰。 突然一声爆响, 在他面前响起。 洛青州身上出现了一条白色雷电, 瞬间到了他的面前一拳打出, 仿佛天崩地裂。 沉日变色, 岳阳楼慌忙一拳砸出。 碰! 一股巨大恐怖的力量, 仿佛天威一般袭来。 他猛然打出的硕大拳头突然折转, 带着可怕的雷电与恐怖的拳芒, 重重地砸在了他自己的胸膛上。 紧紧一拳, 他身前的护体光照, 护盾, 体表的铠甲, 结碎成粉末。 咔! 他拥有着武王肢体的强大肉身, 肋骨竟突然折断, 整个胸膛竟突然塌陷了下去。 他直接被这一拳给打飞了出去。 这一刻, 他脑中突然一片空白, 脸上露出了一抹迷茫之色, 连恐惧都忘记了。 他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当他从地上站起时, 那道声音方传了过来。 谁说我只是武王初期的境界。 声音刚飘到他的耳中, 一只带着五色雷电的拳头, 轰的一声再次砸在了他的胸膛。 这一刻, 死亡的气息笼照向了他。 他害怕了, 无边的恐惧袭来。 他张大嘴巴, 想要认输, 但是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哄! 一声暴响。 随着台下公羊炎颤抖而尖利的怒喝声响起, 他的脑袋突然砰的一声, 变成了一喷血污。 他眼前一黑, 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 抱歉, 我刚突破五王中期了, 不对, 应该是谢谢, 谢谢你帮我突破, 你帮我突破, 我帮你送终, 两步向前, 台下, 再次死一般的寂静。 但这时, 台上那少年像是魔鬼一般的声音, 又再次响起, 下一场, 依旧是我。 站台上, 洛青州浑身浴血, 脸色有些苍白, 看着已是伤痕累累, 仿佛马上就要倒下。 但这一刻, 再也没有人敢哪怕有一丝丝地侵蚀他。 即便蓬莱仙倒的那些高层, 即便是九天摇台的人, 至于飘渺仙宗, 无论是他们的长老, 还是那数百名精英弟子, 此刻都感到浑身冰凉, 心头充满了恐惧。 他们是真的害怕了, 害怕地发抖。 两名风主被杀, 一人武王, 一人归翼巅峰和武王。 仅仅几拳而已。 这一刻, 还有谁敢上? 还有谁能上? 场中, 寂静地可怕。 直到站台上, 徐星河的声音响起, 飘渺仙宗对大言, 第三场鄙视, 大言胜。 寂静被打破, 但依旧没有人说话。 这一刻, 每个人都被震撼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沉默良久。 飘渺仙宗的人群中, 方有人声音沙哑地开口道, 大长老, 要不我们, 他的话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因为大长老公扬言, 此刻脸上的表情, 看着格外争鸣可怕。 这时, 又有一名长老看了台上一眼, 道, 那小畜生身受重伤, 体力也消耗殆尽, 已是强弩之末。 我们绝不能被他吓到了, 只用随便上去一个大宗师 或者皈依境界的人, 就能弄死他。 此话一出, 飘渺仙宗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 却都沉默地可怕。 说话之人是洛崇光。 没有得到回应, 又被众人这般看着, 他眼角的肌肉抽出了几下, 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 只得转过头, 看向了后面。 躲在最后面, 刚被他抓回来的朱玉峰, 以为他在看自己, 顿时浑身一颤,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猛然一拳砸自己的脸上, 又对着自己的胸口, 砰砰砰, 狠狠地砸了几拳。 他的门牙带着鲜血飞了出去, 胸口的肋骨也断了。 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不能上去啊, 说着, 他又狠狠给自己了一拳, 然后白眼一番, 晕了过去。 骆重光, 飘渺先踪其他人, 又沉默两久。 大长老公扬言, 突然叹了一口气, 目光看向了台上。 罢了, 老夫亲自上去吧。 骆师弟说的并没有错, 那少年虽然连进两级, 但也整整打了三场。 而且都是以最猛烈的招数打的, 体力和力量应该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而且还受了伤。 其实, 你们任何一个人上去, 应该都可以占到便宜。 不过, 他顿了顿, 道, 不过既然, 你们都怕了, 那就由老夫上去解决他吧。 说完, 他走上了站台。 大长老, 其他人皆目光担忧地看着他, 有人想要劝阻。 公扬言回过头, 淡淡一笑, 无妨, 你们稍等片刻, 老夫区区就回。 这时, 又一名老者低声道, 大长老应该已经突破瓶颈了。 上次与月丰主在天空海, 发现了一座上古大能的洞天福地, 应该得到了不少机遇。 月丰主就是从那里回来后, 开始连续突破的, 那就没问题了。 大长老主修肉身, 实力本来就要比月丰主强上不少, 若是也能连续突破, 说不定已经, 这时, 公扬言已经走上了站台。 他看了对面满脸鲜血的少年一眼, 开口介绍道, 飘渺先踪, 公扬言, 主修肉身, 武王后期。 此话一出, 台下顿时传来一阵惊呼声。 就连站台上的徐星河也神色一动, 不禁拱手道, 恭喜公扬兄, 数十年未动手, 没想到公扬兄不仅破了瓶颈, 竟然还到了武王后期。 这时, 台下飘渺先踪的人, 也都激动不已。 果然, 大长老果然突破了, 而且竟然已经到了武王后期。 虽然只与那小畜生差了一级, 但武王境界的一级, 可是天壤之别。 难怪大长老有那个自信, 说去去就回, 只怕几拳就下去, 那小畜生就要被打得魂飞魄散了。 我飘渺先踪, 终于要报仇雪恨了。 这时, 徐兴和又看向眼前的少年道, 楚飞扬, 你需要再重新介绍。 说出这句话时, 他突然感到有些荒诞, 甚至心底不由自主, 又突然产生一个想法, 不会下一场, 这少年还在台上, 而且还要重新介绍吧。 大言楚飞扬, 武王中期境界。 洛青州开口介绍道, 台下顿时一阵惊呼, 许多少男少女直接崇拜地叫喊了起来。 大言众人, 一个个也都激动无比。 武王中期, 竟然又到了武王中期, 连进两极。 哈哈哈哈, 果然不愧是我庄之言的徒孙。 哈哈哈哈, 庄之言兴奋地手舞足蹈, 脸上的得意和自豪, 几乎都要飞了起来。 但很快, 他又停止了笑, 怒骂道, 那公羊炎不好生不要脸, 以老七小也就算了。 竟然还趁着飞扬受伤, 和连续战斗三场后上去, 简直把他祖宗十八代的脸都丢完了。 白衣衫在一旁开口道, 他若不上去, 飘渺先宗只怕已经没有人赶上去了, 飞扬已经彻底把他们打怕了。 这时, 站台上, 徐兴和宣布到, 飘渺先宗对大炎第四场比试开始。 哼, 话语刚落, 龚羊炎已经一拳打出。 这一拳, 几乎蓄积了他所有的力量。 他的状态, 也请客间达到了巅峰。 他知道, 这一战, 将会关系到他们飘渺先宗的命运。 他绝不能败。 所以, 什么江湖道义, 什么仙门风范, 什么长者之德, 他统统都不顾了。 只要能够杀死这个少年, 一切他都可以舍弃。 他爆发出了最强大的一拳, 但心头的恐惧依旧不由自主地滋生而出。 这小畜生对于他们飘渺先宗来说, 就是个噩梦。 所以, 他一定要杀了他, 一定要把他挫骨扬灰。 这样, 才能彻底结束这个噩梦。 碰! 两只拳头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当一个人的实力到达了一定的高度时, 什么功法什么法宝都会浪费时间, 最直接最快速的杀人方式, 就是拳头。 他知道, 这小畜生已经是强弩之末。 所以, 他要速战速决。 五王后期的爆发, 惊天动地。 整座站台都在晃动, 洛青州被打飞了出去, 但身上五色光芒一闪, 又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他的确已经受伤了, 也的确已经消耗了太多的体力和力量。 无论之前的三场战斗, 还是不停地冲关, 都会压榨他肉身所有的潜力和力量。 每次的晋级, 汹涌澎湃的能量, 都会把他的经脉撕裂, 方能冲刺过去。 而每次的冲击, 都会不停地淬炼和锤打他体内所有的经脉穴道。 这些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能量。 而之前的战斗, 为了冲关, 他每次都是以最强硬, 最有爆发力的招式迎战, 消耗的能量可想而知。 所以此刻, 他的确已经是强弩之末。 但他并没有想过, 要认输或者走下站台。 因为他还需要战斗。 供阳岩天崩地裂的拳芒, 再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过来。 他依旧没有躲避, 举起拳头, 以拳对拳。 五王后期恐怖的力量, 再次把他打飞了出去。 这一次, 他身上没能再出现五色光芒。 因为他体内的力量不够了, 他必须留着那股最强大的力量, 来做最后的冲刺。 扑, 他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嘴里吐出了一口鲜血。 但他很快又从地上站了起来。 供阳岩不发一言, 瞬间又到了他的面前, 一拳砸向了他的脑袋。 洛青州再次举拳迎击, 身子一震, 向后滑去。 哄, 哄, 哄。 供阳岩的拳头, 如疾风骤雨一般, 砸向了他。 洛青州抬起双拳, 一一回击, 一次又一次倒下, 又一次又一次站起。 站台上, 满是他的鲜血。 他全身的衣衫, 拳头, 脖子, 脸颊等等, 甚至是眼睛都被鲜血染红。 但是, 他依旧没有倒下。 当他重新从地上站起来时, 依旧握紧拳头, 充满斗志, 仿佛一头永不言败的雄狮, 沉默而可怕。 站台下, 鸦雀无声。 众人都被他一次又一次站起来的意志, 和汉不为死的表现给惊呆了。 而对面的供阳岩, 虽然拳头依旧凶猛, 气势依旧强大, 但心头的恐惧却越来越多。 他面孔猙獰而扭曲, 咬牙切齿, 甚至已经有些失去理智。 死! 给老夫去死! 为什么还不去死? 他嘴里怒吼着, 疯狂地砸着拳头, 仿佛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掩盖他心头的恐惧。 台下飘渺仙踪的人, 也被他现在的猙獰与疯狂给吓到了。 哄! 又一声暴响! 洛青州再一次被打飞了出去。 这一次, 他吐出了更多的鲜血, 摔落在地上后, 挣扎了几下, 并没有再爬起来。 龚阳炎红着眼睛, 喘着粗气, 终于松了一口气。 该结束了, 他握着拳头, 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 体内所有的力量都涌向了双拳, 脸上的凝笑看着依旧疯狂。 但这时, 洛青州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的周身突然重新出现了五色光芒, 随即双拳滋滋作响, 亮起了五色雷电。 同时, 他的气息在这一刻猛然高涨。 的确, 是该结束了。 他看向了他。 龚阳炎突然脚步一顿, 脸上的凝笑渐渐消失, 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角落里的徐星河, 也是心头一阵, 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哄! 两人的拳头, 再次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这一次, 洛青州站在原地, 一动未动。 而对面的龚阳炎, 却身子一阵, 倒飞而出, 然后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这一幕, 顿时台下的人, 惊得目瞪口呆。 又复活了。 这小子是拥有了不死之身啊。 狗屁不死之身, 那是又晋级了。 五王后期! 这下妞妞是真的乍天了。 先是突破五王初期, 又突破五王中期, 现在竟然又突破了五王后期。 天哪, 这是要直接天下无敌吗? 啊! 五王后期! 五王后期的少年! 啊! 本女侠要失了。 呃, 这时, 飘渺仙宗人群中 突然传来一道惊恐 而焦急的声音。 大长老, 快认输啊! 站台上! 龚羊炎从地上站了起来, 脸上的神色 重新恢复了镇定与淡然。 他看着对面, 手中呼的金光一闪, 出现了一柄金色的长刀, 神情淡淡地道。 认输! 老夫活了数百年, 从出生到现在, 从来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认输! 滑! 他手中的金色长刀上 突然出现了许多古怪的符文。 同时, 一条条金色的小龙 在刀身上游动不止。 一股恐怖的古老气息 从刀身上弥骂出。 乾坤游龙刀, 上古斩杀魔王的三大神刀之一。 竟然在他的手中! 台下彭来仙导的一名老者, 狮声惊呼。 你的刀看起来不错。 这时, 对面的少年突然开口道。 接着, 他手中光芒一闪, 也拿出了一柄刀。 一柄赤红色的弯刀。 这, 这是, 好像是那柄, 不可能, 应该不是。 那柄刀早已消射数万年, 从未听说过落在人间, 站台上。 两人突然举起手中的刀, 挥一刀斩出。 这一刻, 真的是天地变色。 今日无光。 哄! 一声巨响! 整座站台, 竟突然开炼。 整座海岛, 猛然一震。 海岛四周的海水, 顿时被震动地飞卷而起, 飞上了半空。 海中, 巨浪滔天。 金色的刀芒与红色的刀芒, 在猛烈地碰撞后, 渐渐消散。 这时, 台下众人方看清, 站台上的两人, 竟然不知何时, 已经面对面站在了一起。 那少年手中的刀, 竟然变成了一根金光闪闪的棍子。 而龚羊岩手里的金色长刀, 变成了短刀, 而且上面已满是裂痕。 此时, 两人手中的木棍和短刀正出在一起。 两人身上衣衫裂裂, 身后长发飞扬, 周身气流轰隆作响, 似乎正在比拼着各自的力量。 哄! 突然, 气流爆破。 两人退开。 龚羊岩手中的断刀, 突然咔嚓一声, 粉碎沉默。 他握着孤零零的刀柄, 沉默了一下, 开口道。 你明明赢了, 为何还要打断老夫的刀? 因为, 我想让大家都知道, 我的棍子更硬。 洛青州淡淡地道, 哐当, 龚羊岩手里的刀柄, 掉落在了地上。 然后, 他开口道, 我认输。 说完, 他直接转过身, 向着台下走去。 但他刚走出几步后, 他的后背突然炸裂而开。 同时, 体内突然出现了几条粗大的五色雷电。 碰! 他的整个身躯与神魂突然爆炸而开, 化为了血雾。 站在最近处的徐星河, 顿时吓得一颤。 台下, 鸦雀无声。 此刻, 就连九天摇台和蓬莱仙岛的人, 也是通体发寒。 谁也没有想到, 就连飘渺仙宗的大长老, 堂堂五王后期的仙宗民宿, 竟然也被打爆了身体。 连神魂都来不及逃出。 要知道, 整个九州大陆, 数亿人口, 一共才有十几个五王。 而这位大长老, 又是五王中的顶尖者。 百年前, 便已经名震天下。 身为飘渺仙宗的大长老, 他可谓是身居高位, 全是滔天。 九州大陆多少国家和宗门, 在他的威严下瑟瑟发抖。 就连其他两大仙宗, 也对其格外看重。 但此刻, 他却突然被一个少年, 当着天下修炼者的面, 给打爆了身体, 生魂皆灭, 尸骨无存。 谁能想到? 此刻, 整个广场上, 数千修炼者都寂静地可怕。 飘渺仙宗完了。 这是他们现在心头涌现的第一个想法。 宗门内的天才弟子, 一风之主, 大长老, 这些最重要的力量, 接连被杀。 宗门内仅仅拥有的两名武王, 都没了。 整个宗门的实力, 以及威望和名声, 从今日之后, 将会彻底跌落谷底。 从今天开始, 飘渺仙宗只怕已经再也不能称为 九天大陆的三大仙宗之一了, 只能沦为普通的顶尖门派了。 他们本就与其他两大仙门有着不少的差距, 今天过后, 差距将会变得更大。 最致命的是, 他们的名声已经彻底坏了。 以后还有哪个优秀的弟子, 敢加入他们? 不怕被台上的少年给一拳打死? 不怕被九州大陆其他修炼者, 在背后嘲笑和指指点点? 只怕这次九州大会之后, 那些依附他们的宗门和国家都将会陆续离去。 而大言, 这个曾经在整个九州大陆岌岌无名, 无人知晓的小国, 在今日之后, 将会因为台上的少年, 一跃成为九州大陆最耀眼的存在。 当然, 他们的整体实力, 依旧无法与其他大国和大门派相比。 但他们的名声, 将会达到顶峰。 而站台上的少年, 从今以后, 将会名扬天下。 无人不知, 这一届的九州大会, 将会震动整个九州大陆, 甚至是其他大陆。 有人不禁感叹唏嘘, 飘渺先宗到底是造了什么念? 到底是做了什么违背天道的事情? 竟突然落得这般凄惨境地。 辛苦了近千年, 才挤进九州大陆的先宗之列, 却只用了几日的时间, 便又轰然跌落神坛。 何其哀哉? 当然, 也有人暗暗幸灾乐祸道, 活该。 他们欺负和压迫别人的时候, 灭杀别的国家和宗门的时候, 怎么就不想想别人的可怜? 一时间, 广场之上的修炼者们, 皆心潮起伏。 而站台上, 行过神来的徐星河, 又目光复杂地看了眼前的少年一眼, 这才开口宣布道, 飘渺先宗对大言, 第四场比试, 大言胜。 这一次, 台下, 没有人激动欢呼, 也没有人兴奋议论。 因为大家此刻都还处于一种极度震惊的状态, 大言众人同样如此。 而飘渺先宗那些剩下的高层, 以及那数百名弟子, 此刻皆是身子颤抖, 脸色煞白。 当站台上的少年, 目光再次看向他们时, 他们所有的人, 皆不经一颤。 包括那些在宗门, 乃至在整个九州大陆, 都赫赫有名的长老。 站在最后面的朱玉峰, 直接吓尿了, 立刻又给了自己一拳, 倒在地上, 昏迷了过去。 他知道, 台上的那个恶魔又要说什么? 果然, 站台上, 洛青州看着飘渺先宗众人, 又开口道, 下一场, 依旧是我。 他虽然脸色苍白, 虽然浑身是血, 虽然摇摇欲坠, 看着已经站立不稳, 但这一刻, 飘渺先宗所有的人, 却再也没有人说话。 四周, 静无声息。 站台上, 徐星河又等待了片刻, 方开口道, 飘渺先宗若无人上台, 那么, 慢着。 正在此时, 一道声音突然从不远处的崖边传来。 这道声音听着并不大, 就像是普通的说话声, 但风浪拍机礁石和崖壁, 发出的轰鸣声, 却并没有掩盖他半分。 徐星河瞳孔一缩, 转头看去。 广场上的人群, 也都转过头, 看向了不远处的悬崖。 崖边, 雾气弥漫。 一道身穿蓝袍的身影, 缓缓地从朦胧的薄雾中走了出来。 你确定, 下一场, 依旧是你。 那道身影, 再次开口说话。 语气平淡, 并无波澜。 说话时, 他在崖边, 话语刚落, 他已经来到了广场之上。 再然后, 他已经一动不动地站在了站台之上。 海风吹过, 衣袍烈烈。 他身上的雾气似乎来不及散去, 这个时候, 才开始缓缓消失, 露出了一道瘦膏而看着极为普通的身影。 但当看到这道身影后, 台上的徐星河, 台下其他宗门的人, 甚至是九天摇台和彭莱仙岛的人, 皆是脸色一变。 梅长青, 飘渺仙宗宗主, 九州大陆最为传奇, 最为强大的人物之一。 也是许多妖族和魔族的噩梦。 当初他曾凭一己之力, 斩杀妖魔数千高手, 堵住了九州大陆西海的一个魔洞窝口, 拯救了那里的许多国家和宗门, 也避免了那片大陆的生灵涂炭。 自那场战役以后, 飘渺仙宗采明镇天下, 一跃成为九州大陆三大仙宗之一的仙宗。 想要成为每个修炼者敬仰的仙宗, 可不仅仅只凭实力。 他对九州大陆的功绩才是最重要的。 谁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亲自来了, 而且亲自走上了站台, 准备向那个少年挑战。 这一刻, 台下所有的修炼者, 甚至有些开始同情飘渺仙宗了。 最优秀的弟子死了, 最强大的丰主死了, 最德高望重大长老爷死了, 现在, 只能由他这个宗主亲自上台了。 那站台上的少年, 竟以一意之力把飘渺仙宗逼迫到了这种境地。 何其荒诞。 站台上, 徐清禾看着眼前的中年人, 拱手道, 梅宗主要亲自决战吗? 梅长青苦涩一笑, 长叹一声道, 老夫若不上台, 谁还敢上台? 随即又叹息道, 老夫听闻消息后, 就立刻赶过来了, 没想到, 还是晚来了一步。 当然, 更没有想到, 他看向了眼前浑身浴血, 依旧坚弱磐石般站在那里的少年, 叹道, 这少年竟然连进三集, 到了五王后期。 而且, 还有雷杰没用, 雷杰。 徐清禾闻言一愣, 梅长青又叹了一口气, 道, 徐兄, 老夫此次赶来, 不是为了争夺灵况, 也不是为了报复谁, 只是想阻止一些事情的发生。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老夫也得给那些死去的门人, 和其他弟子一个交代。 他看向了眼前的少年, 道, 我们就不签订生死契约了, 你只用接老夫三拳, 若是三拳过后, 灵况是你们的, 今日之事, 老夫也不会再追究。 顿了顿, 他又道, 当然, 你可以先酝酿雷杰, 老夫会等着你。 他语气平淡, 神色平静, 身上并没有散发任何逼人的气势。 但这一刻, 洛青州却突然感觉有些喘不过气来。 站台上, 安静下来。 站台下的众修炼者们, 也都安静下来, 目光都看着台上的少年, 想要知道, 他该如何应对。 五王后期, 的确强大。 但现在的他, 还有继续战斗的力量吗? 况且, 对方可是九州大陆最顶尖的大能之一。 众所周知, 百年前, 这位飘渺先宗的宗主, 就已经突破到了雷杰境界。 九次雷杰, 一次比一次难如登天。 虽然每一次的雷杰, 都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人与天的抗争, 但他竟然能够出现在这里, 那么就表示, 他如今的境界, 绝不会仅仅只停留在曾经的第一次雷杰。 雷杰高手, 这是在场的大多数人第一次亲眼看到。 当然, 洛青州也是第一次看到。 眼前的人, 明明看着普普通通, 远远没有岳阳楼他们, 甚至没有缥缥先宗那些天才弟子们, 看着更有气势, 但此刻的他, 却是第一次感到了近乎窒息的不安。 他当然打不过。 以他现在的状态, 再来一个武王初期, 他都打不过。 何况, 是这位成名百年的雷杰大能。 至于对方的三拳, 说实话, 估计连一拳, 他现在都承受不了。 他的确还有, 雷杰没有用。 但他如今的体力, 已经无法支撑到雷杰的到来了。 而且, 他这次的雷杰, 可不是之前的雷杰。 而是武王境界的雷杰, 还是累积了三次武王的雷杰。 所以, 他也不敢引出雷杰。 那么, 该怎么办呢? 既然仇已经报了, 武王也已经突破了。 那么, 还逞什么能呢? 见好就收, 能屈能伸, 留着姓名, 才是最明智的。 所以, 他直接道, 前辈, 这一局, 我认输。 梅长青文言, 却是摇了摇头, 平静地道, 这不是鄙视, 所以, 你不能认输。 至少, 你要接老夫三拳。 虽然老夫的要求, 不合规矩, 有些霸道, 但老夫既然来了, 自然要给那些死去的门人 一个交代。 骆青州没有再说话, 台下, 也寂静无声。 这时, 白衣衫突然开口道, 前辈, 他已经受伤了。 白某愿意代替他, 接前辈三拳。 梅长青的目光看向了他, 摇了摇头, 你接不下来的。 如到传人也没有几个了, 老夫也不想伤你。 白衣衫还要说话时, 一道青色身影, 呼地走上了站台, 声音冰冷低道, 我接。 梅长青看向了他, 眸中露出了一抹异色, 却依旧摇头。 灵狐青竹握紧了手里的玉霄, 依旧站在台上。 梅长青没有再说话, 仿佛已经无视了他, 目光看向了眼前的少年, 身后的灰白长发, 呼地飘动了起来。 刹那间, 一股恐怖的气息, 突然笼罩住了整座站台。 他缓缓握住了拳头, 拳头上亮起了一道拳芒, 整个人在这一刻, 突然变得强大无品。 但正在这时, 广场外, 不远处的树林中, 突然传来了一道冰冷的声音。 我来带他接吧。 听到这个声音, 若青州顿时心头一震, 看了过去。 广场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那片树林。 一道身穿白裙的身影, 从树林中缓缓走出。 金色的阳光透过枝叶, 落在了他那绝美无暇的容颜 和仙尘不染的倩影上。 仿佛一道唯美如画的风景, 美的令人窒息。 在他身后, 跟着另外两道身影。 一人握剑, 一人绣花。 月瑶? 群中, 有人一眼便认出了这名绝美无暇的白裙少女。 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美。 无论是谁, 只要看上一眼, 都绝不会忘记。 站台上, 梅长青也是, 微微一正。 而飘渺仙宗的人群后面, 被两名侍女搀扶着的蓝铃, 此时则咬着牙, 身子颤抖。 至于大言众人, 却是一脸猛。 这是谁? 直到女皇陛下, 神色复杂地开口道, 月瑶。 众人更惊。 庄之言更是师生道, 月瑶? 竟然是她? 随即又道, 难怪, 难怪老夫当初就听人说, 那女孩貌若天仙, 气质无双, 堪称九州大陆第一仙女。 老夫以为只是对方修炼天赋好, 夸张的说法。 而且, 听说她原来出去时, 脸上一直都戴着面纱, 所以, 外面也没有她的画像。 没想到, 竟然真的没有任何夸张, 这女娃当真是, 突然, 她似乎想起了什么, 目光看向了站台上。 自家徒孙, 好像跟这位月瑶姑娘的关系, 有些。 此时, 南宫火跃的目光, 也看向了台上。 站台上? 洛青州江在那里, 宛若一尊雕塑, 一动不动, 就连脸上的表情, 也突然定格在了那里。 月瑶一袭白裙, 来到了广场之上。 所过之处, 人们皆不由自主地, 让开了一条道路。 近处的一些修炼者, 竟突然感到浑身一寒, 眉毛上竟然开始结霜。 他走上了站台, 并没有看呆若木鸡的某人一眼, 而是看向了对面的梅长青, 没有再说话。 梅长青目光复杂地看着他。 整座广场, 都因为这名少女的出现, 突然变得极为安静。 梅长青恍惚间, 突然又想起了当初他第一次, 出现在飘渺榜大事上的一幕幕画面来。 当初的他, 也震惊了飘渺先宗所有的人。 他看着眼前的少女, 不禁长叹一声, 道, 月瑶, 当初, 是我们对不起你。 老夫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不过老夫还是想跟你说一声, 你讲师叔, 苏师叔他们, 一直都在为当初的事情, 与月风主他们斗气, 从那以后, 他们不再参与宗门任何大会。 他们几个一直都在想着。 当初老夫, 月瑶淡淡地开口道, 我没有怪任何人。 梅长青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沉默了一下, 目光又看向了他身后的少年, 道, 他杀了我飘渺先宗那么多人, 每一次出手, 都是毁身灭魂, 除了为了大言, 应该都是在给你出气吧。 月瑶神情冰冷, 没有再说话。 梅长青又沉默了片刻, 道, 既然老夫说了三拳, 那就必须要用三拳, 来给那些人一个交代。 月瑶, 老夫不会手下留情的。 你确定, 要带他接? 月瑶看着他道, 是。 这时, 飘渺先宗人群中, 突然传来了一名女子尖利的声音, 月瑶, 你是他的什么人? 凭什么带他接拳? 就算要带他接拳, 也是你们大言女皇。 你是有夫之妇, 有什么资格? 众人转头看去, 飘渺先宗人群中, 被两名丫鬟搀扶着的蓝裙女子, 脸色苍白, 面孔猙獰。 月瑶的目光, 也看向了他, 绝美无瑕的容颜上, 没有任何波澜。 顿了顿, 他淡淡地开口道, 你该问他。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台上他身后的少年。 而他, 依旧背着身子冰冷似雪。 他有资格。 寂静良久, 洛青州开口道, 他当然有资格。 他看着眼前的雪白身影, 又沉默了一下, 道, 因为他是我的, 我家的大小姐。 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一愣。 大小姐? 月瑶缓缓转过头, 看着他, 微微瞇了眉毛子。 洛青州心投一颤, 立刻又补充道, 他还是我家, 我家, 娘子, 明眉正曲, 败过天地的, 大娘子。 此话一出, 台下众人接惊, 大言众人, 则是被这番话惊到了。 明眉正曲。 败过天地。 大娘子。 众人满脸惊愕, 目光都看向了身前的女皇。 月瑶是大娘子, 那女皇陛下。 此时的南宫伙月, 神情呆志, 还有些猛 还未反应过来 四周的议论声 渐渐响起 大消息 大消息啊 月瑶竟然那个少年的娘子 月瑶嫁的人 竟然是她 不是说 月瑶回到大盐后 嫁给了一个普通人吗 怎么普通人 突然变成了一个少年武王 难怪 难怪这少年 对缥缈仙宗的人 下手那么狠 这是在为她出气啊 啊 不要啊 我的女神啊 她竟然已经嫁人了 我要哭死啊 本女侠的武王 本女侠的武王啊 她竟然又多了一个娘子 而且还是一个 貌若天仙的娘子 这让本女侠 还怎么下手啊 嗯 说实话 虽然我很羡慕 很激动 但是他们两个站在一起 好般配啊 嗯 要是那个少年 长得能够再英俊一些 那就完美了 那样的话 咦 快看 那少年怎么在撕脸 啊 她戴了面具 她竟然戴了面具 而且还戴了一张 让她变丑的面具 天哪 她竟然长得这般俊美 是她 竟然是她 大言如道传人 如是初期 一拳打死龟翼高手 阴险狡猾风度偏偏的 大言状元狼 靠 这小子 也太会玩了吧 广场上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包括大言众人 站台上 洛青州缓缓接下了脸上的面具 露出了一张俊美清秀的面孔 目光灼灼地看着眼前依旧背对着自己的雪白身影 道 我叫楚飞扬 也叫洛青州 她叫月瑶 也叫情间家 她是我家大小姐 我是她的坠婿 我们早就成亲了 而且已经恩恩爱爱好几年了 所以 她当然有资格带我出战 顿了顿 她又道 她若是没有资格 那这天下 还有谁有资格 说完 她向前几步 靠近了她 目光深深地看着她轻声道 月姐姐 下去 月瑶冰冷地打断了她的话 洛青州张了张嘴 道 哦 她很听话地转过身 走下了站台 这一刻 她身上的疼痛 心头的烦恼 所有的一切都被她抛之脑后 她走下了站台 不禁抬头望了一眼天空 脸上突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喃喃地道 谢谢你 我的天 啊 一只手突然狠狠地揪住了她的耳朵 直接把她揪回到了大盐人群中 含声道 院长 阵法 白衣衫愣了一下 立刻明白过来 袖袍一挥 四周出现了一道薄薄的光照 里面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 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 但外面的人 却看不到和听不到他们 胆大包天 南宫火月 是真的怒了 她以为这家伙是在站台上 故意给那个女人面子 所以才那样说的 即便是故意那样说 也是在挑战她的底线 说 到底谁是你的大娘子 南宫火月 狠狠掐着她的耳朵 怒目而视 身后大言众人 皆面面相去 洛青州知道 这一天迟早要到来 但是没有想到 会在今天 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到来 但她刚刚竟然已经在站台上豁出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 又怎能再退缩 陛下 听我说 她努力 让自己变得很委屈 这件事 其实我也是刚知道不久 我其实也是 什么事 南宫火月看着她的脸色 顿时心头一颤 连语气都在发抖 洛青州见此 突然又有些不忍了 突然 她感到胸口传来一阵疼痛 同时 身子一软 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南宫火月 慌忙抱住了她 白衣衫过来 从身上拿出了一瓶丹药 低声劝说道 陛下 有什么事情 回去后再说 飞扬受了伤 台上的情况还不明 暂时不要追究别的事情了 南宫火月看着怀里脸色苍白 满身是血的人 心头顿时一软 点了点头 语气 也变得软了起来 朕知道了 她的目光 也看向了台上 洛青州的目光 则看向了旁边 旁边站着两人 一人握着剑 一人拿着花 拿着花的粉裙少女 对着她奄然一笑 脸上露出了两个可爱的酒窝 一如当初在秦府第一次 见到她时的那般甜美可爱 但洛青州却突然挣扎着走了过去 一把揪住了她的小耳朵 狠狠地掐着 啊 姑爷 疼 饶命 揪蝉蝉 姑爷 你揪蝉 是蝉蝉用剑逼着小百灵 不让小百灵跟姑爷说的 呜 掐小姐 姑爷 你去掐小姐 是小姐不让小百灵说的 呜 洛青州又掐了掐她水嫩的脸蛋 冷着脸道 雪神宫的人跟你是什么关系 啊 什么宫 百灵一脸茫然地眨着眼睛 雪神宫 啊 什么神宫 雪神宫 雪神宫 啊 雪什么宫 雪神什么 哎呀呀 疼 姑爷 好疼 这时 站台上 梅长青的拳头上 重新亮起了拳盲 她看着眼前的少女 神色复杂 月瑶 老夫从未想过 有一天 会对你动手 不过今日 既然你要帮她 那么老夫就只能出拳了 三拳过后 无论结果如何 缥缈先宗与大言 以及与你和你的夫君 所有的恩怨 都一笔勾销 月瑶白裙微扬 青丝微动 并未说话 梅长青也没有再说话 这一刻 整座广场上的空气 呼得一致 修为稍低者 竟突然感到无法呼吸 甚至不远处的崖边 海浪拍击礁石的轰鸣声 也突然消失不见 洛青州的心脏 猛然一缩 目光紧紧盯着上面 梅长青出拳 但这一拳 看着普普通通 不是太快 似乎也没有什么气势 甚至连拳盲也消失了 但站台上的空气 突然停滞 空间开始扭曲 月瑶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白裙不再飘动 青丝不再微扬 甚至连呼吸 似乎都没有了 站台上所有的一切 仿佛都突然静止下来 除了 那只缓慢向前 打出的拳头 站台下 寂静无声 雷洁大能的一拳 这天下 有几个人能够抵挡 这少女消失了那么久 没有了飘渺仙宗的 修炼资源与培养 如今到底是何修为 她凭什么敢上台 主动要求接这三拳 此时此刻 台下所有的修炼者 心头都在想着这些问题 都在摒弃名神 等待着答案 飘渺仙宗 蓝领脸色苍白地看着 彭埃仙岛 一名白发老者的后面 一名身穿白袍的青年男子 也神色复杂地看着 广场外的某处山坡上 一艘飞船停泊在那里 飞船上 几道身影 也站在那里安静地看着 咔 一声像是冰层破裂的声音 突然在站台上响起 这时众人方发现 梅长青的拳头 突然遇到了一道无形的冰层 那冰层阻在两人之间 在拳头的前进之中 冰层开始缓缓破碎和消融 难怪 这一拳看着那么缓慢 原来 拳头每前进一分 都要破开一层寒冰阻碍 当那只拳头 到达月瑶身前 只有两米来远的距离时 突然停滞在了那里 月瑶的身前 光芒一闪 出现了一道寒冰护照 但这道寒冰护照 只存在了一瞬 便在那只拳头恐怖的力量下 冰箫瓦解 拳头继续向前 月瑶身上的长发 突然飘扬而起 身上的白裙 也随风而舞 那只拳头 突然停在了那里 拳头在颤抖着 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力量 阻拦在了那里 再也无法前进分毫 这时 众人才惊愕发现 整座站台的地面 突然结满了冰霜 同时 空气中开始凝结出了 许多蓝色的冰晶 很快 冰层占据了整座站台的空间 哄 一声爆响 梅长青的拳头 突然绽放出了一道刺眼的全盲 一股恐怖的气息传来 瞬间 站台上所有的冰层与冰霜 全部消融一空 不见了踪影 气浪飞卷而出 月瑶站在原地未动 只是身上的白裙 身后的长发 微微飘动 很快 站台上 归于平静 梅长青的第一拳 竟然就这样平平无奇地结束了 众人恶然 茫然 这一拳 台下的很多修炼者 都没有看出什么名堂 都以为这位梅宗主不忍心 所以手下留情了 只有一些修为高身者 才知道这一拳真正的威力 才明白 那台上的少女 竟是如此地强大 当然 这一拳 梅长青并未使用权力 她看着对面的少女 脸上的神色 变得更加复杂 这就是你修炼的无情功法吗 月瑶 老夫曾经对其他人说过无数次 现在 还想再对你说一次 这天下 没有谁能够比你更加适合修炼 可惜 她再次叹息了一声 神色微暗 然后她又握住了拳头 看着她道 老夫要出第二拳了 这一拳 老夫不会再留情 杀 她的拳头上 突然的亮起了五光石色的拳芒 同时 周身竟出现了几条金色的雷电 这一刻 她的气势猛然一变 身上散发的威压 使得台下站在近处的修炼者 皆不由自主地开始后退 风暴响起 站台上竟然电闪雷鸣 这一刻 广场上所有的神魂修炼者 皆赶到体内一寒 神魂战力 哄 这一拳相比于第一拳 突然变得凶猛而气势恐怖 发出的呼啸声 仿佛无数雷鸣在耳边骤然响起 天地变色 那恐怖的拳芒与风暴 瞬间到了台上那名少女的面前 但那少女 依旧站在原地未动 她手里不知何时 出现了一柄月光之剑 闪烁着皎洁月光的剑间 静无声息地刺进风暴 与那只闪烁着拳芒的拳头 处在了一起 这一刻 台上的风暴与雷鸣 竟突然停止 整座站台上的一切 仿佛都突然定格在了这一刹那 但很快 台下众人脸色皆变 整座站台 突然咔的一声 一分为二 在那道剑间与拳头相处的位置 站台上突然出现了一道断痕 仿佛被什么可怕的力量 一刀劈开 然而 这并没有完 还有更加恐怖的一幕出现 人们突然发现 地面开始震动 整座岛屿突然仿佛发生了地震一般 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岛屿四周的海水 化作了滔天巨浪 飞上了半空 几乎把整座岛屿都笼罩在了里面 在崖边栖息的海鸟 突然惊慌失措地扑扔着翅膀逃离 四周海域中的鱼虾 甚至直接被震晕 随着海底的巨潮被抛上了半空 突然 震动停止 整座海岛 一半变成了金色 一半结满了冰霜 在结满了冰霜的那半海岛崖边 飞上半空的巨浪 突然全部凝结成冰 定格在了那里 下面的海水 也突然被冰封住 仿佛千年冰川散发的彻骨寒意 瞬间笼罩住了这半边海岛 众人满脸惊骇之色 飘渺仙宗的蓝铃 更是僵在那里 一动不动 仿佛整具神魂已经离开 蓬莱仙岛的圣子轩元宇 也将在那里 袖中的手 微微颤抖着 不远处的山坡上 飞船上 一名戴着面纱的女子 眸中连衣阵阵 站在他身后的五名少女 此刻 皆平住呼吸 寂静无声 而站台下的大言众人 则一个个张着嘴巴 洛青州同样如此 旁边呼得伸出了一根纤细白皙的手指头 扑得从他张开的嘴巴捅了进去 随即扑斥一笑 躲在了下馋的后面 低声嘻嘻道 看吧 我就知道 姑爷肯定要被吓傻了 哼 看他以后还敢欺负咱们吧 咔 更加令人震惊的一幕 突然出现 地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条更深的裂痕 整座海岛 竟开始缓缓晃动和移动起来 竟然开始一分为二 正在众人惊慌失措之时 台上的两人竟仿佛有默契一般 呼得收了功法 震动消失 寒冰融化 海浪落回水中 金芒溃散而开 所有的异象 开始渐渐回归平静 站台上 梅长青衣袍裂裂 身上的气势 开始缓缓退去 他看着眼前的少女 沉默了许久 方开口道 既有如此实力 又何必一直受着委屈 月瑶手里的月光之剑 不知何时 已经消失不见 他沉默着 没有回答 海风拂过 吹动了他的发丝和白裙 也吹动了他眸中的冰冷与深邃 他那一直以来都平静无波的眸中 此刻 荡起了一丝涟漪 他似乎想要看向台下某处 但始终没有动 可以告诉老夫 你现在的修为吗 梅长青的话 让台下所有的人都是一愣 他们看不出 这少女的修为也就算了 连这位已经跟他打出两拳的梅宗主 竟然也没有看出来 月瑶沉默了一下 微微摇头 没有回答 梅长青微正 随即醒悟过来 目光惊异地看着他 你也不知道 月瑶沉默下来 没有再给出任何回应 台上 又是长久的寂静 梅长青芳 缓缓松开了拳头 目光复杂地看着他道 最后一拳 老夫已经打了 缥缈先宗与大言的恩怨 以及与你和你夫君恩怨 今日 都一笔勾销 说完 他转过身 看向了远处的海洋与天际 又不禁长叹了一声 道 你修炼的不是无情功法 不是武道 也不是魂道 而是另一个道 只属于你自己的道 破无情 亏天道 这九州大陆 如果再有一个人飞升 那必定是你 说吧 他走下了站台 走到了缥缈先宗的人群中 淡淡地道 走吧 我们也该回去了 从今日起 我缥缈先宗 不再参加九州大陆的任何大会 也不再触碰任何国家和宗门的利益 缥缈先宗众人 皆默默地跟在后面 朱玉峰慌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恨不得激动地高呼 宗主万岁 这才是明智之选 蓝师妹 正在此时 一名弟子突然失声惊呼道 众人转头看去 被两名丫鬟搀扶着的蓝铃 肉身已经僵在那里 一动不动 两只瞳孔已经开始放大 而他的神魂竟也已经衰弱而亡 梅长青看了他一眼 不禁叹息了一声 执念太深 何苦呢 随即又道 带回去吧 埋在刘先锋 也算是给其他人一个警醒 缥缈先宗众人 沉默着离去 很快 一艘飞船飞上云霄 消失不见 徐行和走上站台 开口宣布道 缥缈先宗对大言 大言胜出 第二座灵况 徐长老 这时 蓬莱仙岛的孙明 突然开口道 大言弄虚作假 违反规则 不该算作胜出 而应该被淘汰 刘云仙子也冷声开口道 所谓的如道传人 如是初期 都是假的 就是为了击杀飘渺先宗的弟子 这样的比试 如何作算 徐行和看向两人道 就算那一场作废 其他场 大言都赢了 九州大会的规则 没有明确规定 一场作假 全部作废 还有 飘渺先宗的宗主 刚刚也违背规则 上台逼迫大言人揭拳了 所以 这场灵况的争夺战 的确该大言胜出 随即他又道 孙长老 你若是不服气 可以上台挑战 老夫只问你一句 你是能胜过月瑶 还是能胜过他的夫君楚飞扬 孙明眼角肌肉抽搐 脸色阴沉 道 老夫虽然不行 我蓬莱仙岛可不怕他们 这时 他身后的一名如袍男子 冷声开口道 孙师兄 你一个人 并不能代表我蓬莱仙岛 孙明转过头 目光冷立地看了他一眼 正要说话时 旁边又一名老者开口道 孙师弟 你的确不能代表我蓬莱仙岛 这次九州大会 是由徐长老主持 既然他已经宣布结果了 我们蓬莱仙岛自然会遵守 你若是个人不服气 你可以自己上去 孙明眼角的肌肉 抽搐不止 目光看向了其他人 但此时 竟然没有人一个站出来帮他说话 皆用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态度 正在此时 九天摇台的刘云仙子 声音冷冰地开口道 我也不服气 他身后的数十名弟子 也立刻都齐声开口道 我们也不服气 大言弄虚作假 应该淘汰 一看连九天摇台都站出来了 孙明顿时胆气一壮 四周的其他修炼者 也都窃窃私语起来 站台上 徐兴和皱了皱眉头 正要说话时 广场外的山坡上 突然传来另一道冰冷的声音 刘云师姐 你若是不服气 那我就来跟你切磋一下吧 话语刚落 一道雪白身影 已经来到了近处 师姐只用接我三掌 只要能够接住 我御女峰的任何东西 师姐都可以拿走 包括我身上的任何功法和宝物 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 而刚刚还一脸冰冷和淡然的流云仙子 此刻 却是脸色一变 台下 九天摇台和蓬莱仙岛的高层 以及弟子 在看到这道雪白身影后 皆是满脸惊恶 情瑶仙子 她竟然也来了 不过 她怎么要打自己的同门师姐 站台上 徐星河也是一愣 随即连忙到 情瑶师妹 明明喊着师妹 却用静称宁 对于其他修炼者来说 难以理解 但对于熟悉九天摇台的人来说 很正常 因为这位情瑶仙子 是九天摇台当之无愧的第一天才 她从不问世事 不见客人 不参加任何大会 甚至宗门内的聚会 她也很少参加 没有人知晓 她现在的修为 也没有人见识过她真正的实力 甚至 很少有人 看过她的真面目 包括九天摇台的 那些封主和长老 但 没有一个人敢小觑她 据说曾经 九天摇台的 某位太上长老 追求她时 被打成了重伤 九天摇台的宗主 去询问情况时 被她拒之门外 然后事情不了了之 没有人再敢追究 而九天摇台的老祖 曾经亲自对全宗警告过 任何人都不能去招惹她 否则打死活该 从那以后 再没有人敢主动去育女风 当然 她本人也少出来 所以此刻 当看到她突然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竟然主动开口 要给自己的同门师姐三掌时 大家都有些猛 就连九天摇台那些长老 也被吓到了 何况是当事人刘云仙子 秦瑶师妹 你是什么意思 帮着外人 刘云仙子顿时脸色一沉 而那道向来与世无争的雪白身影 此刻却是异常气势逼人 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打你 刘云仙子的脸色 顿时变得难看无比 场中 寂静无声 四周修炼者 皆在心头暗暗嘀咕着 这一下可有热闹看了 没想到九天摇台 今日也有大瓜 徐星河连忙低声劝说道 自家师姐妹 何必如此 有什么事情 回去再说 免得让其他宗门笑话 九天摇台其他人 也都连忙开口劝说 秦瑶一袭白裙 脸上戴着面纱 冰冷而立 并未理睬他们 目光依旧看着刘云仙子道 你若不敢 那从现在开始 你就闭嘴 刘云仙子 何曾受过如此羞辱 怒道 秦瑶 你当真要维护大言 秦瑶冰冷地道 是 刘云仙子顿时讥讽一笑 就是因为看中这两人的修炼天赋 还是 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秦瑶身上的白裙 轻轻飘动起来 声音冰冷地道 不用转移话题 你是师姐 我可以先让你三掌 三掌过后 我会再出手 刘云仙子 眼角抽出了几下 脸色阴沉 握紧了拳头 两人的气势 呼得都开始拔高 场中气氛 顿时剑拔弩张 四周修炼者 皆开始悄悄后退 生怕这两大高手突然动手 殃及吃鱼 但正在此时 刘云仙子却是气势一收 冷哼一声道 的确 我是师姐 我又何必跟你计较 你爱维护 谁就维护谁 跟我没有关系 至于大言是否合规 跟我就更没有关系了 我也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没必要因为这儿 与同门动手 惹人笑话 说完 他便转过身 带着身后的弟子 离开了广场 四周准备看热闹的修炼者 接面面相聚 这就怂了 此时 太阳已经坠到了西边 已是傍晚 今日的比试 总算彻底结束 但今日发生的事情 将会成为九州大陆 各个国家和宗门 挥之不去的话题 秦瑶仙子 收起了身上的气息 并没有看任何人 默默地向着台下走去 但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 一道冰冷的声音 你的东西 听到这个声音 他身子一颤 停下了脚步 却似乎在害怕着什么 并未回头 就这样安静地站在那里 一件东西飞向了他 秦瑶伸手揭在手里 守护得一颤 面纱下的嘴唇 微微颤抖着 他终于还是忍不住 缓缓转过头 看向了身后那张绝美无暇的容颜 两人目光相对 少女的眸子 依旧冰冷无情 没有任何波澜 寂静许久 秦瑶收回目光 缓缓握紧了手里的玉佩 随即走下了站台 橘红色的夕阳洒落在她的身上 这一刻 她的背影竟显得是那么的落寞与孤寂 洛青州看着她的背影 脑中嗡嗡作响 直到秦大小姐从台上走下来 带着夏禅和百灵离开时 她才醒过神来 姑爷 我们要走咯 百灵还提醒了一声 洛青州连忙追上道 那道身影并未停下脚步 继续向前走去 百灵低声道 姑爷 我们先回去了 你也早点回去哦 记得把嘴巴保护好 不要让坏人咬了哦 回去还要唱很多很多遍小毛驴呢 说完 她嘻嘻一笑 像是粉色的蝴蝶 跟在雪白的花朵的后面 蹦蹦跳跳 偏仙而去 洛青州正要去追时 身后突然传来了宝宝的哭泣声 哇 她顿时将在原地 南宫火月抱着宝宝 走了过去 语气弱弱地道 宝宝想你了 宝宝 哇 洛青州收回目光 转过身看了她一眼 接过了她怀里的宝宝 宝宝一只手抓着自己的胳膊 扁着小嘴 哭得格外伤心和委屈 洛青州心头疑惑 揭开了她胳膊上的衣服 这才发现 那娇嫩的皮肤上 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指甲印 她抬起头 看向了眼前的女皇陛下 咦 难怪宝宝哭得这么伤心 原来是被虫虫咬了 可恶 正要把那只坏虫虫碎尸万段 女皇陛下很是愤怒 到处去找 那只胆大包天的虫虫 没敢跟她对视 既然比试已经结束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这时 白衣衫走了过来 庄之言兴奋道 这次得了两座灵矿 我大言以后 再也不怕没有修炼资源了 随即又满脸欣慰和激动道 飞扬 五王啊 哈哈哈哈 白衣衫与众人又说了几句 然后去找到了 走下站台的徐星河 表示 想要今晚离开 明天还有最后一场比试 那是九天摇台 和蓬莱仙岛的舞台了 大言已经获得了三件宝物 已经不能再参赛了 就算可以再参赛 他们自然也不会再冒险 这次他们的收获 已经大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徐星河点了点头 道 没事 你们先回去就是 随即又笑了笑 意味深长地道 白院长 以后多来我九天摇台做作 说不定 我们以后还是一家人了 白衣衫拱手道谢 并未多说 夕阳很快落山 广场上 众修炼者都陆续散去 有人今晚离开 有人继续待在这里 准备观看明日九天摇台 与蓬莱仙岛的比试 列成两半的岛屿 一时之间还是安全的 并不会沉默 大言众人则坐了飞船 飞上了云霄 离开了这里 洛青州受了伤 又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需要好好休息一番 岳武准备了热水与浴桶 伺候他洗了个澡后 他便躺在床上疲惫地睡着了 岳武退去后 轻轻关上了房门 不多时 南宫火月推开房门 走进了房间 他站在床前 安静地看了他很久 方悄然出去 洛青州整整睡了三天 醒来后 南宫火月亲自端了饭菜进来 然后坐在床边 低着头 没有说话 洛青州见此 疑惑道 陛下怎么了 南宫火月又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 方突然叹了一口气 抬起头看着他道 朕知道 你肯定是要重新娶他的 朕之前就说了 不会反对你们的 他为你付出了很多很多 的确配得上你 但是 朕还是想提醒你一句 虽然他很强 但是 大言 婚姻法 陛下 洛青州放下了网筷 有些不忍地看着他道 其实有件事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 当然 我也才知道不久 南宫火月 缓缓眯起了眸子 道 你说 洛青州叹了一口气 一鼓作气地道 其实我与他并没有真的合理 之前我们的确签订修书了 但是 那封修书是假的 是百灵签的字 不算数的 所以 他依旧是我的 陛下 陛下 你怎么了 南宫火月倒在床上 睁着眼睛 一动不动 洛青州连忙抱住了他 道 陛下 你别太激动 其实对于我来说 无论是大娘子 还是二娘子 或者是 正是小丑 南宫火月突然泪流满面 正是小丑啊 想到他曾经无数次当面嘲讽那个女人 还让对方喊他姐姐 他就 呜呜 他捂住了脸 在床上扭曲着身子 似乎想要直接从床板处钻进床底 但他却无意间钻进了洛青州的 啊 陛下 饶命 可恶 你这个卑鄙狡猾的混蛋 朕今日要把你生吞活泼 一口咬死 啊 陛下饶命 其实 其实我也是小丑啊 啊 不准再提小丑这个词 朕不是小丑 朕没有做过那些小丑事 是小月 都是小月做的 小月才是小丑 对对对 陛下说的对 是小月 小月才是小丑 啊 啊 又三日后 飞船终于回到了大盐 白衣衫先把两人送回了皇宫 又去送其他人 陛下好好休息 陈仙告退了 洛青州把宝宝放好后 就准备离开 南宫火月被月舞搀扶着 虚弱地在软塌上坐下 修长笔直的双腿 还在火红的衣裙下 微微颤抖着 瞪着他道 朕不怕你 有本事 你别一直用电 洛青州拱手道 下次一定不用了 正要离开时 南宫火月突然又到 告诉他们 明天朕要去府上用膳 洛青州有些为难 南宫火月顿时冷哼一声 道 放心吧 朕就是去吃个饭 不会跟他吵架的 朕是皇帝 又不是泼妇 洛青州这才放下心来 答应了一声 便告退 出了皇宫 看着外面晴朗的天空 沐浴着明媚的阳光 他的心情格外地好 我是一只小毛驴 他从来也不骑 他情不自禁地哼了几个 回到秦府 他直接来到了灵禅月宫的门口 神色复杂地看着门上的名字 我真傻 天下第一大沙壁 他抬起手 准备去敲门 但这一刻 却突然又有些紧张和忐忑起来 进去了 是喊月姐姐 还是喊大小姐 见到他了 是恭恭敬敬维持君子风度 还是给他一个深情的拥抱 又或者 先发制人 开口质问他为何要当一个小骗子 让他心虚愧疚 变成一个温顺的小绵羊 他仔细想了很久 决定先发制人 立刻占据道德和道理制高点 让对方产生愧疚 然后毫无还手之力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 让他唱小毛驴了 大小姐 月姐姐 唱小毛驴 跪下 蛤 支呀 正在他咧着嘴幻想着时 院门突然打开 小百灵露出了脑袋 眨着乌溜溜的毛子看了他一眼 奄然一笑 道 姑爷 小姐说了 暂时还不想见你 洛青州连忙道 百灵 跟大小姐说 我是来给他认错的 是我有眼不识娘子 让大小姐狠狠地惩罚我吧 让我给他当小毛驴 让他骑三天三夜也没关系 小百灵顿时扑斥一笑 姑爷想得真美 院门关上 百灵在门里催声道 姑爷 自己想办法哦 只有小姐同意 姑爷才能进来的 洛青州连忙讨好道 小百灵 给个提示 百灵在里面笑道 小百灵也不知道 姑爷应该去问二小姐的 洛青州闻言 值得样样离开 带他回到隔壁的梅乡小院时 小蝶和朱儿 正在小院里修剪着花草 书房的窗户开着 秦儿小姐一袭素白衣裙 正柔柔弱弱地 坐在屋里的书桌前 手持狼嚎 安静地写着字 秋儿则穿着蛋黄衣裙 在旁边帮着炎末 咦 公子回来了 小蝶第一个看到他 立刻开心地对着屋里道 小姐 公子回来了 朱儿也抬起头来 窃窃地看着他 洛青州走过去 揉了揉两个小丫头的脑袋 问道 在家乖不乖 小蝶笑道 不乖 公子不在 我们都不乖 朱儿则不敢开玩笑 低着头 脸颊微红 任凭这家伙揉着自己的脑袋 洛青州对着小蝶的脑袋 轻轻敲了一下 道 让你不乖 然后又敲了一下朱儿的脑袋 道 不说话就是默认 小馒头 让你也不乖 朱儿 窗里传来了 秦儿小姐的轻笑声 青州哥哥 微默也不乖呢 洛青州立刻走向屋里 吩咐道 秋儿 准备鞭子 谁不乖 就打谁屁股 秋儿笑着道 奴婢可不敢 那就打你屁股 洛青州脱了鞋子 踩着雪白柔软的毯子 进了书房 虽然天气温暖 书房里依旧然找暖炉与熏香 秦儿小姐 穿着稍显单薄的素白衣裙 从椅子上站起 然后便拎着裙白跑过来 扑进了他的怀里 这一刻 洛青州心头柔情似水 紧紧抱住了他 秋儿把桌上的笔墨纸烟收拾好 默默地退了出去 帮他们关好了房门 青州哥哥 微默想你了 我没事 这不是回来了吗 姐姐先回来的 洛青州心头一动 立刻道 微默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嗯 秦儿小姐笑着道 微默早就知道 青州哥哥 一直朝思暮想暗恋着的月姐姐 其实就是姐姐 洛青州 秦儿小姐轻声道 青州哥哥别怪微默 是姐姐不让说的 姐姐应该是希望青州哥哥心无旁骛 一心修炼 我是小丑 这一刻 洛青州突然想到了 女皇陛下的这句话 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小丑 相比于女皇陛下的小丑行为 他更加涉死和羞耻 百灵今早过来跟微默说了 说青州哥哥什么都知道了 还说青州哥哥 在九州大会上好威风 有好多好多门派的女子 帮青州哥哥 别听那丫头胡说 哪有好多女子 青州哥哥 陛下知道这件事了吗 知道了 陛下说 明天会来府上吃饭 不知道是何用意 不会要当着岳母大人的面 跟你们吵架吧 秦儿小姐忍俊不惊 道 当然不会 陛下来过很多次 每次都会顾及你的颜面 好生说话的 陛下才不会跟我们吵架呢 最多 回去后好好教训青州哥哥 洛青州叹了一口气 道 回来的路上 已经教训了 秦儿小姐好奇道 怎么教训的 洛青州叹道 一言难尽 我现在 都还双腿发软呢 一次又一次 各种姿 各种招数 差点没把我教训死 哼 微默今晚也要好好教训 教训青州哥哥 别 微默要跟秋儿 小蝶 猪儿一起教训 让青州哥哥知晓厉害 嗯 夫妻两人又抱着说了一会儿情话 洛青州方开口求助 微默 我刚刚回来时 去大小姐那里了 不过吃了闭门羹 百灵让我来找你问计 秦儿小姐笑道 微默也无计可施 青州哥哥自己想办法吧 洛青州一脸苦恼 秦儿小姐低声道 姐姐其实挺怕娘亲的 洛青州心头一动 道 找岳母大人帮忙 秦儿小姐笑道 可以试试 反正娘亲之前说了 要帮青州哥哥做主的 之前青州哥哥心理矛盾 难以下定决心 所以也没有主动求娘亲帮忙 现在 青州哥哥应该很坚定了吧 只要青州哥哥主动说出来 娘亲一定会帮忙的 毕竟娘亲早就同意了 娘亲也希望 姐姐有人陪着 洛青州沉思了一下 道 我试试 晚饭很丰盛 宋如月知晓自家状元 贤婿回来后 提前带着梅儿 从店铺里回来了 还买了很多菜 然后亲自下厨 做了很多拿手的好菜 不过可惜的是 大小姐又没有出来吃饭 酒过三巡后 秦儿小姐给洛青州 使了个眼色 然后起身离开 顺便带走了 屋里所有的丫鬟 宋如月见此 知晓她有话要说 笑道 青州啊 自家人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只要岳母能办到 一定帮你 洛青州连忙起身 端起酒壶 给她蒸了一杯酒 道 岳母大人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 就是 就是青州今日刚回来 想去给大小姐请个安 但是大小姐闭门不见 青州觉得 既然是夫妻 这样似乎不太好 青州又不敢说什么 所以想请岳母大人 去帮忙问一下大小姐 青州哪里做得不好 青州一定认错改正 宋如月一听 顿时猝起眉头道 奸家这丫头 还是这样 随即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道 青州 你放心吧 岳母待会儿就去找她 哼 身为娘子 怎么能对自家夫君 这般态度 她要是不喜欢 就直接说嘛 我们又不会勉强她 实在不行的话 就直接让你们再 岳母大人 洛青州连忙又端起酒壶 给她蒸了一杯酒 厚着脸皮道 大小姐其实是 是喜欢我的 只是 大小姐脸皮薄 所以有些害羞和矜持 宋如月看着她道 你确定 洛青州却确定地点头道 当然 大小姐喜欢我 大家都知道 无论是二小姐 还是小蝶他们 还是百灵和缠缠 他们都知道 宋如月震了一下 问道 那你呢 你喜欢她吗 洛青州没有任何犹豫 当然喜欢 大小姐是我的娘子 我当然喜欢她 宋如月一脸奇怪地看着她 道 以前不管是问你 还是问薇墨 你们都犹犹豫豫的 今日倒是很坚决啊 洛青州善善一笑 随口解释道 以前青州无功名 不敢奢求太多 现在 大言婚姻法也规定了 以青州如今对国家的功绩 是可以 可以的 宋如月不禁白了她一眼 道 我秦家的便宜 都让你小子 给占完了 洛青州连忙 厚着脸皮道 青州也是秦家人 自家人 当然要便宜自家人 当上了状元郎 开始不要脸了 岳母大人 小须再敬您一杯 告命夫人岳母大人 小须再敬您一杯 29岁的告命夫人岳母大人 小须敬您 干杯 两人碰杯 一饮而尽 吃完饭后 宋如月起身 脸蛋熏红 微微有了醉意 道 走吧 岳母大人去为你做主 既然您 已经确定了 那么这件事 的确是该解决了 再拖下去 陛下的孩子 都要打酱油了 洛青州心头一跳 道 怎么提到陛下了 宋如月瞥了她一眼 道 看到陛下那么可爱的宝宝 难道你不心动 我家兼家那么漂亮 你若是与她生个宝宝 绝对比陛下的宝宝 要漂亮多了 而且你又这么倦 那楚公子的相貌 比你可差远了 她生的宝宝都那么漂亮 何况是你 洛青州 两人一路说着话 很快来到了临缠月宫 洛青州怕她摔跤 一路上都很殷勤地搀扶着她 表现得格外孝顺 咚咚咚 来到门前 宋如月直接抬手敲门 里面很快传来了 百灵清脆的声音 谁 谁在咚咚咚 又是姑爷吗 小姐没有答应 小百灵不敢给你开门呢 小百灵在尿尿 不准从门缝里偷看哦 宋如月凑到门缝里看了一眼 立刻冷声道 小百灵 是我 开门 啊 是夫人 小院里立刻传来了 蹬蹬蹬的跑步声 支呀 院门打开 小百灵探出了脑袋 眨着乌溜溜的毛子 看着两人 刚要说话 宋如月不由分说 直接推开门走了进去 百灵连忙张开双臂 拦着两人道 夫人 不能进去 小姐 小姐睡觉了 洛青州 直接揪住了她的耳朵 把她揪开 道 别挡路 啊 疼疼疼 百灵一边挣扎 一边叫疼 宋如月直接走进了屋里 在几个房间看了一眼 又去了后面的花园 洛青州揪着百灵的耳朵 跟在后面 后花园 凉亭中 一袭雪白衣裙的少女 正站在珠红色的栏杆前发着呆 亭外的大树下 下馋正练着剑 百灵连忙呜呜叫道 小姐 救命啊 姑爷揪人家耳朵 快揪掉了呀 呜呜 洛青州松开了手 目光看向了梁亭里的那道身影 她曾经无数次来这里给她请安 每次都是格外的拘谨和尴尬 并不想多待 仿佛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几句话后便匆匆离开 但今晚 在看到这道身影时 她却希望能够永远待着这里 永远看着她 陪着她 即便她 依旧冰冰冷冷不理她 她是月姐姐 是为了她默默付出 宁愿牺牲自己神魂的月姐姐 也是她正式败过天地 名副其实的娘子 尖家 娘亲有话对你说 宋如月走进了梁亭 直接开口 秦大小姐沉默了一下 转过身来看着某人 神色清冷地道 让她自己说 宋如月威正 转过头来道 青州 那你自己说吧 别怕 有岳母在呢 洛青州面对着这双冰冷 而熟悉的毛子 却是吞吞吐吐 说不出来 宋如月顿时白了她眼道 胆小鬼 怕什么 她又不会打你 有话就说 你刚刚不是说 尖家喜欢你吗 她既然喜欢你 你还怕什么 洛青州连忙尴尬道 岳母大人 你喝醉了 青州没有 没有说过 宋如月立刻道 怎么没有说过呢 你刚刚还说 威莫小蝶他们 还有查儿和小百灵他们 都知道尖家喜欢你 我可没有记错 洛青州低头看着地上 默默地找着地缝 百灵在亭外揉着耳朵 低声嘀咕道 姑爷脸皮好厚 宋如月又鼓励道 青州 不要怕 有什么话 尽管对尖家说 她是你家娘子 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在犹犹豫豫 黄花菜都要凉了 洛青州这才深吸一口气 抬起头来 看着面前的绝美少女 心头一横 勇气顿生 道 大小姐 我想跟你说 我们澄清了这么久 我觉得 我觉得 秦大小姐目光清冷地看着她 道 觉得什么 宋如月催促道 快说 洛青州顿时握紧了拳头 勇敢地 与她清冷的毛子对视着 道 我觉得 我们该 该动房了 我要跟大小姐做 做真正的夫妻 此话一出 整个后花园里 顿时一片寂静 宋如月看着自家闺女 顿了顿 轻声开口道 兼家 青州的要求 并不过分 你是她的妻子 理该与她动房 说到此 她不禁叹了一口气 道 你也知道 威莫她 她的身子弱 无法与青州行房 你是大妻 所以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青州如今又考上了状元 功成名就 正是该喜上加喜的时候 这样无论是对我们秦家 还是对她去世的母亲 都有个交代 兼家 听娘亲的 不要再任性了 青州是个好孩子 别再冷落她了 说完 梁亭里 又寂静了许久 秦大小姐方看着某人 冰冷开口 我可以跟你动房 此话一出 落青州脸上刚要露出笑容 突然又听她道 不过 你要先把你身边所有女人的名字 都写在纸上 给娘亲看一下 落青州 姑爷 笔墨 指研来咯 百灵立刻笑嘻嘻的 第一时间拿来了笔墨指研 然后一边勤快地沿着膜 一边嘻嘻道 姑爷 可要想好了再写哦 若是少一个 那就麻烦了 小姐会真的生气的哦 落青州嘴角抽搐不止 宋如月疑惑地看着她道 青州 你这是什么表情 难不成 你在外面还有其他女人 落青州 宋如月眯了眯眸子 随即又笑道 没事 男人吗 哪个在外面没有女人 你是状元郎 又长得这般英俊 有女人勾引你 也是正常的 没事的 岳母不会生气的 写吧 有几个 一个还是两个 三个也没关系 听见家的 写吧 随即又低声冷横道 哼 本告命夫人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哪些胡 哪些女人 竟然敢勾引我告命夫人的女婿 落青州 醋坛子打翻了 落青州没有想到 大小姐憋了这么久 终于还是在这一天 她带着岳母大人来逼宫时 爆发了 这是绝杀 招数精妙 神鬼莫测 即便是身为武王的她 也很难接住 大小姐不愧是大小姐 岳姐姐不愧是岳姐姐 落青州在僵硬了一分零一秒后 突然捂着肚子道 啊 肚子疼 岳母大人 今晚的饭菜不对劲 说完 仓皇而逃 转眼间已在园门外消失不见 宋如月站在园地愣了一会儿 疑惑道 我肚子怎么不疼 百灵笑嘻嘻地道 因为夫人不虚 宋如月一愣 道 青州虚 百灵很认真的点了点头 道 当然 姑爷可是很虚的 宋如月陷入了沉思 落青州逃回到梅乡小院 把事情经过告诉了秦二小姐 秦二小姐一边笑 一边做事要去研磨 道 秦州哥哥 快写出来 微末也想看 一张宣纸够吗 落青州一把把他扯进了怀里 道 再调皮 打屁股 秦二小姐在他怀里笑着道 秦州哥哥 可以少写几个呗 落青州叹气道 当然不行 我身边有多少女人 大小姐比我还清楚 你觉得 我敢少写一个吗 关键是 大小姐说的是 把我身边的女人都写出来 不单单是有关系的女人 而岳母大人则以为 我写出来的 都是跟我有关系的女人 所以 你觉得 我敢写出来吗 秦二小姐在他怀里笑个不停 道 姐姐好厉害 果然 只有姐姐能够降服 青州哥哥 唉 落青州 哀声叹气 秦二小姐又笑了一会儿 方青生安慰道 青州哥哥也不用太担心 反正姐姐 已经在青州哥哥的碗里了 随时可以吃掉的 落青州叹气道 本以为我成为五王了 可以随便揉捏他了 谁知道 现在更不敢了 本来岳姐姐的实力就很可怕 现在又加上大小姐的身份 双重buff 我好难啊 秦二小姐道 青州哥哥 想怎么揉捏姐姐 懒得理你 两人又在桌前说了一会儿话 方进了礼物 上了床 秦二小姐 穿着薄薄的蟹衣 柔柔地衣在她的怀里 长发也披散下来 烛光下 香肩雪白嫩滑 小脸娇美动人 双眸更是水汪汪的 充满了令人怜惜的柔弱 青州哥哥 睡觉 明天陛下还要来 青州哥哥 魏莫觉得身子好多了 呼噜 一日阳光明媚 宋如月得知 陛下要来府中用膳的消息后 立刻让周管家妇女 出去买菜去了 又吩咐丫鬟 打扫小院和厅堂 她则系上围裙 在厨房忙碌起来 晌午时 月舞却带来了消息 陛下突然有事 今日就不来了 过几日有时间再来 洛青州暗暗松了一口气 亲自把她送出了小巷 询问情况 月舞道 大蒙帝国的王爷来了 陛下与群臣正在接见 还要设宴款待 听说对方在边境的大军 已经退去了 这位王爷奉命 来与我大言递结盟约的 洛青州听完 点了点头 道 倒是挺时食物 月舞又道 公子要去吗 陛下说 如果公子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再吓吓他们 说到此 他扑斥一笑 听说他们已经被公子 吓破胆了呢 洛青州沉吟了一下 道 我就不去了 大蒙毕竟是大国 与我们大言 又是邻国关系 既然对方主动认怂求和 就没必要再咄咄逼人了 让陛下好生款待 如果条件可以的话 就与他们签下盟约 毕竟我们大言这两年战乱不断 百姓和将士都刚安定下来 的确该休养生息几年了 月舞点头道 嗯 奴婢会把话带到的 洛青州看着他道 不用自称奴婢 月舞笑道 那自称妾身可以吗 公子家的大小姐和二小姐听了 会生气吗 洛青州一致 挥了挥手道 走吧走吧 烦人 月舞笑着离开 剑马车走远后 洛青州方拿出传讯宝碟 给郡主发了消息 邀请他来请府吃饭 昨日之所以直接从宫里回来 没有去看郡主 是因为在宫里不太好说报仇的事情 王妃的生活 如今已经恢复正常 心头的创伤 虽然永远也无法愈合 但现在至少已经平静下来 所以他不敢再提之前的事情 免得又让他想起那晚的惨事 就告诉郡主 一个人就好了 他答应过郡主 要为他报仇的 这次总算是完成任务了 南宫美娇很快回复了消息 今日要陪母妃去皇陵祭拜父王 谢谢你 洛青州 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刚好我今日也没事 小美娇 不用 你要是跟我一起 父王在天之灵 会骂我的洛青州 为什么 小美娇 你知道城外十里停出的马场吗 洛青州 当然知道 那不是你家开的吗 我的马还在那里呢 怎么了 小美娇 里面有一只非常强壮的公马 一共在马场里交配了五百多次 对于母马来者不惧 马场里的人都叫他大种马 我去看了 他跟你长得很像 虽然可能没有你交配的次数多 洛青州 小美娇 不说了 我们要出发了 洛青州收起传讯宝碟 叹了一口气 他哪里是大种马了 他哪里来者不惧了 他要是真来者不惧 林霄宗 仙云阁 皇宫 甚至是九天摇台 早就都成为他的后花园了 算了 亲者自亲 只要他问心无愧就行了 想到九天摇台 他不禁又想到了那位秦摇仙子 他现在总算明白过来 当初秦摇仙子 总是偷偷来大言 原来不是 来偷看他 而是来偷看 不对 或许也是顺便偷看他 毕竟他是大小姐的夫君 不过 既然大小姐已经把玉佩还给对方了 看来是早就知道 真相了 也已经做出决定了 他就没必要再跟大小姐提这件事了 还是好好想想 该怎么让大小姐给他生闺女吧 吃完午饭后 他去了东湖龙宫 见了龙儿 被龙儿逼着 在湖底七龙遨游了许久 天黑后 他回了秦府 在秦儿小姐的鼓励下 他又独自一人来到了林禅月宫门外 百灵开了门 笑嘻嘻地道 姑爷 都一天一夜了 名字有那么多吗 还没有写完 要不姑爷来说 小百灵和禅禅 还有大小姐 一起来帮姑爷写呗 骆青州直接道 没写 我可以去见大小姐吗 百灵摇了摇头 道 小姐等着你的名字呢 骆青州叹了一口气 道 可以不给岳母大人看吗 我怕她受不了 百灵扑斥一笑 是怕夫人受不了 还是怕姑爷 你自己的屁股受不了 骆青州伸手就要去抓她 谁只手刚要伸出去 院门突然关上 百灵在里面撅着小嘴道 姑爷 不能欺负小百灵了哦 除非 姑爷先欺负小姐 嘻嘻 说完 便蹬蹬蹬地跑走了 骆青州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方转身离开 算了 不急 反正都已经在碗里了 大不了她每天都来 京城所至 京时为开 话说 明淡 她仔细想了想 回到梅乡小院后 又与秦二小姐商量了一番 决定豁出去了 写就是了 反正大小姐早就知道了 只要不让岳母大人知道 那就没事了 青州哥哥 那你写吧 威莫亲自拿过去 求姐姐不要告诉娘亲 其实威莫觉得 姐姐只是吓唬青州哥哥的 不会真的给娘亲看的 秦二小姐一边言没 一边柔声分析 洛青州拿起笔 展开了宣纸 道 希望如此 不过 我真要把认识的女子都写一遍 还是 只写有关系的 秦二小姐想了想 道 只要是稍稍关系好的 或者会让姐姐误会的 都要写 若是故意隐瞒 姐姐肯定会知道的 到时候 就更有理由不理你了 洛青州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道 好吧 她提笔战末 开始写了起来 大小姐秦间家 二小姐秦威莫 女皇陛下南宫火月 蝉蝉 小蝶 美娇郡主 龙儿 师叔 秋儿 猪儿 月舞 应该够了 秦二小姐仔细看了一下 道 青州哥哥 百灵呢 还有你师父呢 还有雪衣姐呢 还有刀师姐呢 应该还有其他人 洛青州道 我就是故意不写百灵那个丫头 其他人 我感觉不用写吧 秦二小姐道 青州哥哥若是不写 姐姐肯定会生气的 姐姐可是 无所不知的 可是 我跟他们 真的清清白白 青州哥哥 应该去跟姐姐解释的 青州哥哥觉得 姐姐会听你的解释吗 哎 写上吧 只要青州哥哥问心无愧就好了 我当然问心无愧 洛青州 只得又拿起笔 开始添加 等全部写完了 他越看越心惊 越快越惊诧 这么多 秦二小姐悠悠地道 哼 洛青州 秦二小姐把名单拿走了 送到了凌缠月宫 很久后才回来 百灵先看了名单 然后生气了 进了房间就没有再出来 缠缠也看了 然后又去练剑了 对着前面的大树刺个不停 姐姐看了后 很平静 没有说话 洛青州连忙道 大小姐什么话都没有说吗 秦二小姐道 嗯 一句话都没有说 应该早就知道了 威莫求她 不要告诉娘亲 她也没有说话 不过应该是答应了 洛青州皱起眉头 秦二小姐叹气道 青州哥哥 看来只能靠你自己了 唉 洛青州也叹了一口气 道 算了 不急 慢慢来 接下来的一连五天 每天都早上 中午 晚上 她都会去凌缠月宫一次 但连门都没有进 百灵甚至不给她开门了 这一天 午饭后 她进了皇宫 与陛下一起斗着宝宝玩 两位郡主也在 南宫雪衣很兴奋地道 现在整个京都的茶楼 酒楼 甚至是青楼 那些说书人 都在说着北京王 和状元郎的故事呢 我昨天去听了很久 说得真精彩 黄姐 有时间你也可以去听听 说得可好了 南宫火月看了她一眼 道 具体说了什么 南宫雪衣正要说出来 洛青州连忙道 嘘 别说话了 宝宝要睡觉了 几人都看向她怀里的宝宝 宝宝正睁着大眼睛 在抓她的手指头 哪有一点想睡觉的样子 其实洛青州 昨天也去茶楼厅了 那些说书人是真的过分 着重点不是应该说她 为了大言而英勇战斗的事情吗 怎么一直在说 她有多少多少女人 哪个女人 是什么身份的八卦呢 最可恶是 有很多女人的名字和身份 连她自己都都没有听说过 雪衣郡主 那些说书人 都是胡编乱造的 没什么意思 不要说了 这时 女皇陛下去突然起身道 刚好今日无事 雪衣 美娇 走吧 我们出去听听 洛青州连忙道 陛下 你闭嘴 女皇陛下顿时瞪了她一眼 显然还在因为大娘子的身份变换 而迁怒于她 走了 南宫雪衣 很是兴奋 洛青州无奈 只得把怀里的宝宝 交给了雪衣 也跟在了后面 月影立刻出去准备了马车 几人换了普通的便服后 就乘坐马车出了宫 哪里讲得好一些 马车上 南宫火月问道 南宫雪衣想了一下 道 应该是青楼 青楼的人都爱听 请的都是很出名的说书先生 南宫火月不假思索道 那就去青楼吧 洛青州连忙道 陛下 不可 青楼乃 青楼乃你这种人去的地方 不适合我们女子 对吗 南宫火月冷着脸道 洛青州一致 道 我没去过 一旁的南宫美娇立刻道 陛下 他去过 当初他去青楼 还被百林和夏禅抓了阵阵 洛青州 好说歹说 女皇陛下终于放弃了去青楼的想法 直接找了一个最大的茶楼 月影早已带着人 混进了茶楼 装作普通的客人 在二楼站了桌子 几人进去后 说书还未开始 在二楼喝着茶 说着话 等待天快黑时 楼上楼下的人 很快多了起来 这时 殿小二方高声宣布 说书先生来了 这位庄先生 可是我们花费了大价钱 从献献楼请来的 当那位庄先生 带着一个身材娇小的少女 从楼梯上走上来时 洛青州顿时瞳孔一缩 庄先生穿着一席长衫 满脸胡渣 衣服也脏兮兮的 看着不修蝙蝠 而那名少女 也是穿着粗布衣裙 头发随便扎着 模样也普普通通 妇女两人上了台 对着大家唱了诺 寒暄了几声后 便开始在众人的催促下 讲了起来 今日我们来讲讲 那北京王两个身份 和每个身份的红颜知己的故事 这时 连楼下的客人 也都挤了上来 楼梯上和栏杆前 挤得满当当的 殿小二不断提醒大家小心 别摔下去了 话说那北京王在海岛上大发神威 杀的那飘渺先宗片甲不留 无论是长老 还是他们徒子徒孙 接下的屁滚尿流 跪地求饶 正在大言即将胜出时 天空突然一声巨响 天闪雷鸣 翻江倒海 一名相貌猥琐的中年人 踏着波浪从海上走来 只一步便到了站台之上 他就是飘渺先宗的宗主 梅长青 一名拥有着雷杰境界的超级高手 梅长青那老匹夫 趁着北京王受伤之际 竟然开口 要让北京王站在那里不动 让他打 一百拳 何其卑鄙无耻 此话一出 台下众人接一份甜鹰地怒骂起来 臭不要脸的老匹夫 以大欺小也就算了 竟然让咱们的北京王 站在那里不动 让北京王打死他 老庄抬手阻止了大家的愤怒 继续讲了起来 北京王当时已经受伤 又战斗了那么多场 早已筋疲力竭 可是那位飘渺先宗的宗主 苦苦相逼 没办法 我们大研的修炼者太弱 都无法抵挡对方的拳头 正在北京王想要搏命抵挡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 突然从人群后面传来 我来带他接 接什么 当然是接飘渺先宗那位宗主的拳头 这时 台下的众修炼者都很疑惑 此人到底是谁 凭什么敢大研不惭 带北京王接拳 他又是北京王的什么人 为何要维护北京王 这时 众人转头看去 突然都惊呆了 一个角色少女 貌若天仙 美帝不似人间之人的白衣少女 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众人都惊呆在了原地 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 泽泽 那是真的漂亮 那少女气质冰冷 宛若天仙下凡 他缓缓走上站台 站在了北京王的身前 护住了北京王 目光冰冷地看着前面一脸猥琐的梅长青 这时台下突然有人问那少女 你是什么身份 你跟北京王是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帮他接拳 你们猜那少女如何回答 老庄说到这里 突然戛然而止 而他的闺女小七 则立刻满脸笑容地拿着盘子开始收钱 你大爷的 就不能一下子讲完了 再要钱 给给给 搞快点 再断 老子一鞋底子抽死你 盘子里很快多了很多钱 老庄满脸陪笑 正要继续讲时 靠窗的一桌上 一名身穿粗布衣衫的瘦小老者开口道 据说那缥缈仙宗的宗主 曾经对我人类有大功 而且听说 他为人正派 相貌不凡 先生怎么知道他长得猥琐 老庄看向了他 笑道 在下也是听别人说的 坏人在书里 都是猥琐的 并不一定是相貌猥琐 瘦小老者冷笑道 你又怎么知道 他是坏人 道听途说 败坏别人的名声 这就是你们说书人的品德 这时四周的看客 见他一直出口打扰 皆忍不住骂了起来 老东西 关你屁事 不听滚蛋 能不能闭嘴 没看到你赏一分钱 就喜欢嗶嗶 来这里听书的 大多数都是江湖豪侠 说话自然不留情面 至于那些温文尔雅的读书人 则大多都去了青楼 那名瘦小老者身旁 立刻站起来了两名青年 满脸怒气地 跟着刚刚叫骂的人吵了起来 洛青州见此 立刻在桌下握着女皇陛下的手 低声道 陛下 这里不安全 我们还是先走吧 南宫火约看了他一眼 见他不像是作假 点了点头 起身道 雪衣 美娇 我们回去吧 几人站起 正准备离开时 那靠着窗户一桌上 突然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几位不听完了再走吗 洛青州心头一宁 转头看去 那名瘦小老者的身旁 坐着一名白发老者 那白发老者身穿灰袍 瘦瘦高高 手里端着一杯茶水 正在细细品着 脸上的神态 看着颇为温和 但是他刚刚说的话 却只有洛青州几人能够听见 而这一刻 洛青州突然感觉自己的身子定在原地 无法动弹了 即便他是武王后妻的修为 这个时候 也突然感到四周空气停滞 自己仿佛被封锁住了一般 很难再前进一步 身旁的女皇陛下 和两位郡主 似乎也是如此 他心头一跳 正要施展雷电脱困时 突然感到一股熟悉的冰寒气息袭来 四周停滞的空气 立刻又开始流动起来 束缚解开 这时 楼梯上走上了一道 带着面纱的雪白身影 在他身后 一人持剑 一人拿着花 大 大小杰 落青州恶然 秦大小杰并未看他一眼 走上楼梯后 冰冷地从他身边经过 停在了他的后面 目光看向了那名白发老者 白发老者微正 目光中渐渐露出了一抹复杂之色 四周的声音仿佛在这一刻都停了下来 甚至那些人 包括殿小二 包括一楼的掌柜等等 都定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好久不见 白发老者声音沧桑地道 秦大小杰沉默了一下 道 与他无关 白发老者摇了摇头 道 老夫今日来 并不是来找他麻烦的 缥缈先踪变成了那样 与他无关 秦大小杰没有再说话 白发老者目光复杂地看着他 道 老夫听说 你修炼了另一条道 所以想来看看 秦大小杰神色冰冷 你想看什么 白发老者身上衣袍微动 道 老夫想看看 这些年来 你到底修炼了什么 秦大小杰沉默着 没有回答 白发老者还要说话 台上那名叫阿七的少女 突然开口道 老爷爷 你们能不能出去说话 不要耽搁我们说说 白发老者身旁的瘦小老者 顿时起身喝道 锅躁 说吧 秀袍一挥 一缕清风飞了过去 可是那缕清风还未到台上 突然又飞了回来 啪的一声 竟响亮地抽了那名瘦小老者一耳光 瘦小老者 竟然直接被抽飞出了窗外 桌上其他人 皆是脸色一变 白发老者的目光 也看向了台上 那名叫老庄的中年男子 站在了自己闺女的身前 沉着脸道 你们要做什么 单独我们说书和挣钱 还有理了 白发老者与他对视了几眼 呼的身影一闪 到了他的面前 啪 一声脆响 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 那名白发老者 竟然也被狠狠抽了一巴掌 脚底触定 直接从台上向后滑了下来 这一刻 那一桌上的人 皆是满脸惊骇之色 而刚刚那名从窗户飞出的瘦小老者 刚进来 就看到了这一幕 也吓得张口结舌 僵在原地 不敢再动 白发老者脸上 印着一道红红的巴掌印 目光震惊地看着台上的中年人 颤声道 您 您是 满脸狐渣的老庄 脸色阴沉地道 从哪来 回哪去 别吓着我家闺女了 说吧 整座酒楼的空气 突然开始流动 那些刚刚被定格的客人 突然又动了起来 同时 嘈杂的声音 也再次响起 他们并未感到任何异常 没有骂完地继续骂 挥手地继续挥手 有人之前吐出的吐沫 这时也落在了地上 白发老者眼角跳动 嘴唇微微颤抖 他又深深地看了台上的说书人一眼 然后不发一言 向着楼下走去 那名瘦小老者和其他人 也都立刻跟在身后 老左 那人是 走下楼梯时 那名瘦小老者低声问道 但并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一群人很快出了酒楼 消失在了外面的夜幕中 而二楼上 那名说书人则继续开始讲着荒诞离奇的故事 秦大小姐看向台上 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洛青州连忙走了过去 低声道 大小姐 刚刚那名老者是飘渺先宗的老祖 秦大小姐没有看他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洛青州心头惊骇 目光也看向了台上 半个时辰后 故事终于讲完 客人们意犹未尽地陆续离去 那名叫老庄的中年人 正要带着自家闺女离开时 洛青州突然走了上去 拱手道 前辈 晚辈有一事相求 老庄看向他 笑道 公子说笑了 看公子的衣着和气质 可不像会有什么事情 求到在下头上的 洛青州低着头 沉默了一下 恭敬道 晚辈家里有个娘子 需要治疗 前辈应该可以帮上忙 老庄淡淡一笑 道 在下只是个说书的 可不是大夫 洛青州抬起头看着他 道 只要前辈答应 晚辈可以帮前辈做任何事情 老庄脸上带着笑意 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缓缓点头道 既然你觉得我可以救你家娘子 那么 事事也无妨 不过 你得先叫老夫一声岳父大人 洛青州满脸恶然 老庄旁边的阿七 顿时满脸羞红地扯着他的衣袖道 爹爹 您干嘛呢 老庄笑着道 不干嘛 就是想听他叫一声岳父大人 阿七立刻躲在他的后面 羞得面红耳赤 嘴里埋怨个不停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就只是叫一声就可以了吗 老庄点头道 就只是叫一声 至于我家闺女 你想娶也行 不想娶 老夫也不会勉强 洛青州闻言 没有再犹豫 立刻拱手低头 恭恭敬敬地道 岳父大人 请受小婿一拜 哈哈哈哈 老庄突然发出了大笑声 随即拉着身后羞得没脸见人的少女 下了楼 道 等你修为到了 老夫就会来帮你 光老夫一个人可不行 随即大声念叨 仰天大笑出门去 老夫也是有续人 哈哈哈哈 洛青州心头一震 抬起头来 这时 父女两人竟然突然在楼梯上消失不见 只有爽朗而畅快的笑声 还回荡在他的耳边 这时 南宫火月突然走过来 低声道 他是 阳神高手 洛青州看着空空的楼梯 点了点头 道 应该是了 南宫火月满脸震惊之色 洛青州的脑海中 依旧回荡着刚刚那人的话语和神态 随即突然转过头 看向了身后的秦大小杰 秦大小杰神情恍惚了一下 冰冷的眸子也看向了他 回家 他淡淡地说了一句 带着百灵和夏禅下了楼 但洛青州知道 这回家两个字 并不单单只是对百灵和夏禅说的 洛青州看向身旁的女皇陛下 犹豫了一下 南宫火月已经开口道 跟他回去吧 正好像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洛青州对旁边的月影道 送陛下回宫 月影点了点头 洛青州连忙下了楼 跟在了秦大小姐三人的后面 回到秦府 他又跟到了灵禅月宫 这一次 百灵并没有关门 秦大小杰也没有阻止他进去 洛青州跟在他们身后 来到了侯花园 百灵和夏禅默默退下 洛青州看着凉亭里的雪白身影 犹豫了一下 道 大小杰 刚刚那个说书人秦大小杰转过身来 目光清冷地看着他 道 你写的名单我看了 少了一个人 洛青州一愣 道 是百灵吗 秦大小杰 语气冰冷地道 月瑶 洛青州嘴角一抽 月瑶不是 不是 秦大小杰冰冷地道 顿了顿 他又道 如果加上他的话 排在第一位的是谁 洛青州 当然是大小杰 他立刻道 为何 因为大小杰才是我真正拜堂成亲 名副其实的大娘子 他永远都是第一 花园里 安静下来 许久 秦大小杰方开口道 回去吧 洛青州犹豫了一下 道 大小杰 我们 过几日 秦大小杰转过身去 背对着他 看向了庭外 神色清冷 一如从前 洛青州愣了一下 立刻反应过来 心头顿时一喜 连忙道 嗯 那 那就过几日 我不急 秦大小杰背影冰冷 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没敢再打扰 开心告退 待他离开后 百灵进了凉亭 刚要说话 突然睁大眼睛惊讶道 小姐 你 你的脸红了 没想小元 洛青州回来后 把刚刚大小姐答应他的事情 告诉了秦二小姐 秦二小姐笑道 秦州哥哥 终于得偿所愿了呢 随即又满脸崇拜道 秦州哥哥真厉害 姐姐那么冰冷的人 都被你征服了呢 洛青州故作谦虚道 哪里哪里 等真正成功了再夸奖 秦二小姐扑斥一笑 随即渐渐安静下来 一脸认真地看着他道 秦州哥哥 陛下都宝宝都快一岁了 我们秦府也该有个宝宝了 不然到时候 娘亲若是知晓了真相 会更加难以接受的 洛青州叹了一口气 道 我努力 秦二小姐眨了眨毛子 咬了咬粉唇 娇声道 那从今晚开始 洛青州看着寒水的眸子 想了一下 道 好 随即把他抱了起来 走进了礼屋 放在了床上 然后帮他脱了罗袜衣裙 秦二小姐安静地躺在那里 双眸水汪汪地看着他 脸上露出了两抹浅浅的红韵 呼吸渐渐急促起来 鼓鼓的胸脯微微起伏着 早点睡 洛青州俯身亲吻了他一口 然后帮他拉上了连杖 转身离开 秦二小姐僵了一下 连忙起身 先开了连杖 急道 青州哥哥 你去哪里 洛青州疑惑道 去小蝶和邱儿那里啊 你刚刚不是说 要我从今晚就开始吗 我当然要抓紧时间了 秦二小姐顿时一智 目光悠悠地看着他 洛青州看着他的目光 于心不忍 又转身走到床边 轻轻抚摸着他柔嫩的脸蛋 轻声安慰道 微末 别急 我已经找到一个人帮你了 我还差一些境界 很快就会突破 一旦突破 就可以把你的病彻底治好了 秦二小姐微不可闻地叹息了一声 微微醋没道 还需要多久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最多一年的时间 随即又安慰道 你不用担心 有了我这次拿回来的那颗异兽丹 你一定可以再坚持一年的 秦二小姐握着他的手 脸颊轻轻磨蹭着他的手掌 柔声道 嗯 洛青州又与他温存了一会儿 哄他睡着后 放出了房间 正要去邱儿的房间时 突然听到 里面传来了三个小丫头的说话声 和嬉闹声 小馒头 不准摸了 小蝴蝶 叫我摸 姑爷摸的 我摸不得 啊 你们两个竟然一起欺负我 看我无敌神爪 房间里顿时传来了三个小丫头 嘻嘻哈哈的风道声 洛青州直接推门而入 道 在玩什么呢 这么热闹 房间里的笑声 突然安静下来 三个小丫头都穿着肚兜 身上也没有盖被子 正在互相抓闹着 雪白的香肩和小腿 以及一双双雪白鲜修的小脚 都裸露在外面 呈各种姿势 小蝶连忙起来 撅起小嘴道 公子 你干嘛不敲门 吓人家一跳 除了他敢用质问和埋怨的语气 其他人可不敢 猪儿和秋儿连忙扯过被子 盖在了身上 秋儿笑盈盈的 雪白的双臂和鲜修的小脚 还露在外面 猪儿则是面红耳赤 整个身子都缩进了被子里 连脸也紧紧蒙在了里面 没事 你们继续玩 我就是来看看你们 洛青州站在门口 一脸自然的表情 秋儿开口问道 姑爷 小姐睡着了吗 洛青州看了一眼 她雪白鲜修的小脚 道 刚睡着 秋儿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 笑道 姑爷快进来吧 把门关上 有风进来 冷 哦 洛青州答应一声 关了房门 小蝶也笑道 公子是想 跟我们一起玩吗 如果来的话 那就为奴婢和秋儿姐姐 还有猪儿姐姐 每个人都做一首诗 可以吗 洛青州袖袍一挥 道 哪有何难 等我上去再做 说吧 直接脱了鞋挖上了床 听好了 洛青州说了一声 突然指头一弹 床头和桌上的蜡烛 扑的一声 竟然都一起熄灭了 咦 怎么回事 啊 谁在摸人家的脚脚 洛青州道 是秋儿 秋儿在黑暗中笑道 也有坏蛋在摸我的呢 洛青州又道 是猪儿 猪儿蒙在被子里 弱弱地道 人家才没有呢 小蝶道 公子 你还没有做诗呢 大晚上的 做什么诗 快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呢 呜呜 骗子 啊 姑爷 是小蝶说 你是骗子 又不是人家干嘛要 窗外 夜色浓郁 一轮明月挂在夜空 皎洁如水 隔壁小院 房间中 床头燃着一盏红烛 昏黄的灯光照亮了房间 雪白的莲帐上 映着一道正在发呆的影子 莲帐中 穿着雪白睡裙的情大小间 正抱着双膝 坐在床上的角落里 乌黑如铺的秀发披散下来 裙摆下露出了一双雪白鲜美的狱卒 她手里拿着传讯宝碟 正看着上面的聊天记录 发着呆 那月姐姐喜欢女孩 对吗 嗯 月姐姐 我们以后要个可爱的小女孩 好吗 好 不好 秦大小姐看着手里的传讯宝碟 微微咳了咳嘴 又安静了片刻 她放下传讯宝碟 摊开了手心 手心中 出现了两条红绳 她看着红绳正了许久 又向着门口心虚地看了一眼 方抬起手 梳理着垂落在胸前的一缕绣发 不自觉地摇起了粉唇 当她把两条红绳 都系在了绣发上时 那绝美无瑕的容颜上 不知何时 已悄悄染上了两抹红蕴 可爱吗 她一边眨着长长的睫毛照着镜子 一边喃喃自语 一日 阳光明媚 晌午时 洛青州还在屋里睡着懒觉 小蝶突然匆匆跑进房间道 公子 公子 快起来 陛下来了 梅儿姐姐说 陛下要在府上用膳呢 对了 大小姐刚刚也带着百灵姐姐 和夏蝉姐姐去前面了 洛青州猛然一个机灵 从床上跳了起来 大小姐也出去了 是啊 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大小姐呢 不知道大小姐是怎么知道的 奴婢刚刚还听到百灵姐姐嘴里在嘀咕着 说 说要 说要什么 洛青州立刻紧张起来 一边快速穿衣服 一边问道 小蝶睁大眼睛 低声道 百灵姐姐说 她要去把陛下打得 打得哭鼻子呢 洛青州嘴角一抽 连忙穿了衣服斜袜 出了房间 又在小院里的井旁打了水 随便洗刷了一番 方匆匆出了门 丹金兽怕了许久的修罗场 终究还是 没法避免地来了 陛下自从回来后 一直都没有再提 谁是大娘子 谁是正妻 有几个正妻的事情 今日 只怕终于忍不住了 对了小蝶 夫人在吗 当然在啊 还在厨房忙着做饭呢 完了 手机码的字 所以比较少 晚上有时间的话 就会抽空写一张的 秦府 前厅 走廊两边 站着两排身穿黑色镜装 满脸冷酷的女子护卫 月影一身黑裙 站在其中 大厅中 南宫火月 一袭火红袖龙裙袍 坐于正位之上 秦二小姐坐在旁边 月舞则抱着宝宝 与两名老嬷嬷 站在另一旁 三人 正在低声逗弄着宝宝 南宫火月 正品着茶水 在与秦二小姐聊着天 先是问了秦二小姐的身体如何 又问了秦府的店铺生意如何 然后话锋一转 问起了秦大小剑 温墨 你姐姐的事情 他跟你说了吗 正问的是你姐姐其他身份的事情 南宫火月语气淡淡 仿佛在说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脸上看不出其他表情 秦二小姐微微低头 恭敬道 青州哥哥已经对温墨说了 南宫火月眯了眯眸子 又道 那他与你姐姐修书的事情呢 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 秦二小姐沉默了一下 道 是 微莫的确早就知道了 南宫火月目光微冷 为何不早些对朕说 秦二小姐低着头 没有说话 南宫火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不禁自嘲一笑 道 不怪你 你的确早就给朕提醒了 当初朕要修改婚姻法时 你就一直提醒朕 可惜 朕当时完全没有往那方面想 想想朕真是可笑 想尽办法 抵住各方压力 修改婚姻法 没想到 朕最终却依旧只是一个卑微的小妾 秦二小姐抬起头来 连忙道 陛下应该是误会了 您与姐姐都是正妻 以陛下的身份 怎么可能是妾 南宫火月看着她道 那你呢 秦二小姐轻声道 陛下 微末才是妾 当初微末与青州哥哥成亲时 本来就是按照妾的礼仪来办的 陛下若是不幸 可以去询问府里的其他人 南宫火月沉默了一下 道 他可不会同意 你为妾 秦二小姐苦涩一笑 道 同不同意 又有什么关系 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是大言人 自然要遵守大言的律法 按照大言律法 陛下和姐姐 才是青州哥哥 正式拜堂成亲的正妻 谁也改变不了 而且以陛下的身份 又怎么可能作妾 况且 说到此 她的目光看向了一旁 越武怀里的宝宝 又道 况且 陛下还有青州哥哥的宝宝了 南宫火月也转过头 看了旁边的宝宝一眼 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顿了顿 她突然又淡淡地道 正妻也分大小 微末 你觉得 谁该为大 谁该为小 秦二小姐微微一笑 不卑不亢地道 按照身份和地位 自然是陛下该为大 不过 陛下是大延君主 自然更要遵守大延律法 为天下人做表率 她并未直接回答 但答案已经很明显 根据大延律法规定 自然是哪位正妻先过门 便是哪位为大 南宫火月听了 脸色微沉 朕问的是你觉得 而不是大延律法 秦二小姐微微低头道 微末自然也觉得 该按照大延律法来分大小的 南宫火月冷着脸道 可是朕最先怀了他的宝宝 而且还是可以给他传承后代的男儿身 以后的皇位 也是他儿子的 而你姐姐呢 甚至还没有跟他同房过吧 秦二小姐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 谁知正在此时 门口突然传来一道清脆月耳的冷哼声 谁说没有 秦大小姐 带着百灵和夏禅 出现在门口 百灵一袭粉色衣裙 双手插腰 似乎并未把大厅里的女皇陛下放在眼里 冷声道 你又没有住在我们凌禅月宫 你怎么知道没有 南宫火月冷冷地看着他道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已经同过房吗 百灵道 当然同过 而且还不止一次呢 我和禅禅可是亲眼看见的 是吧 禅禅 一旁的夏禅 迟疑了一下 方低下头 低声道 嗯 南宫火月讥讽一笑 你以为正会相信你的话 除非 某人亲自承认 说到某人这两个字时 她的目光 看向了两人身前的少女 秦大小姐没有说话 只是神色清冷地看着她 大厅中 突然安静下来 这时 一道急促的脚步声 突然从外面的走廊传来 洛青州第一眼 便看到了站在门口的秦大小姐 心头一慌 连忙上前道 大小姐 来到门口时 她又看见了屋里的女皇陛下 又连忙道 陛下 两人都没有看她一眼 也都没有说话 正在这尴尬时刻 宋如月突然带着梅儿亲 端着菜从厨房走来 满脸笑容道 奸家也出来了 好好好 一家人一起陪陛下吃个饭 陛下 来来来 快来坐下 她端着菜进了偏厅 又连忙地殷勤地挪着椅子 小爹 桥和桌 都进来帮忙 本来凝固的气氛 总算被冲散了一些 秦二小姐开口道 陛下 姐姐 快去坐吧 南宫火月走了过去 对着宋如月淡淡一笑 道 让夫人费力了 朕今日来 就是想看看夫人 与微末说说话 不需要准备这么多菜的 宋如月满脸笑容道 陛下不用客气 就当作是自己家 随便坐 随便吃 南宫火月意味深长地笑道 朕早就 把这里 当作自己家了 随即又从乐舞手里 接过了宝宝 笑道 宝宝 你说是吗 以后 我们经常过来 跟奶奶和姨姨们一起吃饭 好不好 宋如月顿时没开眼 受宠若惊 连忙笑道 好好 皇子殿下 快说好 南宫火月笑了笑 抱着宝宝坐了下来 宋如月转头看向门口 疑惑道 尖家 青州 你们还愣在那里干嘛 快进来陪陛下用煞啊 秦大小杰站在那里没有动 洛青州也站在他的身后 没敢动 宋如月顿时猝起了眉头 场中突然再次安静下来 正在此时 秦大小杰转过头 看向身后的某人道 你怎么不进去 洛青州恭敬道 我在等大小杰 秦大小杰淡淡地道 等我干嘛 洛青州道 大小杰进去了 我才敢进去 为何 因为我是大小杰的坠婿 你已经是状元了 无论何时 我都是大小杰的坠婿 一辈子 两辈子 三辈子 永远都是 屋里安静下来 宋如月脸上的神色 变得复杂起来 南宫火月 也沉默着没有说话 秦大小杰又站在原地 安静了片刻 方进了屋里 道 进来吧 随即又淡淡地道 坐我旁边 宋如月文言一愣 脸上顿时露出了 一抹惊诧之色 秦府其他丫鬟 也都满脸一色 是 洛青州跟着他进了屋 与他坐在了一起 目光看向了 对面的女皇陛下 眸中露出了一抹歉意 南宫火月沉默了片刻 开口道 秦大小杰 原来你们依旧是夫妻 宋如月连忙在一旁 尴尬地解释道 陛下 他们小两口就是闹着玩的 当时 咱们都当真了 哎 谁知道修书竟然是假的 假的也好 刚好 他们两个 又不用再重新澄清了 哼 说来也是缘分 两人那段时 闹别扭后 竟然又互相喜欢上对方了 哦 是吗 南宫火月的目光 看着秦大小杰 挑了挑眉道 是这样的吗 秦大小杰没有回答 而是转过头 无声地看向了旁边 洛青州连忙道 是这样的 南宫火月的嘴角 顿时抽出了一下 瞪了某人一眼 没有再说话 来 吃菜 吃菜 宋如月端着酒壶 给女皇陛下斟酒 又给自己贤婿斟酒 小道 青州 今日多陪陛下喝几杯 呵呵 你刚跟尖家和好 这段时日 就不要跑得太远了 你看看陛下和楚公子 比你和尖家澄清得晚 宝宝都快一岁了 你们也要抓紧时间啊 洛青州连忙低着头道 嗯 南宫火月低 顿时哼一声 端起了酒杯 秦二小姐见气氛不太好 连忙转移了话题 陛下 听说大蒙帝国的使者来了 北京现在怎么样了 南宫火月放下酒杯 淡淡地道 有北京王在 他们还敢怎么样了 大蒙已经与我大言签下契约 今后在北京建立自由贸易城 并承诺撤去大军 永不再犯 宋如月孝道 北京王真厉害 这段时日大言的百姓 都在讨论北京王呢 陛下的眼光真好 竟然能够找到北京王这样的夫君 是我大言之幸啊 洛青州顿时心头一紧 还好 岳母大人一直都忙着店铺生意 从不去听书 南宫火月淡淡一笑 目光鱷鱼得的看了某人一眼 道 可没有你家奸家的眼光好 你家奸家找的夫君 才是厉害 宋如月呵呵一笑 谦虚道 哪里 哪里 两人互相吹捧着 而且都吹捧的都是同一个人 洛青州刚大的脚趾头在桌下扣啊扣 不小心呼的碰到了旁边的另一只脚 低头一看 竟然是秦大小杰的 秦大小杰面无表情 不知道是没有察觉 还是根本就不想理他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胆子呼的放大 又轻轻碰了一下 他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当洛青州得寸进尺 准备再碰第三次时 一只鲜腺欲止呼的翘无声息地戳在了他的腰间 刚好戳在了他的肾上 他顿时僵在那里 不敢再动 正在他要低声求饶时 捉下秦大小杰的脚 突然踩在了他的脚上 洛青州一愣 抬头看去 秦大小杰那张绝美无瑕的容颜上 依旧清冷似血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洛青州感受着他 小脚的鲜秀柔软 心头顿时一荡 拿起筷子 夹了一块肉 放在了他的碗里 低声道 大小杰多吃点 才有力气 桌上突然安静下来 南宫火月眯了眯眸子 看着他道 才有力气干嘛 洛青州本想随便回答敷衍过去 但当看到旁边大小杰的目光 正看着自己 感受着桌下的仙族 正踩着自己时 他顿了一下 突然道 才有力气 给我生闺女 听中 顿时鸦雀无声 呵呵 宋如月呵呵一笑 打破了沉默 吃菜 都吃菜 随即又宠溺得白了 自家贤婿一眼 责怪道 青州 多陪陛下喝几杯 跟陛下说说话 别只顾着尖家 尖家是你娘子 又不会跑 什么时候都可以疼 陛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来的 南宫火月眯了眯眸子 淡淡地道 朕以后会经常过来的 宋如月顿时满脸堆笑 只要陛下喜欢 天天来都可以 洛青州连忙端起酒杯 恭敬道 陛下 陈敬明一杯 祝陛下龙体安康 万寿无疆 祝大言繁荣昌盛 千秋万代 南宫火月端起了酒杯 看了他和他身旁的 秦大小姐一眼 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也祝你和秦大小姐恩恩爱爱 早生闺女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道 谢陛下 两人对视一眼 皆一饮而尽 南宫火月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与宋如月 聊着一些生意上的事情 桌上的气氛 开始变得融洽起来 吃完饭后 秦家众人把女皇陛下 送到了大门外 送上了马车 马车正要启动时 南宫火月突然掀开了窗帘 看着外面道 洛青 你随朕进宫一趟 朕还有一些 潮事要与你商议一下 洛青州还会说话 宋如月连忙道 青州 快去 潮事重要 洛青州没法拒绝 转过头 看了台阶上的秦大小姐一眼 见他并未说话 这才上了马车 帘子放下 马车缓缓离去 当马车驶出小巷时 车厢里突然传来一声惊呼 啊 陛下 别 别抓那里 随即 又一道声音响起 逆沉 跪下 月舞抱着宝宝 坐在车厢外面 与骑着马的月影对视了一眼 秦府门前 剑马车驶出小巷后 宋如月方转过身 走上了台阶 台阶上 秦大小姐一袭白裙 如一朵刚盛开的冰山雪莲 冰冷美丽 卓尔不群地站在那里 宋如月看了自己闺女一眼 轻声道 尖家 早些与青州同房吧 你也看到了 青州很喜欢你 即便在陛下的面前 所有的心思 也一直在你的身上 她现在的身份今非昔比 但对于你的态度 一如既往的尊敬 还说是你的坠序 一直看你的脸色形势 若不是真的喜欢你 又怎会受这样委屈 秦大小姐神色清冷 没有说话 宋如月还想说什么时 秦二小姐开口道 娘亲 你先回去忙着吧 我与姐姐说说话 宋如月叹了一口气 道 微末 你好好跟尖家说说 任何人的耐心 都是会磨完的 就算人家心里有你 你也不能一直这般 任性地吊着人家 说完 她叹了一口 进了屋里 门口安静了片刻 秦二小姐轻声开口道 姐姐 我们回去吧 这种事情 当然急不得 反正姐姐已经答应 青州哥哥了 就让她继续等着吧 说到此 她又故意道 她若是等不及 让她去皇宫呗 反正皇宫里不仅有陛下 还有月舞月影 还有几千女子护卫 有本事 她就每天一个 乐不思佳 不要回来了呗 秦大小姐依旧没有说话 只是双眸微不可见地咪了咪 马车颠簸着进了皇宫 车厢里 女皇陛下一袭红裙 如花瓣般散开 正跪在柔软的地毯上 养着娇媚的小脸 双眸柔情似水 吞吞吐吐地道着歉 马车在摇华宫门前停下 但车厢里 并无动静 月舞与那两名摩摩对视了一眼 先抱着宝宝下了马车 然后把宝宝送回到了寝宫 许久之后 女皇陛下方掀开帘子 下了马车 她手里握着一只手帕 似乎刚擦拭过脸颊 洛青州低着头 跟在后面 回到寝宫 女皇陛下先去里面洗漱了一番 换了身衣服后 方出来与洛青州一起斗着宝宝 月舞和两名摩摩 皆悄悄退下 朕跪为皇帝 却可以屈膝为你跪下 被你侮辱 颜面无光 她能做到这样吗 南宫火月看着她问道 洛青州低着头 用手指头逗着宝宝 没敢接话 南宫火月恨恨地道 朕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们的欺骗 除非 洛青州抬起头 看着她道 除非什么 南宫火月眸中光芒一闪 道 除非到时候 你也让她为你跪下 被你侮辱 颜面无光 并且 你要用传讯宝蝶照下来 发给朕看 那样的话 朕或许可以原谅你们 洛青州嘴角一抽 道 陛下 冤冤相报何时了 你又何必一直跟她过不去 南宫火月顿时恼道 是她跟朕过不去 她抢了朕夫君的心 还抢了朕大娘子的位置 最可恶的是 朕一直被蒙在鼓里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陛下 陛下应该比谁都清楚 若是没有她 也没有我 她不仅一直在默默地帮我 还一直在帮忙守护大炎 当初若不是她跟我一起 我不可能诛杀那棵魔术 大炎边境 只怕早已守不住 这次九州大会 也是她 帮我接住了那三拳 才下退了 飘渺先宗的宗主 和其他一副 飘渺先宗的宗门和大锅 南宫火月 冷着脸道 朕从未否认过她的功绩 朕也早就答应了 你可以娶她 但是她一直把朕当作 洛青州看着她道 陛下 她其实什么都没有做 是你一直在主动挑衅她 才 说 你到底帮谁 帮你 帮她 还是帮你的女皇 和你宝宝的娘亲 帮宝宝 说 是谁的错 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造成的 陛下若是要怪 就怪我吧 朕咬死你 啊 傍晚时分 洛青州满身牙印地出了寝宫 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 陛下虽然嘴上没有承认秦大小杰的地位 但是也没有再一直纠缠着不放了 显然已经默认了 为了表示感激与感动 她也咬了对方很久 临走时 陛下交代 去看看美娇吧 她虽然嘴上没有说 但一直在想着你 每次见到阵时 都在打听你的事情 洛青州询问了一下王妃最近的情况 方准备去拜访一下 小和在前面带路 出了陛下的寝宫 直接穿过走廊 去了后面 郡主一家人也住在姚华宫 与陛下的寝宫相隔并不远 穿过一座九区长廊 再穿过两个花园就到了 所以 在没有得到陛下的许可钱 她是不便过去的 毕竟后面住的都是女眷 除了美娇郡主以外 还有王妃和雪衣郡主 以及其他宫女 她一个男子 本来就要避讳 更何况 她还是陛下的夫君 若是让其他宫女看到她偷偷过去 那可不太好 走在路上时 她先给郡主发了消息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雪衣出去看书去了 娘亲被端王妃叫走 去乾清宫聊天去了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你直接过来就是 洛青州这才稍稍安心 若是王妃在 她还真不方便提起 在边境为南国郡王报仇的事情 很快 小和带着她 停在了一座小院的外面 小和低头告退 洛青州一个人进了小院 院子里 南宫美娇穿着一袭紫色长裙 正手持一条紫色长鞭 在练着鞭子 只见她身材高挑窈窈 容颜娇美如花 那仙妖被一条紫色的丝带系着 盈盈一握 双腿修长笔直 屯儿圆润挺翘 胸前饱满巍峨 身姿曼妙 出边扭身时 姿态万千 把青春美少女的迷人姿态 展现得淋漓精致 洛青州刚看了几眼 那条上下飞舞的鞭子 突然抽象了她 被她一把抓住 手持长鞭的少女 突然几个轻盈优美地旋转 仿佛在偏仙起舞一般 裙摆飞舞地来到了她的面前 那张娇美的脸颊 几乎也贴在了她的脸上 这突然而来的站立一字马 顿时让洛青州有些猛 来者何人 她仰着长腿 双眸水汪汪地看着她 小嘴轻轻喘息着问道 那张青春美丽的脸蛋上 因为刚刚运动的关系 染上了两抹红韵 看着更加娇美诱人 紫色的裙摆 从她那只仰起的长腿上 滑落了下去 露出了一节修长鲜美的小腿 腿上裹着薄薄的肉色丝袜 那丝袜依旧遮掩不住她眉腿上雪白的肌肤 洛青州看了一眼 道 郡主 不准叫郡主 美娇 哼 少女轻轻哼了一声 呼地对着她的嘴巴 蜻蜓点水地清了一下 脸颊几乎贴在她的脸上 道 乖 洛青州看着她 仿佛含着一汪清水的毛子 沉默了一下 道 要我详细说一下 那个女人是怎么死的吗 她最后 少女摇了摇头 道 没必要 谢谢你 洛青州道 应该的 傍晚的夕阳 洒落在两人的身上 小院里 安静下来 郡主 你这样不累吗 不累 只要你喜欢 本郡主可以一直坚持到天亮 要试一下吗 郡主 这是陛下的宫殿 我是陛下的夫君 请自重 哦 那你摸一下我腿上的丝袜 猜猜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摸 大白天的 我是正人君子 哦 那正人君子 可以帮本郡主 把袖鞋脱掉吗 脚脚好疼 需要正人君子 帮忙揉一揉 男女瘦瘦不轻 最多 只能给你揉几下 哦 可以 洛青州帮他脱掉了鞋子 隔着柔软丝滑薄薄的丝袜 轻轻揉捏着 许久后 正人君子 谢谢你为我父王报仇 不用谢 应该的 当然要谢 本郡主从不会欠别人人情 即便你不是别人 郡主想怎么谢 好嘞 把我抱进屋里去 我悄悄对你说 正人君子 洛青州犹豫了一下 一只御手呼地握住了他的命门 然后低声道 走吧 本郡主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一个准备了很久很久的礼物哦 洛青州身子僵硬 又与他娇媚寒水的毛子对视了几秒 呼地把他抱了起来 走进了屋里 这边是我的房间 那边是雪衣的 那边是娘亲的 放心吧 他们晚上会在外面吃饭的 不会这么早就回来的 就算回来了 我不开门就是了 你可以陪我说说话 说一晚上都可以 没有人会打扰的 人家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 等得陛下的宝宝都出生了 等得你家秦大小姐都快融化了 你好狠心 洛青州把他放在了床上 轻声道 对不起 不用嘴上说对不起 要用行动来补偿 知道吗 嗯 飞扬哥哥 小美娇爱你 我也爱你 那今晚要狠狠地爱小美娇 好吗 嗯 窗外 夕阳渐渐落山 不知过了多久 一声闷哼 突然从房间里传出 床上 少女睁着毛子 呆呆地望着头顶的帘杖 两行泪水 从眼角流淌了下来 郡主 你 你怎么 没 没事 只是这一天 等了很久 很久 总以为再也不会来了 现在却终于又来了 很开心 很开心而已 哦 爱你 飞扬哥哥 小美娇永远爱你 美娇 我也爱你 永远爱你 洛青州抱紧了她 温柔地抚摸着她的秀发 轻轻抚慰着她 夜幕悄然降临 不知过了多久 小院里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雪姨 美娇 咦 都还没有回来吗 王妃带着两名丫鬟回来了 木仪也跟在后面 这时 房间里突然传来了美娇郡主 有些嘶哑的声音 娘亲 雪姨跟好友出去玩去了 我下午在练舞 有些 有些累了 要先睡了 白若水走进屋里 来到她的房间门口 关切道 美娇 你生病了吗 声音怎么 娘亲 我没事 只是累了 房间里的声音 听起来的确有些疲惫 白若水还要在说话时 呼得动了动鼻子 在房门口嗅了嗅 脸色顿变 她目光闪烁 盯着紧闭的房门看了一会儿 脸上神色变幻 轻声道 好 那你好好休息 娘亲就不打扰你了 说完 她给身后的丫鬟和木仪 都使了个眼色 低声道 都出去吧 早些休息 今晚就不要来了 是 王妃 几人立刻低头退下 白若水又神色复杂地盯着房门看了一会儿 方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关上了房门 房间里的桌子上 放着一张灵牌 她站在灵牌前 目光变得格外温柔 安静了许久 方低声道 王爷 你也不用担心了 美娇终于如愿以偿了 那小子虽然花心 但人还不错 有担当 有责任 而且已经是我们大言最令人景仰的大人物了 美娇跟了她 一定会幸福的 这时 隔壁突然传来一声压抑的娇应声 白若水脸颊一红 连忙出了房间 道 美娇 娘亲今晚去端王妃那里睡 雪衣待会儿也去 我们明早 不 明晚再回来 说完 故意加重脚步 匆匆离去 夜晚 下起了小雨 酒汗逢甘霖 小院里盛开的花朵 在汲取了一夜的春雨后 愈发显得粉嫩美丽 娇艳欲滴 天亮后 小雨依旧在零零利利地下着 直到傍晚 洛青州方 悄悄从地底出了皇宫 回到了秦府 晚饭是在梅香小园吃的 吃饭时 秦二小姐并没有询问什么 洛青州却主动开口 交代了昨晚的事情 昨日去看郡主了 我为她父王报仇了 所以想去告诉她一声 顺便去看看她 郡主为了感谢我 留我在那里吃饭 秦二小姐道 吃了一个晚上 一个白天 洛青州点头道 嗯 毕竟郡主想这一顿饭 想了很久了 所以 我们吃得很慢 一边吃饭 一边聊天 吃完了这 又吃那 吃了很多东西 也聊了很久很久 所以现在才回来 秦二小姐 应该不止一顿吧 洛青州道 我也不记得多少顿了 秦二小姐没有再多问 不禁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美娇姐终于得偿所愿了 可惜 薇莫还没有那么机会 洛青州握住了她柔弱无骨的小手 郑重地道 很快就会有机会的 陛下说 白院长这几日已经带着人 去取在九州大会上 赢得的那两座灵矿了 所以 皇宫弟弟的那颗灵矿之心 她就再也没有任何顾虑了 可以随便修炼 乍干乍尽都没有关系 同时 那颗天地圣树 还在开花结果 还有 她刚刚发现 那面日月宝镜明具的灵液 似乎又发生了一变 灵液的一变 似乎跟她的修为有关 而且每一变一次 效果都会变得更好 她如今已经是五王后期的修为 再加上这些宝物的辅助 相信很快就能再次突破 雷杰让其他修炼者 文之色变 一不小心 可能就会灰飞烟灭 前功尽弃 但对于她来说 应该会很轻松 而且不会有任何瓶颈 所以 她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赶在二小姐的寿命耗尽前 成功晋升到武神境界 到时候 有了那位的帮忙 一定可以彻底治好二小姐的病的 房间里 灯光昏黄 夫妻两人坐在榻上 轻声说着话 秦二小姐柔柔地依在她的怀里 她则轻轻抱着她 温柔地抚摸着她柔顺的秀发 不知过了多久 秦二小姐已经闭上双眼 进入了梦乡 洛青州轻轻抱起了她 进了礼屋 把她放在了床上 又帮她盖好了被子 拉好了连杖 吹灭油灯后 她来到窗前 拿起桌上的日月宝镜 看了一会儿 然后刮破手指 滴了几滴鲜血在镜面上 鲜血很快被镜面吸收了进去 洛青州放下日月宝镜 又看着外面的夜色 思索了一会儿 方出了门 来到了隔壁的灵缠月宫 小雨已经停歇 天空依旧昏沉沉地 看不到半点星光 外面一片漆黑 洛青州在灵缠月宫的门前 安静地站了一会儿 正准备离开时 木门却吱压一声打开 百灵探出了小脑袋 乌溜溜的毛子 打亮了她几眼 道 姑爷 来了怎么不敲门 还有 昨晚去哪里了 都没来给小姐请安 说吧 又伸着鼻子 对着她嗅了嗅 突然睁大眼睛道 姑爷 你身上有其他女人的 啊 洛青州一把掐住了她的后颈 低声威胁道 小声点 敢乱说话 小心你的舌头 百灵立刻捂住了小嘴 呜呜道 姑爷 别 别咬小百灵的小舌头 洛青州嘴角一抽 道 你想得美 谁要咬你的舌头了 我是说 割掉你的舌头 百灵又呜呜道 不要 小百灵要是没了舌头 以后就不能再舔东西了 呜呜 洛青州没有再理睬她 直接掐着她的脖子 进了小院 问道 大小姐呢 百灵缩着脖子呜呜道 在房间看书呢 洛青州看向屋里 犹豫了一下 松开了她 低声道 回你自己的房间去 不要来捣乱 说完 她进了屋里 秦大小姐的房门虚掩着 门缝里射出一道昏黄的灯光 洛青州在门口咳了一声 开口道 大小姐 青州来给您请安 里面并未任何回应 她等待了一会儿 指的又道 月姐姐 我还有一些修炼上的事情要问你 可以进去吗 里面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洛青州正在犹豫着 要不要直接推开门时 里面终于传来了 秦大小姐清冷的声音 这里没有你的月姐姐 洛青州连忙道 大小姐 我想问你一些事情 可以进去吗 里面不再说话 不说话 应该就是默认了吧 洛青州这般想着 伸出手 轻轻推开了房门 然后走了进去 房间里 燃着几道昏黄的烛光 秦大小姐 一袭雪白衣裙 正一个人坐在窗前的桌前 安静地看着书 只见她侧着身子 乌黑如铺的绣发 柔顺地披散在纤细的腰间 白裙下 一双穿着雪白裸袜的鲜袖小脚 踩在雪白的绒毯上 在裙摆中若隐若现 那张绝美无瑕的清冷容颜 和那道唯美如画的少女倩影 在烛光的映照下 更是美得令人窒息 洛青州站在门口 并没有立刻进去 似乎不忍破坏这道黑夜里的美丽风景 寂静片刻 秦大小姐方转过头 美丽而深邃的眸子看着她 容颜清冷地道 谁让你进来的 洛青州道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脚吧 房间里又安静了熟悉 秦大小姐开口道 有什么事情 洛青州连忙道 我的灵液又变异了 天地圣树又结了几枚果实 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小姐 我这次需要多久的时间 才能晋级 秦大小姐沉默了一下 道 不知 洛青州又问道 那我突破雷结境界 会有平静吗 突破到雷结境界以后 我会不会因为雷灵之根的关系 会修炼得更快 秦大小姐淡淡地道 我不知道有没有平静 至于突破雷结境界以后 别人的雷结境界需要九级 你可能只需要三级 甚至一级 洛青州一听 顿时心头一喜 这样说来 我很快就可以到达五神境界了 秦大小姐神色淡然地看着他道 你的修炼速度 可能会变慢 而且要经受的雷结 可能不是普通的雷结 甚至不是雷结 而是别的天结 洛青州心头一沉 别的天结 秦大小姐低下头 翻了几页桌上的书籍 道 我也不知是什么天结 反正 你要有心理准备 洛青州顿时有些忐忑 会死 秦大小姐淡淡地道 你比同境界的修炼者更强 经历天结时 自然会更加危险 洛青州不禁叹了一口气 果然 上天不会偏爱任何一个人 随即 他突然又看向他道 不对 有些人 他还是会偏爱的 秦大小姐抬起头 看向他道 怎么偏爱了 洛青州道 有些人 从一出生 上天就给了他绝世的美貌 和修炼天赋 比别人强了太多太多 这难道不是偏爱吗 还有 上天已经这么偏爱他了 竟然又赐给了他一个俊美无双 才华横溢 天赋绝顶 天下第一好的夫君 简直羡煞旁人也 秦大小姐安静地看着他 脸上依旧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过了片刻 方淡淡地开口道 花心贪色 好色成瘾 最爱姐妹 来者不惧 怎么不说 洛青州 我没有 我不是 我不承认 秦大小姐面无表情 低下头 继续翻着书籍 道 不承认没关系 那就回去吧 洛青州闻言 心头呼的一动 连忙道 大小姐 我承认 秦大小姐抬头看着他 神色冰冷地道 既然承认了 那就回去好好面壁思过吧 洛青州 秦大小姐低下头 继续看着书 没有再理睬他 洛青州又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呼的关上房门 弯腰脱了鞋子 走上了柔软的绒毯 走到他身旁道 大小姐 岳母大人说了 让你跟我同房 岳母大人还说了 让我努力 给秦家生个宝宝 秦大小姐看向他道 你很听他的话 洛青州道 当然 但不仅仅只是听他的话 之前大小姐也答应我了 等我突破五王的境界后 就给我生闺女 我这里还有证据 秦大小姐神色清冷 我没有 我不承认 洛青州 这时 突然一阵夜风从窗外吹来 桌上的蜡烛 扑的一声 呼的熄灭 房间里 顿时按了下来 只有床头的烛台上 海然找两根红烛 在风中轻轻摇曳着 呼明呼暗 洛青州心头一动 立刻伸直一弹 床头的那两根红烛 也突然扑的一声熄灭 咦 好大的风 蜡烛竟竟然都熄灭了 大小姐 您小心 别碰着了 我来扶你 洛青州立刻伸出手 要去搀扶 却突然触碰到了一根冰冷的玉纸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用力扑了过去 一把抱住了他 道 大小姐尽管动手吧 我就算是被冻成冰雕 也绝不会再退缩了 冰冷而柔软的人 被他紧紧抱在了怀里 他一低头 吻在了他的小嘴上 随即便抱着他 贪婪地锁取了起来 怀里的人 挣扎了几下 一根冰冷的手 只处在了他的身上 但片刻后 呼地垂落了下去 身子也变得酥软下来 房间里 安静无声 亲吻一直持续了很久 很久 直到怀里的人儿没了力气 再也无法反抗时 他伸手取掉了他绣发上的发簪 一头乌黑柔顺的绣发 顿时倾泻下来 然后抱起他 走向了角落里的木床 他把他放在了床上 低头看着他 他也正睁着迷离的毛子 安静地看着他 他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 没有任何反抗 只有高耸的胸口 在微微起伏着 洛青州心头一荡 柔情似水 伸手帮他轻轻吞掉了脚上的罗袜 露出了一双雪白娇美的仙巧玉卒 然后 又帮他轻轻吞掉了外面的衣裙 敞开的帘杖 缓缓关闭 窗外 月亮从乌云中探出了脸 似乎正在悄悄地偷看着什么 床前 衣衫凌乱地散落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 紧闭的雪白连杖里 呼地传来一道微颤的声音 不 不要 连杖里 洛青州看着身下绝美无暇的脸带 和那双楚楚动人的眸子 又不禁低头轻咬了一下他的嘴唇 道 不要什么 身下的人 浓密的睫毛微微颤动着 双眸水汪汪地看着他 绝美的脸带上满是红韵 娇艳欲滴 美得动人心魄 他轻轻咬了咬粉唇 低声道 不要 电我 洛青州的体内 呼地窜起一股热流 随即退下了他雪白香肩上的细带 咬着他的耳朵低声道 就要 电你 而且要 狠狠地 窗外 夜深人静 清月似雪 房间门口 百灵侧着身子 耳朵紧紧贴在门上 正摒弃凝神 在偷听着什么 夏禅不知何时 也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 但房间里 安静如初 两人站了许久 却什么都没有听见 显然 房间里已不下了静止 又过了多时 夏禅忍不住开口 低声问道 听道 什么了 吗 百灵对着他点了点头 煞有介事地小声道 姑爷正跪在地上 在吃东西 嘴里 还发出了滋滋的 好像很好吃的声音呢 咦 好像是在吃小姐的脚脚 过了片刻 百灵突然又睁大眼睛惊呼道 糟糕 姑爷要变成怪物了 要吃小姐别的地方了 夏禅震了一下 也连忙 把耳朵贴在了门上 可惜 他什么都没有听见 一夜时光 悄然而过 当外面的天色 渐渐亮了起来时 百灵打了个哈欠 依依不舍地从房间门口离开 嘴里 不满地嘟嚷道 走吧走吧 站了一夜 只听到姑爷在吃东西的声音 什么都没有听见 也不知道姑爷成功了没 夏禅依旧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不管有没有成功 至少 他已经在小姐的房间过一夜了 这就表示 小姐已经认可他了 晌午时分 当洛青州 从秦大小姐的床上醒来时 发现秦大小姐已经不在了 而且身下的床单也不见了 床上 枕头上 都残留着秦大小姐身上独有的香味 他躺在那里 呆呆地望着头顶的雪白连杖 回味着昨晚的一切 感觉像是做梦一般 可惜 他丢人了 明明在别人的面前 至少也能修炼整整一夜 但在大小姐的面前 每次都超不过片刻中 第一次修炼时更丢人 刚开始就结束了 还好 他有着武王的体质 连续修炼了很多次 不然就更丢人了 又在床上躺了许久 窗外突然传来了百灵清脆的声音 姑爷 你家小蝴蝶来喊你了 夫人喊你去吃午饭呢 洛青州顿时清醒过来 连忙起床 穿上礼衣 正要穿外衣时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着窗外喊道 百灵 进来伺候姑爷穿衣服 百灵立刻在窗外道 才不要呢 洛青州立刻威胁道 你确定吗 我现在可是有处置你的权利了 你要是不听话 今晚我就 百灵立刻呜呜道 不要 人家就不要 人家才不要给臭姑爷事情呢 洛青州道 你想得美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是不听话 今晚我就把你连夜送出府 把你嫁给菜市场卖猪的猪大户 让你天天去杀猪 看你还怎么种花采花 呜呜呜 哭声很快从窗外 到了房间门口 接着 房门打开 百灵一袭粉裙 而冰处斜插着一只粉色的小花 嘴里呜呜着走了进来 可怜巴巴地看着她道 姑爷 不要 不要让人家去杀猪 人家要采花 洛青州指了指旁边的衣袍 道 那就听话 过来伺候本姑爷穿衣 百灵又呜了一声 委屈巴巴地走了过来 拿起衣袍撅起小嘴道 怎么不让缠缠伺候呢 让小姐也可以啊 就爱欺负人家 洛青州理所当然地道 大小姐和缠缠都是我家娘子 都陪我睡了 我心疼他们都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还让他们伺候 就算要伺候 也是我伺候他们 你就不一样了 你又不是我家娘子 也没有陪我睡过觉 我使唤起来 自然不会心疼 百灵 洛青州只让她穿了外套 自己穿了鞋袜后 就准备出门 大小姐呢 百灵撅着小嘴 别着身子 脸颊气鼓鼓地对着窗外 不理她 洛青州伸出手 对着她粉嫩的脸蛋掐了掐 然后出了房间 准备去后花园 大小姐除了在房间 就是在后花园了 可是 当她准备去后花园时 蝉蝉却抱着剑 守在了门口 小脸冷酷地看着她道 小姐说 不 不见你 洛青州闻言一愣 为何 两人昨晚刚同的房 而且还恩爱了整整一夜 今日不该是关系融洽 甜甜蜜蜜 你弄我弄的吗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夏蝉冷着脸道 小姐说 你 你坏 洛青州诧一道 我坏 哪里坏了 哼 夏蝉别过俏脸 看向别处 不理她 也不让开 洛青州仔细想了一下 似乎突然明白了过来 昨晚自己一次又一次丢人 每次修炼的时间都很短 最后实在气不过 就用了雷电 狠狠地报复 那个 蝉蝉 那让我去跟大小姐道个歉好不好 哼 夏蝉依旧别着俏脸 表示绝不同容 洛青州没敢勉强 想到小蝶还在外面等着自己 岳母大人应该还在等着她去吃饭 在这里担得太久 实在不太好 值得道 蝉蝉 那跟大小姐说一声 我去吃饭了 今晚再过来 给她请安 说完 值得离开 出了前院 小蝶正一个人站在外面轻声哼着歌 看起来心情不错 见她出来了 立刻满脸兴奋地道 公子 你昨晚在凌晨月宫这里过夜 昨晚是跟夏蝉姐姐 还是 大小姐 洛青州一脸风轻云淡 心头却是涌现出了各种复杂的情绪 她转过头 看着门上凌晨月宫四个大字 心头暗暗道 终于 终于跟月姐姐在一起了 也终于与大小姐成为真正的夫妻了 人生如此 又有何求 即便现在给她个神仙当 她也不愿意呢 当然 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小蝶听了 顿时雀跃欢呼 满脸激动地道 公子终于与大小姐同房了 她好了 她好了 夫人要是知道了 说到此 小丫头突然眼圈一红 哽咽起来 她嘴里的夫人 自然是那个孤苦伶仃 被人亲见的可怜女人 洛青州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脑袋 道 这有什么好激动的 我跟大小姐早就是夫妻了 小蝶勤着眼泪道 公子跟大小姐的确早就是夫妻了 可是没有同房啊 公子跟奴婢离开成果府 就是因为大小姐 如果大小姐当初反对 我们可能就要继续待在成果府自生自灭 或者被大夫人和二公子害死了 所以说 是大小姐把公子和奴婢救走的 夫人在天之灵肯定非常感激大小姐 也很希望公子能够与大小姐真正地成为夫妻 现在 公子与大小姐同房了 夫人肯定会很开心 很开心的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又看了一眼灵禅月宫 目光中露出了一抹复杂之色 你说得对 随即又道 大小姐对我们的恩情 只怕我们永远都难以报答 不过没关系 我希望可以生生世世 每一辈子都与她在一起 用自己的一切报答她 小蝶哽咽道 奴婢也愿意 只要公子在哪里 奴婢就跟着哪里 洛青州握住了她的小手 低下头 对着她的小嘴亲吻了一下 道 傻丫头 小蝶泪光盈盈地笑道 傻公子 两人牵着手 去了前厅 与此同时 灵禅月宫 后花园中 百灵正撅着小嘴 在生气地跟秦大小姐告着状 凉亭中 秦大小姐一袭雪白衣裙 正安静地坐在那里发着呆 手里拿着一本书籍 却似乎并没有看 神情看起来也有些恍惚 小姐 气死小百灵一眼 臭姑爷竟然说 因为小姐和蝶蝶陪她睡觉了 所以她才不欺负你们 就因为小百灵没有陪她睡觉 所以她才一直欺负小百灵 太可恶了 小姐 你要为小百灵做主啊 一旁的夏蝶抱着剑 依在栏杆上 嘴角似乎微微动了一下 过了片刻 秦大小姐方 抬起目光看着她 淡淡地道 她是在暗示你吗 暗示 百灵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顿时满脸惊慌道 啊 姑爷果然是在暗示小百灵 姑爷企图对小百灵不轨 姑爷想要小百灵陪她睡觉呢 好 好狡猾 不要 小百灵才不要呢 随即 又满脸坚决地道 小百灵发过誓的 要永永远远都做一朵粉粉嫩嫩 冰清玉洁的花朵呢 才不要被脏姑爷弄脏呢 哼 秦大小姐没有在说话 百灵突然看着她 好奇道 小姐 昨晚 秦大小姐低下头 看向了手里的书籍 翻了几页 方神情淡淡地道 昨晚她在地上跪了一页 啊 百灵一愣 小姐没有与姑爷 那个吗 秦大小姐继续低头翻着书页 语气清冷地道 没有 百灵睁大眼睛道 难怪 难怪刚刚去伺候坏姑爷穿衣服时 没有在床上看到小姐的 咦 不对 床上好像没有被单了 秦大小姐又翻了几页书 淡淡地道 她收起来了 百灵偷看了一眼她的神色 点头道 原来如此 姑爷真是可怜 小姐就在面前躺着 姑爷却只能在地上跪一夜 临走时 只能把小姐睡过的床单给偷走了 准备回去好好闻一闻 哎 小姐 你不该那么残忍的 至少 要给姑爷摸一下 或者亲一下你的脚脚嘛 毕竟是夫妻 秦大小姐没有在说话 低头认真的看着书 脑海中似乎回想起了 昨晚的一幕一幕画面 绝美无瑕的容颜 在阳光的照耀下 不知何时已染上了两抹浅浅的红韵 百灵突然又气鼓鼓地道 对了小姐 姑爷今晚要是再来请安 我就不让她进来了 哼 谁让她那么坏 得罪了小百灵 她就算想要跪在小姐的床前 偷偷看小姐睡觉 偷偷摸小姐的袜子 偷偷亲小姐的脚脚 偷偷拿走小姐睡过的床单 也别想 哼 秦大小姐沉默了片刻 白皙鲜长的玉纸 继续翻着书页 嘴里淡淡地道 没事 让她进来就是 百灵又偷偷盯着她脸上的表情 看了一眼 哼道 哦 那还是听小姐的吧 反正姑爷进来也是跪着 小姐就带小百灵 好好地惩罚她吧 最好让坏姑爷 跪着唱小毛驴 扎双马尾也行 嘻嘻 秦大小姐没有再说话 低头翻着书 垂下的浓密睫毛 微微眨动着 午饭很丰盛 可惜 秦大小姐并没有出来一起享用 洛青州也并未提昨晚的事情 说实话 面对岳母大人 她还是有些羞耻之心的 毕竟已经把人家的两个闺女 都霍霍了 虽然 她已经同意了 但心里肯定还是有些不是滋味的 所以 这种事情肯定不能由她来说 不管是由秦二小姐来说 还是由其他丫鬟悄悄告密 都比她自己亲口说出要好得多 吃完午饭后 洛青州扶着秦二小姐离开 走在路上时 她才把昨晚已经与秦大小姐同房的事情 说了出来 秦二小姐听完 先是为她高兴 然后又不禁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就只剩下微末了 洛青州握着她的小手 正要开口安慰几句时 又听她突然问道 青州哥哥感觉怎么样 洛青州一愣 什么怎么样 秦二小姐低声道 跟姐姐在一起 那个 与跟其他女子在一起 比如缠缠 师叔 陛下他们 有什么不同吗 洛青州脸上顿时露出了一抹尴尬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秦二小姐低声道 肯定有很多不同吧 姐姐那么漂亮 而且还是青州哥哥朝思暮想最爱的月姐姐 还是青州哥哥最为敬重和害怕的大小姐 而且 姐姐以前一直都是冷冰冰的巨人鱼千里之外 昨晚青州哥哥却突然就与她那个了 肯定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吧 洛青州指得道 忘了 最大的不同 她羞于其耻 秦二小姐轻哼道 青州哥哥要是不说 微末就去问姐姐去 洛青州一点都不怕 那你就去问吧 以大小姐冷傲的性格 她甚至都不敢承认 又怎么可能跟别人具体描述 昨晚流血受伤的事情呢 青州哥哥 说嘛 说嘛 你就跟微末说说嘛 微末保证 不告诉别人 秦二小姐自然也最清楚自家姐姐的性格 昨晚的事情肯定不会告诉她的 所以 她只得又撒娇央求起来 洛青州咳了一声 向着后面看了一眼 低声道 等回房了告诉你 后面的三个小丫头听了 立刻都不乐意了 秋儿道 姑爷 奴婢们又不是外人 不会告诉别人的 小蝶也道 就是 公子就快说嘛 珠儿也偷偷地看着她 竖起了耳朵 洛青州依旧坚持不说 等回到梅香小园 进了房间后 秦二小姐立刻关了房门 把她拉到了里屋 这才眼巴巴地看着她道 秦州哥哥 这一下可以说了吗 洛青州无奈 指得低声道 微末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 谁都不能说 秦二小姐立刻点头 小脸上顿时满是严肃 秦州哥哥放心 微末的嘴巴是很紧的 秦州哥哥又不是不知道 洛青州这才把嘴巴凑到她的耳边 低声说了起来 秦二小姐先是一脸迷茫 接着 渐渐睁大了眸子 又接着 小脸上满是红韵 然后满脸惊奇和好奇之色 姐姐是觉 觉是 不说了 大小姐神通广大 说不定现在就在我们房间里偷听着呢 不能再说了 哦 秦二小姐微微醋眉 思索了好久 又低声问道 秦州哥哥 那你 喜欢吗 洛青州嘴角抽搐一下 立刻道 当然喜欢 大小姐的一切 我都喜欢 哪怕是羞辱 让我难看的话语和东西 秦二小姐顿时扑斥一笑 秦州哥哥就爱得了便宜 还卖乖 洛青州不想再跟他聊这个话题了 走到窗前 看了一下桌上的日月宝镜 道 微末 你休息吧 我再踏上修炼一会儿 秦二小姐的确有些困乏了 她身子弱 每到午后都要休息半个时辰 否则没有任何精神 嗯 那微末就不打扰你了 秦二小姐上了床 躺下休息 洛青州拿出瓷瓶 收了灵液后便上了踏 盘膝坐好后 再掌心低了几滴灵液 然后 开始闭眼修炼 半日时光 转眼而过 当她从修炼状态醒过来时 太阳已经下山 夜幕悄然笼罩 秦二小姐从外面回来 端来了丰盛的晚饭 洛青州吃完后 又在小蝶和秋儿的伺候下洗了个澡 然后在秦二小姐的催促下出了门 再次去了隔壁的灵禅月宫 准备去给大小姐请安 百灵开了门 对着她哼了一声 便扭身离开了 洛青州进了门 直接去了后花园 后花园 凉亭中 秦大小姐一袭雪白衣裙 正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书 夏缠则依旧在不远处大树下练着剑 缠缠真是勤奋 进了凉亭 洛青州没话找话地夸奖了一句 秦大小姐依旧低头看着书 并未理睬她 连目光都未抬一下 洛青州站在她的面前 低头看着她绝美无瑕的清冷容颜 心头不禁满是满足感 随即不禁又想起 昨晚这张清冷容颜上 染上的红韵与娇媚 迷离与楚楚可怜的柔弱神情 有事吗 这时 秦大小姐突然又抬起头来 容颜依旧清冷如雪 仿佛昨晚两人并未发生过什么 洛青州回过神来 道 来给大小姐请安 顺便 给大小姐道歉 秦大小姐目光冷冷地看着她 并未再说话 洛青州有些心虚 道 昨晚 昨晚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秦大小姐 语气淡淡地道 洛青州与她目光对视了几眼 并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 看来大小姐是害羞了 哦 没事 梁亭里陷入了沉默 秦大小姐低下头 继续看着书 洛青州站在旁边 也没有再说话 许久之后 秦大小姐终于忍不住 抬头看着她道 还有事 洛青州摇了摇头 没了 那怎么还不走 我 我不就住在这里吗 洛青州厚着脸皮道 秦大小姐安静地看着她 绝美无瑕的容颜上 依旧看不出去情绪波动 洛青州咳了一声 继续厚着脸皮道 大小姐 时候不早了 我扶你早些回房休息吧 秦大小姐眯了眯眸子 冷冷地道 我不休息 洛青州道 就在这里做一夜 秦大小姐道 是 洛青州道 那大小姐什么时候休息 总不能一直坐这里吧 秦大小姐一脸冰冷 等你走了的时候 洛青州 大小姐 我们是夫妻 而且昨晚 我们已经同房了 没有 秦大小姐并不承认 洛青州立刻拿出了传讯宝蝶 满脸得意地道 大小姐 我这里可是有证据的 昨晚我偷偷地拍照片了 在你 喂 不待她话说完 手里的传讯宝蝶 已经到了秦大小姐的手里 在她心疼的目光中 里面的所有照片都被一下子全部删除了 其实 昨晚她根本就没敢拍照 也没好意思 毕竟自己太丢脸了 秦大小姐把传讯宝蝶还给了她 神情淡淡地道 现在 你还有证据吗 语气里 似乎有着小小的得意与狡黠 洛青州 又沉默片刻 秦大小姐开口道 微末的病 不能拖延太久了 洛青州神色一明 道 我知道 秦大小姐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低下头 翻着手里的书道 所以 回去好好修炼吧 洛青州正要点头时 又听她淡淡地说了一句 以后一个月 可以过来一次 此话一出 洛青州不禁又想起了 当初跟与她拜堂成亲后的约定 嗯 她轻声答应 想着当初 看着现在 恍若做梦 洛青州拱手告辞 等她走出前阅阅门后 百灵突然从门里探出了脑袋 道 姑爷真傻 洛青州文言一愣 转头看着她道 哪里傻了 百灵嬉嬉笑道 小姐说的是以后 又不是今晚 姑爷今晚都已经来了 可以不算做以后的 而且 小姐并没有赶姑爷走 姑爷这都不明白吗 洛青州一听 连忙转身就要返回 谁知愿门立刻砰的一声关上 百灵在里面幸灾乐祸地道 姑爷 晚了哦 刚刚若是坚持留下来 小姐不会说什么的 现在又去而复还 小姐肯定会拉不下脸 继续留姑爷的 姑爷 还是快走吧 洛青州顿时满脸懊恼 百灵在里面笑得很是开心 洛青州回到梅乡小院 见秦二小姐已经睡熟 并未打扰 她收了灵液 直接离开秦府 去了皇宫 偷偷看了一会儿熟睡的宝宝和陛下后 她进入了皇宫地底 开始修炼 变异后的灵液 刚低落在掌心 便感到一股灼热 随即 一股热流顺着掌心钻入了经脉 快速涌入了她的丹海 同时 她的头顶开始出现了吸纳元气的透明漩涡 五天后 她从储物界中采摘下了一枚青色灵果 吃进了腹中 十五天后 她再次使用了一枚灵果 一月后 她从修炼状态中醒来 拿出了剑体时 查看了一下自己最新的数据 五王后期 进城十五 归一初期 进城五十 经过一个月的修炼 五王后期的进城从零到了十五 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 速度相对来说 是非常迅速的 至于神魂的修炼 进城要慢了许多 不过她已经不在乎神魂的修炼了 现在她需要一心一意修炼肉身 只有肉身到达五神境界 才能彻底跟置秦二小姐 修炼了一个月 反而似乎有些清心寡欲了 洛青州感觉很奇怪 这个时候 她不想出去大吃大喝 也不想做些什么 整个人身体的欲望 核心里的欲望 似乎已经降到了最低 既然如此 那就继续修炼吧 又吃了一枚灵果 滴了几滴变异后的灵液后 她稍作休息 又开始进入了修炼的状态 南宫火月 每晚都会抱着宝宝下来看她 见她这么努力 很是欣慰 又一个月后 洛青州从修炼状态中醒来 然后拿出剑体时 查看了一下新的数据 五王后期的数据 已由十五 变成了三十 这种速度 她已经很满意了 两个月没有出去了 也没有与任何人交流了 她感到有些想家里了 从弟弟出去后 发现正是深夜 陛下与宝宝都已经睡着 洛青州站在床前默默地看了一会儿 然后从弟弟离开 回到了秦府 房间里 秦二小姐也已经熟睡 她在屋里坐了一会儿 收了灵液后 方出了门 来到了隔壁的灵禅月宫 刚来到门口 木门突然打开 百灵仿佛在等着她似的 探出小脑袋 气鼓鼓地道 姑也好狠心 竟然现在才来 洛青州解释道 我在闭关修炼 毕竟二小姐的病情耽搁不得了 百灵这才哼了一声 打开了院门 洛青州走了进去 问道 大小姐睡了吗 百灵道 房间里灯还亮着呢 姑爷自己去看 洛青州进了屋 来到了秦大小姐的房间门口 抬手轻轻敲门 却并未说话 以大小姐的本事 和整个秦府的防御阵法 估计她刚进入秦府 对方就知道了 屋里并没有人回应 洛青州也没有再矜持 直接推门而入 房间点着一根红烛 昏黄的光线 只照亮了房间的一片角落 窗户开着 皎洁的月光洒落进来 秦大小姐一袭白裙 正站在窗前 望着窗外的夜空发着呆 见她进来后 也没有任何反应 洛青州脱了鞋子 踩着柔软的绒毯 走了过去 来到了她的身后 看着她绝美的背影 她神情恍惚了一下 呼得她伸出了双臂 从后面轻轻抱住了她 怀里的人儿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 但并未挣扎 房间里安静无声 两人就这样抱着 一起望着窗外的黑夜 望着璀璨而深邃的夜空 一起发着呆 许久之后 洛青州方用脸颊抹扎着她的秀发 亲吻着她的耳朵 柔声问道 想我了吗 秦大小姐沉默了一会儿 道 没有 语气依旧清冷 洛青州的双手 放在了她纤细的腰间 轻轻解开了她雪白的衣带 咬着她的耳朵道 没有吗 没关系 待会儿就有了 雪白的衣裙 轻轻滑落 一头乌黑的长发 也如瀑布一般倾泻下来 洛青州抱紧了她 开始温柔地亲吻着 不知过了多久 洛青州再次柔声问道 想我了吗 身下的人儿 依旧倔强地低声道 没 没有 话语刚落 她便身子一僵 睁大了毛子 窗外 月光如水 在窗台轻轻流淌着 许久之后 房间里再次响起一道声音 现在呢 想我了吗 没 没 这次我可要是放电了 最厉害的电 不 不要 那你说 想我了吗 我 只是 想 想了 有多想 不 不知 说 要电了 很 很想 既然很想我 那就更要电了 而且还要狠狠地电 窗外 夜风 吹着走廊上的灯笼 哐当哐当地响了整整一夜 窗下 两道身影蹲在那里 也蹲了一夜 五个月后 洛青州五王后期的进程 终于到达了一百 她开始准备冲关 此时的大言 在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下 开始渐渐稳定下来 大言与大蒙边境的商业 也越来越繁荣 其他邻国也都主动与大言交好 甚至开始讨好大言 让出一些利益 南宫火跃招贤那是 在一众臣子的辅助下 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同时 在洛青州的提议下 发布了各种立民政策 大言开始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稳定的环境下 洛青州开始专心修炼 在冲关之前 洛青州还需要准备丹药和原石 但这些秦大小姐竟然早就已经默默地为他准备好了 洛青州很是感动 魏表感激 那一晚 他垫了他很久 冲关历时十五天 整整半个月的时间 在丹药 原石 灵液 以及灵矿和灵果的帮助下 他成功突破到了五王巅峰的境界 为了庆祝 他又垫了秦大小姐一夜 休息半个月后 他再次进入了闭关修炼的状态 这次闭关还没有几日 他便收到了一个惊喜 小蝶有喜了 洛青州立刻出关 回到了秦府 秦府喜气洋洋洋 宋如月笑得合不拢嘴 不过还是有些遗憾 低声叮嘱道 秦州 赶快让奸家也怀一个吧 洛青州尴尬应对 心头子暗暗道 这得看大小姐的意思了 一家人热热闹闹 设宴邀请了女皇陛下 还邀请了龙儿 晚宴后 秦二小姐咳嗽加重 洛青州在亲自熬了药 为她服下后 立刻回到了宫中 继续闭关修炼 这一次的修炼速度变得很快 仅仅三个月后 洛青州便把五王巅峰境界的进程 修炼到了一百 在她询问了大小姐 准备出去寻找 冲关所需要的东西后 秦大小姐再一次拿出了 早已准备好的灵丹和原石 这一刻 洛青州终于明白 为何每次她都植种药害 撒下了大量的种子 却没有收获果实 大小姐需要保持最巅峰的状态 好为她收集冲关所需要的原石 以及去世界各地 搜寻各种天才地宝 帮她炼制灵丹 她在皇宫地底闭关修炼 大小姐也没有闲着 为了搜寻炼制灵丹所需的灵药 她只怕已经跑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吧 得此娘子 福福何求 这一次的冲关 异常艰难 而且其中险象还生 好几次差点失败 在经历了整整两个月不断的冲刺后 洛青州终于突破那处顽强而可怕的关爱 晋升到了天节境界 这个消息 石破天经 很快传遍了整个九州大陆 虽然洛青州想要低调 但冲关时的可怕天节 却是无论如何 也掩饰不住 消息传出 整个九州大陆 皆震动无比 她在武王之时 已经名震天下 打遍雷杰之下无敌手 如今又突破到了天节境界 那还得了 岂不是天下无敌 而且从武王到天节 竟仅仅就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个消息 让九州大陆所有的国家和宗门都坐不住了 纷纷派人前来祝贺和交好 就连三大先宗也来了人 九天摇台 由秦瑶仙子带队 他的五名弟子接跟随 蓬莱仙岛 则由上次主持比试的贾巡带队 圣子薛元宇也来了 而飘渺先宗 则由曾经一直维护岳瑶的蒋青玄 和另外两名女子带队 这次的气氛 格外和谐 三大先宗和其他大国 给足了大盐的面子 并邀请大盐 加入维护九州大陆和平的九盟会 九盟会的成员 除了三大先宗以外 另外几方势力 都是超级大国和大宗门 大盐能够以一个区区小国加入其中 自然是荣耀之质 秦瑶此次前来 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给洛青州祝贺 更不是为了与大盐结盟 他向来不会插手这些俗事 在宴会结束后 粉忧仙子把洛青州喊走 去了皇宫的后花园 秦瑶仙子一袭白衣 正站在花园凉亭里 看着池塘里游来游去的鱼儿发呆 洛青州走进了凉亭 恭敬打了招呼 粉忧悄悄退下 整个后花园就只剩下了两人 秦瑶仙子背对着他 站了许久 方开口道 你很出乎我的意料 其实之前 我是不愿意的 洛青州故意道 不愿意收我为徒吗 秦瑶仙子沉默了一下 道 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了吧 洛青州道 什么身份 秦瑶前辈 在下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 秦瑶仙子缓缓转过身 目光冰冷地看了他一会儿 随即抬起手 缓缓摘下了脸上的面纱 面纱下 是一张冰冷而美丽的容颜 但突然 他又抬起手 缓缓摘下了脸上的另一层伪装 再看到 他真实容颜的一刹那 洛青州突然以为自己 看花眼了 大小节的容颜 虽然还是有些稍稍的不同 但无论是五官 眼眸 气质 皆一模一样 二十岁以后 我再也没有露出过这张脸 秦瑶仙子容颜清冷地看着他 道 因为我知道 他可能会让我的修炼之徒 变得更为坎坷 他被彭埃仙岛的圣子看中 被缥缈仙踪抢逼着嫁人 应该也是因为那张脸引起的吧 洛青州突然问道 那你当初为何不救他 秦瑶仙子沉默了一下 道 我知道时 已经晚了 我邀请过他 加入九天摇台的 还有 他的人生 应该由他自己做主 当初我与他 发过誓的 洛青州心头一动 道 那位庄前辈 秦瑶仙子没有回答 绝美无瑕的容颜上 也没有露出任何情绪波动 道 他还好吗 洛青州也没有回答 淡淡地道 不劳仙子费心 秦瑶仙子沉默了一会儿 目光复杂地看着他道 的确不用我费心 有你在 又有谁敢伤害他 他能遇见你 很幸运 洛青州道 应该是我能遇见他 很幸运 秦瑶仙子微微点头 转过身去 看着远处的黑夜 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看着他 美丽而熟悉的侧影 不禁为大小姐 感到一丝心疼 离开后花园 他去跟众人打了个招呼 便出了皇宫 回到了秦府 在凌禅月宫 见到了同样一系白裙 仙气飘飘的秦大小姐 他把与秦瑶仙子 见面的事情 以及两人的对话 都告诉了大小姐 秦大小姐听完了 沉默了许久 却是一句话 都没有回应 洛青州也不敢再提 只是说着修炼上的事情 夜深时 他握住了他柔弱无骨 有些冰凉的小手 道 大小姐 该去休息了 秦大小姐看了他一眼 拒绝道 不去 洛青州不由分说 直接把他抱了起来 走进了屋里 百灵在门口哼道 色姑夜 洛青州关了门 在里面道 小百灵 姑夜就算再色 也不会骰你的 你就安心吧 哼 人家才不稀罕呢 百灵气鼓鼓地说完 便回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便开始气得 拿起要除倒药 一边用力倒 嘴里 一边生气地嘀咕道 捣死你个臭姑夜 捣死你个坏姑夜 捣死你个色姑夜 捣捣捣捣捣捣捣 第二日 洛青州回宫后 突然发现 女皇陛下门外的 女子守卫中 多了一个身材高挑的 银发女子 定眼一看 竟然是刀姐 两人相见 脸上揭露出了笑容 洛青州惊喜道 不是说过年才回来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刀姐笑道 边境无事 所以就早回来了 现在 我可是陛下的贴身护卫了 你以后可要小心哦 千万不要惹陛下生气 洛青州道 若是惹了呢 师姐又要扬起大长腿 表演单腿小跑 你 他似乎又想起了 当初的糗事 忍不住一脚踢了过去 洛青州刚好一把 握住了他的脚踝 正要让他再表演一次时 一旁的月影 冷冷地看着他道 陛下还在里面等着你 洛青州这才松手 低声道 师姐 等我出来了 再跟你续救 刀姐却是气恼道 谁要跟你续救 快进去吧 你 洛青州笑了笑 进了屋里 宝宝已经可以在地上走路了 此时正被月巫保护着 再向着对面的母皇走去 南宫火约看到他后 笑道 见到你家师姐了吧 可不是朕小姐 是他自己要求来做侍卫的 洛青州道 我知道 当初我与他刚认识时 他就说过他的梦想 他一直很崇拜你 他的梦想就是 有朝一日 可以做你的侍卫 为你而战 现在 他终于梦想成真了 南宫火约笑容威廉 道 他的确很忠心 比你可忠心多了 洛青州贪手道 我哪里不忠心了 南宫火约看了一眼他的某个地方 没有说话 只是嘴角露出了一抹讥讽 可 洛青州没敢再跟他说话 转过身 蹲了下来 拍着手道 宝宝 来父王这里 下午时 他又出去跟刀姐说了一会儿话 晚饭在书房与女皇陛下 以及宝宝一起吃的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天黑后 他便进了皇宫地底 开始继续闭关修炼 秦儿小姐的病情加重了 渴血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所以 他必须要继续突破 时间过得很快 当洛青州从皇宫地底出来时 小蝶已经生了 而且又是一个男孩 秦府喜气洋洋 秦文正和秦二哥在得到消息后 也从边境赶了回来 秦家举起了盛大的喜宴 在宋如月亲自的主持下 小蝶正是从丫鬟变成了妾 女皇陛下牵着小皇子 亲自来祝贺 王妃也带着两位郡主 送来了厚礼 龙儿也开心地来了 还给刚出生的宝宝 送上了一对珍贵的手镯 把一山听闻消息 也赶来祝贺 同时 紫霞仙子和灵狐青竹 也都来了 秦府空前的热闹 女皇陛下 带来了宫里的 御厨和宫女 在秦府帮忙准备喜宴 送如月孝的合不拢嘴 因为宝宝刚出生 需要安静 众人吃完饭后 便各自告辞离去 洛青州把女皇陛下送走后 又亲自去送自家师傅和师叔 走出大门后 紫霞仙子满脸笑容的低声道 飞扬 你的灵业真厉害 老祖已经开始在闭关冲刺 大宗师巅峰境界了 嘿嘿 为师也刚进几了 果真是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呢 都是因为飞扬牛 洛青州不禁调侃道 师父怎么能说自己是鸡犬呢 紫霞仙子满不在乎道 鸡犬怎么了 只要你能让为师升天 给你做牛做马做驴都行 嗨嗨 洛青州嘴角一抽 连忙转移了话题 最近宗门还好吧 紫霞仙子顿时春风满面 好得不得了 你都是武王了 咱们宗门能不好吗 大言第一大宗门 九州大陆赫赫有名的宗门 无人敢招惹的宗门 名头可是镇天象 为师的名头 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人家都称呼 为师为武王背后的女人呢 洛青州 嗨嗨 紫霞仙子转移了话题 撇了一旁一言不发的灵狐青竹一眼 低声道 飞扬 最近怎么不回宗门了 你家师叔可想你了 洛青州道 再闭关修炼 其实他偶尔偷偷回去过 帮师叔突破后 又挥一挥衣袖离开了 只是师父不知道而已 紫霞仙子叹了一口气 我听说了你家二小姐的病情 今日见他时 也发现他的脸色比原来差了很多 飞扬 若是需要帮忙 尽管跟为师说 为师和全宗门都会竭力帮你的 洛青州点了点头 道 多谢师父 三人走出小巷 来到了街道上 洛青州把他们送上了马车 挥了挥手 正要离开时 他突然又看向马车里道 师叔 怎么不跟我说话 灵狐青竹坐在里面 并没有回应 这时 紫霞仙子从窗户探出了脑袋 低声道 飞扬 你是怎么搞的 洛青州闻言一愣 什么怎么搞的 紫霞仙子低声道 那么久了 那么多次 怎么你师叔还是没动静 洛青州顿时明白过来 师叔感受着情福喜气洋洋的气氛 看到了小蝶刚出生的宝宝 又看到了陛下的宝宝 所以 心头应该也涌上了一些情绪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紫霞仙子也没有再继续质问 挥了挥手道 走了 快回去陪你家宝宝吧 马车载着两人离开 洛青州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方回到了秦府 此时秦府的客人 已经陆续散去 秦川见他回来 连忙一把拉住他 把他拉到了走廊的角落里 随即骤然出拳 砰的一声 砸在了他的胸膛上 洛青州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秦川目光复杂地看着他 道 青州 就没有什么话 要对二哥说吗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拱手低头道 二哥 青州给你道歉 秦川叹了一口气 脸上的神色复杂至极 在边境听到那些消息时 本以为只是谣言 因为从你禁府时 二哥就检查过你的身子的 甚至还传授了你奔雷拳 没想到 你小子竟然 爹爹说得没错 我就是秦府最蠢的人 洛青州尴尬道 二哥 其实岳母大人比你知道的更晚 听薇莫说 他直到现在 还是不相信 秦川 安静了一下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娘亲比我更蠢 哈哈哈哈 娘亲竟然比我更蠢 突然 他的笑声戛然而止 宋如月端着钢包的汤 在拐角处出现 脸色阴沉地看着他 秦川顿时将在原地 二哥 我去看小蝶去了 洛青州转身就溜走了 还没走多远 就听到走廊上传来了扫把抽打皮肉的声音 以及岳母大人的怒骂声道 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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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小圆 洛青州先去看了小蝶和宝宝 母子两人都很平安 小蝶见他来了 脸上满是温柔和幸福的笑容 擒着眼泪道 公子 小蝶终于有宝宝了 洛青州在床边坐下 轻轻握着他柔软的小手道 公子早就说了 会让你梦想成真的 以后还有更多 小蝶笑着流下了眼泪 本来还想说什么的 又促起了眉头 道 公子快去陪二小姐吧 二小姐刚刚又渴血了 洛青州握着他的小手 又坐了一会儿 方起身离开 房间里 燃着香炉和红烛 香炉中 放着百灵制作的花药 没有烟雾 却飘着一股淡淡的药香 秦二小姐 一袭素白衣裙 正抱着双膝 坐在床上发着呆 那本就柔弱的身子 此时看着郁家若不经风 脸色也看着郁显苍白 洛青州在床檐坐下 伸手把他抱在了怀里 轻声安慰道 没事的 我让人找了一些灵药回来 大小姐正在炼制一寿丹 吃了一寿丹 就不难受了 再等我一些时间 快了 秦二小姐柔弱地已在他的怀里 脸颊埋在了他的胸膛 颤声道 青州哥哥 微末知道 你与姐姐一直不要孩子 就是为了微末 青州哥哥需要修炼 姐姐需要到处奔波 微末 应该的 洛青州温柔地抚摸着他的秀法 道 谁让你是他的妹妹 是我的娘子呢 微末 不要多想 只有你好了 我与大小姐才会安心 才会更好的生活 千万不要再说那样的话 什么你是我们的累赘 什么你就不该存在 你说这些 只会让我们更加难过 正因为有你 我们才更有动力活下去 我们才能更加努力地进步 你想想 当初大小姐心如死灰 若不是因为你的病 只怕 早已不知去向了 而我 当初也是因为你 才能继续在秦府中待下去 清州哥哥 早些睡吧 明天记得喝药 大小姐的丹药 应该快炼制成功了 夫妻两人抱在一起 又低声说了话话 秦二小姐方虚弱地睡去 洛青州把他放好 帮他轻轻盖上了被子 又默默地看了他许久 方起身离开 来到灵缠月宫 百灵在门口探出了脑袋道 小姐还在炼丹 不能被打扰的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百灵 你跟我说实话 二小姐她 还能坚持多久 大小姐应该知道的 百灵道 姑爷放心修炼就是 小姐肯定会让二小姐撑下去的 洛青州心头烧鞍 又向着门里看了一眼 道 有事记得去通知我 百灵点了点头 道 姑爷要努力哦 洛青州没有再说话 转身离开 百灵看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 不禁轻轻叹了一口气 姑爷这一辈子 活得真累 希望等二小姐的病治好了 姑爷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活着了 随即又道 那不行 可不能让姑爷自由 小百灵给帮小姐紧紧盯着她呢 免得她又出去到处垫别人 洛青州进了皇宫地底 开始修炼 在三颗灵矿之星的加持下 地底的灵矿不仅重新焕发了生机 还增长了许多 贯穿了整个京都和四周方圆数百里的地底 使得整个大岩的元气变得更加浓郁起来 洛青州依旧坐在之前那颗灵矿之星下面修炼 在变异后的灵液 以及这里浓郁元气和天地圣树灵果的辅助下 她的修炼速度并没有因为修为的增长变慢 反而进步迅速 第一道天节 她已经渡过了 第二道天节也在一个月后呼啸而来 她提前去了灵霄宗 同时 灵霄宗内的人和灵兽已经全部撤离 四周也提前布置了大量的阵法 天节来得异常凶猛 几乎整个灵霄宗和云雾山脉都被可怕的雷电风暴淹没 这番动静自然又引起了九州大陆其他宗们的注意 三大先宗皆派了人前来观看和道贺 看着眼前毁天灭地的雷节和其他能量风暴 三大先宗的那些高层 阶下的变色 同时心头对天节中的少年越发敬畏了 七天后 洛青州终于成功度过了天节 此时他浑身的气息已经与以往有着天壤之别 举手投足间 皆让人不自觉地心生敬畏 三大先宗的高层 皆送来了众礼道贺 姿态都放得很低 当初高高在上的贾巡 徐星河等人 此时 也是满是恭敬的姿态 说话之时 小心谨慎 再也没有了当初的长者威风 毕竟此刻眼前少年的实力 已经不是其他雷节高手可比的了 估计一拳都能把他们打得魂飞魄散 人家可是肉身天节 即便是雷节九层的高手 也不是对手 更何况 人家还如此年轻 而且修炼速度还一如既往的快 突破五神 已是板上钉钉 待三大宗门的人离开后 洛青州回到了秦府 看了一下家人 秦二小姐看起来还能支撑 但是比以往更加虚弱和消瘦了 甚至已经躺在床上 无法自己起身了 洛青州看得心疼 与秦大小姐商谈了一番后 又回到皇宫弟弟 继续修炼 这次修炼的进度 突然变得很慢 整整半年的时间 二次天节的进程 竟然只从灵增长到了二十 还好 在他精血的滋养下 灵液再次变异 而且 那棵天地圣树 依旧在开花结果 同时 储物界中的空间已经太小了 已经无法承受天地圣树的快速生长了 经过与大小姐和陛下商议以后 她直接把天地圣树 从储物界中移了出来 然后种在了灵霄风上 重建后的灵霄宗 在风上布置了很多阵法 一些阵法还是大小姐亲自布置的 那里有绵延千里的云雾山脉 有波澜壮阔的河流 又是她的宗门 种在那里 还是很合适的 天地圣树 是以她的精血养成的 无论她身在哪里 都能清晰地感觉到 而且 大树四周皆有强大的禁止 只有她才能进去 上面的果实 自然也只有她才能够采摘到 两个月后 她的修炼进程 突然开始增加到了六十 这时 秦府传来消息 秦二小姐病重 洛青州心头既沉重 又焦急 没敢回去 而是躲在皇宫地底 继续修炼 现在回去没有任何用处 她必须抓紧一切时间 继续修炼 她相信 大小姐一定可以帮二小姐支撑住的 三个月后 在她使用了一枚七彩果实后 禁城终于终于到达了一百 她立刻去了灵霄宗 准备开始渡劫 把天地圣树种在这里 还有一个用处 可以帮她稍稍承受一些雷劫 哼 万事俱备 天劫来临 这一次的天劫 除了滚滚天雷以外 还有可以撕裂任何防御宝物的风暴 以及可以洞穿任何宝甲的猎雨 甚至还有许多鬼哭狼嚎的幻境和魔物 天劫整整持续了十五天 毁天灭地的恐怖动静 惊动了九州大陆所有的国家和宗门 三大先宗带着宗门的人 早已来到了大盐 远远观望着 其他国家和宗门的高手 也都带着弟子 纷纷赶来围观 到了最后几日 甚至三大先宗的宗主 都被惊动了 三人都赶了过来 看着眼前恐怖的天劫 所有人都感到窒息与胆寒 十五天后 天劫终于退去 当众修炼者 纷纷对着大盐女皇恭贺 以为这少年 已经是三次天劫的超级大能使 蓬莱仙岛的岛主 却突然失声惊呼 这气息 不对 缥缈先宗的宗主梅长青 突然长叹一声 这哪里是天劫之境 分明已经突破了 武神之境啊 九天摇台的一名白衣女子 神色复杂地开口道 雷灵之根 天选之子 果然名不虚传 此话一出 宛若一道炸雷 在众人耳中响起 武神 这少年竟然已经突破了 到了传说中的武神境界 武神一出 天下无敌 这九州大陆 谁人能敌 很快 三大先宗的老祖得到消息后 也都顺息而至 赶了过来 此时的洛青州 已穿上了一身乳袍 从渐渐消散的风雷之中 缓缓走出 他并没有理会 眼前这些九州大陆 最顶尖的强者们 甚至没有看 三大先宗的老祖一眼 而是静止 走向了旁边的人群 目光落在了一名 中年汉子的身上 道 前辈 当初的承诺 还算数吗 中年汉子淡淡一笑 称呼若是喊错了 自然就不算数了 洛青州没有再多说 拱手低头 道 岳父大人 当初的承诺 还算数吗 中年汉子哈哈一笑 天上的云彩四散而逃 道 贤婿走吧 两人在众人震惊而疑惑的目光 消失不见 新年到 京都家家户户 都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 秦府中 同样在热闹地忙碌着 宋如月带着梅儿清儿 在厨房忙着准备过年的年糕炸馍等食物 秦文正和秦川 以及周管家 则动手清理前院 以及房屋上的赃物 丫鬟忙着收拾屋子 窗户等等 而洛青州 则一席如袍 正悠闲地 坐在自家小院中提笔战墨 在帮忙写着新年的对联 秦儿小姐披着雪白的壶球 柔柔弱弱地坐在一旁 束手持墨 在帮忙研磨 少女清理的脸蛋上 已经恢复了一些红润 气色看起来 已经比原来好了很多 在洛青州和那名羊神高手的治疗下 她的病根 已经被彻底根除 身子与神魂 都在渐渐恢复中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她便如常人一般了 只是因为久病的缘故 身子看着依旧有些虚弱 每日需要多多休息就好了 今年怎么这么多人来要春联 陛下和师父 他们要也就算了 其他宗门竟然也来凑热闹 更过分的是 连粉忧仙子都来要 洛青州一边写着 一边抱怨 秦儿小姐柔柔一笑 道 人家来要的 可不仅仅只是春联 青州哥哥 如今已经是九州大陆 最厉害的人物了 而且还这么年轻 他们自然要来巴结 洛青州道 都送礼物了 秦儿小姐笑道 那是自然 哪有要东西不送礼物的 洛青州站了站默 叹了一口气道 自从突破后 三天两头都有人来拜访 想安静几天都不行 秦儿小姐道 陛下已经说了 暂时会拦住那些来拜访的人的 秦州哥哥 现在可是高高在上的武神 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洛青州低头写着字道 就是 以后除了长得漂亮的女子 我谁都不见 秦儿小姐笑道 好啊 待会儿我就去对姐姐说 可 洛青州白了他一眼 道 微末 别变成了喜欢打小报告的小女人 秦儿小姐顿时轻哼一声 语气里满是少女的忧怨 微末就要打小报告 谁让青州哥哥不碰人家的 人家明明已经好了 洛青州写完了一张 抬头看着他道 别急 再等等 先调理一下身子 最多半个月 应该就可以了 秦儿小姐撅起了小嘴 明明现在就可以的 洛青州装作没听见 继续写下一张 秦儿小姐突然又低声道 对了青州哥哥 微末的病也好了 你该去与姐姐同房了吧 这次 一定要让姐姐怀上宝宝 洛青州洋洋洒洒地写着字道 今晚就准备去的 不过 你可要独守空房了 秦儿小姐轻轻严着墨道 人家又不是没有独守过 反正青州哥哥一定要努力 努力让姐姐快些怀上宝宝 随即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道 为了微末 你和姐姐都辛苦了这么久 现在 也该好好为自己打算了 洛青州停顿了一下 道 今晚有夜市 应该很热闹的 吃完饭后 我们一起去逛街吧 秦儿小姐轻声道 青州哥哥带姐姐去就可以了 你们两个好像还从未单独出去过呢 洛青州沉吟了一下 点了点头 两人的神魂曾经在无数次的夜晚单独相处过 但真身 的确还从未单独出去过 写完所有春联后 洛青州把秦儿小姐送回屋里休息 然后出了门 来到了隔壁的临禅月宫 院门虚掩着 小院里 百灵一袭粉裙 正蹲在角落里的花圃中 一边哼着歌 一边踩着花 看起来心情不错 虽然气温很低 但她种下的那些花 都盛开得正念念 洛青州推开了门 走进了小院 百灵抬头看了她一眼 有些不满的地道 姑爷现在厉害了 竟然也不敲门了 骆青州道 我回自己屋里 敲什么门 百灵哼了一声 不再理睬她 骆青州走到花圃旁 看着她采摘花朵 问道 这些都可以炼药 百灵得意道 当然 姑爷难道没有发现 咱们府里的人很少生病发热吗 而且很少有蚊虫 毒蛇 老鼠什么的吗 骆青州道 都是因为有这些花吗 百灵下巴一扬道 都是因为有小百灵吗 没有小百灵 才不会有这些花年 骆青州竖起拇指道 厉害 说完 便向着屋里走去 百灵连忙道 姑爷 小姐刚练完丹 应该刚睡下呢 骆青州脚步一顿 想了下 道 知道了 我不会打扰她的 她进了屋里 在房间门口站了一会儿 方 直接寻着练剑的声音 去了后花园 后花园 离树下 一席淡履一群的少女 正在练着剑 骆青州站在不远处 安静地看着 过了片刻 夏禅收了剑 目光看向了她 额头上浸出了一些 亮晶晶的汗水 鼓鼓的胸脯 微微起伏着 那纤细的身影 看着依旧单薄柔弱 令人怜惜 骆青州走了过去 道 干嘛还这么辛苦 以后 有姑爷保护你就是了 夏禅抿了抿小嘴 没有说话 骆青州拿出手帕 帮她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低头对着她的小嘴 亲吻了一下 道 怎么 姑爷这些天没有跟你睡觉 生气了 夏禅脸颊红了一下 摇了摇头 低着头道 没 没有 骆青州抚摸着她的脸蛋道 那是为什么呢 夏禅低着头 轻轻咬着嘴唇 没有在说话 那微微颤动的睫毛下 毛子里 似乎已经起了雾 骆青州 把她轻轻抱在了怀里 道 傻丫头 又在胡思乱想 姑爷不说了吗 你不用担心 姑爷可以治好你的 只是还需要一些灵药 过几日 会有人 把灵药送过来的 等大小姐练好了丹药 姑爷就可以帮你治好了 到时候 说到此 她贴近了她 咬着她的耳朵道 到时候 姑爷可不会再跟你客气了 姑爷要狠狠地惦你 要让你生很多很多宝 夏禅身子一颤 小脸上满是红韵 颤声道 不 不要 不要电 馋馋 哼 偏要电 你看看其他人 还有大小姐 一开始 都哀求说 不要电 结果呢 后来各个求着电 呜 呜什么呜 等你尝到了电的滋味 自然会爱上她的 夏禅面红耳赤 脸颊紧贴在了她的怀里 告诉大小姐 今晚 我来约她出去逛街 不准不去 对了 还有糖葫萝 洛青州临走时 交代了一声 晚饭在前厅吃的 秦文正 秦二哥 宋如月都在 秦大小姐 依旧没有出来吃饭 洛青州 与秦二小姐 和小蝶坐在一起 秋和猪在一旁伺候着 小蝶如今成了主子 还有些不习惯 依旧像是丫鬟一般 做着事情 秦州 二哥敬你一杯 秦川端着酒杯 站了起来 满脸兴奋地道 你上次传授二哥的金刚拳 是真的猛 还有你给二哥的那两瓶灵液 简直太神奇了 二哥如今的进程 增长得很快 多谢了 洛青州 连忙也端起酒杯 站了起来 道 二哥不用客气 自家人 只要该互相帮助 秦川笑道 说得好 自家人 二哥就不跟你客气了 还有功法没 再给二哥来几套 洛青州 秦文正斥责了自家傻儿子几句 也端起酒杯 满脸笑容道 秦州 岳父敬你一杯 多谢你这几年 对秦府的付出 多谢你守着这个家 在我和你二哥不在的 那段时日里 也多亏有你照顾 兼家威莫 和你岳母大人他们 多谢了 洛青州连忙起身道 岳父大人言重了 这些都是青州的分内之事 青州是府里的一份子 自该如此 说着话时 他不经意间看到了 这位岳父大人心里的话 哼 这小王八蛋 不声不响 都把我府里的女眷都霍霍了 连丫鬟都不放过 老子好不容易养大的 两个如花似玉的闺女 就这样被他给一锅端走了 而且还在外面各种沾花惹草 连女皇陛下 都被他给霍霍了 听说连他宗门内的 师叔师父师祖什么的 都没有逃过他的毒手 还听说宫里陛下的 八千女子护卫 都被他一天霍霍几十个 给霍霍了 简直比马场的种马还牛逼 哼 要不是打不过这个小王八蛋 老子好歹也要上去 踹他鸭的脊脚 洛青州 吃完饭后 洛青州扶着秦二小姐 带着小蝶圈和猪儿离开 回到梅乡小园 与秦二小姐说了话话 哄他睡下后 洛青州又去小蝶那里 逗了一会儿宝宝 然后出了门 去了隔壁的灵禅月宫 刚进门 百灵就从屋里走出来 翠声道 姑爷 今晚街上人好多的 我们才不要去凑热闹呢 除非 除非姑爷现在给小百灵 唱首小猫驴 洛青州看着他新穿的衣服鞋子 又看着他头上的装饰 已经谋中的期待和兴奋 道 哦 你不去就算了 反正姑爷也没有邀请你 大小姐和缠缠呢 姑爷带他们去救世了 百灵 夜幕落下 街道上 张灯结彩 游人如知 热闹非凡 小贩的吆喝声 从街头传到街尾 男男女女的说笑声打闹声 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气氛 一些孩童手持炮仗 在大街小巷里 嬉戏追逐着 新年的气息 已经提前来临 洛青州与秦大小姐 大小姐走在人群中 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秦大小姐 那绝美清冷的容颜上 依旧看不到任何情绪的波动 百灵和下馋 则跟在后面的不远处 两人的手里 都拿着两串糖葫芦 正在一边走着 一边幸福地吃着 街道上的人太多 而且又非常嘈杂 洛青州与秦大小姐逛了一会儿 见大小姐 似乎依旧不习惯这种场面 指得道 大小姐 我们去东湖吧 夜晚的东湖 并没有什么人 大小姐喜欢安静 那里又是两人的神魂 曾经经常见面的地方 秦大小姐微微点头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顺势牵住了他冰凉的小手 秦大小姐轻轻挣扎了一下 却被他抓得紧紧的 只是目光清冷地看了他一眼 便不再动了 洛青州牵着他 轻车熟路地走进了一条小巷 百灵见了 连忙道 缠缠 快 跟上 故意要把小姐诱骗到黑黑的地方去欺负去了 夏禅却立刻拉住了他 百灵转头道 你干嘛 夏禅小嘴上还沾着亮晶晶的糖浆 看了前面的身影一眼 低声道 不要 打扰 他们 百灵纠结了一下 道 可是 姑爷 要让小姐做小毛驴怎么办 说不定还要欺负小姐 让小姐扎双马尾呢 夏禅没有说话 依旧紧紧拉着他 百灵叹了一口气 道 好吧 等我们吃完了糖葫芦再去吧 相信小姐一定不会屈服的 东湖的湖畔 果然非常安静 并没有几个行人 地上堆满了落叶 湖面也颇为凄凉 只有湖畔停泊着几只老旧的小船 在水浪中吱呀吱呀 轻轻晃动着 洛青舟牵着秦大小姐的手 走在寥落无人的湖畔 当他看着空空的湖面 和那几只破旧的小船时 不禁再次想起了 曾经两人的神魂 每晚在这里见面的一幕幕画面来 那个时候的他 做梦也想不到 他心爱的月姐姐 竟然就是他家的娘子 我真是个小丑 想到曾经对月姐姐说的那些话 关于家里大小姐的冷淡和无情等等家事 他顿时感到很是羞耻 当时他还当着大小姐的面 要小月的袜袜 骗小月说他家的娘子很节俭 最喜欢穿别人穿布的袜袜 想到这些羞耻的往事 洛青州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偷偷看了一眼身旁的秦大小姐 忍不住道 大小姐 你骗我的好苦 秦大小姐站在栏杆处 望着远处的湖面 神色清冷 并未理睬他 洛青州又道 当初我跟小月像是小丑一般表演 大小姐 当时表面上不动声色 其实心里一定很得意吧 秦大小姐竟然淡淡地开口道 是 洛青州 夜风拂过 秦大小姐站在皎洁的月光下 白裙飘飘 青丝微扬 宛若仙子 洛青州又看了一眼他那绝美无瑕的容颜 只得叹了一口气 道 罢了 以前的事情就不提了 已经过去了 秦大小姐却突然拿出了传讯宝蝶 看着他道 怎么不提了 我都记着呢 洛青州顿时一将 真的假的 秦大小姐没有回答 把手里的传讯宝蝶对着他 上面光芒一闪 出现了一幅画面 黑夜中 撕裂神魂的钟声响起 一道身影正在音波中痛苦修炼 嘴里咬着一只粉色的袜袜 随即 画面一转 那道身影跪在一片湖泊的荷叶上 正在玩弄着这龙儿系着红绳的雪白玉卒 接着 画面又一转 那道身影正手吃红绳 再给蝉蝉扎着双马尾 只见他咧着嘴 脸上满是猥琐的表情 啊 不是我 洛青州急了 伸手 便要抢走删掉 秦大小杰却早有准备 手中光芒一闪 传讯宝蝶已经消失不见 我说了是你吗 秦大小杰 面无表情地道 洛青州苦着脸道 大小杰 能不能不要这么残忍 往事不堪回首 就不能忘掉吗 秦大小杰淡淡地道 可以 洛青州一正 目光认真地看了他几眼 道 什么条件 秦大小杰看向远处的湖面 面无表情地道 以后 不准 电我 洛青州 夜色宁静 停泊在湖边的小船 在风浪中 吱压吱压地晃荡着 湖风带着寒意 吹得落叶沙沙作响 洛青州伸出手 轻轻握住了他冰凉的小手 保证道 大小杰若是不喜欢 我以后不电就是了 随即又加了一句 我指电别人 秦大小杰看向他 眯了眯眸子 洛青州装作没有看见 牵着他走下台阶 道 我们去船上吧 两人上了小船 在进风的推动下 小船迎着风浪 向着湖心缓缓驶去 月光落在水面 波光凌凌 洛青州抱住了他 在他轻轻的挣扎之中 低头亲吻在了他的小嘴上 片刻后 秦大小杰安静下来 身子渐渐软了下来 已在了他的怀里 许久之后 洛青州松开了他的小嘴 把他酥软无力的身子 轻轻抱在了怀里 低头看着他那迷离而动人的眸子道 威莫的病已经好了 该你遵守诺言的时候了 你说过 要给我生一个可爱的闺女的 今晚就开始 好吗 秦大小杰 仰着绝美无瑕的脸颊 躺在他的怀里 双眸正正地看着他 安静片刻 低声开口道 叫什么名字 洛青州微正 随即笑道 秦十月 可以吗 秦大小杰正了正 道 为何性情 洛青州低头轻轻咬了一下 他粉嫩的嘴唇 深情地看着他道 因为我是你的坠婿啊 永远都是 秦大小杰与他目光对视了许久 呼地抱住了他的脖子 抬起头 与他亲吻在了一起 月光如水 洒落在两人的身上 这一刻 没有人能够分开他们 小船依旧在风浪中轻轻晃动着 很快来到了湖心 停泊在了那里 整座湖面上 忽然飘起了烟雾 两人的身影 开始变得朦胧起来 很快便已看不清晰 湖水下 龙儿变成了一条银丝的巨龙 盘绕在整个湖水的边缘 把所有的风浪与声音都隔绝在了里面 公子 姐姐 恭喜你们 有情人 忠诚眷属 不对 你们本来就是夫妻 恭喜你们 终于敞开心扉 爱上彼此 书上说了 女孩子说不要 就是要 姐姐说不要垫 就是想被垫 公子 要狠狠地垫哦 黑夜寂静 街道上的热闹与繁华 很快散去 但某些酒楼与青楼中 依旧有人在弹着琴 唱着歌 跳着舞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此事古南泉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湖畔柳树下 被湖水浸湿的台阶上 一袭粉裙的百铃坐在那里 一双穿着粉色小鞋的脚 在台阶下轻轻晃动着 嘴里也跟着轻声哼唱着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小毛驴 要努力哦 寒风凛练 漫天大雪纷纷扬扬 洒满了整座小镇 冰冷的气息 让万无尽声 一间破旧的茅屋中 被病痛折磨了多年的老人 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要努力 活下去 老人声音沙哑 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床前站着一道娇小柔弱的身影 脸颊上满是无声的泪水 嗯 爷爷 他稚嫩的声音 在黑暗的茅屋中低声响起 那双漆黑的毛子里 除了悲痛 还有坚定 老人被埋葬后 一名妇人把他临走 满脸刺香地道 茬儿 姑妈给你找了个好人家 你去了以后好好听话 好好做事 吃穿不愁 妇人把他领回家 好好洗漱一番 为他换上了一身新衣服 嘖嘖赞道 我家茬儿真漂亮 这么小 就已经是个美人胚子了吗 妇人领着他进了一座很大的宅院 宅院中的人 来到他的面前 仿佛挑选货物一般 仔细打量和检查了他很久 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 不 至少二两银子 我家茬儿可乖了 人又长得漂亮 太瘦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养活 我家公子需要冲洗 这小丫头一看就是个苦脸 两人在旁边讨价还价 声音很大 片刻后 那位被他称为姑妈的妇人 拿着碎银 满脸笑容地与她告别 茬儿 在主人家要乖乖听话哦 姑妈爱你 说完 便把碎银塞进了贴身的兜里 喜滋滋地离开 走吧 穿金带银的妇人 把她拉进了内院 那一天她才知道 她被卖了一两七钱银子 成为了这户人家 卧病在床多年的儿子的冲洗丫头 但第二天 当她被打扮得漂漂亮亮 准备被送入那人的房间时 那人却突然病逝了 主人家悲痛伤心之时 骂她是扫把心 小贱人 打骂一番后 让她做着最低贱的粗活 一天却只有半个馒头 甚至连井水都不能多喝一碗 连续打骂了五天后 她逃走了 她带着满身的伤痕 步履亮腔的她 逃回到了姑妈家 姑妈抱着她痛哭 说要带她去告关 却再次把她带回到了那个可怕的宅院 查儿 你已经是这里的人了 要好好听主人家的话 不能再乱跑了 姑妈离开了 她被吊起来打了三天三夜 昏迷过去后 主人家以为她死了 直接把她扔进了后院废弃的水井中 在冰冷的水井中泡了很久 她终于醒了过来 这里虽然很冷 但很安静 没有那些可怕的辱骂 和恶毒的面孔 她飘在冰冷的井水中 想着就这样 在这里一直睡下去 似乎也挺好 但朦胧中 她却听到了爷爷的声音 查儿啊 要努力 活下去 她睁开眼 似乎看到了爷爷 也看到了漫天的星辰 夜空很美 还有月亮 她正正地看了许久 然后抓住了边缘凸起的石块 开始艰难地向上爬着 当她满手鲜血 终于从井中爬出时 那名殴打她的妇人突然出现了 满脸惊讶地看着她道 咦 竟然还没死 妇人一把揪住了她的头发 重新把她推向了井中 嘴里恶狠狠地道 小贱人 命还挺硬啊 她留着鲜血的手指 拼命扣住了水井边缘的石头 与妇人僵持着 妇人累得气喘吁吁 恼恨之际 突然从旁边捡来一块石头 恶狠狠地砸在了她的手指上 但是 她依旧没有松开 小贱人 给我松开 妇人又咬牙切齿 骑在她的身上 狠狠地掰着她的手指 这一刻 她不知道突然从哪里来的力气 一个起身 拼尽了全力 推了身上的妇人一下 妇人身子向后一倾 尖叫一声 一头栽进了后面的水井中 惊恐的尖叫声 在漆黑而冰冷的水井中 渐渐远去 很快便消失不见 她坐在地上喘息着 虽然已经筋疲力竭 却没敢再逗留 立刻起身 从后门偷偷溜走 外面漫天大雪 寒风刺骨 她不知道该去哪里 但她知道 她一定要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如噩梦一般的小镇 一步一步 艰难向前 终于出了城 她来到了一座破旧的寺庙 晕倒在了厚厚的积雪上 当她醒来时 已是傍晚 她拖着冰冷而沉重的弱小身子 艰难地爬进了寺庙 躲在了佛像的后面 终于躲开了外面刺骨的风雪 僵硬的身子 渐渐恢复了一些温暖 她躺在那里 呆呆地望着头顶布满灰尘的横凉 心头如外面的风雪 一片冰凉 黑暗笼罩 饥饿振袭来 她爬到了门口 一口一口地吃着地上的鸡血 但饥饿并没有退去 反而越来越烈 她爬回到了佛像的后面 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 似乎在等待着死亡 身上的鲜血 引来了寺庙里的老鼠 几只老鼠在角落里 小心地观察了许久 方一步一步 向着她爬了过来 当一只老鼠爬到了她的伤口处 正准备撕咬时 她突然一把抓住了它 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老鼠滋滋叫着 惊恐地挣扎着 锋利的牙齿拼命咬着她满是伤口的小手 但她依旧紧紧抓着她 目光目然地看着她 茬儿 要努力 活下去啊 爷爷的声音 再次在她的耳边响起 她一口咬在了老鼠的身上 外面 北风呼啸 寺庙里的窗户 呼呼地灌着寒风 她蜷缩在佛像的后面 满嘴鲜血地进入了梦乡 在寺庙里待了三天 外面的大雪 像是鹅毛一般 依旧在纷纷扬扬地飘洒着 这个夜晚 寺庙里进来了两个乞丐 发现她后 把她狠狠地打了一顿 驱赶了出去 小东西 这是我们的地盘 谁让你在这里抓老鼠的 这里的东西 都是我们的 两个乞丐恶狠狠地道 她离开了寺庙 踩着厚厚的积雪 继续向着远离小镇的方向走去 她来到了一个偏僻的村落 在这里 她帮一名老人洗衣做饭 打水捡柴 终于吃到了一碗热乎乎的西州 第二天 她被老人的亲人 驱赶出了村落 她继续向前走着 漫无目的 大雪停了 春雨来了 春雨走了 又有酷热的太阳 与可怕的雷声 她在雷声中蜷缩着 颤抖着 像是一只可怜的小猫 在漆黑与冰冷中 无助地躲藏着 她走过了山川 走过了河流 曾在小巷里捡着食物 也曾在荒野里采着野果 曾被人殴打过 也曾被野兽追逐过 她很努力地 想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住下 她勤奋 吃苦 从不喊泪 从未偷懒过 但她的沉默寡言 和那一份倔强 让所有人容不下她 她继续流浪 走过了春夏 又走过了秋冬 在洞穴里过夜 在荒野中徘徊 当她以为自己的世界 永远都是冰冷与可怕的风雪与雷声时 一道身影 呼地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那一晚 她被一头饥饿的野狼追逐着 腿上已经被咬伤 鲜血在雪地上 绽放出了鲜艳的花朵 她奔跑着 双腿突然陷入了深深的鸡血中 再也无法动弹 当那头饥饿的野狼 资着獠牙 一步一步向着她接近时 那一刻 她竟然出奇地平静 她已经累了 很累 很累 就这样睡去 挺好 她没有再挣扎 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就这样安静地看着她 寒风吹拂着她 纠结成团的秀发 露出了一张青涩而稚嫩 凭劲而坚毅的脸颊 来吧 她心里这般说着 野狼发出了一声低吼 纵身一跃 扑向了她 但下一秒 野狼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脖子处的鲜血 瞬间染红了雪白的地面 她抬起头 看向了前方 飘扬的大雪中 一道雪白身影 从前方的林中 缓缓走出 那一刻 她突然觉得 这世间 真有神仙 不然 眼前的人 为何这般漂亮 这般干净 一尘不染 比画里的仙人还要美 她呆呆地看着她 像是做梦一般 直到周身的鸡血融化 那道雪白的身影转身离开时 她方惊醒过来 她跟了上去 跟在她的身后 痴痴地看着她 一言不发 对方同样没有说一句话 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 在冰冷的风雪 和漆黑的山林中 缓缓地行走着 野狼的声音传来 黑熊的吼叫 似乎就在旁边的林中 但奇怪的是 再也没有野兽出来 她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 走出了山林 走出了荒野 停在了一座山坡上 这时 那道雪白的身影 方转过头来 看着她 却依旧没有说话 这一刻 她知道 她可能要走了 她突然颤抖着 结结巴巴地开口道 我想 跟着 雪白身影 目光安静地看着她 片刻后 两人一起飞上了天空 消失在了云海之中 果然 是神仙 她站在飞剑上 心头暗暗道 从那一天开始 她就一直跟着她 她传授她剑法 给她温暖的屋子 给她好吃的食物 还给她好看的衣服 却很少与她说话 当然 她也不想说话 她觉得 这应该就是神仙过的生活吧 她努力练剑 只希望可以帮到她 因为 她每次出去一段时间 回来后 都是满身伤痕 她希望自己可以帮她受伤 帮她承受疼痛 一年一年 她的剑法 似乎变得很厉害了 但是 她依旧没能帮上她 那一天 她又带回来了一个女孩 那女孩穿着粉色的裙子 手里 拿着粉色的花朵 好漂亮 好可爱 也好活泼 而且说话的声音很好听 还会唱很好听 很好听的歌谣 当然 也喜欢捉弄她 三人住在了一起 春天过去了 冬天又来了 那一天 她带着满身的伤回来 终于主动开口跟她说话了 我要走了 你呢 她毫不犹豫地道 我要 跟着 你 那个叫百灵的可爱女孩 也立刻道 我也要一起 于是那一天 三人离开了那里 来到了一个叫大岩的地方 住进了一座府邸 府邸的主人 看到她回来 哭得稀里哗啦 那一天她才知道 她其实是有家的 家里的人 为她安排了一门亲事 对方好像是一个普通人 听说 是一个母亲病逝的数字 她竟然没有拒绝 默默地 答应了这门亲事 但那一晚 她的心情明显很不好 在后面的花园里坐了一夜 我终于可以帮她了 瘦弱的少女 这一刻 心里有些开心 但想到那个陌生的男子 她心里又非常害怕 百灵带着她偷偷去了那个男子住的地方 在那条小巷里等了许久 终于见到了她 那天 下着雪 刮着风 她害怕那样的天气 小巷里 一对小乞丐 光着洞肿的脚 紧紧抱在一起 瑟缩在角落里 躲避着寒冷刺骨的北风 瑟瑟发抖 那一刻 她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正在她发呆时 旁边的木门突然枝鸦一声打开了 一名穿着破旧如袍的少年 走了出来 她手里拿着两个热气腾腾的馒头 递给了那两个小乞丐 然后在满是鸡血的台阶上坐下 与那两个小乞丐说着话 她长得真好看 她心里暗暗道 当百灵低声说看 就是她时 她的心跳突然加快了 她坐在那里 与两个小乞丐低声说着话 过了一会儿 她起身进了门 很快又拿出了两个馒头和一双鞋子 递给了那两个小乞丐 一名小丫鬟出现 撅着小嘴道 公子 奴婢的鞋子 她则揉了揉小丫鬟的脑袋道 穿什么鞋子 公子就喜欢你不穿鞋子的脚脚 小丫鬟面红耳赤 她站在远处的风雪中 裙下的小脚 也不自觉地动了动 连续几日 她都偷偷过来观察着它 直到 小姐成婚的那一天 她终于没有再出来了 那一天 孙嬷嬷在婚房中 教了很久的东西 小姐望着窗外 并没有记 而她 她则红着脸 全部记在了心里 那晚 洞房花竹叶 她穿上了洗袍 坐在了心房中 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 她害怕 想要逃走 但最终 在她进来后 她还是主动欺负了她 她连野兽都不怕 岂会怕她 她果然很弱 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 甚至还害怕她 那夜之后 她傻傻地 连跟谁洞房都不知道 她总是喜欢拿剑吓唬她 拿眼神威胁她 每次她都被吓得不敢吭声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 她突然就喜欢上她了 当那晚 在桥洞下 风雨交加 电闪雷鸣 她把她抱在怀里 温柔地安慰着她时 她就知道 她再也离不开她了 她终于有人爱了 她终于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温暖 她从一个文弱书生 渐渐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舞者 她给她买了甜甜的糖葫芦 那是她曾经在街头上 只能咽着口水看着的美味 那是她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糖葫芦 真的好甜 她开始主动欺负她 让她当小毛驴 让她扎双马尾 哼 她变成了一个小坏蛋 但是 她心甘情愿 她愿意 她喜欢 她想要她欺负她 她渴望在那些冰冷而漆黑的夜晚 她永远抱着她 亲吻着她 爱着她 让她在爱与温暖中 再也不会感到恐惧 蝉蝉 爱我吗 爱 永远爱 她希望可以一辈子 下辈子 永远永远 都爱她 都做她的小毛驴 我是一只小毛驴 永远都让她骑 深秋 落叶萧萧 梅香小园 书房中已燃起了暖炉 香炉中 药香飘逸 香烟鸟鸟 一席素白衣裙的病若少女 正坐在桌前 素手持笔 写着诗词 那清理捐秀的小字 落寞在雪白的宣纸上 宛若印刷的一般 整齐而赏心悦目 并起烟烟愁续发 卧看残月上窗纱 豆蔻连烧 煎熟水 墨分茶 枕上诗书弦煮好 门前风景雨来家 终日向人多运及 木兮花 少女模样轻丽 身子柔弱 看着弱不经风 脸上也带着酒病才有的苍白 一袭淡黄衣裙的丫鬟 在旁边安静地严琢磨 可 少女突然咳嗽起来 雪白的手帕捂在嘴上 很快被染上了烟红的鲜血 宛若梅花盛开在白雪 鸣叫秋儿的丫鬟 连忙放下手里的墨块 对着外面道 猪儿 要还没有煎好吗 外面传来另一名丫鬟的声音 好了好了 有些烫 等等 少女抬起头 目光看向了窗外 一只梅枝从走廊斜出 装饰着外面的窗帘 天空中 一对秋燕排队而过 她不喜欢秋天 因为太冷 因为秋天过了 就是最难熬的冬天 每当那个季节 家里人都会很紧张 因为大夫总是说 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但是前年 去年 她都熬过来了 或许是因为姐姐的关系吧 每当天冷时 姐姐都会过来 然后拿出一颗药丸让她吃 吃了药丸 她感觉咳嗽的次数变少了 寒气袭来 她也不是在像是之前那样 咳着血而晕倒了 她知道 姐姐不简单 但这件事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姐姐失踪的那几年 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回来后 整个人变得像是一块寒冰 仿佛变了一个人 就连爹爹和娘亲 也不敢多跟她说话 当然 他们更不敢问起 她失踪的那几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府里上上下下 对她的事情 都净若寒蝉 但无论如何 她都是她的姐姐 她虽然冰冷 但心里依旧在关心着她 这个冬天来得很早 一场大雪过后 气温骤降 她虽然吃了姐姐送来的药丸 但依旧不敢出去 美丽的雪景 她只能在窗里看着 她也好想 像是其他人一样 出去淋着雪 吹着风 到处奔跑着 甚至可以打着雪仗 是一口冰冷的雪团 但她清楚 这些对于她来说 都是奢望 那一天 大夫在为她把麦之后 又一次在门外悄悄地叹气 估计最多一年 如果能够熬过这个冬天的话 娘亲在外面偷偷地哭泣 爹爹在外面叹气 阿尔哥则握着拳头 要打大夫 她坐在窗前 看着外面飘落的雪花 心里一片平静 能活到现在 她已经心满意足了 生老病死 每个人都会有 她只不过是提前了一些而已 又何必纠结了 珍惜现在吧 几天后 娘亲过来告诉了她一个消息 姐姐要成亲了 不过是招雪 对方是成国府的一个数字 甚至或许是个假冒的 娘亲已经病逝 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她还是个读书人 娘亲说的时候 愤愤不平 很是恼怒 似乎再为姐姐感到不值 但出乎她的意料 姐姐竟然没有反对 似乎是默允了 她很好奇 她未来的姐夫 到底是什么模样 婚事办得很快 而且很潦草 陈国府似乎觉得丢人 甚至没有通知其他亲友 以最快的速度 把那名数子 送到了他们情府 她很想出去看看 但是那天的天很冷 娘亲无论如何 也不让她出去 还好 听敲和桌说 那位姐夫长得很好看 而且文质彬彬 看起来像个好人 希望她是个好人吧 姐姐苦了那么久 希望她可以好好陪着她 走完一生 洞房之前 她故意让百林去考考她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明明只是一个秀才 只是一个被 陈国府抛弃的数字 却有那般令人惊艳的才华 那一刻 她对这位姐夫 越发好奇起来 终于 那一日 天气不错 她可以出去了 听说 二哥在湖边教她打拳 她立刻 与秋儿和猪儿过去了 再看到她的第一眼 她有些惊讶 果然好俊 秋儿和猪儿曾经告诉她时 她不以为意 以为这两个丫头 没见过什么男子 所以才那般说的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而且 这位姐夫看着温文尔雅 的确像是好人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她 她放下矜持 主动邀请她 一起去望月楼用饭 没想到 竟然被她给拒绝了 几日后 她的好友来找她 这一次 她再一次 被她的才华所震惊了 四十五经 信守年来 诗词歌赋 随口而出 看着好友游之前的轻视 变成了惊讶 她心头有些小小的得意 还有 夏禅突然掉进了水里 她竟然毫不犹豫地 就跳了下去 她果然是个好人 那一刻 她对这位姐夫 愈发好奇了 接下的日子里 她总是会找机会 与她说话 想要看看 她到底还藏着什么本身 那一晚 她被亲吻纠缠 写下了雪梅 梅须训血三分白 雪梅书梅一段香 又写下了 凌落成你碾作成 只有香如故 那一刻 她站在她的身旁 亲自帮她严琢磨 看着她挥洒自如地 写下了这些诗词 心跳突然加快 心头突然有些慌乱 姐夫才华横溢 不该这般委屈的 只做一个坠续的 更不该被成国府抛弃的 她为她感到难过 特别是每次看到 她郁郁寡欢的样子 那一日 她站在她的窗外 为她讲了 西香记 窗外飘着雪花 一只寒梅斜在窗帘 与她的身影交错在一起 她安静地听着 安静地看着 那一日 她竟然没有再咳嗽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又为了她 讲了很多精彩好听的故事 终于有一天 她进了她的房间 似乎察觉到她 每次见到她后 心情与身体都会变好 娘亲便没有再阻止 她与她坐在温暖的房间 坐在柔软的榻上 她开心地看着她 她却依旧恭敬忐忑 不敢有半点余力 甚至不敢看她 待她离开后 她坐在榻上发呆 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 也第一次对生命开始留恋 她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那个冬天很冷 但是 因为有她的陪伴 不知不觉 她就熬了过去 家里的人 对她的态度 开始渐渐转变 可是姐姐对她 依旧冰冷 甚至没有跟她同房过 她为她感到难过 那一晚 他们一起去了游船参加诗会 她被好友挟持 她突然从一名文弱的书生 变成了一名强大的舞者 也是 从那一晚开始 她知道了 她的志向 她在韬光养晦 她要为母亲报仇 她要让陈国府付出代价 她开始默默地帮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每天都想见到她 每天都想跟她说话 她知道 她是她的姐夫 她不该这样 当时 她忍不住 她总是告诉自己 她只是孤独了 想要找个人说说话而已 姐夫只是恰好与她兴趣相投 他们只是很正常的关系 但是 府里所有的人 似乎都感受到了 他们不正常的关系 后来 她也无法再说服自己 她知道 她已经不能没有她了 她喜欢她 她对姐姐抱着愧疚 总是去找她说话 想要诉说自己心里的话 但姐姐似乎毫不在乎 甚至 要成全她们 爹爹 娘亲 她们都同意了 最后 姐姐还是成全了她们 一纸修书 与她合离了 但她心里过不去那个坎 而且 她也不知道 自己还能够在乎多久 所以 她与百灵商量着 然后在修书上动了手脚 没有人看出来 也没有人会想到 她开始光明正大地 与她在一起 但她心里一直都想着姐姐 总是让她去给姐姐请安 陪姐姐说话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发现 姐姐对她的态度 似乎有了一些改变 她真的好厉害 不止一次 救了秦家 来到京都后 秦家更危险了 但是 每次危急时刻 都是她站出来 让秦家化险为夷 当然 她也有缺点 姐姐说的没错 她好花心 在外面总是沾花惹草 还有 她喜欢女孩子的脚脚 每次与她亲热时 都要摸她 让人哭笑不得 可是 无论如何 她都没有忘记秦家 更没有忘记他们 随着她越来越厉害 她对秦家 一直都保持着曾经的态度 对她一如既往的宠爱 为了治好她的病 她拼命修炼 那一天 她很不好意思地对她说 她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叫月姐姐 那是她第一个主动喜欢上的女孩 她决定帮她 但她渐渐发现 那位月姐姐 似乎并不简单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她很快发现了一些 她不知道的事情 那一刻 她心头对姐姐的愧疚 总算放下了 因为她耍了诡计 帮了姐姐 他们依旧是夫妻 兜兜转转 她与姐姐从之前相互的冷漠 竟然不知不觉地相爱了 这份感情 经历波折 更显难得 她的病开始加重了 每次的咳嗽变多 经常会咳血 她已经下不了床了 但她一点都不害怕 能够活到现在 能够得到她的陪伴与爱 能够看到 姐姐与她有情人终成眷属 她已经很满足了 但她依旧没有放弃 那一天 在她已经咳嗽地无法呼吸 泪眼朦胧 想要与他们告别之时 她带着一名大夫回来了 最后她才知道 那名大夫 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神魂高手 而且 还让她喊她岳父大人 她的神魂离体了 但是并没有远去 姐姐施法 让屋里变得很温暖 让她的神魂飘在那里 像是鸟飞在天上 那名大夫 帮她治疗神魂 而她则帮她治疗身子 几日后 她的神魂归翘 感觉就像是 做了一场梦 她不再咳嗽了 感觉精神也变得好了许多 那名大夫 没有要任何报酬 离开了 她与姐姐 继续帮她治疗 终于 她不再畏惧寒风 不再害怕冰雪 那天下着雪 她披着弧球 走出了屋子 站在了走廊上 寒风掠过 雪花扑面来 她站在那里 感受着这久违的冬日 没有再咳嗽 也没有再颤抖 她从屋檐下 缓缓伸出了手 接住了一片洁白的雪花 躺在掌心 慢慢融化 冰冰凉凉 却那般迷人 她脸上露出了笑容 如雪景一般美丽 姐姐 微默爱你 青州哥哥 微默也爱你 微默想跟姐姐一起 也给你生一个可爱的闺女 好吗 小院角落里 种着一颗冬梅 一根枝条 伸在了屋檐下 上面结满了花蕾 这一日 一朵花蕾乎的绽放开来 一如曾经她刚认识她 她站在窗外 为她讲故事的那个冬天 整座小院 花香满意 微默从未出过门 从未见过其他男子 单纯的像是白纸一样 肯定是被那小子的 花言巧语给骗了 我要好好教训一下那小子 让他不敢再痴想妄想 唉 猪儿说 那几日微默又咳嗽了 而且咳血了 大夫说 不 我不能失去微默 我可怜的微默 呜呜呜呜 算了 微默的病重要 我让猪儿去告诉那小子 让那小子经常去陪陪微默 但绝不能做出月礼的事情 姐夫和小姨子 整天混在一起 唉 我好苦恼啊 还好 奸家根本就不在乎那个小子 啊 天杀的成国府 和王家宋家 竟然污蔑我们 要置我们秦家于死地 还好 我家微默运筹帷幄 让我们秦家反败为胜 嗯 老爷竟然说 这都是那小子的功劳 我连忙去问微默 再则 的确是那小子 不错 不错 不过 哼 那小子这般有心机 我可要帮尖家和微默看好了 嗯 到底是帮尖家看呢 还是帮微默看 哎呀呀 好可怕 长公主竟然带着兵来府里了 竟然还要拜那小子为师 竟然还送给了他 一柄镇国宝剑 我的天啊 那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这是要上天啊 我我就是多说了一句话 那小子就瞪我 可恶 我不怕他 我不怕他 今天那小子又瞪我了 微默为他辩解 说他只是 看了我一眼 哼 他就是瞪我 他就是瞪我 我 卑微可怜的小如月 真的不怕他 哈哈 那小子果然没有辜负我的鸡汤和樽樽教导 竟然考上了举人 而且还考了第一名 戒员 哈哈 我宋如月 我秦家 终于扬眉吐气了 我宋如月的眼光 天下第一 我就说嘛 我就早就说了 那小子一看 就是个人中龙凤 一定会考中状元的 这全是我的功劳 是我每天给他熬鸡汤 是我给他买书 是我让大家都不要打扰他 是我每次的严厉教导 是我身为岳母大人的威严 才让考中的 哈哈 秦家有我聪明伶俐 貌美如花的小如月 这是要上天啊 哎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秦家说 要修了他 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 秦家是为了威莫 罢了 既然秦家不喜欢他 刚好威莫又不能没有他 那就这样吧 只是可怜的秦家 又成了孤家寡人 希望那小子 不要辜负威莫 更不要心里怨恨秦家 秦家是为了成全他与威莫呀 我 我可怜的小秦家 哎 要离开莫城了 好舍不得 好难过啊 我 爷 京都好美 京都好繁华 我爱京都 不行 那小子那么有才华有本事 京都又有那么多富家千金 官宦大小姐 我一定帮威莫看好了 哼 举人又如何 戒缘又如何 坠续就是坠续 你休想离开 你要是敢走 哼 我就死给你看 我小如月 可是不怕你的 对了 还有川 川可是强大的舞者 那小子要是敢抛弃我们秦家 老娘就让川一拳打爆他的脑袋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没有心情在写了 我可怜的懒儿 嗚 那该死的小皇帝 竟然被人杀死了 活该 啊 长公主竟然登基了 女人做了皇殿 我的天啊 太可怕了 哎 我们秦府已经上了长公主的船 已经下不来了 罢了 就让那小子去折腾去吧 他那么厉害 只能把秦府的命运都交给他了 长公主大婚 对方竟然是楚公子 哈哈 楚公子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听说与我家青州的关系也很好 我们秦家稳了 哈哈 大消息 大消息啊 我家贤婿竟然连中三元 考中了状元 状元狼啊 哈哈哈哈 我幸福地晕倒了 哼 那小子竟然不来感谢我 我小如月功不可没 没有我的辛苦 哪里有他的状元 算了算了 自家人就不跟他计较了 啊 天哪 修书竟然是假的 那小子与尖家竟然 我 我秦家的两闺女 竟然都敬了他的顽脸 可是他竟然还敢瞪我 可恶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小如月是病猫吗 等川和老爷回来 我要让他们好好教训教训你 让你知道 就算是你状元 也别想为所欲为 我家川可是武者 一拳可以把你的脑袋打爆 娘亲 我一拳下去 我的脑袋就爆了 青州他 你是天下无敌 啊 武王 啊 北晋王 那小子竟然是北晋王 那小子竟然是天下无敌的楚公子 天哪 卑微可怜的小如月 竟然被他耍得团团转 竟然被骗了那么久 可恶 当初人家一口一个楚公子 一口一个恩人 还当着他的面前激动地说 崇拜北晋王 啊 好羞耻 好丢脸啊 我不要活了 我 卑微可怜的小如月 永远都不会原谅那个小混蛋 哼 除非他道歉 洛青州善善 没敢再吭声 女皇陛下顿时酸酸地道 就独宠你家宝贝儿闺女吧 哼 说完 袖袍一扶 转身离去 一旁的秦大小姐 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父王 你偏心 十月打我时 你都不吭声 我 小王子被秦十月打趴在了地上 哭得很伤心 洛青州连忙道 十月 打青点 打屁股就行 别打脸 随即又道 飞语 男子汉大丈夫 哭什么 你让妹妹打几下怎么了 刚好就当做练皮了 你看你父王厉害不 想当初 可是被你娘亲 和你几个姨姨每天欺负 都没有流一滴眼泪 一旁的秦大小姐 不禁看了她一眼 另一旁的秦二小姐 和男公美娇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灵狐青竹也看了她一眼 龙儿笑嘻嘻地道 公子 你可不一样 你长大了才被欺负呢 飞语还那么小 等飞语长大了 自然不会再哭了 紫霞仙子在一旁道 飞语 别哭了 看侠姨来揍你父王 给你出气 谁知秦十月 第一个雀跃拍手 满脸兴奋地道 侠姨 揍爹爹 快揍 把她做得哭鼻子 洛青州 这小棉袄 露疯了 晚宴很丰盛 白天了 闹了矛盾的小家伙们 晚上又喜笑颜开地在一起玩游戏 洛青州教他们的丢手帕 老鹰捉小鸡等等 他们都玩得很开心 吃饭时 女皇陛下在桌下 踩着洛青州的脚 低声道 今晚留下事情 朕给你准备了好东西 洛青州低声问道 什么好东西 女皇陛下冷冷地道 鞭子 洛青州 片刻后 女皇陛下又低声道 朕 月舞 月影和花骨 洛青州嘴角一抽 晚饭刚结束 他立刻说 自己肚子不舒服 要先走一步 刚出门 花骨从旁边走出来 递上了一件白色的衣裙 柔声道 公子 这是花骨给姐姐做的衣服 你拿回去让他试试 洛青州接在手里 摸了摸 道 好手工 花骨 你费心了 花骨笑道 应该的 花骨的命都是 姐姐救的 做几件衣服 算得了什么 洛青州揉了揉他的脑袋 低声道 今晚 我就不留宿了 明晚过来 花骨有些羞涩道 嗯 洛青州收了衣服 快步离开 在皇宫门外等待了一会儿 一群人 簇拥着秦大小姐 秦二小姐走了出来 几人上了马车 回到了秦府 洛青州 先送秦二小姐 回到梅乡小园 跟他说了会儿话后 方去了灵蝉月宫 蝉蝉与小石月 已经躺在了床上 蝉蝉正在磕磕绊绊地 给小石月 唱着她交的安眠曲 后花园中 传来了琴声 扶着桌上的古琴 洛青州走进梁亭 与他坐在了一起 一只手揽住了他的仙腰 一只手故意捣乱 帮他拨着琴弦 秦大小姐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洛青州却一点都不害怕 凑过去对着他绝美无瑕的脸蛋 亲吻了一口 蝉声道 娘子 时候不早了 该回房睡觉吧 我都好几天没有陪娘子说说话了 随即又咬着他的耳朵 低声道 我最近新修炼了一套功法 应该可以抵抗娘子的绝世宝气了 他的一声 他突然变成了一具冰雕 秦大小姐继续俯着琴 神色清冷 但躲藏在黑夜中的绝美脸颊 不知何时 已染上了两抹红韵 一曲霸 他又坐了一会儿 方起身离开 回了屋里 洛青州连忙跟了进去 推门而入 房间里燃着红烛 飘着花香 秦大小姐坐在床边 正神色清冷地看着他 他连忙过去 蹲在了他的白裙下 殷勤地帮他脱掉了袖鞋 然后 解下了连杖 穿着一袭粉裙的百灵 正坐在窗前 晃荡着一双雪白可爱的小脚 在望着外面的夜色发着呆 他嘴里似乎正在反复念着什么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七七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七七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七七 哎 本来小月美娇和大小姐的番外都要写的 但斟酌再三 还是没法下笔 一是姐妹不能多写 二是三个人的人设 都已经在正文中表现出来了 特别是大小姐 不敢写 怕毁了人设 每次大小姐出来时 与主角的对话 也都斟酌 修改了许多遍 生怕人设不对 大小姐太完美了 我觉得 不能让人看到她的内心 不然就失去了魅力 所以 真的不敢 给她单独开翻 因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 这本书分类在青小说 属于恋爱小说 主线一直都是大小姐 其他升级什么的 其实都是为了感情线而添加的 不然只怕几十万字就结束了 所以 大小姐的故事结束了 这本书就算是结束了 其他的 真的不重要 从大小姐与主角 袒露心意 两人在一起后 其实就没有期待感了 再写下去 也没有任何意义 其实直到结尾 追读都挺好 我完全可以一直水下去的 但故事结束就是结束了 没必要一直拖着 不管大家怎么认为 反正我觉得 故事是真的结束了 大小姐的故事写完 我也没有任何写下去的动力和期待了 再写下去 就真的更混乱和难看了 所以 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 属于自己的爱情和亲情 以及责任 后会有期